十八线小花醉酒铺倒顶流影帝 并凭借一个掐屁股视频上了热搜 落地窗前 两道身影暧昧交缠 男人灼热的呼吸落在她的颈间 低词的嗓音酥麻着耳膜 你给予我多久了 一年 两年 或者更久 李九泛红的脸颊 眸光透着桃色 你猜 男人眸光瞬间淋漓 李九突然被强势按在了冰凉的落地窗上 小九儿垂涎我的美色已久 倒不如别相亲 嫁给我怎么样 男人慵懒的嗓音略带着丝丝勾混 李九醉意迷离 男人身上无尽荷尔蒙的气息 他忍不住摸了他性感滚动着的喉结 而男人呼吸急促一寸寸靠近他的唇 李九骤然从春梦中惊醒 他吓得睁开双眼 他做梦了 不知道是宿醉还是梦境太刺激 李九抱头凌乱中 疯了 疯了 身为裴十四的头号黑粉 居然梦到关于他的春梦 而且他在梦里还跟他求婚 他肯定喝傻了 神志不清了 就在此时手机突然响起 剔头盖脸就是一顿薄翠输出 卧槽 你太牛叉了 居然将裴十四睡了 还闹得全世界都知道 鱼池 你脑子被门家了吗 一大早说什么恐怖故事 你礼貌吗 你还没看热搜吧 姐妹 你火了 随后一声微信提示音响起 李九睡意全无 剩下的只有傻眼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裴十四恋情曝光 裴影帝夜宿十八线 裴十四李九共度春宵 一个个辣眼睛的标题 还有一个实锤道不行的高清视频 李九只见微颤点开了视频 镜头画面赫然对在他卧室的落地窗 视频里 两人暧昧氛围满集 似乎是李九主动的 而裴十四也乐在其中 看到这李九瞬间屎花 手机都抓不住 他终于知道了那不是春梦 昨晚的一幕幕也随之清晰 哥哥 侯姐给摸吗 要我说不能 那就惩罚你 下一秒李九气急败坏掐了下他的屁 哥哥 李九想到这个词从自己嘴里蹦出来 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竟然叫那家伙哥哥 宝 冷静 你昨晚不是去相亲吗 怎么又搞上了影帝 相亲难割了我 我就自己喝酒去了 没想到偶遇裴十四然后断片了 此时鱼池异常兴奋 你们这对欢喜冤家掐了那么多年 终于和解了 而且这速度能赶上造火箭 什么鬼 我们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有于美人你关注的点错了吧 你身为我的经纪人尖发小 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将舆论压下来吗 你居然有心情在这吃瓜 结果于池却让李九亲自去找裴十四 毕竟顶流说话有分量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裴影帝屁股什么手感 滚粗 就在于池调侃李九之际 又被爆出了更大的瓜 李九学生时期给裴十四写的情书曝光了 那些年的年少无知瞬间涌现眼前 照片上的星星屏 那些被藏在星星里肉麻到不行的表白 简直闪瞎群众狗眼 李九尴尬到起身暴走 这些考古时期的东西是谁把他曝光的 思来想去也只有另外一位当事人裴十四 裴十四 看我不掐死你 吵闹声让裴十四从睡梦中醒来 睡眼惺忪的他帅气逼人 没等他起身 李九就一个飞身扑向了他 并压在他身上 一顿疯狂输出 他掐着裴十四的脖子 你给我去死 裴十四媚惑一笑 早上好啊 漂亮的波斯猫小姐 顶流影帝的翘臀惨遭女孩咸猪瘦 却被嫌弃成了干瘤的小葡萄干 裴十四慈性的声音响起 早上好 漂亮的波斯猫小姐 李九的手掐住裴十四的脖子 微颤的声带以及上下滚动的喉结 让他指尖好似有电流穿过 他立即缩回了手 下一秒手腕被捉住 裴十四眼尾勾起 嘴角上扬 怎么分明昨晚占了哥哥便宜 大清早就对哥哥发那么大火 裴十四你有病吧 李九慌乱的从他手掌心头脱开 谁稀罕占你便宜 分明是你的屁股玷污了我的手 要脸不要脸 文言裴十四笑了笑 随后搂着李九的腰缓缓坐起了身 所以摸了我 你还觉得吃亏了 这个老流氓一大早又开始撩人 李九心虚撇过头 偏偏对方离得他更近了 能听到呼吸那种 仿佛下一秒就要轻上 手感不好 还是不够翘 李九内心都快疯了 退退退 他连忙伸手推开裴十四 翘 翘个屁 葡萄干看了都嫌你别 这样啊 裴十四松开了他的腰并躺下 顺势瞥了一眼李九 这个生怕烧不起男人沉火的小波斯猫 此时还坐在他的腰上 他立刻紧张地翻下来退到旁边 我刚刚太生气了 想压死你才坐上去的 你别想转移话题 东西还我 突然他抓上他的衣领 这又是哪一出 裴十四一脸懵逼 情书 李九恨不得勒死他 沉默了半晌 他开口调侃 原来你暗恋我呀 此时两人四目相对 尴尬 太他妈尴尬了 李九被识破了 音量瞬间变大 谁暗恋你 那是我给狗写的情书 赶紧还我 裴十四神情复杂 他抬手整理着睡衣 我没见过那玩意 放你的五香麻辣螺旋管弯屁 李九疯狂摇晃着他 那东西肯定在你了 裴十四你就是狗 当年把信扔进垃圾桶就算了 现在还要翻出来 当成我的黑历史羞辱我 青春不懂事玩暗恋 自从看到扔在垃圾桶里的情书 对他再就没了那份心思了 没想到这只花孔雀居然曝光他 说了半天裴十四都昏头了 同时他也怀疑 当年他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女孩曾经暗恋男孩的是被他知道了 关键男孩还是他的死对头 射死 太射死了 裴十四一脸懵逼看着压在他身上的李九 他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情书 然而手机铃声却在此时响不起 裴十四接起了电话 对面传来的经纪人秦怀宇的一顿疯狂输出 卧槽 裴哥你有点疯狂哦 居然晚起一夜情 老子不晚一夜情 这项是故意说给李九听似的 随后秦怀宇亮铁证 高清视频都报道全宇宙都知道了 你快交代 昨晚掐你屁股的女人是谁 李九背景忽然一僵 心虚低头啃手指 裴十四挑了一眼李九 眼神带着几分戏血 一只擅长欺骗我感情的小波斯猫而已 秦怀宇烦到头发都薅秃了 根本没心思开玩笑 于是交代裴十四先去看热搜 他马上就到他家 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李九没想到裴十四还没看过热搜 所以是误会他了 情书他真的不知情 一种被抓包的心虚油然而生 他试图逃跑 但脚踝一下子被捉住 下一秒他被裴十四拖了回去 他哭笑不得坐在一旁 裴十四像是准备欣赏什么大片似的 指尖不断滑动着手机 李九突然一个飞扑 伸手就想抢走他手机 不许看 裴十四手长脚长 李九根本不是他对手 他把手机举过了头顶 我就要看 李九站起来就想去抓 结果吸腰被他搂住了 李九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紧接着掉进了柔软的床里 而裴十四把他压在了身下 停顿了片刻 乖一点 言娜 裴十四刷着手机 李九说的那个情书 他看得津津有味 李九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 他奋力挣脱他的怀抱 裴十四你不准看 第一次看见宇宙是和你四目相对的时候 是吗 但我怎么记得我们第一次四目相对 是你刚出生 我抱你的时候 你朝我开的臭臭礼炮 那就是你的宇宙啊 裴十四你竟然还念出来 给我闭嘴 还有这句 你的嘴唇真好看 适合说爱我 更适合闻我 李九瞬间炸毛 只想掐死裴十四 只见裴十四一把搂住了他 凑到他眼前 适合闻你 我现在给你的机会 说着说着裴十四的唇渐渐靠近 仿佛下一秒就要亲上李九的唇 流量小花表得一手好眼 卫博眼球亲自直播内涵女孩 裴十四性感的唇渐渐逼近 李九几乎瞬间恼羞成怒 他抄起裴十四身后的枕头 随后摁在裴十四的脸上 裴十四 我闷死你 裴十四抓住李九的手 眸光泛着一丝丝玩味的愉悦 小九是真的觊觎哥哥很久了 做你的春秋大梦 那昨晚那个撒娇喊哥哥 轻轻抱抱举高高 还有摸哥哥猴杰 掐哥哥屁股的是谁啊 李九一脸羞愤 可裴十四却一脸得意 李妹妹暗恋我那么久 十四哥哥好荣幸哦 你给我闭嘴 李九好想给他一个大逼动 他大声变博 昨晚一定是你的猴杰先动的时候 明知道我是猴杰空 故意用你的猴杰勾引我 裴十四浅浅一笑 看上你这只花孔雀 从小就长得帅 还要四处开屏 他才鬼迷心窍 裴十四不管你狂不狂 喜欢过就是喜欢过 李九憋了很久 喜欢过又怎么样 那是过去世了 而且发现你把瓶子 扔进垃圾桶后 本小姐对你就彻底死心了 文言裴十四吃笑了一声 他拥懒朝李九勾了勾手 来 看看你是怎么冤枉我的 李九好奇凑过去 只一眼就炸毛 这次水利桃TV直播画面 当红一线流量小花苏福音 正含着泪道歉 对不起 没想到会给陪影帝和粉丝 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他说情书是被他助理泄露的 助理已被开除 现在直播间一片骂声 当然骂的都是李九 说他一个小胡咖也敢基于影帝 恶心 还说他自仇 这是骂人没台词了吗 扯人家的自干吗 说起苏福音 他俩是中学同学 那时两人就不对付 苏福音穿公主裙 想被夸漂亮 李九就穿甜裤黑粉为衣 立即把所有男生的注意吸走 顺便嘲讽他一句 长得丑还玩得滑 这次逮到机会 他就想用情书踩死李九 可表面功夫还得做 大家别误会久久的字没那么丑 更何况他那时候只有十四岁 裴十四勾纯浅笑 原来你十四岁就暗恋我 可是你冤枉我的呀 说着裴十四搂过李九的细腰 凑到他耳边表示 情书没见过 更没扔进垃圾桶 引流引帝说要谈恋爱 对方还是视他为死对头的小青梅 裴十四缓缓低眸朝他凑近 毛里明知认真 没见过情书 也没扔过垃圾桶 暧昧氛围瞬间拉满 李九慌忙推开他 不管你扔没扔 反正现在本小姐对你没兴趣 说罢他爬下床 白莲花成精害人不解 姐姐我现在就要替天行道撕了他 裴十四则一脸宠溺 看着他离开的被子 此时大门外情怀余等到 正准备敲门之际 李九飞快冲了出来 这是什么玩意漂泊 情怀余走进了别墅 惊魂未定一直往后看 只见裴十四懒洋洋的下往 敞开的白色衬衫 露出了性感的八块腹肌 他漫不经心的倾笑 早啊 情经济 情怀余有点无语 一大早就这么骚真的好吗 刚才从你家出去那女的是谁啊 裴十四平静扣着扭扣 你脸盲啊 刚吃完瓜 就认不出当事人了 情怀余一副吞了苍蝇的表情 什么 他就是你昨晚一夜情的对象 卧槽 大佬 你平时不是挺注意私生活的吗 哦这次没忍住 他说着开始摆弄着桌上的青梅盘子 毕竟这么多年 他一直以为他对自己排斥那么彻底 所以没敢下手 早知道有情书这事 昨晚就不应该做个人 应该亲死他 情怀余表示公关文已经写好 就等他发微博澄清 就说视频是被黑粉恶意要换脸生成的 说着他把文案发给了他 可裴十四一点也不着急 慢悠悠吃着梅子 不发 情怀余极妙啊 不发怎么澄清绯闻 澄清了我要怎么追人 追 情怀余下意识接了话茬 却被批了个外交里难 追什么 裴十四笑笑不说话 情怀余深吸了一口气 裴哥 你别整我呀 顶流明星要谈恋爱没那么容易的呀 况且你不是还有个白月光吗 你要是追别人 你的白月光他 话都倒着情怀余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事了 眼睛瞪得像同龄 你别告诉我 离久就是那个你暗恋多年 结果人家把你当死对头的小青梅 头痛 今天信息量有点大 请允许我缓缓 此时裴十四好心递了一颗梅子过去 来压压惊 这小青梅还是挺甜的 情怀余正想伸手去接 结果裴十四将梅子丢进自己嘴巴里 可惜 是我的 卧槽 劝不动 我的影帝大大已经疯了 女孩学生时代写给顶流影帝的情书 被娱乐圈一线小花恶意曝光 让我们看看女孩怎么霸气首次小花 苏福莹她明里暗里的言外之意 将吃瓜群众的八卦之心推上了新一波高潮 还有人带节奏 开始磕她和裴影帝CP 苏福莹假意害羞 没有了 大家不要乱讲了 她乐在其中的样子看了就想揍她 当年她也暗恋裴十四 却一直爱而不得 意外发现了李久给裴十四送情书 就趁人不注意偷走并扔进垃圾桶 后来又怕被人捡到 索性就藏了起来多年 没想到现在竟然派上用场 就在此时她的直播间突然黑皮 在苏福莹愣神之际 直播突然被切成了PK模式 此时清凉而嚣张的嗓音随之响起 小呆莲花骨骼轻奇 请问是聊斋哪一集成精的呀 直播间众人纷纷惊讶 卧槽 李久 你竟然有脸来 老子们 我们来个PK不介意吧 李久气场两米不是征求众人意见 只是通知一下你们 做好板凳好好吃瓜 苏福莹鸟便腰镜无辜脸看向直播画面 我根本没有发起PK 李久举着合同拥懒道 Who care 现在这家平台已经被我买下 作为新任CEO 我想让谁开PK谁就得开 直播间的吃瓜群众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啊 李久好嚣张 突然有细心网友发现 李久的直播账号被挂上蓝色大笔 下面一行官方简介 水蜜桃TV现任总裁 此时平台官方号也上前给他刷了10个火箭 庆祝他成为了水蜜桃TV新任总裁 吃瓜群众立即齐刷刷眼睛瞪得比嘴巴都大 打骂我们金圈大小姐 财团旗下产业能不出来给他撑腰吗 苏福莹剑情况对自己不利 立马切换委屈哭鸡鸣 李久 我都道歉了 你还在责怪我曝光情书的事 大家我不是故意的 李久才不相信你 管别人私事 还帮忙曝光 狗拿耗子都形容不了你 怕是乌龟掉盐缸里 给你小王八嫌玩啊 接下来李久一顿不带脏子的疯狂输出 苏福莹被扒的皮都不剩 偌大的泪珠大颗大颗瞬间从他脸上躺下 他把责任都推给了助理 自己却要当好人给李久补偿 恳求李久不要继续骂他 呵呵呵 骂你怎么样 你要是没听清 我还能克你背上吗 看到这吃瓜群众又坐不住了 都在同情苏福莹 开始骂李久 要难听有多难听 忽然屏幕弹出了一条醒目的消息 我靠哥哥发微博了 李久心头一紧 一看手机又是热搜第一 服了 这位大哥又整啥活呢 随后他只见微颤点开热搜 裴十四用自己微博大号发文 艾特苏福莹 说他是小偷 让他把情书还给他 裴影帝这一波打脸操作来得实在痛快 引流影帝太酷了 不搞事业 搞爱情 裴十四竟主动发文回应绯闻 艾特莲花金苏福莹 小偷 把我东西还来 苏福莹看到热搜顿时傻眼 他敢捆绑裴十四 就是觉得他不会轻易站队李久 结果他竟那么明目张胆 跟成人恋情似的 苏福莹慌得一批 想着趁大家还没开始骂他之前赶紧下车 然而还没等他下嫌 他的直播账号突然被注销 结果他一副拉屎没纸的样子愣在了原地 撕完大白脸的李久开心下播 突然李母打来视频电话 接还是不接 李久颤抖的指尖按了接听 视频里李母调侃 哎哟 小九儿挺厉害的 让你相亲 你放人鸽子跑去捏阿四屁屁 此刻李久想死的心都有 手感好吗 屁屁够翘吗 说好的不嫁 原来想嫁的另有其言 不然明天给你们直接上婚礼 文言波斯猫属性的小九儿瞬间炸毛 不不不 我才不要 全世界只剩他最后一个男人 我都不会嫁给他 李母无视他的废话 胡谢冷哼一声 明晚带阿四回家吃晚饭 否则李氏财阀和裴氏财阀 立马官宣明天你俩原地订婚 一物详一物 李久都还没来得及想台词反驳 雷厉风情的李母就无情挂掉电话 在这可怕的武具时代里 键盘侠一刻也没闲着 李久现在里外不是人 唯有找好姐妹余美人求救 片刻后 李久抱着赶来吃瓜的余美人欲哭无泪 姐妹救我 这个地球容不下我 麻烦立刻送我去快乐星球 姐妹 想开点 嫁给裴十四也不亏 呜 我嫁她 我哭死算了 可她了解自己伟大的母亲大人 向来说一不二 这回不跑路的话 估计第一天订婚 第二天领证 第三天婚礼 第四天一胎三宝 想到这 李久瞬间头皮发麻 她连忙揪住于美人的衣角 快帮我 我不想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于美人有点不敢相信看了看她 你确定 见李久狠狠点头 于美人傲娇翘起了二郎腿 你姐妹我还真有个办法 李久立马竖起耳朵 您说 与美人慢悠悠悠道 恋宗 而另一边 闯了大祸的裴十四正在享受闲暇时光 快乐不止一点点 脸上洋溢着幸福 与她相反的秦怀语却盲成狗 一边帮她处理记者 一边还要处理关于李久的恶评 就在此时秦怀语好心提醒 裴哥 你一心为人 人家对你可没那个心啊 要不你自己看看 李久要参加下一站浪漫 恋宗 裴十四一脸深沉刷着评论 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秦怀语告诉她 这个恋宗出了名 玩得花 还有经常搞一些擦边演出 裴十四薄唇为勾 行 挺好 果然是擅长欺骗感情的小醉猫 屁屁摸的是我的 恋爱却要跟别人谈 想到这裴十四脸色骤变 哥哥肯定不会如你愿 把电影推了 跟制片方那边说 这档综艺我也接了 影帝大大的意思是 喜欢一个人 连他抠鼻屎都是好看的 秦怀语哭笑不得 我的大大刚捅了娄子没修好 他想往更大的坑里钻 你见过哪个顶流明星参加练宗的吗 裴十四笑了笑 没关系 我开个先河 冷静了一会秦怀语中心常提醒 裴哥 你要想清楚 一旦做出这些决定 你很可能从顶流这个位置下去 这样你也无所谓吗 为了一个李久值得吗 裴十四倾笑 他从入圈开始走的 就不是什么偶像人设 也不养老婆粉 所以他无所谓 裴哥 你到底 秦怀语还想继续劝 却被裴十四打断 怀语 你知道的 我在在他手上很久了 所以 老子见不得他跟别人好 模拟的演戏的 都不行 很快到了炼宗首播当天 话不多说 让我们请出第一位女嘉宾 李久 直播间一阵雀跃 黑粉们在欢快瞎舞 此时一道黑色鲜影撞进观众视线 大家好 初次正式见面 我是李久 随着李久的脸出现在屏幕 大批眼粉上线 都被李久的盛世美颜打动 按照摄像师老师的指示 李久坐下 接下来就准备钱财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请问李老师单身吗 当然 要不来这直播出轨啊 现阶段有暗恋的人吗 没有 都是两条腿的探机生物 有什么好喜欢的 上次接吻是在什么时候 没接过 你们有事吗 那谈过几个男朋友 李久沉默 是太多不方便说吗 面对主持人没营养的问题 李久忍不住炸毛 你们礼貌吗 母胎单身是要敲锣打鼓 宣告全世界吗 主持人尴尬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李久轻笑 我不喜欢男人 与此同时另一间摄影棚 裴十四正在接受钱财 李久同款问题问了一遍裴十四 他一口气回答 单身 没谈过恋爱 初吻还在 包括荧幕初吻 看着眼前的男人主持人 有点上头 不愧是顶流影帝 颜值太能扛了 害羞到 最后一个问题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裴十四抬眸 瞥了一眼隔壁的摄影棚 视线落在一道纤细的背影上 李久 是李久 是他的话 什么样都行 据说每个爱吃香菜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 裴十四漫不经心笑了笑 是他的话 什么样都行 谁 是谁 直播间炸锅 大家纷纷想知道帅哥长什么样 帅哥说的他是谁 情感问答环节结束了 请男嘉宾将送女嘉宾的定情信物交给我吧 裴十四满脸期待将一个白色礼物盒递给了工作人员 片刻后 只见李久捧起一块绿的发黄的香菜蛋糕 那叫一个惊喜 下一秒毫不犹豫选了他 旁边的两位女嘉宾直接呆住 直播间大家也是各种声音 接下来苏福音选了领带 他来之前就特意打听过 这次的其中一位男嘉宾是金圈圣家的公子 要是能攀上这个资本 哪怕山鸡也能变凤凰 到时候还不把李久狠狠踩在脚下 最后一位女嘉宾陆优选了跟自己职业相关的麦克风 恭喜各位 我是这档节目的导演蒋峰 既然刚才大家都已经完成定情信物选择 那么相应的CP也配对完成 接下来你们将以三对模拟恋人身份 在巴黎进行六天七夜的旅行 导演兴奋的跟自己谈恋爱似的 下一站 邂逅 请各位带上你们的定情信物 跟随浪漫指示 找到你们的模拟恋人 就在此时李久举手 他指着空盘子表示 定情信物被吃光光了 怎么办 这始料未及的情况 简直刷新了导演几十年职业生涯的认知 工作人员连忙上前解释 李久选的是香菜蛋糕 当你在讲规则的时候 他已经默默炫完了 导演无语也无力投票 直接让他带个空盒子去 李久抱着空盒子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来到下一个录影棚 李久难得乖巧走了进去 工作人员关门离开 不然啪一声 现场一片漆黑 卧槽 怎么回事 此时导演正一脸得意看着屏幕里的李久 看我不吓死你 咱把定情信物给吃了 李久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盯着摄像头 嗨 你们剧组忘记交电费了吗 这火宝 差点给导演气出心脏病 他立马交代下去 上映菜 下一秒黑暗中突然窜出了一条蛇 朝李久吐着蛇性子 卧槽 吓我一大跳 观众们隔着屏幕都觉得害怕 而且隔壁直播间的苏福莹都下跪了 李久却丝毫没有反应 反而好奇地凑上前摸了摸 原来只是3D效果 还挺逼真的 见李久没被吓到 导演组立马放出第二波狠火 上一只苍蝇围着李久 此处密集恐惧症恐怕要犯了 隔壁的陆幽下道上跳下窜了 可李久依然没有害怕 他挥了挥手表示 导演 你真的挺无聊的 话音刚落 门外传来了诡异的门铃声 李久突然顿住了脚步 仔细一听有人在哭 做成人皮娃娃 满脸是喜 李久身体骤然僵住 他不由得抱紧礼物盒 像冻住了一样 不敢往前走 这是什么玩意啊 害怕的话抱紧哥哥 哥哥保护你 诡异音乐响起李久一下愣住 冷静 冷静 这些都是假的 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强行安慰自己 他来到了门后 声音越来越真实 有人吗 我要进来咯 随着门嘎之一声 一个满脸是血的小女孩推门而进 李久吓得立刻扔掉手里的盒子 下一秒撒腿就跑 漆黑的录影棚里 啥也看不清 偏偏身后还有诡异的笑声追死 李久 我来捉你了 李久慌忙乱窜 却猝不及防撞上了一个坚硬炙热的怀抱 清淡好闻的血松香席卷了他的感官 莫名的安全感 他下意识跳到了他身上 呜呜救救救救 有鬼 一双干净又修长的大手 直接就扣住了李久的腰 嗓音低压贴着他耳边 别怕 李久虽然安定了些许 但是还是害怕得闭着眼埋在他的颈部 弹幕里刷着一堆磋了 可依然没有拍到裴十四的脸 哼 想得美 大咖都得压重 此时房内仍然漆黑 还飘着蓝色的鬼谷 苏福音和陆幽也分别完成了测试和男嘉宾会合 导演声音响起 恭喜三对CP成功会面 邂逅密室即将为各位打开 请齐心协力 寻找前往心动别墅的钥匙 文言李久直接摆烂 我不找 我怕鬼 天天导演欠揍的威胁声再次响起 密逃现实 十分钟 超时CP要接受超恐怖的惩罚 卧槽 怎么还现实 呜呜 李久后悔参加这鬼节目 他挂在裴十四身上喊大哥 救命 感情李久是来拜把子的 大哥 裴十四眼尾轻撩 意味不明看着他 合着李久是完全没有听出裴十四的声音 大哥是吧 行 松手了 说着裴十四的手从李久身上拿开 别别别 李久慌得立马改口 哥哥哥哥 果然裴十四对这称呼很受用 于是又伸手重新将他搂住 李久松了一口气 心想男人都是一个德行 跟裴十四那花孔雀一样喜欢听这种骚称呼 快找钥匙 我可不想接受恐怖惩罚 裴十四低谋凑近 性胆的声音响起 害怕就搂紧点 别睁眼 李久突然反应过来 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竹马CP太好刻 连痘嘴都是糖 李久窝在裴十四怀里不敢轻举妄动 唯一的恐怖童谣还在继续播放 李久小心翼抬头偷瞄了眼 结果女鬼的头从天而降 吓得他浑身一个机灵 死死报警裴十四并催促他赶紧找到钥匙 裴十四懒散轻笑 他根本不着急 李久主动投怀送抱的机会可不多 得好好享受 李久向来敏感 一下子就感受到他轻颤的身体 你在笑 嗯 此时裴十四松开了搂在李久腰上的手 摸索着找钥匙 你肯定嘲笑我 你不许笑 我没笑你 不 你就笑我 就这样两人幼稚的对话都快持续五分钟 不知道为何现场莫名的糖分超标 行 我在嘲笑你 那你睁眼来找 李久果断拒绝 安安静静靠在裴十四肩上 他的呼吸在裴十四的脖梗瓷漆彼伏 要命了 影帝大大瞬间泛起了满脸的绰男红 都怪裴十四那家伙 要不是他我才不会在这鬼地方遭嘴 这没良心的小猫咪 哥哥就不该管你 让你被鬼吓哭就好 就在此时裴十四在一个人形玩偶身上掏了头 可喜可贺 要是找到 恐怖童谣也随之结束 虽然屋内仍然一片黑漆漆 李久高兴地睁开了眼 并要求裴十四把他放下 裴十四慢条丝里瞥了一眼 李久挂在他脖子上的双手 这位小女嘉宾 不肯撒手的似乎是你啊 下一秒 李久毫不犹豫地撒开了手 这用完就仍太真实了 裴十四顿式无语 就在此时导演的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三对CP都顺利找到了钥匙 李久终于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没鬼了 开始好奇眼前的男人到底是谁了 于是转头向男人打招呼 你好 我叫李久 请问你是 裴十四OS 问得还挺早的 堂堂顶刘影帝竟然当众被抛弃 到底是哪个姑娘干的好事 你好 我叫李久 请问你是 裴十四抿着唇半 沉默半傻 真没认出来啊 李久迷茫的小眼珠来回滚动 没认出 此时裴十四打开了密室的门 一道强光射入 李久下意识抬手挡了挡 光照在裴十四棱角分明的脸上 格外帅气 他抬手抵着门 转头看向李久示意他先出去 李久抬眸一张妖念又熟悉的脸映入眼帘 裴十四凑到李久耳边 低词性感的嗓音 犹如电流般穿进他的耳膜 我是裴十四 但可惜收音器录不到他的声音 李久一声尖叫 你见鬼的时候还要击力 怎么又是你 他逃 他追 他插翅南飞 直播间的吃瓜观众都要好奇死了 谁 到底是谁 我一个VIP会员白冲了 弹幕凹乱叫 脸看不见也算了 现在连声音也不给听 蒋风就是想把观众胃口再掉一下 再公布男嘉宾的身份 结果却见李久把他走 像一阵风一样 跟拍摄影视都追不上 卧槽 李久跑了 蒋风都被整懵了 赶紧给我去追 可李久仿佛逃亡般头都不回 摄影师在后头追问 李老师 你跑啥呀 再不跑恐怕插翅南飞了 眼看李久已经失去控制蒋风傻眼 难道这是我职业生涯的首次滑铁炉吗 下一秒他气急败坏 干脆抓起大喇叭 一道中气十足的怒吼回荡着整个录制现场 裴十四 正在欢笑的呃呃呃们戛然而止 纷纷问号脸 谁 导演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然而此刻镜头终于切到了神秘男嘉宾的正面 裴十四漫不经心抬头 那张被娱乐圈封神的脸 猝不及防杀进了观众眼里 大家好 我是裴十四 观众的笑容瞬间消失 弹幕可见已经猝死一大片 只见蒋风一脸委屈来到裴十四面前 拿起大喇叭 你自己说说你到底跟李久说了啥 他跟见鬼似的跑没影了 裴十四一脸我才是受害者的表情 讲道 你失去的只是个女嘉宾 而我刚刚被女朋友抛弃 我的小星星都快碎了 说着双眼泛起了泪光 谁说你不是影帝啊 这演技一百分 可蒋风似乎不吃这套 我不管 反正人是你吓跑的 你得给我赔 裴十四一脸淡定 放心 我的人 我会哄 十里红装CP太甜太好嗑 裴十四居然用宠密的口吻说 我的人 我会哄 这是公然是爱吗 他的人哦 讲风气的随便挥手 给你俩半小时 道点必须给我把他带回心动别墅 裴十四笑着答应 下一秒镜头被无情关闭 逃跑了一路的李久累了脚也受伤了 找到花园角落的长椅坐下了 检查着阴高跟鞋磨破的脚后跟 嘴里嘟囔着 都怪着该死的裴十四 此时一个慵懒的笑音响起 他几乎条件反射一样 头皮发麻 他抬眸看剧 果然不远处裴十四站在哪 薄唇微钩 脚疼 裴十四就那样静静站那都像一幅画 要不要那么好看 李久回过神抬手指着他 才不要你管 你这个罪魁祸首 要不是裴十四 他也不用这么惨 直播 鬼屋 加上现在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逃跑了 真的丢脸丢到外太空了 李久气的想要站起来跟裴十四干一家 奈何脚伤的有点重 他又跌坐了回去 就在此时一道暗影落下 只见裴十四单膝跪在他面前 用他修长的大手轻轻握住了他的脚踝 别动 让我看看 李久脸颊染上了一抹羞涩的粉 仔细一看眼前的男人细心的让人动心 裴十四小心翼翼帮李久拿下高跟鞋 检查着伤口 你追过来干嘛 难道是为了嘲笑我狼狈逃跑导致挂踩了吗 裴十四心疼抬眸看向他 知道会受伤还乱跑 可下一秒画风一转 调侃道 刚才在鬼屋缠着我的时候不是挺乖的吗 这回就急了 李久强忍着内心的狂躁 这家伙果然不安好心 好想捶他 李久扭头冷哼一声 都怪你 明知道我小时候被狗咬过 见到你就会产生条件反射 你就不能试着做个人 裴十四沉默 好家伙 把我当狗了 要真是狗的话 那晚你早就被啃得渣都不剩了 突然李久好奇裴十四好好的电影不拍 怎么跑来练宗凑热闹 裴十四心里有点小得意笑了笑 随后抬眸逆向李久 原来小九儿这么关心哥哥的行程啊 青梅发现了竹马蓄谋已久接近 却没读懂背后的意思 真心为我们的竹马哥哥捉紧 原来小九儿这么关心哥哥的行程啊 要死了要死了 这男人自恋起来怎么这么好看 李久顿了几秒 眼睛从裴十四身上拿开 谁要关心你 就知道你不会出现在练宗 我才来 结果好了 你来了 还见鬼似的给咱俩匹配上 李久思来想去突然顿舞 我知道了 裴十四你割了电影来综艺 又知道我喜欢香菜 所以准备了香菜蛋糕又我上钩 一切看起来的巧合 实际是蓄谋已久啊 裴十四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 期待着李久的反应 可我们李大美女怎么可能按常理出牌呢 他冲裴十四怒吼 你这是要害死我的节奏啊 裴十四瞬间无语 他咋就能想到这呢 李久还分析的头头是道 我上练宗是为了澄清绯闻 结果你来了 还在全国观众面前公然打我脸 这样一来 你的女友粉骂我 我的黑粉喷我 键盘侠也对我 从此以后我在娱乐圈再无翻身之日 裴十四 你好狠的心啊 小九 你戏有点过了 快回来 裴十四以为不明贴了两眼李久 我好狠的心 还想要你死 然后我还特意跑过来伺候你 接着从口袋里掏了头 随手就拿出了一张创可贴 细心帮她贴在脚踝上 李久看着可爱的小兔兔创可贴 很明显裴十四有备而来 她羞涩向裴十四道歇 下一秒幼稚鬼裴十四伸手 推了一下鞦韆 李久没有扶稳吓了一跳 你要干嘛 只见裴十四双手撑住鞦韆 缓缓靠近李久 我就是上辈子欠你了 两人四目相对 暧昧氛围瞬间拉满 面对眼前帅气温柔的男人 李久不禁了 裴十四伸手邀请李久回去 傲娇的小九儿滚动着大眼珠子 回去干嘛 等着被你的女友粉们喷死吗 裴十四倾笑着 刚才见到我就跑那么快 原来是怂了怕被骂呀 李久乍毛 你才怂 我这是战略 战略懂吗 看到前面有坑不多 难道脖子上长得脑袋是为了美观啊 裴十四也很配合立马凑到李久面前 是挺好看的 裴十四看我抽不死牛 还有心情开玩笑 李久神情复杂抬眸看向裴十四 你有病啊 是啊 除了你 钥匙难医 影帝大大之土味情话 要不是这张脸恐怕我要报警了 面对傲娇的女人 男人一招拿下 除了你 钥匙难医 裴十四的土味情话土道 李久都无语 瞬间怀疑他精神失常 李久扭过头连忙摆手 反正我不会去 你爱跟谁模拟恋爱跟谁恋爱去 反正我俩不可能 跟死对头直播恋爱这种射死的场合 谢绝谢绝 裴十四点了点头 他漫不经心拿出了手机 那就只好让苏福音和盛浩尽情在直播里羞容 话音刚落 指尖划开屏幕 盛浩正嘲讽般谈论着李久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和李久相过亲 当然是我没看上他 没想到他还有毅力 追我追到练宗上 李久怒了 谁他妈为了他呀 哪来的朴姓男 李久光着脚冲上前 把裴十四的手机夺过 便见到苏福音心机笑 这么巧啊 我跟他是中学同学 他追爱一直很勇敢 那时候就喜欢黏在裴老师身后 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是没变 李久瞬间炸锚 他说什么鬼话 就算我跟在你身后也是伺机踹你的屁 裴十四凑到李久耳边 但他说你在追爱 李久气死 裴十四不帮忙 还山踪点火 小白莲花臭渣男 趁我不在场边拍我谣言是吧 看我不捶爆他们的脑瓜子 为了干掉狗男女 李久绝不退出恋宗 他傲娇整理了一下妆容 熊啾啾沙网录制现场 裴十四轻轻挑眉 看着李久气势汹汹的背影 他笑了笑 拿出手机发了语音信息给蒋风 蒋倒 人我哄完了 不过比起哄他 对待一炸毛的娇贵波斯猫 还是激将法比较管用 此时星洞别墅集结了四人 苏福营盛号 陆幽持幼 他们坐在沙发上闲聊 苏福营有意无意提到了 李久和裴十四学生时期不为人知的往事 还说李久从小就爱跟在裴十四屁股后蹦的 直播间炸出了一波喷子 都在公围苏福营喷李久 苏福营查理查气询问工作人员 久久怎么还没回来啊 是跟男嘉宾闹别扭了吗 盛号喝了口茶 可能发现匹配到的不是我 所以有点失望 又在此时喷一声 李久刚好杀到了门口 清亮的嗓音随之响起 东方不亮西方亮 憨批啥样你啥样 几个菜啊 让我们盛大少爷喝成这样 看着眼前的李久 盛号一脸尴尬 十八线胡喀霸气怒怼一线小花和金圈渣男 看见李久登场 盛号瞬间被他的盛世美颜惊艳住了 因为上次相亲 他根本没见到李久 现在看到本尊长子都悔清了 虽然他家庭背景一般 在娱乐圈也没啥名气 可样貌身材绝了 盛号收起卧挫的心思 立马站了出来主动跟李久打招呼 李小姐 没想到又见面了 李久看向盛号不屑一笑 哟 盛少喝多了吧 我们见过吗 我怎么记得相亲当天我哥了你 今天咱们第一次见面了 谎言被拆穿了 盛号顿感射死 还想绝地反杀 肯定是李小姐相亲的对象太多 记错了吧 吃瓜群众傻眼 到底谁在撒谎 见状苏福莹上赶着讨好盛号 是啊 阿浩实在没必要骗人了 小白脸想上位啊 李久笑笑看向苏福莹讽刺道 苏女士就这么期待捡垃圾 文言苏福莹脸色一沉不知道说啥 可李久对人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盛少就是被我丢在相亲场上的垃圾 现在月老把你俩牵在一块 垃圾分位挺到位啊 文言盛号怒了 想骂李久又找不到词 弹幕纷纷看戏 卧槽 李久对人太牛了 白脸成精的苏福莹委屈巴巴上前跟李久道歉情书的事 哭唧唧的样子表示自己很伤心 心脏出了问题你找兽医啊 跟我哭有啥用 苏福莹继续装柔弱逆向盛号 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瞬间勾起了盛号的保护欲 她站出来指责李久太过分 接着将谱信进行道理 我知道你没有匹配到我很生气 但你没必要就将气撒在盈盈身上 给你匹配那个男嘉宾呢 就在此时一道性感低词的声音响起 抱歉各位 有事耽搁了 我应该没来晚吧 苏福莹抬眼看去 就想看看什么差劲的男嘉宾能让李久当场逃跑 没想到一张帅气逼人的脸撞进了他眼里 裴十四 华国内语顶级神言 史上最年轻的三金影帝 苏福莹当场被吓蒙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裴十四走到盛号面前 眼神急剧压迫感 盛大少爷 盛号内心瞧不起裴十四一个戏子 裴十四回头看向李久 这就是要跟你相亲那位盛家公子 这是来自郑公的避问吗 李久顿敢丢人 苏福莹笑得不要太明显 他恨不得李久的谎言被拆穿 于是连忙挑拨两人关系 裴老师 你别生气 九九跟阿浩相亲应该是家里安排 肯定不是九九本意 李久瞬间炸毛 白莲金要挑事 看我不对死 李久还没来得及开口 裴十四就护在他身前 开玩笑 我生什么气啊 苏福莹一脸难堪 裴十四轻轻摸了莫李久的头 他不说歌了吗 他连瞧都没瞧得上的人 也值得我生气 裴十四这一波反击 简直绝杀 盛浩一副吃了详的表情 裴影帝 无凭无据你别胡说 裴十四言伪轻条 没证据 行 那你说说你俩哪天相亲的 盛浩傻不拉击地说出了上周六晚上 苏福莹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因为那天正是李久和裴十四 非闻曝光的那天 于是他连忙打圆场 阿浩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记性很好 就是周六晚上 李久特意穿了白色裙子 还给我带了礼物 只可惜我没看上他 盛浩这谎话连篇的 不拆穿他都对不起自己 裴十四漫不经心 瞥了一眼李久 嘖嘖 这就是伯母给你挑向亲对象的眼光 堪忧堪忧 李久也知道母亲是随便乱挑的 对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只知道一个名字 盛浩真的傻得可爱 至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裴十四轻笑了一声 撒谎也不打听一下 李久除了睡裙 睡裙 李久尴尬 他睁大眼珠子盯着裴十四 还捏了捏他的手臂 你找死啊 小九九快松手 咯咯疼 尸瓜群众又被炸出了一大波 卧槽 裴十四怎么知道李久睡裙的眼色 难道绯闻成真了 太甜太好嗑 裴十四故意拖长尾音 而且 那晚上他分明跟我在一起 全网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那盛大少爷是跟鬼相得亲啊 盛浩扭头看向苏福莹 见他点了点头 他脸色黑如墨汁 李久 你好啊 割了我就为了这个戏子 好一个不打自招 盛浩双伤下线啊 被这么一张 什么都爆了出来 当即无地自容 观众纷纷吐槽 普姓男 太下头了 活该被李久哥 苏福莹几乎能想象弹幕的惨烈 他立马拉住盛浩 提醒他别再说 九九和裴老师刚到 陆幽和池佑还没打招呼呢 盛浩也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立马逼满 但他根本不把这些明星放在眼里 节目结束还能继续回到金圈做他的渣男 陆幽热情上前打招呼 陪前辈好 美人姐姐好 我是女团Aura的陆幽 前辈好 石佑 我听过你们的歌 陆老师的现场也很厉害 还有池老师的专辑也很棒 谢谢 李久挨个夸个遍 陪十四错了错了 他死死盯着石佑 下一秒赶紧拉开李久 李久后知后觉 你干嘛 影帝恋宗追爱小青梅狂洒狗粮 小青梅却恨得牙痒痒 陪十四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 里面装着药水 不是脚疼吗 边说边看着李久的脚后跟 陆幽也一下子注意到李久的脚后跟 他凑近一球 把好可爱的兔兔创可贴 镜头还很给力给兔兔个大大的客鞋 李久回眸看了一眼创可贴 还行吧 陆幽疑惑抵着下巴 我还以为久久是拽姐 没想到这么有少女心 这创可贴真不像你的风格 李久内心OS 当然不像 这是赔十四那幼稚鬼的东西 见李久沉默 陆幽这小机灵鬼眼神略过一亩魅惑 所以 这该不会是赔前辈准备的 Bingo 李久意外竟被看穿了 他像极了猫咪受到惊吓 此时弹幕酸死一大片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 我们的哥哥不会做这种事 陆幽充满期待眨巴这大眼睛 看向赔十四 赔前辈 哪里买得到这么可爱的创可贴 我也想背一点 李久立马逆向赔十四 也给老娘胡扯 弄不死你啊 当所有人都笃定不是赔十四干个 赔十四却懒洋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指尖一滑 这家店 陆幽立即好奇探头望去 镜头也及时追上 那是某宝的店铺 里面全都是各式各样的创可贴 散目一封 卧槽 真的是裴影帝买的 看日期还是三个月前 这难道是蓄谋已久 陆幽笑了笑 收藏了 不过裴影帝喜欢这种风格也是很令人惊讶 裴十四漫不经心笑了笑 他转头看向李久 给他买的 毕竟某些人总嫌弃创可贴太丑不爱贴 总得想想办法 这话一出 相当于承认了两人的关系 李久无语 他就知道这只陪狗没安好心 他来恋宗果然想让他被女友粉撕碎 李久立即撕掉创可贴 谁知道这单给我一个人 还是其他妹妹都有 说把他凑到裴十四耳边 压低嗓音警告 你别给我整事 小心我咬死你 裴十四没有回答 像捏小猫咪一样捏住了李久的脖子 随后李久乖巧被拎走了 现场中人被嗅了一嘴狗粮 裴十四让李久安静坐好 爷呢 帮你涂药 某恋爱综艺完的太花 竟让流量明星做如此羞羞的事情 裴十四准备帮李久涂药 李久不自在缩了缩脚 我自己来 裴十四抬眸看向他 你会 呵呵呵 裴斗你这话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裴十四温润的大手捏着他的脚踝 另一只手拿着棉签 小心翼翼帮他涂药 李久还试图把脚抽回 别乱动 到时候色素沉着瞅了可别怪我 这回爱美的波斯猫彻底乖了 仿佛偶像剧一样的剧情设定 弹幕都磕疯了 只有苏妖静一个人猝红了眼 他明明打听过 裴十四在谈的电影和炼宗状档 他不可能会来 他才把主意打到了圣号头上 现在眼看着李久和裴十四组CP 他却在旁边啃狗粮 他不甘心 不过比起他的红眼病 陆幽却在一旁磕唐磕上跑 揪着池佑的衣角 好甜 好好磕 重度洁癖的池佑看了一眼陆幽的手 欲言又止 生怕陆幽一激动给他一个大鼻动 此时蒋风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六位嘉宾在心动别墅成功会面 下面 请三对CP领取任务卡 女嘉宾分别领完了任务卡 陆幽先念叨 第一阶段 法国恋爱旅行 三组CP以模拟恋人的身份一路恩爱 度过浪漫六天七夜 苏福莹继续念叨 最受观众喜爱的CP将会获得海浪资源 此时李久神情复杂看着手卡 接下来 三组CP将分别入住心动别墅二到四楼 房间的选择通过小游戏决定 念着念着李久突然停了下来 圣号大喊 什么游戏 赶紧念下去啊 李久一脸嫌弃我就不念了 裴14慢条思理拉过任务卡 心生欢喜笑了笑 心动俯卧撑 随后工作人员推出三张死亡八笔粉爱心形的床 众人内心OS 节目组你没毛病啊 好奇宝宝录悠戳戳戳戳戳 里面装的好像是水 节目组玩的还真花 浪漫情趣大水床都来了 裴14饶有兴致看着手卡 继续念叨 请三组CP分别在水床上进行比试 男女嘉宾相互配合进行面对面俯卧撑 数量多的优先获得选防权 此时李久举手 能不能女嘉宾压着男嘉宾呢 节目组的热度持续升温 连CP名都诞生了 裴14和李久的十里红装CP 陆幽和持幽的幽幽入名CP 入坑不亏哦 男人是九一少女的梦中情人 但在女孩心里她连投猪都不如 节目组丧心病狂 水床男上女下俯卧撑 李久第一个举手反对 女上男下行吗 哇去 姐姐 你有点猛 陆幽无情否认 规则上说好的男上女下 而且水床不稳定 正好突然跳出来并一脸自信 这弹性确实难用力 可对我而言小case 石又嘖嘖了两声 实属瞧不起节目组不尊重女性 她根本不想参与 健壮陆幽有点不知所措揉了揉头发 算了 豁出去了 来都来了 规则吗 为了选房 冲压 苏福营娇柔作作看向盛浩 阿浩 我信你 盛浩得意至极 我比你更相信我自己 裴十四正在寻找李久 只见他依附我自闭 你们别离我的样子躲在角落里 裴十四漫不经心凑到了李久身旁 薄唇微钩 想要哪个房间 哥哥给你拿下 退退退 我才不要跟你玩这么羞耻的俯卧城 裴十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但怒笑死 难道那个他追 他逃 他插翅南非的名场面又来了 虽然两人互动 糖分十足 稀粉无数 但还是很多裴十四的死忠老伯粉 依然接受不了 对着空气喊话 让李久滚蛋 久久 苏福营不安好心上前炒捧道 你是担心在裴老师的美色中把持不住吗 李久无语 怎么哪里都有你这小妖精的 谁把持不住 强烈的否认和解释 更能证明李久你心里还是有人家的用 苏福营见状又将李久学生时期 暗恋裴十四的事情描述了一遍 李久想冲上前给他一个大逼斗 我暗恋他 我暗恋一头猪都不会暗恋他 裴十四 他说你是猪 那天在床上你还是狗 所以说拿不下他 你就是猪狗不如 裴十四露出一抹诡异的笑 桃花某里泛着闪烁的星星 嗯 情书不是你写的 是某只小花猫用爪子乱滑的 说吧 裴十四把两人身上的脉都关闭 他俯身凑到李久身边 小九儿 别生气了 下一秒他性感的声音再次在李久耳边响起 那个许愿平 我要回来了 这份礼物 哥哥真的好喜欢 李久头皮顿时发麻 点刷一下通膨至耳后 随后从裴十四身边弹开 嗯 直播间众人急得想把键盘都吞了 听不到声音太折磨人了 随后裴十四把麦克风重新别了回去 乖 过来跟哥哥一起做普务称 哥哥不想睡顶楼 李久依然强烈拒绝 见状讲风开口 温馨提示 四楼的房间晚上可能有鬼哦 李久一听不淡定了 立马乖乖配合游戏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把李久怕鬼的心理拿捏得死死 他早早就看出裴十四和李久关系不一般 身为专业科唐人 他发誓一定要把他们的唐扣得干干净净 十里红装CP的羞涩服务称 看得浑身DNA都在动 苏福盈和陆幽已经躺下做好准备 李久则在一旁磨叽了好一会 随后瞥了一眼裴十四 你不会趁机占我便宜吧 裴十四薄唇微钩 三番五次占我便宜的难道不是你 李久脑海一片空白 一边是鬼一边是死对头 该怎么选 下一秒他干脆豁出去躺上了水床 你快坐 动作快点 速战速决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瑟瑟的感觉 裴十四神情复杂逆向李久 只见他紧张地紧紧攥着旗袍开插处 突然李久双手无脸 透过指缝露出明亮的双眸 正好对上了裴十四的桃花眸 他帅气的脸让李久当场头皮一马 干脆闭上眼睛 心里默念起轻心咒 然而此时传来了蒋风的声音 请各位女嘉宾睁眼 李久一脸不爽 睁开一只眼就瞅得大喇叭 蒋风无情的声音继续传出 女嘉宾负责监督男嘉宾的俯卧称姿势 帮忙技术 闻言 李久不情不愿睁开了眼 就在他睁眼瞬间 裴十四双膝跪下 弹幕与风 好羡慕李久 能这么近距离看到哥哥 可此时李久哪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男人 裴十四跪下那瞬间 水床受到了冲击 他像是在海浪上翻腾一般难受 李久下意识伸手一抓 却不经意间摸到了一个手板微凉的金属扣 裴十四顿时身体一僵 因为李久扯住了他裤腰带口 稍稍再用点力 恐怕他裤子要被扯下 李久像是触电般松开了手 尴尬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占你便宜 裴十四唇半清明 沉默了片刻 嘴里蹦出了俩字 妖精 李久内心OF 拜托不要总说让人误会的话 嘉宾全都准备就绪 讲风一声开始 裴十四也一脸深情看向李久 李久面对裴十四难掩内心的羞涩 暧昧气氛瞬间升级 李久却快要疯了并贴过头 快 快点开始吧 见李久害羞的模样 裴十四忍不住逗他 他俯身下去时 故意凑到他耳边道 放心 哥哥是不会让我的小波斯 猫住鬼屋的 女孩被破于死对头组CP 死对头还要当着 全国观众面前喊他宝宝 放心 哥哥是不会让我的小波斯 猫住鬼屋的 李久看向眼前帅气的男人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对他 就这样静静的两人对视了好一会 心动俯卧撑开始 三组CP卖的演出 一声要强的圣号 立即勤勤恳恳做起俯卧撑 原本是一件很暧昧的事 更尴尬的是他衣服上的飘带 随着他身体上下起伏 不断在苏福颖脸上乱扇一通 他甚至狼狈到眼睛都睁不开 另一边持有则非常有分寸 始终跟陆幽保持着安全距离 而十里红装CP组 裴十四也始终跟李久保持着绅士距离 裴十四流畅的小臂肌肉 由于运动后血管扩张的弱影弱线 让李久呼吸凌乱都快疯了 还有那张俊美的脸不断放大 伴随着男人急促的呼吸 他只觉得脸颊放红 心口发烫 李久受不了了 球球快结束吧 就在此时普希男胜号体力不支 第一个倒下 苏福颖一脸无奈 第二名又又入名CP 不好意思 没能得低 没关系 前辈已经很棒很帅了 体力超人裴十四还在继续 可以了 可以了 李久连忙喊停 我们已经是第一名了 不要再做下去 裴十四低谋笑了笑 但没有起身 反问李久 确定是第一了吗 站在一旁的路右边科堂边点 裴前辈好厉害哟 裴十四这才单膝 抵着水床翻了个身坐了起来 李久几乎差点被他弹飞出去 裴十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那行 毕竟不能让我们家小女朋友住鬼 弹幕开始咆哮 救命 小女朋友 影帝也太会了 李久瞬间头皮发麻 他还没从刚才的暧昧里回过神来 你你你乱喊什么 李久内心OS 我们可是死对头 裴十四懒笑了一声 不是模拟恋人吗 不喊女朋友的话 那 只见裴十四眼神掠过一抹诡异 俯身贴在李久耳边 喊宝贝吗 竹马哥哥太会撩 小青梅吓得把腿就跑 裴十四喊李久宝贝 李久瞬间炸毛 使劲推开了裴十四 像急了小猫咪被踩了尾巴逃离现场 而裴十四一脸得意坐在水床上 看着李久逃跑的背影 他逃 他追 他插翅难飞 李久不断往后退 碰到了背后的高脚凳 他顺势爬了上去 裴十四担心他的安危 哥哥错了 并伸手想牵他下来 新来的观众立即加入土拨鼠大军 疯狂高举十里红装CP大旗 一时间 CP超话粉丝急剧上升 连粉丝名都诞生了 嫁妆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四 李久回过神 自己已经在高高的高脚凳上 恐高的他浑身发抖 呜呜 我想下去 裴十四伸手想去抱住他 怎料下一秒李久变身炸毛波斯猫 他一声 他的爪子狠狠拍掉裴十四的手 我自己下来 不要你管 好猫不与狗斗 李久乖乖从高脚凳上下来 随后开始逃亡模式 裴十四元帝无鱼子 此刻蒋风拿着大喇叭 恭喜十里红装CP心动俯卧成第一名 获得优先选防权 李久一脸蒙低 啥是十里红装CP啊 不过没啥好犹豫 李久小鸡灵鬼立马选了二楼 悠悠露名CP自然选三楼 那么苏妖精和圣朴信就只能选择有鬼的四楼 裴十四和李久拖着行李来到二楼 裴十四默默看着李久直接冲进了某个房间 门上挂的爱心是什么鬼文艺 神秘房间 待解锁 这恐怕又是节目组完的什么花样 默默为李久祈祷 此时房内的李久已经飞扑到床上 翻滚了180个来回了 他的心肩还在发颤 想起刚才裴十四那张帅气又认真的脸 还有那一身温柔的宝贝 他彻底疯了 救命啊 只见他抱着枕头一阵娇羞又疯狂的呐喊 裴十四这只花孔却恐怕有毒吧 四下无人 李久尽情发泄 殊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摄像头记录着 观众们饶有兴致吃瓜为官 李久发泄完冷静下来了 视线触不及防对上了角落里的摄像头 射死 太射死了 刚才我那啥都被拍下来了 李久好想原地消失 下一秒专业演员李小九上线 他友好的跟摄像头打了个招呼 摄像头礼貌性回应了他 嗨 刚才那个是我的双胞胎妹妹 双胞胎行为请勿上升我本人 话音刚落 他像极了受惊的小猫冲进了浴室 该死的节目组 装那么多摄像头不告诉我 此时他手机响起 李爸爸千里送来祝福并告知李久 丁儿房以为他和裴十四准备好了 李小九强烈拒绝 再见 他拉黑了他爸爸 另一边李爸爸乐呵着看向李妈妈 哦吼 咱闺女恼羞成怒了 没事 不急 我闺女我了解 她在阿四面前根本摆持不住 练宗结束前阿四必定把她麻下 引流引逼的叫醒服务 酥酥麻麻的早餐狗粮 你今天吃了吗 一日清晨 裴十四房里几个摄影师无情闯入 睡眼惺忪的哥哥依旧迷人 面对摄像头对脸杀 这颜值也太能扛 直播间万千迷妹已经隐有自居 裴十四缓缓撩起眼皮 几点了 六点了 裴老师 随后他懒洋洋从床上坐起身 背露顺着肩语所补微微滑落 观众正想欢呼之际 他抬手摁住了被子 麻烦摄像头观一下 他微微勾纯 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得手点难得 哇哇哇 哥哥要不要那么酥 一大早就喂狗粮 片刻后工作人员拿出任务卡 递给裴十四 早安稳 裴十四难掩内心的欣喜 慢悠悠念着上面的文字 美好的早晨从早安稳开始 男嘉宾需早晨七点唤醒女嘉宾 信封还配了一把钥匙 裴十四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还是你们节目组会玩 他问工作人员 这个叫醒任务还有什么特殊规则 得到的答案是 只要温柔叫行李嘉宾什么方法都可以 裴十四思考了好一会 他告知节目组要去一趟厨房 转身就下楼 看着哥哥那撸起袖子的动作 粉丝们猜想哥哥会不会要弄什么黑暗料理 半小时后裴十四和节目组 已经成功进入了李九的房间 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李九 还猫在他的窝里睡得正香 小九儿 裴十四坐在床边轻轻摇晃了一下李九的肩 睡梦里的李九 无音了一声翻过身正对着摄像头 屏幕前的各位有被李九的睡颜蒙到 一张明艳清透的脸 跟平时的拽解形象完全不一样 裴十四继续温柔叫醒李九 这画面太酥太好喝 音音音 血槽已空 此时李九半睡半醒呢喃着 裴狗 别闹 我想再睡会儿 裴十四一脸宠密看向李九 随后伸手撩起他头发塞到了后 小懒猫 起床了 李九没有反应 就在此时工作人员帮忙送上了裴十四为李九做的早餐 裴十四像是豆小馋猫似的 将草莓塔放到了李九鼻尖前 李九嗅了嗅 好香 他缓缓从床上爬了起来 下一秒 哦 眼睛都没有睁开就朝草莓塔啃了一大口 看他呆萌呆萌的样子 直播间众人直呼太可爱 裴十四细心为他擦拭着鼻尖上的奶油 睡醒了起来吃啊 听话 小懒猫 男人被女孩抱揍了一顿 他却很开心 只因女孩是他蓄谋已久的暗恋 裴十四的指腹轻轻擦拭着李九鼻尖上的奶油 睡醒了起来吃啊 听话 小懒猫 突如其来的真实感让李九睁开了双眸 本以为刚才的一切都是梦 却不曾想一张勾魂的脸撞进了李九的眼 李九瞬间清醒 你你你 怎么会在我房间 说着便把自己裹成了惨宝宝 眼里充满了惊恶和愤怒 花孔雀你怎么溜进来的 李九轻舔着唇角 又看了一眼裴十四手上的草莓塔 我梦里的草莓塔是你喂的 裴十四眼尾轻撩 不好吃吗 这可是哥哥一大早就起床为你做的哟 就在此时节目组宣布 恭喜裴老师早安稳叫醒任务完成 李九听到早安稳 大脑嗡嗡的 立即捂住小嘴 你居然还非理我 很明显波斯猫误会了 他突然炸毛从床上跳了起来 直接将裴十四摁倒 掀起被子将他埋了进去 恨不得闷死他 裴十四你混蛋 那可是我的初吻 裴十四被闷在被子里好一会 再次露出脑袋时 早上捣吃了半小时的帅气发型已经塌了 但是哥哥依然帅气迷人 李九没想到刚起床就要干假 累坏了也没力气计较了 工作人员笑道 李老师早安稳只是任务名称 裴老师没有非理你 节目组太坏了 刚开始怎么不说 李九无语子 他心虚瞥了一眼裴十四 你还活着吧 只见裴十四漫不经心道 你觉得呢 下一秒李九认真探了探裴十四的鼻息 然后确定点了点头 还能活一回 但不一片如语的 没想到柯糖还能磕出喜剧片的效果 两人妥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眼神好的观众都能看出 裴十四对李九的心子 可李九却把人当死对头 随着节目组的热度上升 相关词条也是蹭一下冲上了热搜 此刻苏妖精被李九的超高人气气的 后牙槽都得咬碎 他恨不得把手机都吞了 不曾想自己成了那个神助攻 他问造型师 李九今天什么造型 听说李九独自一人来的 没有带造型团队 他不禁心里好受了些许 并让化妆师给他化漂亮点 心里暗戳戳的就想靠那 紧剩的一丢丢美貌与智慧打败李九 小博斯猫万万没想到 花孔雀竟然承包了他的整个衣橱 并生生把恋踪演成了他的变装秀 李九一袭红色及西长裙缓缓下楼 妩媚撩人 风情万种 陆幽秒变星星年 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下 九九 你漂亮到我都想跟你谈恋爱了 弹幕嘻哈着 这局势不妙啊 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来 此时镜头对准裴十四 他懒洋洋坐在沙发上 慢悠悠包着橘子 这裙子好看吗 陆幽连忙点头 好看 非常好看 裴十四微微勾唇 是吧 我眼光果然不错 李九还手抱胸不屑看向裴十四 花孔雀 又有你的事哦 只见裴十四缓缓抬眸逆向李九 眼里掠过一抹诡异的笑 没想到 小九儿居然特意挑了挑我送的裙子 闻言李九立即炸毛 裴十四你别扯淡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过 话快到嘴边李九顿了一下 想起了裙子好像的确是 裴十四今年夏至送的礼物 他立马拔腿就上楼 我马上去换掉 可不可以他换好衣服下吗 这次是一件一字兼黑色小短裙 裴十四撩了下眼尾 漫不经心吃着橘子道 这不是我今年儿童节送的吗 李九大大的无语 波斯猫继续抱走 酒红色小短裙衬的李九 尤为名念动人 这回总算没花孔缺什么事了吧 去年圣诞节礼物 李九就不信邪 再来批粉色暗花连衣裙 好可爱好萌的小波斯猫 结果还是逃不过裴十四 今年女生节的礼物 求放过呀 李九气喘吁吁又换了一套深灰色套装 裴十四大口大口吃着苹果 春分日送的 李九最后换了条黑色吊带裙 后背镂空设计搭配粉色蝴蝶结 既性感又俏皮 裴十四眼睛都看直了 结结巴巴说出 这是父亲节 李九彻底炸忙了 气得原地爆炸 你怎么父亲节也送我礼物 你怎么不喊我爸爸呢 直播间今天的糖分又超标了 狗粮撑死了一大片 裴十四一把拉过李九的手 累了吧 吃点水果 压压惊 李九顺了顺气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仿佛有种高贵的波斯猫被蝉死关头位后 勉强给面子关顺0.08秒的交情感 陆幽在一旁无嘴磕糖 当面被塞狗粮的感觉水抖 小波斯猫就炫了一口苹果 结果被节目组用手铐将它和死队投靠在了一块 就在刚才蒋风宣布 今天三对CP正式开始恋爱旅行 为了避免单独约会的尴尬 还是六人同行 这次任务是情侣合影 只要瞒着其他四人拍下最多合影的CP就胜出 将会获得Vogue家的登峰机会 文言苏妖精大眼珠子都要掉出来 毕竟这本杂志是时尚领域认可度最高的 这么好的资源必须拿下 然而李九却一脸无所谓 因为Vogue家杂志正是他亲爱的母亲大人 闲来无聊开创的 这点资源他毫不在意 准备开始摆烂 只见他窝在沙发上走神似的黄泉水果 蒋峰逆了一眼李九 我看某些嘉宾还不能习惯模拟恋人的身份 甚至还排斥恋爱 李九象征性点点头 嗯 我们节目组也是很能体贴嘉宾的想法 为快速拉近恋人的距离 刻意给大家备了点小礼物 蒋峰一个小眼神 工作人员拿着小礼物走向李九 咔哒 本来不在意的李九瞬间傻眼 这是什么鬼 节目组玩的不是一般花 小手铐已经锁上了李九的鲜鲜玉手 另一头快速的锁上了裴十四 两人俨然被一根锁链死死拴在一块 蒋峰得意笑的笑 这叫爱情小锁链 能让你们快速贴贴 今晚睡觉就能解开了 这简直就是为李九和裴十四量身定做的 这回真的插尺难逃 弹幕一片荒忽 还是蒋导会玩 小锁链也太抓满了 李九瞬间从沙发上弹起来并控诉节目组 那上厕所怎么办 洗澡怎么办 吃饭难道也要他喂我 冰够 蒋峰气定神闲 要不然 怎么叫爱情小锁链 十五分钟后 三对CP都准备好即将出发 此时裴十四有一无一瞥的一眼 李九后背的一片血来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一栋闲眼包 裴十四嘖嘖了两声 明显是来自男人强烈的战友欲 随后伸出修长的大手拨弄了一下李九的秀法 试图挡挡露出的一大片美 李九猛然回头 花孔雀 你干嘛呢 糟糕 不能被发现错了 裴十四赶紧躲开李九的眼睛 没什么 陆幽无时无刻都在磕糖 还不忘拉上持幼 快看 好甜 此时苏妖静表示时间短任务重 建议打车 盛号毫不犹豫赞成 一脸我有国外旅游的经验 而且我有钱 苏妖静一脸花痴 阿浩 有你真好 你俩演的呢 人家明星哪个没钱啊 李九不屑质问 盛大少 以前来过呀 我没来过法国 但我去过很多国家旅游 大同小异 你没出过国就别发表意见 盛号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例如既往普兴 曾经在法国留学的李九 都懒得跟他争论 行行 你说 得到肯定的盛号更自信了 我建议打车去任何地方都方便 那你准备打车去哪 花园吧 此话一出李九差点笑出猪叫声 盛大少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两地之间不行只需五分钟呢 文言盛号瞬间实话 完了 这杯装大了 死对头竟然故意让小青梅搂住他的腰 但别说还挺香的 曾在巴黎留学的李九不屑盛号的大言不惭 直接拆穿他 从卢浮宫到杜勒丽花园不行只要五分钟 盛号瞬间傻人 装不下去了吧 接着陆幽小鸡灵鬼立马掏出手机查了一下 还真的只要五分钟 反而打车要十几分钟 连续被刀的盛号怒怼道 怎么可能走路比开车快 李九不慌不忙给他上一课 卢浮宫附近路况复杂 不行可以超近到 盛号虽然被气得脸都红到法律 还依然瞧不起李九 你肯定来之前查过旅游攻略 呵呵呵 李九懒得跟傻子较劲 总之我们先去卢浮宫 然后北上一路不行 就可以逛完大多数景点 此处李九小弥媚陆幽立马上线大手一举 久久 我跟你走 他似乎都忽略了自己的CP持用 当所有人都在研究任务路线的时候 裴十四那眼光就没有离开过李九身后那刺眼的一大片血白 早早就老醋成精了 李九察觉花孔雀的异常安静 他回头瞥向他 你怎么不说话 干什么呢 裴十四勾纯微笑 别看我 我向来都听你的 兔之怎地KK将有被填到 就在此时蒋风骑着自行车出现 为了让各位嘉宾更好感受巴黎的城市风情 节目组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份礼物 大家可以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节目组原来早就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苏妖静和盛浩这对队先拿到自行车 苏妖静转谋笑盈盈看向盛浩 阿浩 辛苦你在我了 盛浩看样子也挺喜欢无脑的苏妖静 回了他一个迷之微笑 好的 没问题 幽幼路名CP也准备好了 两对CP率先出发 骑上我心爱的自行车 他永远不会堵车 裴十四也示意李九上车 李九看了看坐在自行车上的裴十四 瞬间想起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白色的笑服 轻松拂过的发烧 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个时候李九不会骑自行车 放学的时候就是他一直带着他回家 时隔多年再次坐上他的车后座 李九稍稍有点忐忑 还没来得及浮稳 裴十四大脚一蹬 车往前冲 猝不及防的发动 让李九直接扑向裴十四结实的背 并死死揪住他的衣服 柔软的触碰让裴十四不禁羞红了脸 好一会他才回过头看了一眼李九 李九有点尴尬 我不是不意占你便宜 是锁链的错 嗯 是我故意的 文言李九一脸茫然 花孔缺什么意思啊 救命 我摸了死对头的十八块腹肌 居然还有点上头 李九万万没想到裴狗竟然轻易承认自己的阴谋 裴十四唇半勾起一抹自意的弧度 搂紧点 说着裴十四懒懒往后靠 哥哥的腰很好的 文言李九瞪大的眼珠紫块从墨镜里蹦出来 光天化日之下 说什么骚话 当李九正准备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裴十四突然正惊挺直腰杆 自行车毫无征兆往前一蹬 李九小心脏一跳 立即慌乱抱紧裴十四的腰 不经意触碰到他皆是不缺弹性的十八块腹肌 这触感让李九的小手手都害羞了 天哪撸 花孔却又在勾引我 李九内心疯狂尖叫 由于铁链的长度很尴尬 李九的手只能勉强放在裴十四的腰上 李九无奈解释着 你别想太多 我只是被狗导演坑了 锁链长度不够 不然才不碰你了 裴十四轻轻一笑 低迷性感的笑声 被微风吹进了李九的耳朵里 知道了 大小姐 直播间的观众几乎都磕糖磕上头 羡慕的眼泪不由地从嘴角流了下来 此时奸绩得逞的狗导演蒋风 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看向一旁的副导演 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 他们的糖绝对是真的 担心裴影帝不愿意亲力互动 根本不存在 很快六位嘉宾顺利抵达卢浮宫 在到达那瞬间 李九顿改身心舒畅 只是指尖还残留着腹肌的触感 那种微妙的感觉有点上头 心里不禁暗想这花孔雀身材也太好了 不过也只能勾引勾引那九一少女了 我黎大小姐对她早就断情绝案 见鬼了 裴十四回头一个小眼神 像是看穿了李九的小心思 调侃道 腹肌好摸吗 回味那么久 该不会缠我身子了吧 李九想炸猫 可在裴十四帅气的脸靠近的那一刻 顿时没了脾气 想了老半天 终于能想出对她的台词 呵呵呵 花孔雀你想太多 我只是觉得你这腹肌和腰肌不太行 裴十四干大笑了笑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见状李九更是顺感伤 别自卑 别难过 这里的生蚝很不错 找机会给你补补 裴十四竟然背对得哑口无言 李九有一种胜利的快感 还想趁机溜走 裴十四一眼就看穿小波斯猫 这是在撒谎 发誓早晚要让她见识一下她的腰力 花孔雀对波斯猫当狗溜 她却乐在其中 很快逛完了卢浮宫 下一站杜勒利花园 步行不到五分钟 六人来到了杜勒利花园 在爱情小锁链的加持下 李九像急了在自家后花园溜狗一般悠闲自在 当年李九在这写生过无数次 再次回来熟悉感莫名就上岸了 苏妖竟不爽李九抢了风头开始查理查气 想不到九九攻略做得不错 其实我也做了充分准备 说不定让我当导游也能带大家顺利逛玩 李九也是服了她 没事找事 对不死牛 哎呦 苏女士看来象棋下得不错 闻言苏妖精满脸不紧 只见李九漫不经心提了提眼镜 毕竟你马后炮这招走得相当精彩 李九一句话就把苏妖精对的急忙找圣浩撒娇 眼里闪烁着委屈 就想圣浩替她找回公道 圣浩立马阴阳怪气 咱们不跟没见过世面的人计较 盈盈 你也走累了 我请你喝咖啡吧 李九瞬间被这对虚假情侣游荡 下一刻苏妖精细精上身 阿浩 你别怪九九 她一直都是这个性子 我都习惯了 这两人一唱一喝的 不知情的还以为李九是多食恶不赦 李九正想开口 却被裴十四拦下 呵呵呵 苏女士何止向其吓得好 厨艺应该也不错 看多会天言加醋 影帝一开口 苏妖精想解释却找不到词了 卧槽 哥哥为了李九对人了 十里红装CP混合双打呀 简直太爽了 必须给我磕 一旁的苏妖精却感动到口水都从眼睛流下 下一秒苏妖精自知无地自容连忙拉着圣号逃跑了 好尴尬呀 陆幽笑得有点僵硬转移话题 那那个 我也有点饿了 我先去买点三明治 此时裴十四笑笑看向李九 李九不禁感叹 嘴毒王者不愧是你啊 裴十四心里有点小委屈 果然是只养不熟的小波斯猫 明明就是为了护着他 他反而张牙舞爪 分不清是敌是友 随后裴十四询问李九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李九眸光流转沉默了一会 我不吃 他随意找把椅子坐下夹紧双腿 李九从刚开始就想上厕所 可想到花孔却要跟着一起去 这也太涉死 他憋死也不说 直播间放大镜一样的观众们一眼就看穿李九人有三景 见李九紧张的死死捏住小裙来 裴十四关心道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李九连忙贴过头 没有 看着憋得满脸通红的小波斯猫 裴十四轻声笑了笑 小九儿该不会想上厕所吧 女孩和死对头练踪组CP 憋尿憋出内伤 裴十四低眸轻声笑了笑 小九儿该不会想上厕所吧 李九小心脏一紧 妈呀 被识破了 他立即抬眸理直气壮 谁 谁想上厕所 我是仙女我才没有使尿屁这种东西 裴十四真的败给他 这时候还演什么高贵的波斯猫 他漫不经心逆向李九 那我们也去喝点你喜欢的拿铁怎么样 李九慌得一匹连忙摆手 不用麻烦了 就在此时神柱公路又给李九带回来了一杯拿铁 听到拿铁李九的尿意又蠢蠢欲动 片刻后 六人继续出发下一站埃菲尔铁塔 裴十四回头看向李九 薄唇微钩 小九儿 怎么越走越慢了 难道体力不支了 要不高打生蠔不补 该死的花孔雀 真会记仇 李九强忍着尿意对裴十四 生蠔是男人的加油站 不是仙女的 李九那蹦不住的样子 让裴十四忍不住继续逗他 要不来点马铁 补充补充能量 李九瞬间炸锚 心里暗想等解放后一定暗杀花孔雀 走着走着 苏妖镜表示从这道埃菲尔铁塔还很远 于是建议大家骑自行车 除了李九众人纷纷赞同 这一路上肯定会很颠簸 李九想想都觉得可怕 就在李九出神之际 裴十四凑到他跟前 轻声细语在他耳边说道 想上厕所就去 憋坏了 哥哥可没办法负责 文言李九想暴揍一顿裴十四 这一路上都在挑事 绝对是故意的 怎么会呢 毕竟小九儿要上厕所 哥哥也要跟着静女侧的 裴十四的一番话又激起了李九内心的几千万只草泥马 花孔雀你快给我死 李九内心疯狂尖叫 故意会李九坐上了裴十四的自行车后子 一路的颠簸让李九快要疯了 而裴十四却一脸得意 等着嘴硬小波斯猫的破防时刻 再过减速 但是裴十四还故意大颠特颠了一下 李九老累重逢 大喊救命 李九终于忍不住了 他轻轻拽了拽裴十四的衣服 示意他停车 裴十四停车并回头看向李九 也不知道是憋尿憋的 还是害羞的满脸通红 只见他低声道 我想上厕所 此时裴十四露出一抹不明所以的笑意 那小眼神仿佛在说小样 看你还敢嘴硬 表面高冷帅气的顶流影帝 居然还是搁上女侧的变态 李九满脸通红表示 我想上厕所 裴十四笑着扭头看向他 随后两人找到了厕所 李九拉着裴十四一顿狂奔冲了进去 刚进去就迎面碰上了一位金发美女 看 美女眼睛瞪得像同龄并疯狂尖叫 大变态 下一秒慌乱逃跑 此刻球美女心里的阴暗面积 这也应该是影帝大大最为射死的一次 直播间炸开了锅 哥哥牺牲真大 李九太幸福了 哥哥的第一次就这么献给了李九 此刻隔着一扇门的李九 根本无法专心办事 担心外面的裴十四会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 突然裴十四敲门 小九儿 快点 哥哥尴尬死了 李九一个机灵 那个 你能不能捂住耳朵呀 裴十四薄唇微钩 原来小九儿害羞了 被看穿的李九害羞到脸都不见了 内心在哀求花孔却赶紧闭嘴 裴十四漫步精心回头看了看 伸手将水龙头打开 哒啦 其他声音都被流水声遮盖了 躲在门后的李九顿时也就不尴尬了 直播间直呼哥哥双伤在线 啊 十里红装上大分 李九玩世出来了一整个神清气爽 秒遍高贵波斯猫傲娇感谢裴十四 同时还不忘调侃他 既然都进来了 要不你也顺便解决一下 我保证不嘲笑你 裴十四死死盯着李九 好你个小波斯猫完事了还嘚瑟 不用 哥哥的腰子好得很 文言小波斯猫被KO到无话可说 下一站埃菲尔铁塔 两人慢悠悠来到了埃菲尔铁塔下 此时一位拿着红色爱心气球的小女孩上前询问 两位是否要合影 你们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情侣 小姑娘嘴巴还挺甜的 裴十四看向李九 要合影吗 李九一脸嫌弃 又不是真情侣 拍什么拍 就在此时突然一阵怪风起来 李九的裙板瞬间被吹起 裴十四反应极快 大手一捏就把快要飞走的裙板安抚了下来 裴十四意味深长提醒道 票数高的有时尚资源哦 见李九似乎不为所动 裴十四凑到李九面前语气有点撒娇那味 哥哥好可怜 还没上过波克加封面 李九难以置信看向眼前摔得乱七八糟的男人 此时直播间铁杆波斯猫出来辟谣了 哥哥登过六次波克加封面 果然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哥哥这一波操作够骚的 为了跟小九儿合影还真狗 发恐却又吃错了 只因小波斯猫曾经跟几个野男人相亲 裴十四卑微地像一只摇着尾巴的羞狗 哥哥都没有登过波克加杂志封面 李九不可思议看向他 毕竟依丘女士对他的亲爱 这是不可能的 你真的没上过波克加封面 裴十四一脸委屈巴巴 是啊 你就当可怜可怜哥哥吧 李九瞬间觉得自己光环笼罩 连带看裴十四的眼神都充满了母爱 那行吧 本小姐就勉为骑男陪你拍张马 裴十四唇角微勾笑得有点对应 毕竟奸计得逞了 小女孩立即将心形气球递给了李九 姐姐 你拿着这边啊 去那边 小女孩指了指不远处地旋转木马 下一秒她直接牵着李九的手快步前去 挑皮漂亮的马 让哥哥搂着姐姐拍 李九看着木马有些犹豫 毕竟她穿着裙子不太方便上去 裴十四似乎一眼看穿李九的小心思 她身是把手伸出打算扶李九上马 愿为大小姐效劳 却又逆着几分与生俱来的妖孽不羁 李九娇惊地说了声谢谢 将手搭在裴十四的掌心里 随后只觉得腰间一股温热 一只大手搂住了她的腰将她抱上马 紧接着裴十四两米大长腿一块 就坐在了李九后面 同趣音乐响起 旋转木马开始旋转 微风吹起了李九的发丝 然后后背的一大片雪白更性感撩人 看得裴十四隐隐醋意又发作 她暗自决定绝不能让人看到这副模样 她缓缓贴近李九的背 靠近她的耳旁 性感低沉的声音随之响起 相亲对象里有看上了吗 李九连忙回头一脸茫然盯着裴十四 花孔却又抽了哪门子歪风 问这个干嘛 突然裴十四紧紧搂住李九纤细的腰肢 直接将脑袋放在李九肩上 暧昧气氛瞬间升级 小九儿 修女是安排相亲的那些个野男人就没看对眼的吗 裴十四猝不及防地贴近 让李九好一阵的小路乱装 心里压制住多年的小火苗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她焦躁地闪躲着目光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以裴十四对小波斯猫的了解 就凭她这反应一下就猜出 那些个野男人压根入不了她眼 李九还想继续嘴定 行 裴十四眼尾轻撩 桃花眸里又露出了平时的肆意不羁 懒笑了几声 哥哥心里有数了 李九不灵不灵的猫某死死盯着花孔雀 没搞明白她到底在自言自语什么 直播间观众已经哭晕屏幕前 节目组收音设备太水 根本听不到两人的对话 很快音乐结束 旋转木马停下 二人走了下来 小女孩很快迎了上去 哥哥姐姐 快来看相片 两人看着相机里的照片 李九没多大兴趣 反倒陪十四认真选了很多 节目组甚至给她的大特写 照片里 李九穿着明艳娇精的吊带黑色裙 坐在白马上 身后还有护着她的男人金贵散漫 好一对现代版的王子与公主 小九 陪哥哥去洗澡吧 随着恋宗热度上升 无数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 连同十里红装CP超华热度都翻了翻 直播间早早就吃饱了狗粮 李九和裴十四也回到心动别墅开始干饭 就在此时两人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 李九不经意贴了一眼旁边的裴十四 只见她漫不经心放下筷子 拿起手机 李九瞬间心底生出莫名的不祥预感 果不出其然 一个叫金圈妻子和波斯猫里小九的微信群 记车兴致勃勃谈论着李九和裴十四的情侣合影 她天真以为那只是某二臂造谣 两死对头怎么就谈恋爱了呢 另一边记车在家笑成狗 无情的嘲笑声格空传到了李九耳边 李九瞬间炸毛 记车你这个老六 找死 接着李九手指狠狠戳着屏幕 下一秒记车被无情踢出群 她还傻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直接跑去私信李九 李妹妹 你太狠心了 我是顶着裴哥的压力 力挺你到底的呀 然而还没等李九恢复 裴十四就凑了过来 在李九手机按住语音键 记车 你管谁叫妹妹呢 记车反复听着语音 还是难以置信 裴哥 分明是李九的微信 裴哥怎么在他身边 还用他手机 记车聪明的脑袋瓜里马反应过来 两人是不是又掐架了 需要帮裴哥打120吗 此时记车身边的男人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看向他 说你傻你还天真起来了 自己看热搜曲 记车无奈之下只好乖乖爬回热搜里仔细看 裴十四和李九在巴黎铁塔下的旋转木马合影 简直闪瞎他的狗眼 卧槽 一声惊叫几乎冲破天际 这两人还真他妈合影了 还偷偷上综艺了 什么情况 于是屁颠屁颠滴滴裴十四 裴哥 你不仗义 说好的一起单身 结果你居然跑去吃窝边草 裴十四自以低笑 想谋逆向李九 窝边草多甜啊 老子早就想尝尝这颗窝边草了 想必此时记车已经被炸的外焦里嫩了 只见裴十四缓缓凑到了李九耳边低声喊了一声 小窝边草 小九儿一个机灵眼神有点闪烁 你干嘛 发孔雀又在发什么骚啊 没事 就觉得这个称呼挺不错的 心想兔子不吃窝边草 孔雀得吃 到了晚上 男嘉宾收到了新的任务信息 恋爱旅行第二天 男嘉宾要对女嘉宾发出约会邀请 神秘任务 要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过程中 引导女嘉宾主动对男嘉宾投怀送报 直播间一阵尖叫 这是我见过进展最快的恋宗 有瑟瑟那位 这算什么 我们十里红装CP早就超越了这些了 蒙在鼓里的李九正在尝试打开手铐 如果一起洗澡的话 那就真的要射死了 突然他发现身后有一道炙热的目光死死盯着他 他转头看向裴十四 你盯着我干嘛 我只想问一下你 洗澡睡觉了吗 傲娇的小波斯猫气鼓鼓的 该死的狗导演 要不是他说睡觉前才能解开手铐 本小姐老早就喜香香了 小九儿强忍着内心的狂躁 我很香 不用洗澡 文言裴十四低谋凑到李九面前 小九儿 那你陪哥哥去洗吧 影帝大大在全国观众面前宽衣解贷 十八块腹肌看的小九儿都要样马狗蛋 裴十四轻撩起眼皮逆向李九 小九儿 就陪哥哥洗澡吧 李九瞳孔地震 什么鬼玩意儿 李九脑袋里像是有烟花炸开 九九没从裴十四的那句话里回过神 迟疑了片刻 他尝试扑裴十四 你其实也不想洗澡的 裴十四眼尾轻撩笑了笑 不想陪啊 那可不行啊 哥哥今天骑了一整天的车 小九儿舍得让我臭烘烘睡啊 李九满脸无所谓 反正臭不到我 然而裴十四晃了晃手腕上的锁链 像极了牵着小宠物似的 走啊 李九无奈只好被牵着走到浴室外 李九站着门口一动不动 我就在这等你 裴十四懒懒靠在门上看向李九 小九儿 做人不能没良心 哥哥才陪你上过厕所 你怎么可以过河拆桥了 说着他轻轻点了点他的鼻子 李九头皮一骂 他开始脑补裴十四洗澡时的身影 差点没喷出半斤鼻血 李九羞红的脸凹娇着 说什么都不进去 他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清白 咬紧牙关回拽着锁链 就在这 哪都不去 裴十四那双闪闪发光的桃花毛指 勾勾钉了他半上 也行 下一秒 只见裴十四毫无节操地开始截起扭扣 卧槽 哥哥这波操作不付费能看的吗 直播间磕疯了 看着裴十四修长的手指 慢条丝里解着扭扣 李九顿时傻眼 裴十四 你流氓啊 他一场紧张扭扣 却看到直播镜头生生对着他们 也就是说 刚才的画面观众是看得一清二楚 救命 不知廉耻的花孔雀 你有伤风话 裴十四却毫不在意 不是小九儿说在这洗的吗 李九大大的无语 花孔雀总能将他的话曲解成别的意思 在不禁御事办正事 哥哥可要在这脱裤子了 天啊 这画面感太强了 李九决定不再便宜观众和自己的眼睛了 马上将裴十四推进了浴室 两人进了浴室也没消停 衣服的妈撒声 暧昧的交谈声 看得观众们全身地内都在动 眼看裴十四快要光溜溜 李九羞涩无脸 裴十四你赶紧给我滚进去啊 我眼睛疼 着急什么呢 这种事情当然要慢慢享受啊 裴十四说着慢条丝里 给自己的下半身裹上浴巾 看着花孔雀的十八快腹肌李九蹦不住 他一个降龙十八掌给裴十四送进了浴室 顺带把门关上 眼不见心不反 怎料花孔雀还没完 他推门探出半个身子 哥哥唤喜的小裤衩还没准备呢 李九内心OS 救你戏多 男人只是洗了个澡就冲上了热搜笛 直播间嗷嗷的苟成了一片 严重吵到我的眼睛了 李小九被对着浴室的玻璃门 细哩丽的水声在耳边不断萦绕 由于锁链的关系 水珠时不时滴落在链条上 顺着滑落到李九的手心 由于浴室的封闭性 然后又湿气笼罩 李九的脸顿时烧得通红 内心也跟着狂躁了起来 浴室里的裴十四却肆意放松地清洗着一天的疲劳 此时他回头看向门外的李九 透过玻璃看到了李九那仿佛被钉住的被鱼 他随后关掉了淋浴花洒 轻轻扣了一下玻璃 毛巾 李九把毛巾往后移定 裴十四勾唇懒笑了一声 结果毛巾擦拭身上的水 没等他开口李九已经猜到他下一步想要什么 于是用小指指磨勾起他的小裤衩 再次朝后甩过去 谢谢小九儿 整个过程李九都在屏住呼吸 念着清心咒 风心所爱 风心所爱 就在此时裴十四拉开了浴室的门 他那十八块腹肌若隐若现 小九儿 要不要也顺便洗一个 不必了 李九娇羞扭头拒绝 就在甘大的瞬间突然传来抖导演的声音 时间到 男女嘉宾可以解开锁链了 随着锁链咔大一声解开 李九快乐的像个二百斤的胖子 下一秒毫不犹豫拔腿就想跑 裴十四却突然叫住他 裴十四却突然叫住他 裴十四茫然回头 干嘛呢花孔雀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射死现场 只见裴十四竟然害羞了起来 小九儿 明天约个会 李九像是看神经病一样看着裴十四 二十二年了 你终于要疯了吗 你忘了我俩是死对头吗 你见过有死对头约会的吗 裴十四无奈看了看李九 沉默了一会 好不容易开口 这不是在录炼宗吗 不得按规则找你嘉宾约个会 听到这李九就算再不情愿也一口答应了 毕竟他也是专业的演员 裴十四没想到李九竟然这么爽快答应 顿时内心乐开花凑到李九面前 下午两点 我来接你 回到房间后的李九以为终于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 结果悲剧了 狗导演居然把热水关了 蒋风我跟你不共戴天 了 自我安慰 我是为了自己美的 关他屁事 导致了二十分钟后 李九满意对着镜子臭美了一点零八秒 简直不要太完美了 直播间呃呃呃成了一片 直呼李九太可耐了 裴十四在楼下等了好一会 李九终于出现了 他看到裴十四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今天不太一样 他瞬间脱口而出 你今天怎么人母狗样的 裴十四明显比平时穿戴正式了些许 看起来似乎精心打扮过 他好奇问李九 那哥哥平时是什么样啊 只有狗样 李九小嘴巴巴巴的 裴十四内心 我谢谢你哦 李九是为李九打开了副驾的门 等李九上车后 他才缓缓坐上驾驶座 李九边倒不着安全带边问他 去哪儿 到了就知道 裴十四一脸神秘发动了引擎 巴黎阳光甚好 一路的街景更是美不胜收 很快抵达目的地 裴十四将车停好后两人下车 李九在路上随手买了个草莓冰淇淋 他小嘴边坐着冰淇淋边问道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裴十四扭头逆向李九 眼神尽是温柔 到了 两人来到了当地的一处小众的光影博物馆 李九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他一直都想来的地方 裴十四居然带他来了 他回头看向裴十四 满眼都是星星 难掩内心的星星 你今天打算带我到这儿 对啊 怎么样 太好了 李九开心的像是收到礼物的小孩 见李九开心裴十四比他更开心 进去吧 李九瞬间雀跃 像一只刚得宠的小猫咪 摇着尾巴大步往前走 两人进入展馆 此时正是梵高的展览时间 一副星月夜投影在脚下 看 星月夜 好漂亮 李九难掩内心的兴奋 他狂拽着裴十四的衣袖 裴十四浅笑着 目光自始至终都在李九身上 即使在漂亮的光影 也无法替代他在他视线里的分寸之地 真好看 女孩精心化了48小时的完美眼妆 竟被男孩一眼看成了眼屎在发光 裴十四双眸注视着李九 真好看 李九唇半浅浅弯起 他满脸兴奋告诉裴十四 我早就想来这了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裴十四漫步精心挑了挑眉 意外发现的 怎么 喜欢吗 裴十四你就嘴 分明提前做好了功课才来的 直播间粉丝们都不忍拆穿 李九毫不掩饰表示对质的喜爱 不过不搞艺术的钢铁大直男 居然还会喜欢看樊高 裴十四顿时傻眼 你说我不搞艺术就算了 钢铁大直男是啥玩意儿 李九无辜眨巴着猫毛 那就骚孔雀 此时他低头呢喃着 确实樊高的色彩挺像花孔雀的毛发 直播间笑倒了一大片 直呼李九取名小高手啊 骚孔雀好上头 李九显然对这次约会很是满意 他满眼期待看向裴十四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裴十四正要回答自己 耳机里传来蒋锋这只机智的老狐狸的声音 温馨小提示 请男嘉宾不要忘记神秘任务 否则将接受恐怖到你喊妈妈的惩罚 蒋锋将任务再次读了一遍 神秘任务 诱导恋人主动牵手或投怀送抱 蒋锋那头话音刚落裴十四轻声喊的一声李九 李九抬眸看向他 凑巧撞上了他肆意荡漾的桃花膜 这男人连眼神都能刀人 李九被刀的内心小鹿乱撞 随后下意识躲避他的眼神 你干嘛 裴十四却一直没有说话就那样死死盯着他 他的心痒痒的 仿佛下一秒就要沦陷 就在此时裴十四开口 我只是突然发现 你好像话刚出口又欲言又止 李九心脏出了故障乱跳个不停 眼前掠过一抹黑影 裴十四白皙的指尖指了指他眼角珠光眼影的位置 有颗眼屎在发光 李九沉寂了1.08秒 仿佛就像是暴风雨前夕的瓶颈 我不出所料 李小九立马变身炸毛波斯猫 朝裴十四飞扑过去 裴十四 你懂什么是珠光眼影吗 眼屎 我看你才是有眼屎呢 直播间笑抽风了 哥哥你是天生幽默 还是后期浪漫过敏呢 笑不活了 闪光的眼屎 两人的你追我逃 俨然成了巴黎街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很快李九捉住了裴十四 他揪着他的衣领 裴狗 你用你的太和金狗眼看清楚 只见李九扬起红扑扑的小脸蛋 眨巴着委屈的大眼睛 裴十四趁机凑了上去 嗯 让哥哥看看清楚 李九心里不禁一颤 该死的花孔却靠那么紧 我快要窒息了 这是珠光眼影 你懂不懂 李九指着眼睛强调着那不是眼屎在发光 所以小九儿 是想哥哥夸你的眼睛很好看吗 裴十四太会撩了 李九顿诗无语 严重怀疑花孔却听不懂人话 就在此时李九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事的 他回头环顾四周 吃瓜群众已然将他俩团团包围了 并在嗷嗷吃瓜中 李九顿时一阵射死 这又是什么鬼情况 本以为竹马哥哥是个钢铁大直男 没想到是个时机腹黑的心机蹦 巴黎街头上演了一场波斯猫爆打花孔雀 吃瓜路人疯狂围观吃瓜 李九瞬间傻眼 这是什么情况 裴十四漫不经心撩起眼皮 他们可能以为你在家暴我 李九原本恼羞成怒的气焰 又被无数的眼睛压了回去 俨然尬到能抠出一整个埃菲尔铁塔 此刻李九只想以巴士卖的速度逃离现场 却被裴十四劝住 你霸占了人地盘 不得打赏打赏啊 李九顺着裴十四视线看去 只见几个小矮人扮成的小丑在乞讨 李九眨巴着猫毛看向裴十四 并伸出了猫爪子 你带零钱没 裴十四从口袋里摸出了几枚硬币 放在李九的爪子上 随后李九将硬币投进了小丑们准备好的帽子 突然眼前一道蓄影掠过 只见小丑们笑得诡异看向李九 下一刻秒便幽灵脸 朝李九张开了血盆大口 哦 李九顿时成了受惊的小猫咪 尿一声直接就挂在了裴十四身上 有鬼 有鬼啊 李九伸手紧紧钻紧裴十四的衬衣 把小脸蛋埋在了他的颈窝里 围观的吃瓜群众不禁笑出了猪叫声 裴十四也轻声笑着 李九顿敢哪里不对劲 裴十四你就是故意的 对 我故意的 小丑还在 要不小九儿你也让他们吓小子 文言李九立马从裴十四身上下来 气呼呼地揪着裴十四的衣领 心想他都熟知小丑的套路 恐怕也吓不到他 直播间观众嗑堂嗑风了 果然恋爱要看别人谈得才过瘾 就因为这李九一路扮演生气的小波斯猫 裴十四一路舔狗 可李九却爱达不理 下一站水族馆餐厅 李九单手托塞心里谋划着如何暗杀这只花骨雀 见李九一路生闷气 裴十四也谋理泛起少许无奈 小九儿 还在生哥的气呢 李九不屑瞥了他一眼 警告他 最好不要跟仙女说话 就在此时李九的肚子发出了要干饭的信号 随后裴十四将菜单递了过去 先吃点东西 毕竟饿着肚子怎么有就生气啊 花孔却简直太懂李九了 从小就会给他找台阶下 李九也见好就收了 那行吧 本小姐勉为其难点几个吧 毕竟你也看不懂这菜单 裴十四就那样静静的双手支撑着下巴 欣赏着李九点餐像是看一幅优美的画作 见裴十四宠着李九直播间一些维粉顿式酸成了柠檬精 李九怎么说话的 好歹我们哥哥也是漂亮国留学回来的 怎么就看不懂呢 李九简单扫了几眼菜单选了几道菜 示意服务员过来点餐 随后李九用流利的法语点了餐 放着 男人只是眉眉躺在床上静静看着女孩 女孩却瞬间吓成了炸毛波斯猫 李九一口流利法语点餐 服务员都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夸他法语说得好 直播间炸出了专业人士 直接给予李九熟练法语高度好 片刻后上餐 李九将法式扇贝和香肩压胸推到了裴十四面前 波斯猫们的DNA瞬间动了 李九连哥哥喜欢吃什么都知道 难道这就是双向奔赴 满满是糖 太好磕了 只见裴十四满心欢喜逆向李九 小九儿 还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李九傲娇抬头 毕竟这顿是你请客 必须让金主吃满意了 才会付款了 文言赔十四薄唇微钩 两人在浪漫的水族馆餐厅享受着晚餐 而微博那边 毕则李九全程流利口语 十里红装CP约会超甜的词条 悄悄爬上了热搜榜首 用完晚餐回到了心动别墅 只觉得苏妖精看李九的眼神似乎藏了刀片 李九一脸猛逼 他揪了揪陆优的衣角 他吃枪药了 陆优凑到李九耳边小声道 九九 你是不是没看热搜啊 被问的突然 李九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 下一秒掏出手机打开微博 一看眼珠子差点掉地上没接住 微博里的信息几乎都是99家 粉丝直接涨了50万 就在此时大喇叭突然响起了蒋风的声音 恭喜十里红装CP 获得第一名 同时获得Voke家杂志封面资源 陆优连忙恭喜李九 反观一旁的苏妖精却恨得牙痒痒 而此时裴十四也收到一条短信 十里红装CP的神秘房间已解锁 记得带上你的恋人一起去看哦 裴十四撩起眼皮看向李九 眼神里近视宠义 晚上9点30分 李九准备回房睡觉 却发现二楼有一处房门虚掩着 这个房间之前一直贴着带解锁标签 今天居然被打开了 李九好奇推门瞄进去 里面黑漆气一片 他摸索着继续前行 突然被一个不明物体撞到了头 他才想着这应该是床 那么灯应该就在床头位置 这狗导演的恶趣味真的无处不在啊 紧接着他找到了主灯的位置 他单膝跪在床边准备开灯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全无量躺了起来 李九瞬间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他又似乎感觉到 什么不对劲下的猫毛都瞪大 只见一张俊美无暇的脸映入眼眠 裴十四四一躺在水床上 并仰起了手掠袋 些许甘大跟李九打着招呼 李九神情顿了0.08秒 下一秒他忽然像受惊的猫咪般炸开了 他慌忙拉了拉被裴十四压住的裙摆 裴十四 你怎么在这 波斯猫居然把裙子盖在了花孔雀的脸上 这一波操作修死了波斯猫 憋死了花孔雀 李九惊慌拉起了盖在裴十四脸上的裙摆 裴十四满脸处男粉之愣着坐了起来 只见李九羞愤怒斥裴十四 你一直躺在这怎么不吭声 小九儿 是你进屋没敲门 怎么还敢赖哥哥头上啊 李九眼眸里闪烁着心虚 确实是自己好气才走了进来 谁知道里面黑漆漆还有个人躺着呀 那你呢 你在这搞什么幺蛾子 裴十四解释道 收到蒋峰信息 说神秘房间解锁 所以先提前探探路 结果找不到灯 毕竟蒋峰八百个心眼 恐怕带李九过来没准又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可万万没想到小波斯猫自己就闯了进来 李九脸上写满了尴尬 他撩起眼皮偷瞄裴十四 那你刚才应该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吧 刚才裙摆都盖他脸上了 不过裴十四很懂分寸 他是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逗他 什么都没看见 文言李九明显松了一口气 但是只要想想刚才的画面就好羞耻 他居然把裙子盖在死对头脸上 简直要了他的命 越想越是燥热 他赶紧转移话题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裴十四表示也不知道 他在房内环视了一周 发现了床头有张卡片 裴十四伸手拿起卡片读了起来 恭喜失利红装CP解锁情去双人房 李九立马将卡片抢了过来 卡片上说了 现在两人有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住原来的单人间 或搬入双人间体验更多情趣 李九三下二出一把卡片扔进垃圾桶 狗导演太不要脸了 谁要体验这鬼情趣啊 随后傲娇回头看向裴十四 你住哪 裴十四的独尾们紧张到不行 生怕裴十四答应李九 滚粗 李九绝不能玷污我们的哥哥 众人坐等着李九被狠狠打脸 只见裴十四缓缓从水床上起身 并凑到李九面前 桃花眸里荡漾着笑意 小九儿 单人间寂寞吗 浪漫双人水床考虑一下呀 俗为们顿时傻眼 这是什么 哥哥一定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 就在大家担心李九答应之际 李九唇边掠过一抹冷艳的吃笑 你想的倒是挺美的 话音刚落 他转身头也不回离开了浪漫双人间 李九离开后 裴十四四仰八叉趴在睡床上 躁热难耐的内心 只想让蒋风往水床多加点冰块 另一边由云津启成的飞机 Voke加巴黎尊部派人来接 邱总 今天是下一站浪漫嘉宾的拍摄日 您要过去看吗 邱女士摘掉墨镜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 当然 身为神助攻的她明显就是为了两人而来 亲妈不惜飘扬过海 只为将女儿和死对头这对CP锁死 邱女士兴致勃勃抵达巴黎 她缓缓摘下墨镜 露出一张像极了李九的冷艳容颜 请拍摄组那边准备一把锁 助理听了一脸猛逼 毕竟猫属性的李小九稍不留神就跑了 还不得锁住才行 邱女士妥妥的十里红装CP头号粉丝 以及神助攻 她势必将两人从综艺杂志到现实通通所死 刚得知李九是邱总的亲闺女的助理 一脸茫然傻愣原地 另一边摄影组一大早就派车来接裴十四和李九 一小时后车到达拍摄现场 车门打开俊男美女组合看着让人心动 此时裴十四正在闭目养神 光洒在他俊美无暇的脸上像极了一幅优美的画作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甜静的美男子 李九不禁感叹花孔雀安静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 为了不破坏这份美好 李九想偷偷下车 本料一不小心踩到了裴十四擦的正亮的皮鞋 裴十四痛的脸部表情都适合 阿医生 李九尴尬回头逆向裴十四 下车 到地方了 裴十四眼尾轻撩笑了笑 小九儿叫醒我的方式也太特别了 只见李九一脸娇羞跑下车 美少女的事情你少管 摄影师阿璇见两人出现热情上前迎接 李九谦逊问好 老师 您好 别客气 叫我阿璇就行 他指了指身后的古堡 今天两位老师就在这拍摄 裴老师上过六次Bug家的单人风 应该不少拍摄经验了 裴十四顿时满脸尴尬 谎言被拆穿了 李九缓缓扭头看向裴十四一货道 六次 花孔雀不是说没拍过吗 好家伙 又被套路了 随后李九注意力又被阿璇带走 李老师今天是不是第一次拍摄 也不算吧 以前有过一些时尚杂志的拍摄经验 毕竟从小就被邱女士拿来练手 直播间的黑粉酸橙柠檬精 讽刺李九没经验还爱装杯 怒视其滚出娱乐圈 随后裴十四被带进更衣间 李九悠哉悠哉坐在化妆台前补妆 片刻后裴十四从更衣间出来 他来到了李九身后 我换好衣服了 李九回头看去却恰好撞进他那双深邃的墨童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眼前的男人简直不要太帅了 清冷白皙的容颜 在高挺的鼻梁上斜花一抹血迹 一袭黑色皮衣净显性感和野皮 好看吗 李九害羞到连忙撇过头 装作若无其事擦口红 其实心里快按捺不住喊出妖孽 女孩跟死对头拍摄杂志封面经验全场 死对头隐藏多年的暗恋差点崩盘 今天的拍摄主题是玫瑰与枪 暗黑系古堡里 战损的匹帅少爷持枪守护即将颓败的冷艳玫瑰 这个画面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绝美 裴十四的顶级神言让李九看麻了 可嘴硬的小波斯猫可不轻易把花孔雀夸出口 他故作镇定淡淡道 还算勉强可以入眼吧 裴十四勾唇微笑 随后攻下身逆向李九 性胆低沉的声线在他耳边萦绕 骄傲的小东西 李九瞬间头皮一阵发麻 慌忙将裴十四推开 别挡我镜子 影响化妆师姐姐工作了 化妆师笑成发吃脸表示没关系 很明显他也是十里红装CP的粉头子 今天现场柯唐真心激动不已 见化妆师姐姐柯唐上头里九干大闭麦 就在此时候阿璇过来敲门 裴老师 先帮您拍几张干人照找下感觉吧 裴十四直接应下 古堡内一阵咔嚓咔嚓声 不愧是顶流 裴十四镜头感极巧 他深邃的五官 举手头足间都是拉扯感与姓张力 摄影师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太惊艳了 甚至一张废片都没有 随后摄影师询问裴十四 双人照介意暧昧动作吗 还没等到裴十四答复 就传来的些许惊叹声 大伙不由抬头望去 只见逆光的古堡楼梯上 一道裙摆捧起的冷艳剪影赫然映入眼帘 裴十四掀起眼皮望去 首先撞上他心间的是性感的锁骨 李九的礼服是抹凶式的 他戴着娇贵的渐变色手套 双手拎着大裙摆偏然而来 暗恋果然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裴十四忍不住直勾勾盯着李九 他用手抚摸着胸前掩盖内心的悸动 他深呼吸试图平复内心的慌乱 随后裴十四上前向小九儿伸出绅士手 小九儿也缓缓把手搭在裴十四温热的手心 就这样两人四目相对 含情默默 气氛有点刚刚好 李九走下了最后一级楼梯 见裴十四神情复杂 他不禁发问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文言裴十四薄唇微勾攻身凑到李九眼前 毕竟小九儿今天格外明念动人 此时李九眼神忽然闪烁 像是有意躲开 怎么 不肯给我看 李九神情警惕盯着他 裴十四 你该不会又有什么阴谋吧 不然怎么会夸他 裴十四默默盯了他半赏才开口 对 有很大的阴谋 全世界都知道他最大的阴谋 就是想把他娶回家 藏起来 站为己有 七妈用一百场相亲威胁女儿 跟死对头拍接吻照 女儿立马观顺答应 裴十四和李九 无论从装发到服饰都配得一脸 摄影组已经全部就位 阿璇忽然打断 麻烦两位老师等一下 今天有位大佬特意 利林指导拍摄 就在此时 大门嘎吱被打开 但练清吹的脚步声 在古堡大门外响起 随后邱静月带着 两名助理闪亮登场 气场足足两米八 摄影棚瞬间安静了0.08秒 直播间眼尖的观众一眼 就看出了他是 Bob加杂志的创始人 颜值也是女神级别的 今天居然要来亲自指导 真的不知道 李九采了什么狗屎 可李九却目瞪口呆 什么鬼 老妈怎么来了 邱静月刚进门 瞥了一眼身后的大门 并吩咐助理 立刻把大门锁上 邱静月收回了目光 笑嘻嘻看着裴十四和李九 恰好李九的目光 跟母亲大大的目光微妙对上 织女莫若目 果然李九拎起裙摆就想逃离 随后一声咔哒 她不敢置信 争大猫猫看去 补宝大门居然被上锁了 邱女士果然够狠的 李九恨得后牙槽都要咬碎 邱静月非常敬业 公事当然公办 她友好伸出手 你好 邱静月 李九甘大抬起僵硬的手 邱 邱总好 李九 随后邱静月转头跟裴十四打招 笑得简直不要太开心 目睹了一切 李九不禁感叹亲妈的双标 邱静月表示今天拍摄比较暧昧 希望两位一人配合 裴十四欣然答应会好好配合 邱静月一脸满意看着 这位上道的未来女婿 内心的助攻头子瞬间上线 势必锁死这对CP 地旁的李九只想原地爆炸 毕竟以她对邱女士的了解 事情绝不简单 更可恨的是花孔却怎么就那么狗 配合啥呀配合 下一秒邱静月指了指楼梯上的花窗 这儿吧 先拍张接吻照我看看 李九顿时傻眼 你是亲妈妈 上来就被整活了 她圆滚滚的猫毛来回滚动 你再说一遍 什么照 只见邱静月心平气和看向李九 怎么了 直播间的黑粉们又开始带节奏骂起李九 李渐渐竟然耍大牌 敢跟女神大佬枪声 还真的当自己是跟从 就当大伙以为邱静月要爆发之际 她只是缓缓凑到李九耳边 宝贝 妈咪觉得你应该不希望回国面临一百场相亲吧 文言李九心底怕怕的 无奈道 我拍 邱静月忍不住捏了捏可爱闺女的小脸蛋 宝贝真乖 邱静月是迫不及待要看这对欢喜冤家走上相亲相爱之路 她快乐的指导两人如何占额 李九拗不过母亲只好无奈走上楼梯 裴十四早早就在花窗前等着李九 就这么怕跟哥哥接吻了 李大美女不甘示弱 谁怕了 不就亲大白菜吗 我只是不想被你占便宜 裴十四上前轻轻抬起李九的下巴 含情默默看向她 只见她薄唇微钩 但我好像还有点期待 女孩跟死对头拍摄杂志封面 居然按捺不住心动了 裴十四薄唇微钩挑衅李九 小九儿这么害怕跟哥哥接吻啊 傲娇的小九儿根本没在怕 她提着大裙摆来到裴十四面前 清大白菜而已 看着李九傲娇的小样 裴十四忍不住抬起李九的下巴逗她 怎么办 哥哥竟然开始有点期待了 此刻李九被迫撞上裴十四那双深情的桃花牟里 小九儿不如帮哥哥分析分析 哥哥该不会栽在你手里了吧 李九感觉整个人都要压马狗蛋了 面对眼前帅气的男人 她紧张到说话都不利索了 裴十四 你你喝醉了吧 裴十四顿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并松开了李九的下巴 是有点 其实她并没喝酒 只是在小九儿的美色中沉醉 让她乱了心神 以至于差点就暴露了隐藏多年的秘密 她也许太心急了 裴十四刚才一番话 何尝不是让李九心痒难耐 栽在她手里 难道这是告白吗 就在两人暧昧氛围升级之际 邱静月走了过来询问 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裴十四脸着眸瞥了一眼李九 准备好了 只见李九有些僵硬的点了点头 同时邱静月从李九的眼神中 看出了她情绪不对劲 立马松口 其实接吻照也不用真的亲 女生点脚搂住对方的脖子 男生搂住她的腰 尽量亲密暧昧 我们拍个鼻尖箱底快要亲上的状态 点到为止即可 毕竟是亲闺女 就算在希望两人修成正果 也不能把宝贝给随便卖了 随后裴十四被指引到花窗前 李九拎着裙摆向她缓缓靠近 近一点 邱静月在一旁指挥 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给我使劲靠近 李九只好硬着头皮再挪动了0.01寸 片刻后两人终于调整到了邱静月满意的距离 两人都低着头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气氛暧昧又尴尬 李九无奈先开口 下一步该怎么做 邱静月干脆搬来了椅子坐等吃瓜 按我刚说的做 两人搂着彼此 离间相比 面对曾经暗恋的竹马哥哥 李九紧张到不知所措 而裴十四却一脸从容 我看裴十四这是欲盖迷章 毕竟暗恋多年的小青梅 要做暧昧动作能不紧张吗 李老师 李九抬眸看向裴十四 脸上早早就染上了一抹飞红 裴十四捉起李九的手腕 满眼深情看向她 冒犯了 只见裴十四直接把小九儿的手搭在她的脖子上 直播间直接炸开了锅 救命 裴十四这波操作太刁太俗了 十里红装CP大上分 亲妈现场疯狂吃瓜 简直不要太像太好客 同时李九意识到这是裴十四主动在帮她 下一秒她也配合着点七脚尖 搂住了裴十四的脖子 叱咤商场的女强人 也会抵挡不住亲闺女的撒娇 李九配合搂住裴十四的脖子 裴十四低眸凝视着她并缓缓攻身 李九不经意抬眸 对上她荡漾的桃花眸 心跳和呼吸开始急促 经过了两小时的完美配合 杂志封面拍摄结束 邱静月在摄影师身侧看着素材片 裴十四也认真看着 李九却躲在一旁贫富慌乱的内心 片刻后 邱静月满意点点头 示意大家收工 李九瞬间松了口气 鸟变欢乐的小猫咪 正当她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逃离现场时 邱静月表示有事单独找她聊把她叫住 李九慌得一批 老妈这是又要搞啥幺蛾子 随后邱静月和李九一同来到了化妆间 李九尴尬叫了声妈妈 邱静月低谋逆向李九 李小九 你挺能的呀 我让你带阿四回家吃饭 你倒好把阿四都拐到巴黎来了 面对母亲大大的心事问罪 李小九展开了练习了二十多年的撒娇公式 立马晚上邱静月的手臂 像只小猫咪一样蹭呀蹭 妈咪温柔善良大宝 肯定舍不得跟我志气 对不对 下一秒邱静月果然没了脾气 还想给她弄点资源 李九连忙白手回绝 她表示跟于美人刚成立了公司 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暂时不需要家里支持 等哪天她玩脱了就会回家找他们 邱静月露出一抹不明所以的笑 行 那你不要忘了回国后带阿四回家吃饭 看来这女婿邱静月认定了 只有李九一个人无语又无奈 此时正好有人敲门 只见换回白衬衫的裴十四 清冷金贵站在门口 我母不知为何李九心跳突然加速 刚才拍摄的画面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再次对上那双深情的桃花某 她觉得脸颊开始发烫 她低声嘟闹着 阴魂不散 一小时后 裴十四和李九回到了心动别墅 作为十里红装CP的忠实粉头子 陆幽追了全程的封面拍摄直播 她激动的在沙发上扭成了一团 这是什么神仙眷侣 又是为十里红装落泪的一天 李九神情复杂凑了过去 你在看什么东西呢 陆幽兴奋的指着手机里李九和裴十四超甜剪辑 九九 快看 这段剪辑是不是超级带感 仔细一看李九顿势头皮发麻 现在的剪辑师是在犯罪吗 好想报警捉人啊 忽然门铃响起 随着大门打开 一个黄色信封被扔了进来 陆幽好奇探头 什么东西啊 石油捡起了黄色信封 随即打开读了起来 经过了两天接触 想必嘉宾对恋人产生更多好奇 今晚将迎来一个更刺激的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信封里还有一些小卡片 不过还不能解封 李九就知道八百个新眼的狗导演又没编什么好评 陆幽天真道 没关系 不愿意回答就喝酒呗 听说有酒窝的人很能喝 所以九九你的酒量应该很不一般 李九心虚舔了舔唇 只见一旁陪十四勾唇微笑 是挺不一般的 想必此时两人脑海里都浮现了落地窗前的那一幕幕 小九喝醉了该不会直播抢吻鸽子吧 花孔区胡乱开瓶 波斯帽瞬间炸了毛 真心话和大冒险正式开始 六人围着坐成了一圈 转动着空酒瓶 瓶口指向谁 就由谁来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 苏妖竟自告奋勇第一个转动酒瓶 凑巧第一轮瓶口指向了圣浩 苏妖精略带娇修笑了笑 八号 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圣浩自信道 当然真心话 陆幽拆开密封卡片 随即抽取了一张 来练宗之前有没有约过跑 哇塞 一上来就这么劲爆 陆幽吓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圣浩也是一脸猛逼 身为金圈花花公子这是他的日常 但是面对全国观众总得立住 清纯贵公子人设 于是他大大方方表示肯定没有 苏妖精笑的嘴巴都要裂到耳后了 只夸阿浩是好男人 节目组纯粹搞事情 见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应 圣浩连忙跳过 下一个 随着酒瓶转动 游戏氛围感十足 大火也是玩得不亦论乎 可是只有李九一人心不在焉拖着塞 纤细的手指紧张地攥着玻璃杯 裴十四一下子看出了李九的小心子 他凑到他耳边薄唇快要贴上他的耳边 怎么了 怕喝酒 裴十四性感带着魔性的嗓音 让李九骨头顿时疏软 他连忙避开裴十四的唇后退了0.08公分 谁 谁怕了 我可是有酒窝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喝醉 裴十四漫不经心撩了撩眼尾 小九儿 这么厉害啊 哥哥可要好好期待一下 说着他拿起玻璃杯 准备要跟李九干一杯 毕竟上次有只小醉猫在酒吧沾了一点酒 就掐了哥哥的屁 此时此刻李九好想找个洞钻进去 真的往事不堪回首 可裴十四怎么能轻易放过我们的小九儿呢 他接着逗他 而且还亲哥哥锁骨 摸哥哥喉结 这次喝醉该不会直播把哥哥抢冷的 文言李九秒变炸毛布丝猫 使劲推开了裴十四 他绝对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裴十四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就在此时路又突然叫住了他 告诉他该轮到他选择了 九九 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李九当然选择真心话 毕竟狗导演那满肚子坏水 大冒险想必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陆幽立即将真心话卡片递到李九面前 裴十四的屁股是什么手感 李九快要疯了 这又是什么鬼问题啊 只有直播间的一群蓝色匹勒开了花 这导演能处 这不就是我们成年人关心的话题吗 李九神情僵硬撇了一眼身旁的裴十四 只见他懒洋洋靠在沙发上 李九迟疑了1.08秒硬着头皮回答 还挺翘的 此时只见裴十四四一轻笑着看向他 十里红装CP头号大粉头 陆幽简直不要太兴奋 家人们谁懂啊 我磕到真CP了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 女孩九十九封情书只为男孩艺人 而男孩却一封也没收到 李九的狗屎运真的没谁了 九瓶居然又转到了他 陆幽持续兴奋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李九头皮顿时发麻无奈之下选择了真心话 陆幽抽出一卡片 果然导演还是很懂观众的 到目前为止一共写过多少情书 分别都是在什么时候写给谁 此时裴十四了起眼皮逆向他 情书 他也想知道这只要强的小波斯猫 到底给几个野男人写过情书 九九快啊 陆幽却越催促 再不回答就罚你喝酒了 李九紧张攥紧手中的酒杯 差点就干了 可无奈他那点扎酒量还是不要了 他长劫微颤 不轻不愿回答 写过九十九封 听着这数字裴十四表情管理失败 心想着这波斯猫很不爱啊 合着还不止给他一人写过情书 那么什么时候写的 写给谁 陆幽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李九怪不好意思轻声道 都是初中写的 八卦又继续追问 写给一个人还是写给很多人 听到这裴十四晃动酒杯的手突然一吞 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更不想知道那些野男人是谁 下一秒他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就在裴十四快要猝死之际 李九忽然开口 只给一个人写过 裴十四有些不可置信 抬眸逆向李九 李九心绪避开了他的视线 轻声道 写给裴十四 直播间鹅鹅鹅们疯狂尖叫 九十九封情书只为一人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 裴十四你也太可爱了 连自己的醋都吃 陆幽在一旁疯狂拽着 池佑跟他一起喝糖 池佑无奈瞄了一眼裴十四 游戏继续进行 可裴十四和李九已被粉红泡泡笼罩 全身无心游戏 裴十四性感慵懒的嗓音 又在李九耳边响起 九十九封情书都写给我的 卧槽 酒白喝了 李九呼吸一顿 更加紧张捧着手中的酒杯 刚大到他想找着地缝钻进去 他不经意戳了一口小酒 只见裴十四漫不经心低谋看向他 那哥哥当年怎么什么都没有收到 让他以为小青梅讨厌自己 所以多年来都不敢轻举妄动 李九小声嘟闹着 我怎么知道啊 裴十四又贴到了李九的耳边 难道是要表白吗 很遗憾此时酒瓶不识趣地指向裴十四 裴老师终于轮到你了 该死的酒瓶你就不能帮个忙吗 女孩醉酒后居然叫死对头哥哥 甚至还想将他占为己有 裴十四微微撩起眼皮 无奈回到游戏桌上 还没等到大火发问 他毫不犹豫拿过卡牌抽了一张真心话 比起其他嘉宾的问题 裴十四的问题显然清水很多 目前收到过最珍惜的礼物 他温柔看向李小九 情书 只见一旁的李小九似乎喝酒上瘾了 小口小口戳着酒 脸颊上早早泛起了飞红 甚至忘记了他那该死的渣渣酒量 下一轮酒瓶再次转到了裴十四面前 裴十四依然选择真心话 目前为止最遗憾的事情 裴十四漫不经心笑了笑 八年前 没有收到他的情书 直播间粉丝们一下就炸开了锅 实锤了 看上去两条信息量不大的问题 叠加起来变向星子坠海 连一起无数圈波澜 眼看时间不早 裴十四建议导演游戏该结束了 大咖发话导演哪敢不从 于是让众人散场各自休息 把裴十四叫到了一边谈话 大家陆续回房 客厅归于寂静 但只有李九偏偏没动静 他软啪啪坐在那 抱着玻璃酒杯 漂亮的像个瓷娃娃 裴十四回头看着李九酒醉的模样 居然按捺不住的心动 他小心翼翼靠近李九 小九儿 听到声音李九扬起红扑扑的小脸蛋 裴十四那张顶级神颜的脸 撞进了他的眼眸 毕生软弱的哥哥从李九的嘴里蹦了出来 十四哥哥 他微醺的眼眸里略过一丝迷离 伸手戳了戳裴十四帅气的脸蛋 裴十四被叫得一身骨头都酥软 他温柔看着眼前可爱的小猫咪 薄唇微勾 小九儿只是又喝醉了 直播间已然尖叫声一片 哇去 李九酒量芥末差 而且醉酒的李九好可爱 哦 好像咬一口 下一秒只见裴十四抬起李九的下巴 将唇弹贴近了李九的唇 带着潮衣的呼吸暧昧撒在他脸上 小九儿真的不把哥哥当男人了 难道真的要逼哥哥把持不住轻死你 被裴十四这么一撩 李九浑身骨头都酥了 耳根软的让他缩了下脖子 痒 他摇晃着身体站了起来 去哪儿 过来 李九最迷糊了去了半天 也没说要去哪儿 到十四哥哥这儿来 男人深邃的眼神 棱角分明的五官 还有线条流畅颈部下的锁骨 真的好漂亮 好性感 李九有点忍不住想上手 暗恋多年的小青梅突然要到男人的被窝里探险 男人果然把持得住吗 李九醉意迷离 十四哥哥报 直播间观众今天恐怕要得糖尿病 卧槽 这是给他们蹲到的什么神机醉酒疗惹的高甜撒糖名场 裴十四迟疑了0.08秒 再次跟李九确认 真的要哥哥报 说实实那是快李九已经一整个人挂在裴十四脖子上 嗯 要十四哥哥报 面对小青梅难得的头怀送抱 裴十四没有马上伸手 竟然看向了扛着摄像机的摄影师 请他靠近一点点 随后指着摄像机镜头 来 看这儿说 要什么 文言李九毫不犹豫上前对准镜头 乖巧地望着镜头 又说了一点 要十四哥哥报 他醉眼迷离的眸光始终落在裴十四的锁骨与猴结上 那眼神像极了小奶郎捕捉了猎物 裴十四性感情笑着 行 下一秒镜头忽然黑了 只见他随手从沙发上拿起一块布并盖上了摄影机 摄影师一脸猛逼 正想去摘下布的时候却对上了裴十四透着点野性的膜 今天直播就到这儿 直播间的观众嗷嗷叫 直播还没看过影 摄影师不敢忤逆裴十四 可又觉得接下来的画面如果播出 肯定大爆特爆 他冒着被裴十四刀的风险 扯着不试图将镜头露出些许 直播间的观众死死盯着不敢有一些懈怠 终于在一条缝中看到了裴十四温柔抱起李九 只见李九将粉扑扑的小脸蛋埋在了他结实的胸膛 卧槽 太甜太好嗑了 然而惊叹刚出 镜头又忽然黑屏了 摄影师挣扎失败 裴十四让他关了机 不能太过火 毕竟我家波斯猫宝宝要脸 李九奶软蹭着裴十四的胸膛 他抬眸酒后的唇有些微热 连呼吸也有点烫人 他近距离盯着他性感的喉结 一时没忍住摸了上去 裴十四顿时身体一僵 喉咙滚动了下 别乱摸 裴十四伸手握住小色猫的爪子 随后裴十四将这只小色猫抱回房间放在床上 他细心为他盖上被子 怎料下一秒李九突然抱着被子坐了起来 十四哥哥 我今晚可以去你的被窝里探险吗 裴十四心底一颤眸光略过一抹紧张死死盯着小醉猫 只见他脸蛋泛着少女粉 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自己带小背脊 保证不会抢哥哥的小背脊 此刻暧昧氛围瞬间升级 裴十四沉默了半嗓忽然轻笑了一声 随后朝李九压了下去 下一秒他鼻尖抵上李九的鼻尖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顶流影帝的初吻被醉酒女孩夺走 他却高兴到大脑和麻痹 李九乖乔舔了舔唇 却诱人的模样 让裴十四忍不住想一亲方泽 裴十四松了松衣领 性胆的锁骨更显露无遗 你现在这样 是想勾得哥哥淡尽两绝吗 李九将自己裹进被子里 我只有小背脊 没有子弹可以给你 裴十四无奈笑了笑 没有子弹 不是有情书吗 你不是问过哥哥 等你攒满一瓶子星星 是不是就真的会栽在你手里吗 那哥哥现在回答你好不好 李九听得入神 也似乎没听 我栽了 早就栽得彻底了 所以小九儿能告诉哥哥 哥哥还有机会吗 李九呼吸一顿 脑瓜子嗡嗡的 啥也没听清 只见眼前男人眼眸里 竟是深情起来 他不经骨头都跟着肃软了下来 只见裴十四修长的指尖 划过李九的红唇 性胆低迷的嗓音再次响起 还喜不喜欢哥哥 这回李九终于听明白了 这个帅气的男人 问他喜不喜欢他 李九扬气粉扑扑的小脸蛋 眨巴着圆溜溜的猫毛 盯了男人拜扇 裴十四 死对头 他连忙将小脑袋扭了过去 躲开裴十四的手 不喜欢吗 裴十四眼神里透露出了失望 行 他紧紧攥着双拳缓缓坐直了身体 随后自嘲轻笑 我就不该问 正当他想准备要离开之际 便见李九伸手扯住他的衣领 下一秒他感觉到 唇弹突然掠过一丝温软 酥麻的电流穿过他的身体 裴十四低眸看向李九 脑海瞬间一片空白 甚至没反应过来 刚才那个触不及防的吻 就听到最眼惺忪的李九轻声道 不过 也好像还有一点点喜欢 不知道是酒意 还是今晚被翻出来的青春记忆 让他想冲动一下 随后他松开了裴十四的衣领 娇羞地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 只有一点点而已哦 裴十四唇半上的温热触感还未消散 见床上害羞的小波斯猫 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李九借酒偷亲的事实 他吻了他 他主动吻了他 裴十四难掩内心的欣喜 耳畔还不适回旋着李九的那句话 有一点喜欢 心想一点就够了 剩下的九十九点开来 于是他俯身回应了李九的吻 是那么热烈那么暧昧 那一夜空气里弥漫的全是粉红气息 有没有宝子跟我一样想知道 李小九醒来会不会嘎死 女孩醉酒偷亲了男人 男人期待女孩醒来给他名分 结果女孩却断片了 四日早上李九醒来 又是神清气爽的一天 此时直播已被重新开启 李九揉着心松睡眼抬眸 瞬间对上了早早就上班的摄像头 吓得他卧槽都出来了 他用被子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 尽管他极力回忆着昨晚的事 却只一期记得直播真心话大冒险 应该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呵呵呵 确实没有 你只是对你的十四哥哥撒了娇 偷亲了人家 不过分 完全不过分 只见李九掀开了被子 火速低头瞄进被窝 确认了自己穿着还算的体 他坚信自己没干什么坏事 变客后李九打扮精致走下楼 此时陆幽坐在吊椅上刷着视频 看到李九立即打招呼 九九早呀 李九抬眸抛了个媚眼 早呀 陆幽的小心心瞬间被他塑化 裴十四正坐在沙发上削苹果 看到李九他抬眸看去 桃花某里样着星星 早啊 李妹妹 一早就这么有 够炒两个菜了吧 李九根本没搭理他镜子走进了厨房 他打开冰箱想喝杯牛奶 结果发现平时放牛奶的冷藏阁里 竟然空空如蚁 奇了怪 李九小声嘟囔着 正想转身之际 一道修长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映入眼帘的是男人那微微凸起的锁骨 勾着股性感与蛊惑的劲儿 李九愣了一下 你干嘛 只见裴十四拎着一盒牛奶 再找这个 李九伸手准备去拿 但裴十四却忽然将牛奶举得高高的 手短的小波斯猫扑了个空 裴狗 你别逼我咬死你 李九快到炸毛边缘 却听到低迷性感的笑音响起 裴十四俯身凑到李九面前 鼻尖几乎贴到他脸上 李妹妹昨晚还这么乖巧可爱 今早怎么就对哥哥发脾气呢 他的音调里竟是撩人的勾魂 撩得李九心里一阵酥麻 裴十四 你又吃错药了吗 基本可以确诊他最近不正常 裴十四神情复杂看向李九 我吃错药 李妹妹该不会不记得 昨晚怎么求十四哥哥抱抱了 李九顿时瞳孔地震 连忙后退了两步 见李九完全不记得昨晚的事情 裴十四有点小失落 心想这小猫咪该不会要耍赖吧 小九儿真真不记得 李九阵阵有词 虽然本小姐酒量有限 但见到你最多想念了你 绝对不可能做别的事 还有直播间几十万只眼睛盯着 你可别想诺我 直播间呜呜呜笑导一大片 有没有可能裴影帝说的才是真的呢 由此可见小九儿玩完全全断片了 既然如此裴十四也只能出杀手锏 只见他打开手机表示 让李九好好回忆回忆 手机里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出 十四哥哥 李九瞬间尴尬到能抠出十个埃菲尔铁塔 小渣猫 每次勾了哥哥就不负责任了吗 李九眼睁睁看着裴十四拿出手机 满心以为肯定无事发生 结果输进骨头里的嗓音却忽然响起 十四哥哥 李九头皮几乎瞬间就炸了 立即伸手将裴十四的手机抢了过来 便见自己傻呵呵对着镜头仰着脸 朝裴十四张开双手 要 要抱 要十四哥哥抱 李九只觉得掌心烫手 立刻将手机扔了出去 他下意识否认 那人不是我 我不认识他 倔强地离小九猜测 视频必定是歹人有意合成的 是你和狗导演联合起来整我的 我绝对不会伤到 说罢傲娇撇过了头 直播间观众朋友对李九这波耍赖操作 也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明明暗恋裴十四就是不肯承认 裴十四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到嘴的波斯猫又飞走了 不过裴十四似乎早料到李九的反应 即使录了他犯罪证据 他还是不肯承认 更别提全世界都知道掐PP的内网了 所有人都以为是李九倒贴的他 殊不知 那晚是他得知李九要去跟野男人相亲 按捺不住醋意跑去现场蓄意勾引 只可惜酒吧那段狗仔没拍到 只拍到掐PP那段 李九极力否认并表示现在AI太发达了 更何况也没证据证明就是我本人 你要相信我 裴十四无奈嘖嘖了两声 小渣猫 怎么每次勾了哥哥都不知道负责的呀 直播间弹幕飘满了每次 果然抓重点还得观众 此时陆幽全程手拿剧本磕糖 好甜好上头啊 李九恨德雅痒痒又不敢动眼前 这只胡乱开屏的花孔群 只想警报他现在直播中 别乱说 就在此时碰 好痛啊 一声娇称的声音传来 原来是苏妖精故意撞上茶几边缘 见状圣浩连忙过去扶他 关心他 怎么了 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啊 下一秒圣浩立马抱上苏妖精大腿 你受伤 我会心疼的 这两人演的那叫一个游命 而苏妖精觉得那是甜蜜 毕竟他不惜自残就是为了博眼球 让观众也看看他和盛浩如何发糖 李小九出了名剑茶高手 只见他笑得有点诡异凑到苏妖精身旁 不好 有味道 苏妖精一脸茫然 什么味道 心想一直都坚持身体管理 怎么会有异味呢 随后李九勾唇冷笑 虽然身上喷了茉莉花味的香水 却也掩盖不住茶味 苏妖精背对的头都快冒烟了 直播间观众早就看出了苏妖精的伎俩 称赞李九太懂事了 直接拆穿 然而这时别墅门铃响起 工作人员又送来了任务卡 陆幽接过任务卡读了起来 大概意思是综艺最后一晚 节目组为恋人们准备了浪漫的塞纳和夜游传晚宴 陆幽变星期年 好激动 这活动听起来就很浪漫 裴十四也揽谋逆着任务卡 请各位嘉宾盛装出席 但是为考验恋人们的升温指数 晚宴前我们将进行一个默契测验 一向敏感的李九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台谋问道 什么默契测验 一线女明星梦寐以求的高定礼服 在十八线湖开眼里竟是家常便饭 李九有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默契测验 突然蒋风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进来 快问快答 测试恋人间对彼此了解程度 李九头疼 果然没猜错又是这个老六 此时陆幽小宝贝慌的一匹 看向被他一望已久的持幼 感情他全程都在磕CP而不是除CP的 对持幼的了解几乎是零 直播间的观众们早早就嗅到瓜香 纷纷坐等吃大瓜 李九漫不经心了起眼皮 瞥了一眼蒋风 从李九的小表情上看不出一丝紧张 毕竟青梅竹马 陪诗四从头发撕到苦茶子 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决定了瞎答 怎料蒋风似乎早早就猜到李九的小心思 他立马补了一句 答错的要罚一杯酒 听到这渣渣酒量的李九眼睛瞪得闭嘴巴大 一杯 我一滴酒就到 蒋风再次补刀 不许剃酒 李九无奈暗暗想也只好佩服 此时裴十四薄唇微勾凑到李九耳边 故意拖着懒鹰逗他 罚喝酒啊 昨晚某只小醉猫 李九立马捂住裴十四帅气的大嘴巴 差点就表演个现场把孔雀毛 裴十四 再说一句 我一定掐死你 下一秒裴十四拿开李九的小爪子 肆意散漫青笑道 掐屁股 小波斯猫这回真的炸毛了 弹幕里瞬间哈哈哈哈笑成了一片 直呼经典作品掐屁股是过不去 苏妖精见李九和裴十四的亲密互动恨得快的红眼币 立马转移话题 那赢得有奖励吗 当然 蒋风点了点头 表示晚宴女嘉宾的礼服 由男嘉宾进行挑选 蒋风把三本时装册丢在茶几上 分别是高定峰 奢华峰和普通峰 具体选哪个档次就看大家的默契度了 苏妖精好奇拿起了高定峰 高定珠宝瞬间亮下苏妖精的太和金狗眼 苏妖精有些不敢置信 又往后翻了一页 便见到还有著名服装品牌优弱的女装高定 下一秒晚上圣浩的手臂 阿浩 我好喜欢这套优弱的礼服 圣浩自信笑道 没问题 我帮你赢 那些个破烂小品牌我也看不上 我的小心单当然要拿到最好的 苏妖精快高兴到何不拢嘴 阿浩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 李九直呼救命 这游的吵得满汉全息都够够的 就在此时裴十四勇敢性感的声音在李九耳边响起 你二哥设计的裙子 不想要了 李九耳根顿时酥软 感觉全身都有电流穿过 敏感摸了摸受到一点伤害的小耳朵 我想不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李九二哥黎少雁就是优劳总裁兼首席设计师 明明是顶奢品牌 却从不公开发售 原因竟是因为设计的裙子全是送给李九的 那些年时装发布会上展示过一次就去向不明的高定裙子 全都在李九的衣柜里 裴十四双模样的笑意和宠蜜看向李九 想要的话 十四哥哥帮你赢啊 说着他躬身贴近李九的脸 毕竟小九儿全身上下 没有什么是哥哥不知道的吧 引流影帝的隐私要被女孩爆料公开 他却没有一丝紧张反而很期待 逼迷蛊惑的嗓音在李九耳盼回荡 小九儿浑身上下 没有什么是哥哥不知道的吧 退退退 花孔雀泥揍开 李九当场炸毛反驳道 要不是蒋峰那个老六发喝酒 我才不会配合你 蒋峰一脸小无辜看向李九 看看看 我明明就是十里红装CP的爱情保镖 什么老六 你才是老六 随后蒋峰宣布游戏开始 率先上场的是悠悠陆明CP 陆幽直接摆烂 答题什么的反正就不会的了 喝点酒还是扩以低 持有点头回应 可以 这么一看两人还是配的一脸 接下来两人将毫无默契发挥的理由尽致 吃瓜网友笑的头都快掉 直呼悠悠陆明是塑料CP 陆幽懊恼揉着头发 要是考我十里红装的糖我肯定满分 接下来的是好塑CP的挑战 塑妖精为了报警圣号大腿 这段时间就没少舔她 将她的喜好摸得一清二楚 因此两人答题非常顺利 蒋峰宣布两人得分 十题答对六题 后面的朋友要有危机感忧 蒋峰不夸好意看向裴十四和李九 最后一对十里红装CP 李九争大明亮美丽的猫猫逆向裴十四 裴十四 你不会为了让我喝酒故意乱打吧 裴十四以为不明笑了笑并往沙发一靠 是个好主意啊 毕竟某只小波斯猫醉酒后 又乖又会撒娇 还缠住我喊十四哥哥 不如李妹妹再喊一声哥哥我听 那哥哥就考虑下帮你躲个酒 此刻李九似乎被裴十四拿捏得死死了 李九就恨小雪打得过他的时候没弄死他 此刻蒋峰幸灾乐祸掏出提问卡 李九的生日和星座分别是 11月7日天蝎座 裴十四的生日和星座分别是 11月23日射手座 直播间的观众开始八两人的共同点 十四跟十四 九对九 九跟十四一起倒过来就是四一九 哇去 这简直天造地设一顿啊 李九最喜欢的颜色 白色 裴十四的幸运数字 九 这些某度百科都能找到答案的问题 那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好家伙够够嚣张的 讲风不服上硬菜 裴十四的铺鸡有几款 内裤什么尺寸 喜欢穿三角的还是平角的 以及什么颜色 哈斯哈斯 李九顿时整个人都骂了 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讲风开始计时 请两位在一分钟内作答 直播间直接就躁动起来了 这导演能处 这些问题我爱听 观众们都只愣起耳朵 近代李九答题 倒计时三十秒 讲风死亡般催促 回答不上来就三杯酒 李九顿时头皮发麻 看向裴十四 虽然问的都是裴十四的隐私 但他似乎很高兴 并不在意被曝卦 漫不经心笑了笑 看我做什么 想让哥哥帮你作弊啊 下一秒裴十四 直接凑到李九耳边 小九不都知道答案吗 女孩居然连死对头的 裤衩子吃马颜色都知道 却不知道自己 夺走了他的初吻 裴十四凑到李九耳边 小九不都知道答案吗 就在李九惊慌失措之际 蒋风这个魔鬼 已经准备要倒酒了 倒计时十秒 比起酒后失态 李九更愿意当场射死 他连忙摆手 让蒋风放开那个酒瓶子 下一秒只好硬着头皮 给了裴十四一个眼神 两人一口同声作答 八块 大号黑色平角 刚回答完问题的李九 即便没有沾酒 也觉得耳间灼烧 羞涩感直接从脚趾 冲上了天灵盖 直播间再次炸翻天 天啊撸 李九居然这么了解哥哥 相关话题也直接冲上 热搜前三 只见李九害羞到无鱼子 只想找个洞洞钻进去 但是这才拿到哪 蒋风继续趁热打铁 抽出更劲爆的问题卡 入住心动别墅后 二位的初吻还在吗 李九眼里尽是疑惑 他眨白的大猫眸 看向蒋老六 这个问题浅踩的时候问我 当时他俩都回答了还在 期间又没发生过别的 为什么会不在 裴十四沉默了半赏 才缓缓抬眸逆向蒋风 你确定是这个问题 直播间大部分观众 也觉得没必要问同款问题 但是还有小部分机灵鬼 直接就误导问题的真谛 坐等吃大瓜 蒋风非常笃定 最后一个问题就这个 不如二位将问题拆开来回答 随后不怀好意笑道 第一问 入住心动别墅后 裴十四的初吻还在吗 李九想都不用想回答 再 但另一道低迷性感的嗓音却说 不再 李九瞬间瞳孔地震 便见裴十四毫无波澜 一脸人出无害的模样 李九沉默了0.08秒 用来消化此劲爆的消息 最后还是没忍住问裴十四 你的初吻呢 裴十四没有回答 只是笑嘻嘻看着李九 仿佛在说 你说呢 然而此时蒋风继续追问 第二问 李九的初吻还在吗 李九对这个问题更加确信 再 却又听到另一道声音 不再 李九再次傻眼 不敢置信瞪大猫猫 有头看向裴十四 我的初吻呢 卧槽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两人初吻同时消失 这还没有猫腻 这还不是唐 李九大脑嗡嗡的 觉得裴十四就是坑他 故意想灌他酒 二位 看来这两个问题中 你们有人回答错误 说吧 蒋风将酒推了过去 李九瞬间头皮发麻 正当他想质问裴十四 什么时候之际 就听到他懒卷轻笑着夺过酒瓶 我自罚 下一秒他将酒一饮而尽 李九的视线也落在他性感滚动的猴结上 心跳像是露了半拍似的 不宜会裴十四干了整整一瓶酒 并撩起眼皮蜜向蒋风 够了吗 十八线女星身穿高定礼服经验全场 看得小迷妹直呼要抢回去当老婆 蒋老六本打算让李九和裴十四个罚一杯酒 没想到裴十四独自干完了一瓶酒 眼看裴十四眼神能刀人 蒋老六也只好直接宣布默契大考验结束 十里红装CP第一名 拿到高定礼服选择权 与此同时裴十四爆料李九初吻已不在的话题大绑热搜 裴十四亲口承认两人初吻已不在的事 力度堪比他亲自官宣 各大媒体账号开始深八十里红装的感情细节 甚至还有人敢大胆实锤两人真的在谈 说实时那十块圣号和持有已经开始旋理服务 然而李九从刚才到现在都是蒙圈的状态 他还在想自己的初吻什么时候丢的 心想或许是裴狗故意搞他的 不过这种事明显对他的事业影响更大 李九神情复杂看向裴十四 裴十四也留意到他炙热的小眼神 于是缓缓撩起眼皮轻笑道 小九儿怎么这样看着哥哥 没什么 李九不自在收回了视线 果然不能跟花孔雀对视 他有毒 裴十四性感低迷的声音继续响起 响起来了 李九只觉得耳根发痒 浑身酥麻过电 他压根不知道该想起什么 他鼓起勇气再次看向裴十四 只见他正在直勾勾看向自己 眼里尽是笑意和宠物 李九此时脑海里忽然浮现了一个让他心惊的想法 裴十四难道暗恋我 自信点把难道去掉 李九害羞的想把自己藏起来 怎么又会有这种不靠谱的想法 接着他有点羞愤反驳裴十四 我应该想起什么事情吗 裴十四太了解这只小波斯猫 每回酒过量必定断片 他是真的没想起来 下一秒裴十四又贴到他耳边 不过我建议你 最好还是再仔细想想 话音刚落 李九感觉整个人都要素掉渣 就见裴十四起身 去跟蒋风要高定时装侧子 蒋风再次提醒 各位尽量搭配成情侣装 随后你嘉宾回到各自房间等待 李九回到房间后 把自己藏进了没有摄像头的浴室里 毕竟他不想直播间的小可爱们 瞧出自己那按了不住的心动 很快传来了敲门声 工作人员送来了优优的高定礼服 一条抹凶款式的 酒红色流金玫瑰礼裙 高贵优雅又不适性格 不得不说裴十四眼光还不错 片刻后李九提着大裙板缓缓下楼 礼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风情万种 裴十四紧随其后一身酒红色吸附登场 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性感与蛊惑 众人刚刚还沉浸在李九的美色中 现在看裴十四不惊眼睛都看直了 便见裴十四薄唇微勾朝李九缓缓走去 小九儿刚平复的内心又起了波澜 甚至都不敢直视他的十四哥哥 花孔却想跟波斯猫谈恋爱 怎料波斯猫直接炸了毛 花孔却却开心的像个二百斤的胖子 李九看着眼前骚里骚气的男人 居然不好意思直视他的眼睛 裴十四低谋逆向李九 怎么样 哥哥好看吗 李九脸上莫名泛起了少女粉 惶惶回应男人的眼神 还行吧 下一秒 裴十四公身贴近李九伸手 点了点他高挺的鼻尖 既然这么缠哥哥颜值的话 要不要考虑下 跟哥哥谈恋爱 李九头皮瞬间发麻 心里那埋下的小种子 当冒出鲜嫩的绿芽就又被猝不及防的敖断 他立马揪住裴十四的耳朵 你做梦 谁要跟你谈恋爱了 裴十四只是笑了笑 性胆低迷的笑音无意间还拨动了李九的心弦 李九立马领起大群摆慌乱逃离现场 裴十四慢条斯里直起腰身 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勾了勾唇脚 陆幽看着两人有爱的互动早早已刻躺上头 半小时后到达塞纳河畔 素妖精磨蹭着不肯下车 很好看 我的心肝 来自游腻男生号的劝说 乖 下车 再闹我可就不给你买你想要的包了 最后素妖精只能硬着头皮下车 下车那一刻满屏的芭比粉 简直亮下了小可爱们的眼睛 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素妖精看了看李九 气得后牙槽都要咬碎 欢迎大家来到塞纳河畔 蒋风穿的人木狗羊拎着大喇叭走出来 夜幕降临后 大家将会在奢华游轮上度过浪漫的夜晚 天黑之前咱们将进行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李九现在听到小游戏都有阴影了 蒋老六肯定不安好心 于是不满直接反驳 又是什么老六游戏 文言蒋老六就不愿意了 那是帮你们爱情升温 等你俩收官开始谈 早晚会感谢我的 吃屁板 我才不会跟死对头谈恋爱 哈哈哈哈 李九嘴好硬 迫不及待想看李九打脸 蒋风接着宣布 游戏就是恋人们手牵手 共同爬上埃菲尔铁塔 一小时内成功登顶今晚才能登上夜游船 听到一小时 李九露出死亡微笑 讲导您老人家亲自试过登顶要多久了吗 蒋风一副礼不值气还壮的模样 没有 不过大家不想爬的话 可以在贴塔下拍轻易贴贴合影作为登船门票 要么登顶要么拍贴贴合影 两件事都踩在李九的底线上疯狂蹦顶 李九咬牙切齿看向蒋风 你确定 蒋老六这个小剑剑调了调背 你打我呀 看着两人互对互掐 裴时四扑吃笑出声 李九回眸给他一个眼神杀 你还笑 你试试一小时能不能登顶 裴时四带着他迷人的笑容表示 哥哥选择拍照 此时李九露出了不明所以的微笑 想必此刻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打算 他再次跟蒋老六确认 是不是不登顶不拍照就不能上船 蒋老六非要搞事情 没错 集体活动禁止缺席 李九眼牟里泛起了一丝丝邪魅 我没打算缺席 虽然上不了你的夜游船 但我们去别的邮轮上半晚宴也可以吧 快了快了 小九儿的马甲快掉了 李九眼牟里样着笑音 虽然上不了你的夜游船 但我们去别的邮轮上半晚宴也可以吧 蒋老六顿事傻眼 另一边苏妖精和盛浩一唱一鹤 调侃李九矫情 不愿意登顶 直播间炸出一波苏妖精的脑残粉 拼命夸苏妖精踩李九 李九撩起眼皮像看傻子一样逆向两人 你们这么有信心 你们去爬就好了 我带他们去别的邮轮 举办一场新的晚宴 盛浩瞧不起李九对道 你以为自己是顶级富豪啊 有私人邮轮 李九勾唇笑了笑 巧了 本小姐就还真的有了 盛浩不依不饶 非想从李九身上找优越感 我盛家都没有私人邮轮 你一个十八线小胡咖 怎敢口出狂言 此时裴十四脸色突然暗了下来 他给盛浩送去了一个冷冷的眼神 盛大少墨不是觉得 你盛家在云京可以支手遮天 盛浩对上裴十四那灵力的 双眸不惊身体一颤 接着死要面子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怎么 是你们这些出身平凡的人破防了 卧槽 盛浩太他妈普兴了 见李九漫不经心撩了撩烟尾 那就请盛少和苏女士 好好享受攀爬埃菲尔铁塔的夜晚 恕我不奉陪 裴十四薄唇威勾满眼宠溺 看着李九 听我们家领导的 陆幽也立即表示 跟李九走 当然持有也只好选择入列 盛浩被气得咬牙切齿 我们也不爬 我跟我家新店拍合影 我愿意 苏妖精叫修道 于是两人腻歪着去拍照 讲风神情复杂看着李九 你不去 你真的不打算去 心想这小妖精 到底又要整什么妖蛾子 李九很肯定回答不去 随后他拿出手机 清脆悦耳的法语响起 谁也不知道他在说啥 挂断电话后 他让大家稍等天客 很快他的私人邮轮就来了 直播间观众开始 巴李九的真实身份 更有一部分人 还歪歪他棒上金主 另一边苏妖精 和盛浦信拍完合照 拿到了船票 有意无意嘲笑道 九九 你们慢慢等了 我们先去享受浪漫晚餐了 随后两人手牵手上了邮轮 伴随着夜幕降临 冷风徐来 向来怕冷的李九不禁打了个喷嚏 就在此时 裴十四脱下了他酒红色的西装外套 披在李九肩上 穿上 李九回眸看了他一眼 傲娇地捏了捏西装外套 我不用 不用 裴十四躬身缓缓凑到李九眼前 小九儿 前几天才着过一次凉 现在却说不用哥哥的外套 是想再感冒一次 心疼死我吗 这话孔雀说的是什么鬼话 小九儿为了让我死 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谁想让你死啊 倒是你胡乱开瓶 我才会被你的女友粉掐死 不过他什么时候着凉的 转念一想 他想起来了 千锁链那天 他为了不跟花孔雀一起洗澡 事后洗了冷水澡 就凭他当时那一丢丢的鼻音 没想到裴十四竟然能细心发现 李九抬眸看了看裴十四心中 又产生了疑问 他为什么这么关注我 当然是喜欢你啊 小九儿 女孩随便一挥手 顶射邮轮就为他停靠 众人却以为他装杯装过了头 殊不知他是隐藏的豪门大小姐 傲娇的小九儿最终 还是勉为其难接受裴十四的外套 裴十四散漫轻笑了声 满心满眼尽是宠命 陆幽小宝贝直呼 家人们我磕到了磕到了 时又无奈选择沉默 时间逐渐流失 夜色更浓 四人仍站在岸边等待李九的四人游轮 李九到底行不行啊 就在弹幕争吵不休之际 嘟嘟嘟 气笛声传来 一艘顶舌游轮缓缓靠近 李九眼尾轻翘 来了 闻言众人朝着李九的目光望去 哇哇哇 一声声惊叹声响起 只见游轮高达六层 外观是浪漫的奶白色 最顶层是露天法式花园 就连直播间观众都被惊诈了 卧槽卧槽 影射游轮了 节目组那艘小破船简直驯爆了 随后李九向游轮招手示意靠爱 在小游轮上看到这一幕的圣号只觉得李九疯了 当这种游轮是出租车 招手就停了 大部分人都跟圣号一个想法 可就在此时 游轮真的掉头朝这边驶来 船上的一位船员用流利的华语热情向李九打招呼 嘿 李小姐 陆幽一脸迷茫 久久 别告诉我 这就是你叫来的游轮了 是他 就是他 这是我的私人游轮 希望今晚大家玩得尽兴 陆幽瞬间舌头都打结不可思议看向李九 你的 私人游轮 观众跟陆幽的反应也是一模一样 不可能 这顶射游轮绝壁不是李九的 看他装到什么时候 键盘侠当真不见棺材不落泪 直到游轮彻底靠岸 船上下来了数名西装打扮的保镖和服务员并熟练站成了两排 随后整齐鞠躬喊道 欢迎大小姐 陆幽下的眼珠子都快滚出来 这是什么偶像剧剧情啊 久久 你该不会是什么隐藏的附加千金吧 李九邪妹笑了笑 万一还真的是呢 随后大家在船员的指引下准备登船 各位请 没见过如此大场面的陆幽一脸紧张 怕是误入了什么大佬地盘似的 时又提醒他多吃少说话 李九长款礼服登船总有不便 服务声上前帮他拎裙摆 却听到一道低迷性感的嗓音 我来 看到那金贵的身影 船员愣了一下 陪上 但陪十四给了他一个晋升的首饰 船员机智反应过来没有出声 陪十四弯腰牵起李九的大裙摆 伺候我的大小姐登船录 李九顿势头皮发麻 浑身过电 脸红得厉害 随后傲娇的他立马扭头 不就登个船吗 谁要你花孔雀伺候啊 话音刚落他连忙逃走 但陪十四并未松手 拎着裙摆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 还不忘提醒他慢点走 片刻后大家顺利登船 蒋老六至今还是懵的 他在顶射邮轮里甚是不自在 最终忍不住向船员发问 这个私人邮轮真的是李九呢 要不然还能是谁的呀 见蒋老六一副不愿意相信的模样 船员指了指旁边的白色标签 你去看看吧 此刻直播间又炸开了锅 太细节了 传号而代表姓氏 后面分别是他的生日107和名字的谐音酒 大代有人猜出了他是云金四大顶级财阀黎家千金 但是黑粉却觉得李九为装备下了血的 就在网上炒的热火朝天之际 陆幽看着餐单眼珠子都不会动 仔细看着不是静止画面 随后他小声问持佑 你确定我们能多吃少说话 李其林三星谁敢随便吃啊 持佑同款精呆表情 李九上前询问二人点好餐美 还是看不懂 陆幽连忙白手 不不不太贵了 吃不起 李九瞬间觉得陆幽有点可爱笑了笑 别担心 不要钱 陆幽内心of 真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 家人们谁懂啊 米其林三星居然可以免费吃 影流影帝故意醉酒撩妻 多年暗恋逐渐浮出水面 李九发话了 米其林三星随便吃 见陆幽和持佑一脸猛圈 于是李九只好自作主张给两人点餐 李九悦尔的法语再次响起 第一次现场看李九标法语陆幽小弥媚不禁感叹 九九你说法语的样子实在太迷人了 我都要爱上你了 直播间观众又一次被李九蛰伏 直呼李九太强了 妥妥的就是附加千金 点完餐李九表示不太饿 转身就走 片刻后李九来到游轮底层 便见一道懒卷的身影坐在他心爱的秋千椅上 裴十四端着酒杯 欣赏着美丽星空 在星夜笼罩下他更显妖孽 随后他听到脚步声并抬眸看剧 来了 只见李九拎着裙摆走到秋千椅旁 小声嘟囔了句 你怎么又喝酒 上船之前才灌了一瓶酒 酒界难道就上来了 裴十四薄唇微勾 怎么 担心哥哥了 傲娇的小九儿才不承认担心他 只见他随手将身上的外套扔给他 裴十四立马抬手接住 威风拂过 外套上隐隐是李九身上的玫瑰香 随后裴十四紧紧抱住外套 像是抱紧李九似的 嘴硬心软的小波斯猫 直播间粉丝更确定 裴十四对李九的昵称就是小波斯猫 很甜很上头 李九一脸羞愤看着他 谁心软了 我是怕你醉了要我扶你回去 而且已讲老六的妙性 肯定要把握机会 给我俩又整一出贴贴大戏 裴十四笑得有点诡异 那也是 李九莫名松了口气 并起身去找留在花园里的画家 却听到裴十四说 那哥哥今晚得多喝点 你说啥 风太大听不清 李九回头送去一个眼神沙 你敢多说一句就暗杀你 可裴十四以撩气为乐 毕竟能跟小九儿贴贴的机会不多 哥哥得把握住 说着裴十四又抿了几口红酒 本来就妖孽的脸 在夜色下更显性感 这回李九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花孔却又在乱开瓶了 啊 身紧冰 不过他忙着帮画家 懒得搭理他 随后裴九熟练将画家搭了起来 颜料也摆了出来 直播间的黑粉那是羡慕人家李九多才多艺 非得说点难听的话恶心人 下一秒李九坐在画家前 格外安静甜美 像极了星夜里的美人图 裴十四瞄了他一眼 便见他纤细的玉纸支起画 说时迟那时快 裴十四已经来到李九身后 画什么呢 傲娇的小九儿轻哼一声 反正不画你 家人们 李小九这是此地无垠了 裴十四漫不经心笑了笑 注视着眼前这位暗恋已久的女孩 就这样和谐又美好的画面 真希望一直都有 女孩从今暗恋的竹马哥哥跟他深情告白 怎料他直呼哥哥有病还落荒而逃 李九认真作画的画面都不提有多美好 星夜灿烂 美人再办 裴十四你最幸福了 经过七七四十九道工序 李九的矿饰剧作完成 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他的画价 映入眼帘的竟是塞纳盒上的星空 直播间的粉丝惊叹道 姐姐尊都什么都会有 裴十四不知道何时起身 来到了画价前 长节微锤看着油画 梵高的风格 哦呜 这花孔却深藏不露啊 懂这么多 裴十四懒懒笑了一声 毕竟我家小波斯猫是学这个的 我特意了解下小女朋友的喜好 应该不过分吧 哦 裴十四有意无意的表白 磕封了直播间的CP 然后刚才还优雅娇贵的李九 听到这番话却忽然炸了毛 谁是你家的小 小女朋友 李九极力要求裴十四还她清白 一个恋宗不要演的跟真的是 裴十四笑笑不说话 就看着小九儿嘴硬道 见裴十四没啥反应 李九小机灵鬼迅速转移话题 要不你来分析分析这幅画了 裴十四凑到画架前认真审视着 樊高有个作品叫《罗纳和尚的星夜》 888 裴十四分析的头头是道 你再学这幅作品吧 性感蛊惑的嗓音不断在李九的耳旁响起 李九只觉得浑身酥麻 没来得及反应 就听到裴十四一声懒懒的笑 不过更值得提的是 我家小九儿画的可真棒 极为醉人的红酒味 营绕在李九的鼻息 李九受不了疯狂尖叫 退退退 裴十四 拜托你了 不要随便乱开评 裴十四饶有兴致看着李九 嗯啊 哥哥尽量 李九白皙的脸早早染上了少女粉 裴狗 你这样子会让我误会你暗恋我的 小九儿下意识说出了心里话 本以为会被裴十四嘲笑 怎料他竟说 万一是真的呢 李九瞬间浑身酥麻 便流从脚尖冲上了天灵盖 脸蛋爆红 慌乱喊着有病啊 就领起群膽落荒而逃 身后传来了更愉悦的笑声 裴十四将杯中余下的酒一饮而尽 随后小心翼收起了李九的作品 恐怕要带回家珍藏起来 另一边盛普信和苏妖精 在豪华小游轮上怨天怨地怨没歪法 苏妖精这个李九黑粉 时刻关注着热搜动态 看见李九又又用上了热搜榜手 出镜风头 他恨得后牙槽都要咬碎 见李九和裴十四从顶射游轮上下来 他开始阴阳怪气 九九 这么多年了 你画画还是那么好 李九一眼就看穿这妖精 又要作妖了 只见他笑盈盈的有意无意爆料 九九 我记得当年你高考零分难过了好久 没想到你还是去深造自己喜欢的 我真替你开心 是在社会职业机构学的吗 苏妖精这话里话的 让所有吃瓜群众都误会了 李九就是个学渣 还妄想装学霸 才罚千金被白莲同学爆料高考零分 殊不知他是巴黎皇家艺术学院的高材生 这一波打脸真的不要太爽 苏妖精甲一慌忙无嘴 九九 瞟了他一眼 静静欣赏这朵千年大白莲在这装纯情小白花 等他说完 李九毫不客气对倒 我觉得某人应该有空给自己挂个精神科的好 苏妖精被对得哑口无言 盛号立马冲出来霸气不漆 李九 盈盈只是不小心拆穿了你的黑历史 难道是真的 所以你恼羞成怒了 只见李九红唇微钩 盛少 我看你也是脑子进了不少的水 就不能倒点出来先浇灌一下你心里那点B数吗 李九小嘴巴巴的 盛号气急大坏却说不出话 随后李九看向苏妖精 我高考零分 苏女士 莫不是忘了你中学时的成绩是被我摁在地上摩擦的呀 李九今天就要撕碎这朵大白莲 竟敢跑到我母校附近成金作妖 看我不收拾你 文言苏妖精心虚了 连忙委屈巴巴解释 当年我也是听说你没读大学 才正当李九要解释自己没读大学原因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一道欢快的声音 天啊 李学姐 我刚才远远发现你 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是你 你什么时候回巴黎的呀 文声 李九偏然回眸 变见久违的学妹快乐飞奔而来 学妹戴着口罩威鹿龙帽 却带着巴黎皇家艺术学院的校徽 李学姐好 学妹恭敬鞠躬问好 直播间观众怀疑自己幻听 少女叫李九学姐 难道李九也是巴黎皇义的 不不不 肯定听错 她高考零尊不是吗 一群无知的观众 零分是因为不用参加高考 而不是参加高考考零分 学妹突然发现摄像的阵仗 你们这是在 录节目 是啊 直播 学妹连忙举起画架挡住了脸 苏妖静在旁默不作声 观察两人之间的互动 她怀疑这个学妹是李九请来的妥 不然这时间点也过于微妙 于是她端起笑容向学妹打起招 你好 我是苏福莹 你应该看过我的戏吧 学妹一脸猛逼 这个穿得像火烈鸟的女人是谁啊 我该认识吗 二次元的少女甚少关注娱乐圈 哪怕看到明星也远不如纸片人惊艳 她很肯定告诉苏妖静 没见过 苏妖静继续追问 你刚刚叫九九学姐 学妹乖巧点头 对啊 李学姐是我们巴黎皇义的毕业生 比我大两届 我们都是插画艺术专业的 文言苏妖精心底还是不愿相信 盛号也连忙出来讽刺 不就是个野鸡学院吗 况且美术不就是考不上大学才选择的捷径吗 这男的莫不是个傻逼 学妹不屑看了一眼盛号 我说这位油腻的苦心男先生 你要不要看看你说的是什么鬼话 盛号怒了 因为他坚信李九就是学渣 那学渣门上的就是野鸡学校 而这个学妹就是他找的临时演员 少女都有点佩服盛号的无知了 只见他还一脸得意 诋毁着学妹就是为了钱才出来骗人 学妹不爽狗男女欺人太甚 今天就好好教教他们做人 直播是吗 只见他对着镜头摘下了口罩 来 朝这张脸拍 看看我说望到底缺不缺钱 直播间直接炸了 卧槽 说望 那个绘圈擅长画萝莉的著名大厨 人家稿件就能翻出六位数 需要演戏赚钱吗 盛号这回脸真的不同吗 还没完 随后说望拿出了手机翻了翻 李九的毕业照出现在他手机 直播间观众又炸了一波 卧槽 李九有六根荣誉绳 天啊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睁大你们的狗眼珠子看清楚了吗 没有 一个低沉性感的声音响起 裴时四笑的有点诡异上前 请求说望把李九的照片发给他 卧槽 这么多年的死对头该不会暗恋我吧 想到这儿小九儿好羞羞啊 裴时四想收藏小九儿的照片 李九给他翻了个白眼 花孔雀 你要我照片干嘛 裴时四懒卷笑了声 女朋友的照片 当然要收藏啊 说望被裴时四的一句女朋友吓傻了 李九瞬间炸毛揪起裴时四的衣领 裴狗 你不要在学妹面前也无我清白 说望细心打量着裴时四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下一秒一副吃瓜的表情 我记得这位先生 学姐毕业典礼的时候他来过 说望小可爱是神助攻也是裴时四嘴屁 我非常确定他来了 当时我给学姐送的两束花 其中一束其实就是他给的 文言李九几乎瞳孔地震 连忙捂住受望的嘴 你不要造谣 受望扯开李九的手并继续说 我当时就觉得他在追你 但他还让我保密 难道他现在已经把你搞到手了 小学妹太给力了 这里机一弓 李九早已风中凌乱了 啊 王八念经 我不听我不听 直播间CP粉开心的手舞足蹈 学妹果然懂和CP 会说多说 都是我们爱听的 无处众望 越说越兴奋 大伙听的也是津津有味 除了李九想揍人 甚至直播间也来了不少吃野生瓜的小伙伴 是谁在造谣李九学历的 给我滚出来 苏妖静这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本想让李九难堪 结果亲手助力将李九的马甲扒掉 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 他立马装可怜哭唧唧 对不起啊 九九 我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高考那么差 自然就没读过大学 不过你现在这样 我真心为你高兴 大白连花瓣都掉一地了 只要精致伤感 你个没文化的FB 就让说望小宝贝免费给你上一课吧 我们李学姐在会圈成就太过不凡 被巴黎皇义提前录取 才不需要参加高考 当然是零分 真像啊 苏妖静没开N度被打脸 估计这回脸都肿成猪头了 回到心动别墅 李九穿了一天礼服累坏了 他回房后就遮住了摄像头沐浴更衣 此时的他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 陪十四趁最说暗恋他 还有说望说毕业典礼上他送花 加上这段时间他的反常 该不会这么多年的死对头真的暗恋我吧 想到这里酒脸都要红炸了 救命 要么陪十四疯了 要么自己疯了 想这些 可当陪十四那张帅气的脸凑到他面前 说他暗恋他的时候真的好 好聊人 不行 再想下去 李九就要原地休死 他好不容易平复了躁动的小星星 突然想起了手机落在楼下 就在他开门的瞬间 却对上了一道妖孽的身影 陪十四一大个处在李九门口 此时浓烈的红酒味萦绕在李九鼻间 难道他喝醉了 李九强忍着内心的尴尬与羞涩问道 你在这干嘛 陪十四薄唇微钩浅浅一笑 没事就不能找我们家小波斯猫啊 陪十四 你没事吧 总是乱开屏 话都没说完 就见陪十四一把拉过李九的手 将他壁冬在墙上 谁乱开屏了 小波斯猫怎么随便污蔑人了 这场暧昧拉扯终于迎来了高潮部分 陪十四你算什么男人 聊完还不轻 陪十四捉住想要逃跑的小九儿 把他轻松壁冬在墙上 他躬身逆向李九 小波斯猫怎么随便污蔑人了 李九呼吸瞬间凌乱 陪十四性感的荷尔蒙气息 侵袭着他的感官 酒气浅浅萦绕着让人一乱情谊 本来就酒量差的李九闻到酒的那一刻 脸红心跳止不住 连说话都结巴 我我我 陪十四却暧昧又进了一寸 我还跟谁乱开过瓶 李妹妹 这是得说清楚 哥哥从始至终止对你一人开评 你别误了哥哥清白 这是妥妥的表白呀 男人你别撩了 李九快扛不住了 他的脸已经红到爆炸了 而且心跳声在安静的楼道间已经一清二楚 他紧紧捏紧睡裙贴过头 陪十四 你喝多了 陪十四勾唇浅笑着表示自己一直很清醒 小九儿你可以还没适应这种关系转变 但别再说哥哥乱开瓶这种话 听懂了 李九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 他眨巴着大猫眸看向他 还在回味他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该不会他要摊牌了 不要做死对头了 要做男朋友的意思 李九只觉得CPU都要烧掉了 甚至没反应过来就慌乱回答 好 知道了 说完立马意识到哪里不对 到底知道什么鬼啊 李九想解释 此时陪十四却伸手挑起他的脸蛋 低头将鼻尖压了过去 李九 陪十四突然喊他全名 他有种说不出的紧张 只见陪十四那张俊美的脸缓缓凑近 近到两人呼吸交缠 李九心跳瞬间猛如雷 他心想花孔却该不会要表白了吧 却听到他揽笑一声 你的睫毛好长啊 到这我和李小九一样白期待了 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此时李九还在刚才的暧昧氛围中无法自拔 却见陪十四松了手 极限拉扯到此结束 这个男人太过分了 撩完人就跑 害李九在陪十四暗恋他 和他自作多情两种情绪里 反复横跳疯狂徘徊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 陪十四说的每一个字 都像烙铁一般刻在他的心上 只对他开评 夸他睫毛好长 救命 谁能顶得住这个男人的撩啊 李九双腿发软 手扶着墙 我先回去 说着便转身准备逃回房间 身后却传来一声愉悦的声音 跑什么 不是下楼去拿手机吗 李九这才反应过来 对 被花孔却弄晕头了 正是都忘了 他回头看向陪十四 便见他从裤兜里缓缓掏出手机 随后丢给李九 李九立即抬手接住 刚才在楼下恰好听到有人给你打电话 所以就给你送上来了 顺便开个屏 李九说了声谢谢 身体一阵僵硬连忙冲进房里关上的 他努力平复着激动万分的内心 想起了喜欢他的事事八年前了 没想到后劲那么大 现在看到他还能有当初的怦然心动 李九害羞无脸疯狂尖叫 救命啊 他也太撩了 李九贪软坐在了地上 家人们 小博斯猫的尴尬谁懂啊 他居然把发给闺蜜的信息物发给了死对头 关键还不能撤回 面对裴十四的超天了惹李九既尴尬又上头 没想到八年前的怦然心动现在也还在 李九运呼呼的打开一个对话框 向闺蜜发出求救信息 姐妹救救我 我怀疑我的死对头暗恋我 这种事该怎么办 信息发完李九随手就放下了手机 连忙冲进浴室重新洗一遍走 此时裴十四站在他卧室外还没走 想起刚才李九的反应 他灰心一笑 突然手机震动了下 他拿出一看赫然出现一则信息 姐妹救救我 我怀疑我的死对头暗恋我 这种事该怎么办 他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是李九发来的没错 而且他内容必定发错了 只见裴十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透过紧闭的那扇门他依稀听到水声 他盯着信息笑得有点开心 看来小波斯猫大概猜到了他暗恋他 随后他机智将信息截了土 便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片刻后李九沐浴好趴在床上 还不知道把信息发给了裴十四 他正准备跟与美人继续聊聊这件事 结果找到与美人的对话框 却发现刚才发的那则信息 竟然莫名其妙凭空消失了 他来回翻看手机聊天列表 却意外发现裴十四的头像在勾引他 他顺手点开 然后几乎瞬间就把手机扔了出去 不不不 肯定打开方式不对 他颤颤微微再次拿起手机 睁眼盯着屏幕 只见刚才要发给与美人的信息 误发给了裴十四 啊 一阵崩溃懊恼的尖调声瞬间响起 这一波涉死真的让李九自己对自己都无语 他将自己埋进了枕头里 缓了许久才起身 他开始自我催眠 裴十四应该还没来得及看 想到这他立马直愣起来 孙佛开门出去准备夜戏花孔雀的房间 他像急了一只做贼的小猫咪 趴在裴十四虚眼的卧室门上打探敌情 碰巧裴十四关灯准备睡觉 李九了解花孔雀的入睡习惯 他不会睡前玩手机 都是关了灯就睡 半小时之内可以睡数 李妹妹果然了解十四哥哥 可他并不知道裴十四这只老狗 早就算准了他半个小时后会再来 正在房里默默等着小波斯猫送上门 果然不出所料 半小时后只压一声 门被打开 裴十四很实去闭上眼 装成熟睡的模样 女孩半夜不睡 竟然跑到死对头房间 捏他结实的腹肌 结果被抓了个现行 李九花生小贼猫 捏手捏脚溜进裴十四的房间 在月光的映照下男人那张脸更显俊美 裴十四呼吸很浅很平 李九确定他睡了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祈祷着没有其他声响吵醒这位大佬 就在此时房门喀一声关上了 不过庆幸的是裴十四并没有被吵醒 睡颜还怪好看的 李九悄咪咪来到他床边 并猜测按照他的习惯 手机应该就在他枕头下面 于是他试图伸手进枕头拿出手机 结果发现裴十四的大脑瓜子压住了 根本够不着 李九心想今晚花孔雀喝那么多酒 应该不会轻易醒的 便拿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羽毛 开始挠起了裴十四的额毛 装睡得裴十四强忍着苏麻的痒液 没有任何反应 见状李九更加起劲 使命给他挠痒痒 裴十四快要蹦不住了 于是他便假装翻了个身 李九便趁机火速掏出了手机 然后熟练的指纹解锁 打开微信 果然看到自己发的那条射死的信息 但是未读 哦呵呵呵 李九差点笑出猪叫声 连忙一顿猛点删掉信息 随后把手机塞了回去 李九满心得意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做完这些就起身离开 得意忘形之际不小心踩到床单 慌乱之下失去了平衡直接栽了下去 隔着一层薄薄的被褥 他似乎感受到了 男人结实的腹肌 随后李九试探性伸手捏了捏 花孔却Q弹结实的腹肌手感不错 同时他头皮也炸开 我尼玛在干什么 立即就想逃离现场 怎料黑暗中一只温热的大手一把将他抓住 接着他整个人一阵天旋地转 裴十四把他抓住扑倒压在床上 李九 性感营雅的嗓音随着响起 李九慌乱抬眸便对上黑夜中那双明亮的桃花眸 只见裴十四咬牙切齿道 你想送老子去坐牢吗 裴十四 你不要对我乱来啊 裴十四逆向李九咬牙切齿道 你想送老子去坐牢吗 坐牢 李九一脸猛逼 恍惚间脑海闪现一句话 三年起步 最高死刑 难道裴十四想对他 李九想都不敢想 连忙伸手抵住裴十四的肩进量 拉开两人的距离 你不要对我乱来 裴十四撩起眼皮逆向他 眼里竟是掩盖不住的欲望 乱来 怎么可能呢 李九顿时脸红心跳指不住 黑暗中暧昧升级 只见裴十四忽然捏住他的下巴 抬起他的脸扶手贴近 这样 然后又近了一寸 鼻尖相抵 这样 最终 他干脆用指腹划过他的红唇 还是这样 李九瞬间浑身血液沸腾 内心按捺不住心动 怎么办怎么办 眼前的男人太撩人 李九就这样跟他四目相对 连话都不会好好说了 我不是故意摔到你身上的 有区别吗 同样都是在勾引我 裴十四懒笑了一声 李九 你该不会想跟哥哥谈恋爱了吧 裴十四你行不行啊 不能好好表个白吗 我看想跟小九儿谈恋爱的是你 就在此时 李九突然乍毛弹跳了起来 推开裴十四 你胡说八道 我为什么想跟死对头谈恋爱 李九满脸羞愤指着裴十四喊道 见小波斯猫嘴硬裴十四调侃道 谁知道啊 说着裴十四躬身靠近李九 干嘛 但裴十四只是看了他一眼 然后掠过他打开床边的开关 啪一声 全屋亮了起来 李九慌乱又羞涩的模样 在灯光下净显无遗 下一秒像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光的事一样 指责裴十四开灯干嘛 随后李九直接偷走了裴十四的被子 像个小幽灵似的火速逃离 裴十四看着小九儿 这道可爱的身影 宠一般笑了笑 这时他留意到一旁的羽毛 拿起羽毛不禁感叹自己的战术奏效 果然小波斯猫还挺聪明的 逐渐发现了他的心意 还上了钩 看来可以再更多的释放点信号 乘胜追击 快点把小波斯猫拿下 明明是男人随便咳嗽了几声 却所有人都以为女孩睡了他 清晨嘉宾们坐上开往下一站拍摄地的车 李九几乎彻夜未睡 妆容都掩盖不住他的眷容 他不停打着哈欠 陆幽疑问他 九九 昨晚没睡好吗 李九艰难聊起那重重的眼皮 不是没睡好 压根都没睡 陆幽的神情更是疑惑 他又扭头看向李九身边的裴十四 只见他正在闭目养神 还时不时沙哑清了清嗓 苏妖精立马献殷勤 裴老师感冒了吗 我这有药 你要吃点吗 是有点 说着他缓缓看向李九 毕竟 昨晚有只小波斯猫抢了我的被子 陆幽一脸难以置信无嘴 我听到了什么 这信息量有点大 只见苏妖精脸上的笑容挂不住 立马黑脸 刚还满心欢喜裴十四肯搭理他 却没想到居然是为了发狗粮 陆幽打巴着眼睛审视两人 抢被子 你俩昨晚一起睡的 问完 他惊讶捂住那张能说会到的小嘴 完了 都忘了再直播了 这时直播间观众也炸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好多小可爱瞬间满脸通黄 听到这番话李九睡一拳 无炸了毛揪着陆幽的小耳朵 陆幽小朋友 你思想纯洁点 我怎么可能跟这只花孔雀一块睡觉啊 此时裴十四懒卷音哑的嗓音响起 确实不会 只是趁我罪要我命 勾人犯罪 李九嫌弃逆向裴十四 裴十四 你敢说一个字 我就 李九没说完 裴十四就凑到他眼前 就怎样 李九心间不禁一颤 面对一张帅气诱人的脸靠近 李九呼吸都凌乱 忍不住想起了昨夜限制剂画面 李九秒变小怂猫 不 不怎么样 他躲避裴十四炙热的眼神 反正就 小心我折断你的孔雀尾巴 李九看上去凶狠的警告 对裴十四而言 仅仅是用软软的猫爪垫 拍了拍他的胸膛 随后 李九耳边回荡着一阵懒卷的笑语 只见裴十四又凑到李九的耳边 哥哥等你来折尾巴 苗动女孩李小九立马脸红到爆炸 CPU要烧坏了 永远在第一线吃瓜现场的陆幽 露出了姨姆孝静静看着两位撒糖 很快来到了普罗旺城的一个海滩 时又翻开任务卡 各位嘉宾将在这里度过剩下两天 今天的浪漫旅行过后 明天将会迎来新动告白日 在浪漫的巴黎 男嘉宾已经向女嘉宾发起过约会 恋爱就要平等 双向奔赴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陆幽继续念叨 所以接下来是女嘉宾邀请男嘉宾约会 李九难以置信看向任务卡 狗导演又搞事情了 直播间小可爱直呼 讲导能处 果然懂磕糖 突然大家都好奇波斯猫要带花孔雀去哪溜达 狗导演又又又搞事情了 居然让嘉宾们幻上性感情里小泳一座任务 全世界都高兴唯独李九一人神情复杂 心想着随便糊弄过去就好 就在此时陆幽欢快的声音响起 里面还加着任务卡哦 苏妖精立马热情凑了过去 为了防止某些女嘉宾逃避约会 天心的节目组已经为大家挑选好约会地点 不愧是蒋老六 太六了 陆幽干脆将任务卡递给李九 九九 康康 讲导在内涵你 李九内心OS 知道就好没必要说出来 任务卡上定好的三种约会主题 分别是浪漫童话 甜蜜夏日 刺激冒险 陪诗四媚惑的嗓音在李九耳边响起 我们小九儿比较喜欢哪个 浪漫过敏的小九儿听到浪漫甜蜜什么的 脚趾都快抠出个埃菲尔铁塔 于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刺激冒险 苏妖精不爽出来打去 可惜啊 九九 也不是你想选什么就能选什么的 李九不懈看了一眼他 只见他晃着手中的任务卡 沙滩排球赛 赢了才能获得优先选择权 苏妖精心里乐开花 居然是自己擅长的排球 这次一定能赢回李九 将他狠狠踩在脚下 向来自信的圣浩装腔做事 真巧 沙滩排球可是我擅长的项目 你们就认输吧 李九邪谋看去 圣少到底是哪个村养出来的猪能膨胀成这样 哈哈哈哈 圣浩背对得哑口无言 本来想摆烂的李九 瞬间被圣浩勾起了以死的胜负欲 不愧是来自战斗民族的猫科品种 那圣少就拭目以待吧 就在此时蒋老六跳了出来 等一下 这熟悉的对白语画面 莫非他要搞事情 没错 各位嘉宾在游戏前请换上节目组 为各位准备的超性感情女小泳衣 哈哈哈哈 放心 更衣间没有摄像头 李九就知道这狗导演没编什么好题 李九的高级黑性敢比金鱼 搭配裴14高级黑泳裤 还没看李九穿上 路由小迷妹已经炸了 九九 你穿上这泳衣绝对鼓爆 见李九没有立即行动 苏妖精开始扑了李九 九九你该不会是打算耍小性子不穿吧 李九看傻子般看苏妖精 泳衣而已 平时游泳我也会穿啊 更何况我才不会给机会苏女士买水军黑我 苏妖精被对得无辜喊冤 李九领起泳衣 不仅感叹节目组眼光还是在线 这就是她平时穿衣风格 随后李九拿起泳衣欢快走向更衣间 遍刻后李九换上了性感泳衣 哇哇哇 此处应该有掌声 下一秒李九发现泳衣后面的袋子没系好 她伸出猫爪子搞了老半天都系不上 无奈之下她只好跑去敲裴十四的门 我永一后背有个袋子系不上 你有空帮个忙步 只见裴十四眼尾轻撩 豪花眸里荡漾着笑 帮忙 男人好心帮忙 却被说成耍流氓 裴十四对于李九的主动求助很是疑惑 傲娇的小波斯猫居然也会如此乖顺 就在裴十四迟疑的瞬间李九以为他不愿意 便听到裴十四轻笑了一声 我们家小九儿难得需要我帮忙 这要是推辞了还怎么追人 李九心间不禁一颤 追人 花孔却说什么 我都听到了什么 然而没等他反应过来 低迷的嗓音就传来 方便进来吗 李九慌忙整理思绪 紧张看了看镜子 自己没啥不得体 便让裴十四进去 裴十四这才拉开帘子 李九后背一片雪白映入眼帘 裴十四眸光微挺 侯杰不由自主滚动了下 调整了下呼吸嘴角微勾 小九儿还真不把我当外人了 傲娇的小九儿立马转身反驳 要不是外面全都是摄像机 我就找编导姐姐来了 谁愿意让你进来耍流氓啊 文言裴十四一招欲情故纵 既然这样哥哥回去了 不再就耍流氓了 话音刚落裴十四转身便走 李九却慌忙伸手扯住了他 爷 我不说你耍流氓总行了吧 我就随便说说 你怎么这么小气 看李九正面对着自己 裴十四浑身血液澎湃 靠 要命了 果然不说脏话的影帝不是好影帝 裴十四表面故作镇定让李九转身 毕竟小九儿这脸搭配着身材着实勾人 下一秒李九只好乖乖听话转身 把后背的一片血白丢给裴十四 靠 背面更勾人 裴十四太难了 他强忍着内心的躁动 修长的大手颤颤微微勾起李九后背的呆子 就在此时李九的小脑袋瓜反应过来 有头眨巴着大猫毛看向裴十四 对了 要不你出去喊个女生来帮我 裴十四也是扶了李小九这反射弧 只见黑色的袋子已经缠绕在裴十四修长而干净的指尖 晚了 转过去 我很快就好 李九只好乖巧应了声 好 心想以前也不是没让他记过 裴十四动作熟练 不一会就记好 女孩只因穿了件普通泳衣 死对头竟然看傻眼了 裴十四修长的大手勾起李九泳衣的袋子 认真记了起来 随着裴十四轻盈的动作 李九感受到了后背的一阵阵酥麻 他顿时心跳加速脸虎发烫 要命了 难道自己对花孔雀也动心了 不安分的小脚丫都蜷缩成一团了 他催促着裴十四快点 裴十四却忽然攻身凑到李九耳边 马上 李九浑身一股电流穿过 直冲大猫 他要原地爆炸了 只见裴十四还在慢悠悠地记带了 不一会终于好了 李九瞬间松了口气 他立即转身将裴十四推出更衣室 好了 你就赶紧出去吧 可裴十四却捉住他的手腕 小九儿 这么没良心 裴十四凑到李九眼前 我们家小波斯猫果然擅长过河拆桥啊 用完哥哥就翻脸不认人了 李九只觉得浑身酥麻 下一秒炸毛直接推开裴十四 裴十四 你揍开 离我远点 见状裴十四一记摸头杀安抚他 小九儿不会害羞了吧 李九瞬间恼羞成怒 猜猜猜猜 猜没有 谁谁谁 谁面对死对头会害羞 你做梦 想都不要想 见李九小结巴太可爱 裴十四忍不住学了起来 猜猜猜 没有 谁谁谁 李九恨不得跳起来掐死他 裴十四 你不要学我 闭嘴 让开 我要出去了 说着李九就推开裴十四出去 但下一秒却被一只温热的大手抓住 将人直接壁咚在墙上 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刚刚好 不想让你走 裴十四直勾勾盯着李九 小九儿穿得太漂亮了 说着裴十四凑得更近了 明显他不想让小九儿的好身材被别人看了去 我发现 我好像会吃醋 怎么办 花孔却一直强调自己爽难得 所以腹肌要留给喜欢的人看 面对花孔却一次次的开辟 李九大脑几乎要炸开 这男人会吃醋 又再胡说八道了 裴十四 难道你又喝酒了 裴十四被问得一脸懵 只见裴十四缓缓凑得李李九更近 静到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那我们小九儿闻闻 李九脸红心跳快止不住了 甚至感觉到背脊都要发麻 随着裴十四渐渐逼近 他没闻到酒味 反而有一股淡淡的血松香 好了好了知道你没喝了 此时李九娇羞低声嘟闹 反正你吃醋又咋样 那你还不是要陆腐鸡 搞了老半天 这两人双双吃醋了 李九此时此刻后悔 自己的嘴巴怎么没上锁 把心里想得都抖了出来 万一花孔却误会他吃醋怎么办 自信点把误会去掉 李小九你就是吃醋 裴十四也听出来了 我们的小波斯猫原来在意这个 李九还想反驳 结果裴十四就说 我没打算陆腐鸡 毕竟我手难得 不像某只小波斯猫穿得漂漂亮亮了 要去讨别的小妖精欢心 裴十四突然阴阳怪起 像我这样的好男人 哪里舍得限制女朋友穿着 不过只是暗自神伤罢了 李九看着裴十四这般 林妹妹风格实在受不了 直接就纠正 很快就解除模拟恋人关系了 裴十四薄唇微勾笑了笑 那我努力让自己扶正 李九满脸羞愤 心想可以确诊他已疯掉的事 不过好像更加确定死对头 暗恋自己的事实 今天李九内心戏有点足 他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想了好一回 最终还是打算继续观察观察 你也都被骗了 回过神后 李九神情复杂逆向裴十四 你真的没打算录复机 毕竟男士勇裤只是一条苦茶子 下一秒就听到裴十四 一个认真又肯定的回答 没有 而且为了不让小女朋友的好身材 被其他小妖精盯上 他还贴心为小九儿 准备了一件黑色小罩衫 他递给了李九 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穿上 李九随手接过欣赏一回 黑色半透明性感风 十八线女星黑色泳衣出场 直接秒杀了一线女星 四位嘉宾已经在沙滩集合 陆幽粉白色泳衣纯郁味十足 苏妖精白色泳衣向躲大白脸 塞藏的胸垫屁垫 伪造出前凸后翘的身材 直播间樱花们无脑吹七彩红屁 姐姐身材真的超级有料 圣少捡到宝了 就连圣号也目不转睛盯着他看 盈盈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 苏妖精故作害羞道 哪有 阿浩你别这样盯着人家 真讨厌 坐 想吐 圣号太下头了 就在此时一道魅惑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李九一身性感黑色绑带泳衣 套上了半透明黑色防晒衫 直播间的观众几乎炸了 卧槽 这是王维师中的妖精啊 可爱和清纯在性感面前不值一体 李起苏妖精 李九这身妩媚勾魂的性感泳衣 才统一了所有人的审美 此时微风扶过防晒衫在肩膀上滑落 李九更显性感勾人 陆幽笔血都快喷出来了 连忙让池佑送上纸巾 而苏妖精眼看风头一下子被李九抢了去 心里几十万只草泥马在奔逃 明明自己都垫了胸垫和屁垫 身材还是输给了李九 他严重怀疑李九那是假的 都是硅胶 于是假意上前迎合 久久 你的泳衣真的好好看哦 不过我记得你这防晒衫不在节目组准备的泳衣里面 文言李九看傻子一样看向他 是没有 苏女士有意见啊 还是觉得我违反节目组规则呀 苏妖精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好像就是这样啊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要来海滩 所以你怎么就提前备好防晒衫啊 随着苏妖精的质疑 直播间的小脑残们开始起步 骂李九太心机了 肯定是金主舍不得他穿太暴露 就在此时一道低迷性感的嗓音忽然响起 防晒衫我给他的 众人纹身看去 一道慵懒肆意的身影朝众人缓缓走来 本以为能一睹影帝大大的好身材 却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色T恤和黑色苦茶子的帅气男人登场 本哭了一众波斯猫 呜呜 又没看到哥哥的腹肌 而科堂的嫁长们则是狂舞 他为他准备了衣服 磕到了磕到了 这是妥妥的占有欲 苏妖精脸上的假笑都挂不住了 难以置信看着裴十四 你给他 怎么了 裴十四轻撩眼皮笑了声 我这人心眼小 爱吃醋 就是想把我家小女朋友藏起来 苏女士作为外人有什么意见吗 裴十四一番话 将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 没给苏妖精留下丝毫念想 哈喳 苏妖精仿佛听到心碎的声音 此刻蒋风也是气炸了 原本以为安排这个环节 就是想让影帝在练综上手袖腹肌 结果被裴十四预判了他的预判 行 算你狠 蒋风咬牙切齿并且阴阳怪气 既然裴老师手难得还小心牙 那你俩就这么穿吧 接下来他便宣布沙滩排球赛准备开始 有每组CP想要担任类主 苏妖精自然不愿意 他心想必须保存体力 于是开始扑我李九 九九你排球那么厉害 不如你来当类主吧 李九当然猜到苏妖精的小心思 但他没再担心体力问题 所以毫不犹豫答应 随后转眸逆向裴十四 只见他懒懒轻笑了声 怎么 小九儿该不会是质疑我的体力吧 十里红妆联手虐菜 打得朴信男女满地找牙 裴十四公身凑到李九耳边 小九儿这是质疑我的体力 李九瞬间炸毛 你你 谁关心你的体力 你要不要自己去海里清醒清醒 裴十四满脸得意 看着小波斯猫嘴硬 莫名又被裴十四撩了一波 李九难掩内心的躁动 赶紧转身背对着裴十四 就在此时排球赛准备开始 十里红妆CP当类主 苏妖精觉得吃亏不愿意先上 可陆悠一向不在乎输赢 快乐最重要 他拉着持有先上场 陆悠开心却越挑战裴十四 裴十四来战呀 如果我赢了 九九就是我老婆 文言裴十四笑容变得有点诡异 我的人 你休想 十里红妆VS悠悠录名 沙滩排球赛正式开战 石油先发球 裴十四很轻松就接住了 然后快速把球打到了陆悠面前 陆悠小可爱明显就是打酱油的 只能傻傻看着球在眼前落下 李九这边也能轻松接住一部分的球 跟裴十四配合得十分默契 陆悠小可爱太可怜了 连球都没碰着就在疯狂吃沙子 九九他们好厉害哦 陆悠向石油撒娇道 很快这一局十里红妆CP拿到赛点 在一旁观战的好苏CP瞬间苦心过了头 直接觉得裴十四和李九都不是两人的对手 两人已经开始商量战术 盛号说好尽量把球传给苏妖静 苏妖静对抗李九完全没有问题 毕竟裴十四还是有点球技 这场比赛只要攻下较弱的李九 拿下比赛分分钟的事 哨声响起 十里红妆获胜 陆悠欢快下场 完全没有输掉的烦恼 还主动让石油教他打排球 下一场十里红妆VS好苏CP 此时苏妖静来到往前笑了笑 久久 赛场上不分敌友 恐怕多有得罪了 就等你这句话了 李九红唇轻翘 毕竟苏女士马上就会发现 自己这辈子都不用吃醋了 因为人已经够菜了 K.O.我们李姐主打一个霸气 太喜欢了 苏妖静瞬间被对的后牙槽都咬碎 心里暗戳戳力士要打趴李九 一声淒利惨叫忽然响起 苏妖静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李九发的球擦过他的发丝 惊得他心脏都颤了两下 李九 裁判没说开始 你犯规 只见李九懒懒剥了剥秀法 球在我手 我的动作就是规则 话音刚落就引起陆幽小迷妹的呐喊 老婆好帅 文言裴十四眼神突然变得深邃暗沉 老婆 影帝大大弯弯没想到有一天 情敌还能是个女娃娃 气死宝宝 只见裴十四薄唇微勾露出一抹不明所以的笑 轮到裴十四发球了 镜头给他的特写 只见他跃身跳起发球 哈 漂亮 苏妖精和盛浩都没接住 但这球明显带着怒气的 盛浩也不知道是谁惹怒了这位影帝大大 排球业余女孩一上场就狠狠碾压排球专业妖精 裴十四完美发球得分 李九忍不住称赞他帅气 裴十四薄唇微勾宠一般看向李九 现在才发现哥哥帅呀 想跟哥哥谈恋爱的话也不算太晚 裴十四你真行 不放过任何机会撩小九 李九差点当场炸麻 就在李九走神之际没接住苏妖精的发球 好苏CP拿下难得一分 苏妖精得意洋洋却激发李九的斗志 只见他拿出橡皮圈扎起了他的黑长卷 他要认真起来了 接下来是极为精彩的大战 苏妖精不愧是排球队的 的确有点本事 不过李九还是明显碾压 即使他一直故意朝李九扣球 也都被李九轻松接住 盛浩瞬间几眼了 朝李九狠狠扣球 万万没想到直接就被裴十四轻松拿下 几轮下来十里洪装得分二十 好苏CP十五 苏妖精也已经开始体力不支 喘成了狗 好苏CP狠狠被打脸 上场前的自信 三两下就被十里洪装打得无处遁形 但是卑鄙的人不容易认输 盛浩眼神里略过一抹不怀好意 他凑到苏妖精耳边告诉他他想的损招 直接把球往李九脸上扣 只见苏妖精有些惊恐摇了摇头 这样不太好吧 苏妖精原先还有顾虑 可在金圈胜大哨的大力撑腰下 他大胆同意 好苏CP终于拿到发球机会 此时李九还不知道两肩炸小人的计划 在赛场上自意挥洒着汗水 白皙的天鹅井 甜柚的酒窝 看得裴十四一阵阵心动 李九开口 配合得不错 看来咱们要赢了 是不错 裴十四漫不经心勾唇 既然这么有默契 要不要考虑跟哥哥谈个恋爱啊 李九瞬间差一扭头看去 啥玩意 花孔却又发骚了 就在此时盛号拿到了球 他直接盯上恰好走神的李九 月身一跳 丧好了角度 朝着李九的脑袋瓜狠狠拍过去 此时裴十四桃花眸里的笑意瞬间凝住 清冷低雅的嗓音忽然响起 小心 李九这才闻声抬眸 便见盛号趁他不被十月身发球 排球朝着他飞快砸了过来 女孩只因拥有天使般面孔魔鬼般身材 而惨遭普世难暗算 盛号朝着李九的头狠狠扣球 由于事处突然 李九来不及闪躲 眼看球就要砸到小九漂亮的小脸蛋 在场的所有人都捏了把汗 就见裴十四一个反身抱住李九护在身前 排球朝着裴十四的后背砸来 幸好没有砸中 排球极其危险地蹭过他的发丝 狠狠砸落在沙滩上 紧接着有两道虚影在刚才那场混乱中倒在黄沙中 裴十四握住了李九的肩膀 直接将他摁在了沙滩上 卧槽 这波大尺度的糖我先刻为快了 嗷呜嗷呜 此时两人的距离仅次于一层薄纱 不行的话 我们的摁头小分队呢 李九大脑一阵酥码 浑身电流乱窜 耳间几乎烧红 半嗓才小声道 那个 你没事吧 没事 低迷性感的嗓音响起 伴随着灼热的呼吸直接勾进李九的耳朵 好撩人 李九快要把持不住了 就连心跳也出来凑热闹 天天裴十四也回过神 听到了他雷鼓般的心跳声 随之凑到他耳边轻笑了声 小九儿的心跳得好快哦 本来就安然不住的心跳 被裴十四这么一说 我只是被刚才那个排球吓到了 哦怕什么 裴十四漫不经心应了声 可他不吃李九这套 下一秒单刀直入 喜欢哥哥就直说呀 哥哥又不是不给你机会 两人四目相对气氛刚刚好 就在此时一个娇称的女生响起 九九 原来是苏妖精故作慌忙上前帮忙 九九 裴老师 你们没事吧 由于现场一度混乱 李九更像被捉奸在床室的 慌忙推开裴十四坐了起来 连忙整理衣服 有事 两道声音不于而同发出 苏妖精愣了一下 不给面子 苏妖精抱歉没说出口 又被裴十四呛了回去 如果这球砸到他的头上 受了伤 你们也敢站在这里说抱歉吗 裴影帝好样的 好一个霸气护妻 苏妖精一脸委屈巴巴 眼含泪花 哪怕裴十四多说一个字 他就要哭出来了 见状圣号立即站出来 揽过苏妖精 排球赛而已 你俩既不如人 就算砸伤不也是正常吗 文言李九不爽怒对道 好一个既不如人的借口 圣少是想用球砸死我 还那么嚣张 是仗着有动物协会保护你吗 理解依然是我理解 对得圣号哑口无言 怎么 被我说中 破防了 开玩笑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只是正常发球 再说你们不是没事吗 没事 裴十四嗓音极低 明亮的桃花谋 瞬间阴沉的可怕 这个只有十六块腹肌的男人 他只是放了个屁 结果全家都凉凉了 裴十四恶狠狠盯着圣号 随后蹦出了一个字形 圣号意外 他突然这么好说话 心底正在狐疑之际 却听到裴十四冷笑了一声 那圣家破个产这种小事 在圣少眼里想必也算不上事 圣家破产 圣号对于裴十四的话 根本不以为然 家大业大的圣家 怎会因为你一个小明星 一句话就破产 就在此时他手机忽然响起 对方是圣号的父亲 一阵疯狂输出 你这王八高子在外面 到底都干了什么好事 圣号一脸猛逼 咋了 爸 赶紧给老子滚回来 提着你的大脑瓜子 去离家请罪 圣号被骂得有点莫名 圣爸骂完直接就挂断电话 但圣号似乎也没当回事 那一副干家的气势 更像是要找裴十四好好理论理 结果被苏妖静瞒下了 圣号不耐烦 你又想干什么 苏妖静眼神里 竟是恐惧逆向圣号 随后将手机递了过去 你家 好像真的破产了 圣号急忙夺过手机 便见微博热搜第一 赫然挂着金圈圣家破产的消息 圣号难以置信傻眼 直播间乍翻了天 卧槽 爸总闻剧情尽在我身边 其我小娇妻 让你天良破 网友们开始八里九的惊人绅士 莫非咱们粉的十八线护咖 就是顶级财罚千金 但是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圣家破产消息一出 圣号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慌忙离开 只见李九红唇轻勾 他们动作这么快的吗 应该前几天就准备了 陪十四懒卷挑了眼尾回应李九 赛场所有人都看着两位大佬 在大声密谋无不傻眼 蒋老六随后宣布 圣号紧急下车 排球赛十里红装拔得头筹 李九兴奋举起小手手 我选刺激冒险 好嘞 这次蒋老六答应得很爽快 他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准备鬼屋 就等着小波斯猫上当 蒋老六果然狗 但是观众们好喜欢 就等着看陪十四带他去 惊险刺激疯狂贴贴 蒋老六笑嘻嘻将任务卡递给李九 请女嘉宾主动向男嘉宾发起约会吧 李九拿到约会卡 看到上面几个大字 他喉咙卡住了 什么鬼 请当着陪十四的面亲口对他说出 十四哥哥 浪漫夏日 邂逅马赛 下午三点 主教堂旁 请问你愿意附我约会吗 李九快要疯了 蒋老六这想的什么狗屁台词 看样子像是蓄谋已久 此时无路可逃的李九选择了沉默 他恨不得撕碎这张约会卡 更想撕碎蒋老六这个狗东西 暗恋了十八年的小青梅终于开窍了 主动邀请男人约会 结果他只是在完成任务 李九神情有些迟疑 眸光中略带几分羞涩 就在此时好奇宝宝裴十四上前询问任务卡写什么 李九一个机灵 立马将该死的任务卡藏了起来 没什么 今天天气不错 只是这阳光有点刺眼 紫外线对皮肤也不好 健壮贴心的裴十四立马为他撑起了一把伞 把他保护了起来 李九扭头毫不避讳盯着帅气逼人的男人 盯着裴十四心脏都要蹦出来 怎么了 李九内心纠结要不要现在就把任务做了 想象都足以让他心跳加速 脸颊泛红 头皮发麻 下一秒他硬着头皮轻声换倒 十四 哥哥 裴十四瞬间小心心都要融化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 才缓缓掀起眼皮 你喊我什么 此时李九故作镇定继续道 浪漫夏日 邂逅马赛 下午三点 主教堂庞 请问你愿意附我约会吗 裴十四表面冷静 内心估计在疯狂点头 此时的李九羞涩的钻井小拳拳等待裴十四的答复 裴十四反应了半赏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任务啊 又白高兴了一场 傲娇的小波斯猫果然急性子 裴十四你就快点说 答应还是不答应 快点完成任务 只见裴十四懒懒攻身凑近 嗯 答应什么 李九气得想搭光花孔雀的毛 花孔雀 不要搞事情啊 别说你没听到 裴十四桃花模样的笑语 我应该听到什么吗 李九彻底急眼了 裴十四你分明听到了我喊你十四哥哥 话音刚落李九便绝不对劲 裴十四又套路我了 反应过来后傲娇的李小九又又又变成炸毛波斯猫 而回应他的确实低迷捕获的笑音 嗯 这次确实听到了 裴十四笑得有点好看 再喊一声十四哥哥 李九不要就不要 裴十四继续逗他 为什么 刚才叫的不是挺好听的吗 见裴十四没完没了李九直接摆烂 不干了 我不要做任务了 说吧转身就走 裴十四只好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道歉 此时此刻被大众忽略的苏妖精双眼发红盯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极度的大脑都要烧疯了 他恨李九 恨他抢走裴十四 抢走属于他的风头和热度 现在连他好不容易掉到的圣号也搞走了 他气呼呼的想弄死李九 忽然一个排球猝不及防朝他砸来 紧接着一声淒厉惨叫 结果扑通一声苏妖精一头栽进了浪漫 狂拽炫酷吊炸天的理解居然又被鬼吓哭了 影帝大大立刻化身护气狂魔 十里红装超甜贴贴抱抱举高高又又又又来了 苏妖精好不容易从浪里爬了起来 他怒气冲冲看向那群打排球的少年 哪个混蛋扔的排球 就在此时啪啪啪 苏妖精身体里塞藏的屁垫和胸垫因为吸水过多不负众贺滚出来 目睹了全过程的少年们都傻眼了 同时直播间都炸开了 卧槽 这女人的身材是假的 假的 太恶心了 甚至好多樱花直接就脱粉了 苏妖精几乎当场崩溃 她连忙将东西捡了起来 伴随着一阵疯狂的尖叫跑出了镜头外 经过这么一闹 苏妖精微博粉丝少说也怒掉了几十万 另一边裴十四答应了李久的约会邀请 两人抵达约会地点 主座教堂 两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教堂侧门 李久神情有些复杂看着那扇铺满玫瑰花的门 说好的刺激冒险 怎么搞得这么浪漫 直播间观众兴奋坐等吃大瓜 讲老六的套路声 某只小波斯猫恐怕要被残害了 好期待鬼屋贴贴啊 但此时李久对即将面临的古堡鬼屋浑然不知 他伸手缓缓推开那扇神秘的大门 里面黑漆漆一片没有一丝的光 李久步子有些迟疑 就在他刚踏进一步时 一只蹊跷流血的鬼头直接朝他对了过来 尖叫声忽然响起 李久整个人都被鬼下模糊了 当时就炸了毛 勺剑反射一跳扑到了裴十四的身上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裴十四甚至没反应过来 他的腰就被缠上了 李久像考拉一般挂在他身上 将脸蛋埋进了他的颈窝 呜 有鬼 呜 因为受惊李久呼吸急促 此时灼热的呼吸在裴十四的肌肤上来回游走 他不由的喉结滚了滚 就在此时又一大波的鬼头从天而降 还发出诡异的声音 李久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娇声求饶 救命 裴十四紧紧抱住他安慰道 别怕 有我在 极强的安全感 让李久受惊的心也逐渐平复 他大脑也终于能思考 马上就告诉裴十四 讲老六骗人 说好的浪漫约会 他还满心期待着水上摩托车这些刺激的项目 结果居然是鬼屋 李久依然窝在裴十四身上 委屈轻蹭的撒娇道 我不想待在这儿 见小女朋友害怕 裴十四心疼极了 好 小九儿不喜欢我们不安 她的嗓音里竟是温柔的宠 下一秒裴十四对准了摄像头冷冷的 开门 工作人员傻眼 导演你怎么看 讲老六才不傻 也好不容易给你制造的鬼屋贴贴 你压得说不完就不完 眼里还有我这个导演吗 别理他 继续给我整上 一波鬼头又突然来袭 还伴随着一阵哀嚎尖叫 眼看鬼头快要冲向米酒 裴十四立即伸出大手狠狠捏住了鬼头 桃花牟里泛起了一抹痕力 女妻阴冷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傲娇的女孩居然开始期待死对头的告白 裴十四恶狠狠盯着摄像头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蒋老六还想挣扎 我这是在帮你啊 我裴十四想追个人 只会用他喜欢的方式来追 这个男人太帅了 看着紧闭的门 他眉头紧锁 终究说出第二遍 开门 蒋老六被他的气场震慑住了 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开门 随个大门打开 帮忙重新照耀了进来 离酒缓缓抬眸 但阳光刺眼响咪猛 便忽而有个阴影落下 原来是裴十四细心为他挡住了光 离酒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他冷静下来的瞬间 也发现自己还像只考拉一样 挂在裴十四身上 两人距离非常近 近到他能清晰听到裴十四短促的呼吸 很凉很沉 像是不悦 此时他的心跳也逐渐加速了起来 他轻声道谢 裴十四些许的力气也被他抚平 他直勾勾看着眼前的小波斯猫 离酒被看麻了 立马扭头 你没听到就算了 裴十四低头温柔逆向裴九 听到了 裴九本以为他又要开屏了 却听到了一声意料之外的对不起 裴九差一抬眸看向裴十四 让我们家小波斯猫受惊了 裴九不禁心底一颤 救命 是心动的感觉 缓了一会裴九终于清醒过来了 他双手快速松开了裴十四的脖梗 离开鬼屋后 裴十四方才的一番话不断盘旋在他的脑海里 我裴十四想追个人 只会用他喜欢的方式追 什么意思啊 裴九的心脏瞬间酥软 两人正准备下山 可裴九却忽然呼吸急促叫住了他 裴十四 嗯 裴十四勾着祸人的桃花眸回头望去 只见裴九故作漫不经心扭过头 你刚刚是不是说什么追我呀 闻言裴十四也愣了一下 明显他没想到小波斯猫会问这个 他紧张了 该怎么说才好呢 却听到傲娇的小波斯猫说 你要是没有说的话 我就当 明天告诉你 裴十四眼底是毫不避讳的真诚与直白 裴九长洁微颤 明天一定告诉你 裴九脸红心跳止不住 是那种小鹿撞得晕乎乎 迷了路 被勾得五迷三道的悸动感 他甚至莫名开始期待明天 女孩只须一个眼神 男人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男人真的爱惨了女孩 裴九和裴十四在普罗旺斯浪漫蓝色的海岸线散步 裴九心虚撩起眼皮看了一眼裴十四 哦 这男人还挺帅的 恰巧裴十四转眸看向裴九 两人目光相处 裴九慌乱收回了视线 我就随便看看 裴十四看着傲娇的小波斯猫笑了笑 裴九矜持地抬起下巴大骨流星走在前面 我本来就真的只是随便看看 哈哈哈哈 傲娇的猫猫 我信你的鬼 就在此时不远处的水上摩托车掀起了雪白的浪花 彻底将裴九的注意力给勾了过去 裴十四轻聊眼尾逆向裴九 看什么呢 裴九下意识收回视线并反驳 没什么 走 我们小九儿不是想玩水上摩托吗 文言裴九震了一下 怎么 被哥哥猜对了 这话孔雀怎么这么了解我 裴九原地愣住动弹不得 却试图降嘴 我才没有想完 我只是 话没说完 便看到编导火急火凉朝两人飞奔而来 裴老师 你要的水上摩托项目已经约好 裴九差一抬眸看着裴十四 你什么时候去约的项目 他薄唇微钩 你猜 以裴十四对小波斯猫的了解 从他选择刺激冒险约会主题的时候 他就猜到了他想完这个 所以早早就联系过蒋老六 毕竟今天小波斯猫亲口邀请的约会 怎么可以被鬼屋破坏了 就在裴九犹豫之际便见到几名教练 将水上摩托送到岸边 诱惑力太大了 裴九终究没能忍住 他胶经抬起小脸蛋 既然你那么想完 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 裴十四晚着眼眸倾笑着 行 不是我们家小九儿想 是我想 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陪我玩了 说着裴十四宠一般摸了摸裴九的小脑袋瓜 文言裴九觉得浑身舒畅 那行吧 下一秒裴九却跃蹦跶到海岸边 说好的勉为其难 却比谁都开心 小九儿你的傲娇今天格外可爱了 今天又是裴十四对裴九极致宠爱的一天 直播间的大可爱们又开始期待明天的心动告白了 此对头一上车就想占你还便宜 裴九摸着水上摩托像是摸着宝贝似的 但神情有些复杂 明显是贪婪但又不怎么会的模样 就在此时一道低迷蛊惑的嗓音响起 上来 只见裴十四已经坐上了摩托 逆秒成了油腻大叔 李九却神情狐疑 你会 你该不会打算把我扔海里去吧 裴十四顿了一下 你确定不是你先把我踹进海里 那也是 要是你敢搞事情 我就拉你一起下海 小九儿 你这话怎么听出了一股生死与共的味道 顿时裴十四有点受伤 难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就这样 而且这段时间对你的宠爱你怎么视若无敌 此时李九正在犹豫坐到裴十四后面 当他迈开大长腿胯上去时 却发现裴十四没给他留位置 他轻轻戳了戳裴十四的肩膀 那个 花孔雀 你往前挪一下 裴十四抬眸看了一眼小九儿 却并没有要动的意思 便见李九撅着小嘴小声嘟闹 你没给我留位置 我怎么上吗 下一秒裴十四从摩托上收回一只手 逆向身前的位置 示意李九坐下 傲娇的小波斯猫瞬间炸了毛 花孔雀 你这是想让我坐在你怀里 你想都别想哦 看着小九儿反应这么大 裴十四散漫轻笑 你在想什么呢 以为哥哥想占你便宜啊 难道不是 哈哈哈哈 裴十四笑得更放肆了 不过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 李九现在好想把裴十四踢下车 他气得直跺脚 上一秒还在怀疑死对头暗恋自己 现在才发现暗恋个鬼哦 他这就是在故意找茬 见小九儿无奈 裴十四解释道 没有想占你便宜 水上摩托冲力比较大 坐在后面楼不仅很容易摔进海洋 我不希望我家小波斯猫随便失身啊 傲娇的小波斯猫瞬间松了一口气 你早说嘛 于是他小心翼翼坐在裴十四身前 很是拘紧 往后点 李九谨慎挪动了0.08公分 那个我们要不要再穿个旧声音 李九这纯粹又菜又爱玩 不用 哥哥的怀抱 李什么都好使 话音刚落 摩托忽然启动 由于惯性李九往后仰 猝不及防掉进了裴十四怀里 他正准备要炸毛之急 便从后方传来一道蛊惑的声音 扶好摩托把手 好玩的要来了 救命 这是什么大型土狗现场 小情侣也太甜太好喝 摩托加速往前冲 实在太刺激了 李九还没反应过来 急急忙忙抓紧摩托把手 伴随着尖叫 他让裴十四慢点 回应他的却是散漫的笑语 一阵阵的浪发不来 李九下意识躲进裴十四怀 清透的水多次散落 但是没有将李九的衣服把湿 裴十四将他笼罩在自己的怀里 替他挡下了大多的水 紧张和恐惧过后 小九儿终于体会到摩托刺激的快乐 他兴奋要求摩托再快一点 裴十四 我要到那边的岛上去 小博斯猫开口 裴十四那是有求必应 那就坐稳了 音乐 摩托忽然加速 但这次的惯性没有让李九惊惊 反而他整个人都雀跃了起来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都发出了土拨暑叫 我们哥哥果然是懂谈恋爱的 只可惜不跟我谈 李九的眼眸里样满了笑语 刺激过后他也逐渐平静下来 回过神才察觉自己的后背正贴着裴十四的胸膛 他转眸看向身后的男人 格外迷人 尤其那性感的猴姐 让他忍不住想上手 就在此时裴十四的桃花眸和他的大猫眸撞上 他薄唇微钩轻笑了一声 抓到了 李九一脸狐一反问 抓到什么 裴十四放慢水上摩托的速度 凑到李九耳边 我们家漂亮的波斯猫小姐怎么这样偷看哥哥呀 当场被抓包 李九顿时呼吸一致 吓得连忙收回视线并小声狡辩 我才没有偷看你 低词的嗓音席卷李九的耳机 又带着李九兜了几拳 片刻后两人回到岸边停靠 蒋老六上前表示为李九请来的教练 教会了可以自己玩哦 李九神情复杂看了一眼蒋老六 这狗东西又憋了什么坏屁 这教练该不会带着什么鬼面具吧 蒋老六内心已经泪流满面 他实际想弥补鬼屋的事 毕竟惹毛了这位小姑奶奶 第二季人家不来怎么办 此刻狗导演是真的狗 就在此时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教练热情朝李九打招呼 嗨 这人忽然捉住 裴十四散漫勾着唇看着蒋老六 眼神里充斥着威胁之意 蒋老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觉得我亲自做教练还不够个事吧 蒋老六又跳坑了 嗯 家在小情侣间我也太难了 此对头说我早晚都是他的 什么意思啊 蒋老六求生欲还挺强的 马上就怂了 这位美女教练手好像断了 听不懂的美女教练一脸懵逼 李九小机灵鬼立马用流利的法语解释 这个人污蔑美女姐姐你手断了 瞬间三人齐刷刷看向蒋老六 太舍死了 蒋老六只想原地消失 不管了 蒋老六直接摆烂 你们自己看着吧 玩够自己回心动别墅 说把他气呼呼离开 这时裴十四只好上前用英文跟教练沟通 大概意思是 他是我女朋友 我来教他就好 法国人骨子里都懂浪漫的 教练秒懂 把主场留给二人并送上祝福 随后便转身离开 李九小声嘟闹 谁是你的女朋友啊 裴十四懒卷勾着唇绊 在李九敏感的耳边蹭过 上回不是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低迷蛊惑的嗓音让李九瞬间浑身苏码 所以呢 随后愉悦的笑音响起 早晚回事 哎呀呀 死对头真的暗恋我 怎么办 怎么办 小鹿在小脚的心里都撞晕了好多个回合了 鬼使神差得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了摩托体 裴十四站在身侧弓身握住他的手腕 哇 发动的时候就按这里 男人的声线实在太诱人 李九被迷得五迷三道 只傻傻盯着他的唇看 李九 早就想歪的小波斯猫忽然回过神 他茫然抬眸 什么事 裴十四饶有兴致低眸看向他 你有没有认真听哥哥说话 李九有种当场被抓包的感觉 羞耻感油然而生 他连忙收回视线 小声辩解 我听到了 要不你再说一遍 裴十四又耐心给他重新说了一遍 李九很聪明 所以很快他就掌握了水上摩托的精髓 瞬间发动差点就冲了出去 但忽然一只大手揪住了他的香肩 他不高兴回头 只见裴十四拿着一件救生衣递给他 穿上 不是说不用穿吧 小九儿有点不乐意了 裴十四却忽然攻身凑近 直勾勾盯着李九 这不是现在也没有哥哥的怀抱了吗 小九儿又一次掉进了裴十四的甜蜜魔掌中 但还傲娇一下 我会游泳 当然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最后还是乖乖穿上救生衣 水上摩托劈开浪花冲了出去 掀起无数浪花落在李九身上 但他并不在意 还越来越兴奋 就在此时裴十四弄来了一辆摩托追在李九身后 李九回头看去 花孔雀 要不要跟我比赛 裴十四薄唇微钩回应李九 赌什么 这个男人怎么满脑子黄色废料 李九正在思考 便有一道懒卷的笑音响起 输了要不要以身相许 李九瞬间炸毛 裴十四 你又想占我便宜 仗着我不能游过去掐死你啊 裴十四笑得更加放肆看向李九 怎么 小九儿不喜欢这个赌注 那我输了 以身相许怎么样 哈哈 这有区别吗 裴十四这算盘打得我在家都能听到 面对花孔雀接二连三的勾引李九快要把持不住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但他不可能让裴十四得逞 于是他提议书的人上岸后 到第一家遇到的店给对方买最贵的礼物 裴十四欢快答应了李九 两辆摩托艇叙事待发 几乎同一时间启动 海面上瞬间掀起了漂亮的波纹 此刻李九已经熟练驾驶摩托艇 甚至在裴十四身边来了个神火 水花瞬间见到裴十四帅气的脸上 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神言 嘖嘖 裴十四没有生气 只是宠一般逆向李九 李九该死的胜负欲今天有点旺盛 还嫌弃裴十四太慢了 裴十四调皮笑了笑 我家小波斯猫喜欢快的 好样的 裴十四这车开得稳稳的 李九傻眼这家伙满脑子黄色废料了 裴十四双手紧紧握住摩托艇 频率是能快 速度不行 不过小九儿喜欢的话 哥哥可以改变一下 话音刚落 裴十四的摩托艇瞬间如闪电般冲了出去 水花四溅 李九没来得及反应就见裴十四从他身边擦过 下一秒他恼羞成怒抬眸 裴十四 然而裴十四已经冲出很远 他甚至特意放慢速度 回头看向李九 嗯 叫哥哥名字是打算以身相许了吗 哎呀呀 炸毛小波斯猫重新燃起斗志 别小瞧我 他立即加快速度朝裴十四追去 就在此时裴十四露出一抹不明所以的笑 不然他掉头朝李九快速驶来 李九顿时瞳孔地震 立即摁住了刹车 裴十四也算准了距离同时摁下手刹 随后两辆摩托艇静直相对 来了个海上之吻 卧槽 他喵的 这是什么神仙特技 电影里的赛车死亡之吻 裴十四太会了 这怎么能不行动呢 李九几乎愣在那里 此时此刻他惊慌之余 心跳还在为眼前的男人加速到某种不可控的地步 救命 这种浪漫场景谁顶得住 偏偏裴十四还懒懒起身 迈着两米的大长腿跳到李九的摩托艇上 随后缓缓蹲下并拉起李九的手 这怎么有点求婚的味道 然而暧昧的嗓音擦过李九耳边 我们的小九儿的心果然跳得好快 十里红妆真的急死观众了 恨不得把名证据搬来 我们的小九儿的心果然跳得好快 裴十四低词性胆的嗓音勾得李九彻底乱了呼吸 他甚至没来得及炸毛 只身体肃软正在那 见李九一动不动眼神空洞 裴十四松开了手 小九儿真的被吓着了 向来运筹帷幄的裴十四也会有失了方寸的时候 他正要解释之际 傲娇的小波斯猫大声喊道 我才没有呢 只是被撩得内心七上八下 片刻后被拨乱了心弦的李九好不容易回过神 我输了 等会给你买礼物 只见裴十四勾纯懒笑了一声 哥哥怎么舍得让小九儿给我买礼物 随后裴十四拉起李九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花孔却真的太刁人了 李九按捺不住的心跳加速 下一秒立马将裴十四推开 接着他一溜腰钻进来淋浴间 还不忘叮嘱裴十四赶紧去洗干净 看着李九的可爱镜 裴十四满心满眼镜是宠溺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瞄懂 李九这是去见熟悉的冷水兄弟吗 哈哈哈哈 还以为只有裴十四需要 再出来时 换回小裙子的李九神清气爽 甚至交金抬眸 走吧 旅行赌注 很快两人遇到了世界顶奢珠宝品牌在办展览 据说最便宜的耳钉都要价值六位数 粉丝们开始担心李九的钱包了 我们好像遇到了一个什么品牌展览 李九心里打鼓 这品牌肯定很贵 便宜了花孔雀了 不过本小姐大方 既然答应那就愿赌服输 李九拉起了裴十四的手快步上前 刚进去李九惊呆了 这不就自家的展览吗 此时一位金发贵姐一口流利法语上前打招呼 请问有什么帮到你 李九回应她的也是一口流利法语 大概意思是 她想要一样送男士的饰品 最贵的那种 贵姐思量了片刻后微笑指引着她 我知道你要找什么 这边请 李九心想 应该是袖扣之类的吧 毕竟老爸最爱收藏这玩意儿 所以秋女士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万万没想到金发贵姐居然把李九带到了戒指区 她瞬间傻眼 金发贵姐该不会是秋女士派来的卧底吧 交换钻戒 十里红装双向奔赴 金发姐姐拿出了精致丝绒盒子 小心翼翼打开后 一枚男款戒指赫然阴入眼帘 这是今天展览主题的男款姑品 心上人这次烫嘴啊 李九瞬间眼睛瞪得比嘴巴都大 您肯定搞错了 金发姐姐很自信 不会的 这就是最贵的男士单品 行吧 愿赌服输 求求美女姐姐别再说了 小九儿快休死 李九虽然心虚 但还是硬着头皮问了价格 金发姐姐笑得更灿烂了 999万欧元了 这位漂亮的女士 哇去 居然贱目贵 黑粉们纷纷等着李九翻车 十八线小壶咖装什么财罚千金 就在此时李九掏出一张稀有的黑卡 有宝宝直接用放大镜看 卧槽 这是最牛叉的世界银行顶级至尊 SVIP黑金卡会员 全球限量不足百张 重点是华国拥有此卡的不超过十人 关键李九还刷卡成功 在发票上签上自己的大名 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被吓傻了 李九的身份瞬间又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 李九颤颤巍巍拿到那枚男款戒指 想到要亲手送给死对头瞬间浑身发麻 救命 这要怎么送啊 与此同时 裴十四也买下了全场最贵的礼物 同样是999万欧元 随后他又撇到了一旁的一条手链 他觉得那就是为李九量身定做的 于是让导播包了起来一并买下 裴十四 李九叫住了裴十四 裴十四回眸 便见李九朝自己缓缓走来 此时他比平时的傲娇多了一份娇羞与紧张 裴十四薄唇微勾 也朝着李九大步走去 李九抬眸看去 就见裴十四那张俊美无暇的脸已经到眼前 李九按捺不住的心跳加速 李九跟裴十四对视上 他立马心虚将戒指藏在身后 那个 他尽量调整呼吸 但越想冷静却越冷静不下来 我给你买了礼物 两道嗓音几乎一口同声响起 李九差一抬眸看向裴十四 明明是我输了 怎么 裴十四只是懒懒勾唇 哥哥不是说了吗 要给我们家小九儿买礼物啊 裴十四的笑容瞬间融化了李九傲娇的心 仿佛有股电流直冲天灵带 随后小心翼翼试探着 那我们一起拆 他心想戒指这玩意儿单独送 确实尴尬 要是跟另一样珠宝同时打开 没准会转移注意令 默念倒计十三个数 两人几乎同时从身后拿出丝绒盒 并缓缓打开 戒指 李九顿时瞳孔地震 裴十四也十分意外 居然都是戒指 裴十四淡淡道 这枚戒指名为Selina Fall 迷恋月亮的人 文言李九沉默了 难道他是想说我是他的月亮 是他迷恋的人 炸了炸了 死对头居然当着全国观众面前叫我老婆 裴十四送李九这枚钻戒 是寓意者 他是他的月亮 是他迷恋的人 李九轻咬着唇弹 他只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过电 不经意脱口而出 Dreamboat 梦中情人 裴十四是李九的梦中情人 是不是可以这么解读 李九念完名字后 焦精扭过头避开裴十四的视线 还试图狡辩 你别误会啊 话音未落 便听到性感蛊惑的嗓音响起 梦中情人 还九十九封星星情书 小九儿怎么还不肯承认 觊觎哥哥很久啊 请问你们两人不是相互觊觎 双向奔赴吗 闻言李九顿时炸了毛 就不该买下这枚戒指 真的草率了 裴十四你你做梦 我才没有觊觎你 李九说着脸都胀的通红 回应他的确实懒倦的笑意 是吗 但哥哥好喜欢看小九儿脸红 说着他躬身凑到李九的耳边 下一秒李九直接将戒指盒扔到裴十四怀 我赌约旅行了 你别跟着我 说罢便恼羞成怒落荒而逃 裴十四立即接住盒子 得意洋洋看向小波斯猫炸毛的背影 随后将戒指取出并戴在左手中指上 CP粉顿时炸了 左手中指 这不是向全世界宣告他已经明草有主了吗 他也太宠李九了吧 李九你就赶紧答应他吧 然而李九快要疯了 至今都按捺不住心跳加速 太难顶了 天天裴十四又追了上来 小九儿别走太快 不喜欢戒指 哥哥在送你条手链可好 本来就乱了方寸的小九儿 还没来得及反抗 就被裴十四捉住了手腕 此刻便见裴十四的左手中指 已经戴上了那枚戒指 李九没想到裴十四还真敢戴 他也只是旅行赌约而已 裴十四看穿了小九儿的心思 直接就朝他抬手晃了晃 这钻戒好看吗 我女朋友送的 下一秒李九气得直垮脚 裴十四 你给我死 谁是你女朋友啊 不是模拟恋人吗 裴十四笑得有点贱贱的 小九儿不想听到模拟女朋友这种称呼的话 该不会想让哥哥喊你 宝贝 性感蛊惑的嗓音 让李九瞬间往后退了几步 你你你 花孔雀别乱开屏 接着裴十四懒散走到李九面前 不喜欢 那小九儿是喜欢 心刚 说着裴十四再次捉起了李九的手腕 为他戴上那条手脸 小九宝 亲爱的 还是 老婆 全世界都知道男人名恋女孩 只有女孩不肯承认 裴十四喊李九老婆 还让他嫁给自己 那么以后天天喊给他听 李九当场压麻了 那一声声低词性感的嗓音不断在耳畔盘旋 宝贝 老婆 嫁给我呀 李九彻底沦陷了 他看着眼前一脸深情的男人 他没有做任何回应 下一秒转身就走 裴十四看着李九的背影有些许失落 难道小波斯猫还很抗拒自己吗 回到心动别墅房间 李九换上一身粉色睡裙 便扑到了床上 顺势将红通通的小脸蛋埋进了枕头里 然后疯狂在床上乱灯 时而还伴随着娇羞的尖叫 不行 要找救兵 于是他拿起手机打开了跟于美人的聊天框 我觉得裴十四暗恋我 正在喝咖啡的于美人吓得喷了出来 你才知道啊 于美人恨不得在李九耳边海 裴十四已经从暗恋转为明恋了 全世界都看出来了 就你猪脑子 小波斯猫瞬间恼羞成怒 想极力反驳 你猜猪脑子 我看你是恋爱脑才觉得裴十四暗恋我 你去挖野菜吧 然后话音刚落 李九才反应过来正在直播中 拍摄镜头正直勾勾对着他 我进了浴室 弹幕笑成狗 快给我传下去 李九已经被裴十四迷晕头了 与此同时裴十四卧室里 只见一道奇长的身影端着红酒杯立在落地窗前 漫不经心扶着手中的那枚钻截 他在猜李九的心灵 复盘着这段时间法国发生的一切 回忆着每一处的细节 忽然手机震动起来 原来是季怀彻发来信息 裴哥明天告白必拿下 冲压 随着消息还附着一条视频 视频里就是刚才李九回到房间后发生的一切 李九的面红耳赤懊恼灯角 明显他的悸动和紧张昭然若揭 裴十四满心欢喜笑了笑 他随手回复了计怀车 你觉得他会答应我吗 裴哥 别的我不敢说 但凭我和李九这么多年的同学 我敢保证他肯定暗恋你 裴十四突然深沉 毕竟这么多天以来 小波斯猫对他都是挺抗拒的 你以为他为什么老是跟你对着干 那是因为给你写了情书 以为被你扔进了垃圾桶 他那么傲娇的一只小波斯猫 不占毛才怪 裴十四这个骚货也是够够的了 暗恋了人家那么多年 却不露半点声色 从计怀车的话里他得到了启发 既然因为情书而起的误会 那么就要从情书结束误会 开始甜甜的恋爱 裴十四笑得有点好看 忽然昂首将红酒一饮而尽 我猜裴十四是不是写了一宿的情书 就为了回应李九那被扔掉的99封情书 我们的影帝大大还是挺浪漫的吗 来了来了 这个男人终于要告白了 清晨李九被敲门声唤醒 因为裴十四李九失眠成了大博宝 他痛骂蒋老六 才几点 这么早就派人来 七点了李老师 工作人员机智拿出手机给李九看 随后递上了粉红色的卡片 这是今天心动告白日的任务卡 文言 李九瞬间就清醒过来 李九慢吞吞坐起身 不情不愿拆开任务卡 欢迎来到心动告白日 今天节目组为嘉宾在普罗旺思勋一草田 准备了浪漫的心动挑战 请各位嘉宾精心打扮 与午餐后再指定地点集合 心动挑战 听起来就有点骚 蒋老六肯定挖好坑 等着我跳 既然午餐过后才集合 那就不着急 我再睡会啊 说吧李九往后一饱 根本就没有任何女明星的包袱 弹幕笑成狗 房间很快就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 工作人员不知所措 此时李九突然乍事般坐了起来 工作人员吓一大跳 不行 还是得起床化妆换衣服 说着他就掀开被子准备下床 可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事的停下了动作 见花孔雀 我化什么妆啊 于是他又躺了回去 结果没过多久 李九又坐了起来 谁说我爱漂亮是为了他 我就是没给自己看的 李九今天的内心戏有点多 工作人员看的也是目瞪口呆 所以刚才被迫硬生生看了一场李九的仰卧起座呢 最终李九还是爬了起来冲进浴室洗漱 工作人员看着李九这一系列迷之行为甚是堪忧 李老师的精神状态还好吗 嗨 被陪老师聊成那样哪有不疯的 李九口口声声不在意裴十四 却在衣橱前站了整整一小时 看着李九一动不动 只做思想活动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都以为误按了暂停间 傲娇的小波斯猫果然口是心非 又想漂亮 又不想让裴十四看出他太重视 于是开始脑补 然而怎么也得不出结论 最后打算找陆幽小宝贝帮忙 结果刚冲出卧室 就差点撞进男人温暖的怀里 小九儿拿着哥哥送的裙子去哪里 李九瞬间乍毛式的从他怀里弹开 裴十四 你是鬼吗 神出鬼没的 回应他的却是一声揽笑 是啊 说着裴十四公身凑到李九耳边 不是小九儿自己说的 被我这只鬼给迷了心窍 李九诧一看向他 说什么鬼话呢 便又听到裴十四说 这样说来 是鬼好像也没有错 李九没空看他开屏 你让开 我上楼找陆幽呢 找他帮忙挑听哥哥告白时的衣服呢 裴十四怎么什么都知道 李九一下子被看穿了小心子 傲娇的小九儿还嘴硬狡辩 谁特意挑衣服了 我只是想着薰衣草花田好看 穿得漂亮更容易出片 总之不可能因为花孔雀 裴十四笑得更放肆 那小九儿怎么狡辩的时候要脸红啊 傲娇的小波斯猫就不爱听花孔雀了 你让我穿红裙 我偏穿白裙 小九儿脸怎么这么红啊 谁脸红啊 赶紧让开 不要耽误美女出街 当李九想推开裴十四之际 手忽然被一把抓住 随后一股灼热的气息掠过李九的耳机 穿红裙子 李九顿时心间颤抖了起来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李九慌乱攥着手中的衣服 裴十四低词性感的声音再次在李九耳边响起 毕竟哥哥给小九儿准备了红玫瑰 告白的时候 如果想出片 当然是红裙和红玫瑰更配啊 李九瞬间瞳孔微缩 浑身过电 双腿发软 就在此时裴十四其长的身躯极具压迫性凑近 不过我家小九儿穿什么都好看 裴十四灼热的呼吸在李九耳边蹭鼓 伴随着一声懒倦的笑音 只要小九儿穿的 哥哥都好喜欢 李九被聊得都快不行了 干脆弯腰从裴十四的手臂下钻了出去 哦哦 不找陆幽了 我自己回房间挑裙子了 再见 音乐 小九儿已经没影了 只留下趴在门上的裴十四 小九儿脸红真的好可爱 心机难挡的李九紧贴在门后 听到裴十四的声音瞬间炸了毛 救命 开屏的花孔却太骚了 想起男人帅气的脸 加上开屏的戏码简直太犯规了 李九尝试闭上眼睛平复心情 梁九 他选了一条白色抹胸连衣裙 真的仙女下凡般好看 引得直播间的大可爱们疯狂尖叫 哇去 李九穿白色也见莫漂亮 眼睛装了放大镜的某位小可爱 也留意到李九的星星许愿平项链 就在此时工作人员前来提醒 李老师 这边建议抵达薰衣草花田前 不要再和男嘉宾见面 保留形象惊喜才是最大的浪漫 李九心想你们好无聊 这也能玩 工作人员又神秘展的眨眼 不过您放心 男嘉宾已经被拉走了 所以请您放心在星洞别墅用午餐 呵呵呵 李九谢谢你 其实不用去他更开心 另一边蒋老六正在给裴14和持有宣读任务卡 甚好因故下车 跑速CP原地解散 所以这次星洞挑战就看二位了 告白是确认关系前最浪漫的仪式感 请各位男嘉宾用心准备告白仪式 届时 节目组将会触发不轻轻挑战 就是双方鼻尖相抵纯聚一毫米 测试模拟恋人双方的心跳指数 并请男嘉宾在挑战过程中 完成对女嘉宾的告白 霍曹 蒋老六太会了 能处能处 直播间炸了 这回轮到持有沉默了 向来高冷的他 看到纯聚一毫米时 耳根都羞红了 裴14则满脸兴奋地期待着不轻轻挑战 直呼也太刺激了 持有这歌是全程无语 他神情复杂看着裴14 迟疑了许久 始终没有把话说出口 他真的好骚啊 现在还有时间 两位嘉宾可以自由发挥 再准备一些告白礼物 持有妥妥的纯情小奶狗一脸难为情 没谈过 没告白过 没经验 一般都需要准备什么 裴14这只老狼狗就不一样了 心中早早有了想法 有玻璃瓶和星星纸吗 蒋老六迟疑了0.08秒反应过来 激动喊道 有 当然有 听着蒋老六这么狗的语气 助理秒懂 影帝大大药 没有也必须给他整上 裴14漫不惊心笑了笑 麻烦了 我需要一个星空许愿品 配粉色绸带 101张星星纸 哇哇 101难道不是代表 你是我的唯一 你还想在心动告白仪式上作弊 怎料下一秒狗导演 直接就上心电图一气 李久怀着忐忑的心情 拎着裙子下车 告白仪式 也不知道蒋老六能整出啥幺蛾子 但眼前的花田实在太美了 让李久暂时忘掉那凡人的告白仪式 他闭上眼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白色的裙摆肆意飞舞 忽然一道慵懒性感的嗓音 缠上他的耳朵 小九儿怎么不穿红裙子 李久内心OS 裴狗 要你管哦 裴14笑得更肆意 这是故意跟哥哥对着来穿白裙子 对对对 就不听你的 不过小九儿穿什么都好看 裴14360度开瓶中 李久瞬间气得耳间发红 连忙往后退 这男人有毒 但是刚迈出半个 脑袋上的大蝴蝶结就被揪住了 李久回头 却见蝴蝶结发带已经被裴14扯了下来 紧接着 用薰衣草与白花编成的花环便被戴在李久头上 果然更好看 裴14满意笑了笑 臭孔却乱说什么大实话呢 裴14立马送上镜子 李久看着镜中的自己 这是哪位漂亮的仙女下凡啊 她都快被自己好看哭了 欣赏了好一会她回过神 眨把这大猫毛看向裴14 你编的 是啊 说着裴14牵起了李久的手 哥哥的手艺怎么样 李久娇羞扭过头 我怎么可能承认好看呢 不可能的 不怎么样 嘴硬的小东西 李久瞬间炸毛想要抗变 蒋老六的声音忽然响起 欢迎十里红妆来到告白仪式 今天女嘉宾将在这里接受男嘉宾的告白 不管是真戏假作 还是假戏真作 本导演都是举双手双脚同意的呀 狗导演就你最能搞事 不过我李大小姐演技还算在线 我就不幸顶不住花孔雀的补货 小九儿 咱们等着你被打脸要 为了收集到嘉宾们最真实的 悸动和恋爱状态的心电波动 上道具 工作人员太敬业了 直接就上心电图一气 这不是防止小九儿作弊吗 蒋老六你太省了 小九儿满脸无奈 这又是什么鬼玩意呀 还让不让人活了 男人一个眼神就把女孩整出了心脏病 李久看着大屏幕瞬间傻眼 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说实池那十块工作人员 已经给两人戴上了黑色手环 蒋老六鸡贼笑了笑 这是心率测试一欧 为了避免某些嘉宾傲嬌嘴 所以节目组特意准备的 李久回眸看去眼里有一丝尴尬 你干脆抱我身份证格了 蒋老六果真是波斯猫可行 鉴定完毕 原本静止的屏幕忽然跳动 直播间瞬间炸了 卧槽 李久的心率已经跳到110 太给力了 李小九注定逃不掉了 此刻赔14公升凑到李久耳边 小九儿心怎么跳得那么快呀 救命啊 李久快要疯了 小波斯猫炸毛耍赖 这不准 肯定是机器坏了 蒋老六不允许有人说机器不准 立马上线亲自带火 宝宝们 我们这款手环超准的 买它 买它 就在此时一道懒卷的笑音响起 等会儿告白的时候 小九儿不会跳到168 赔14你这是瞧不起自己 怎么着也得200 直接报表 绝对没可能 李久恼羞成怒嘴硬起来 我对你又没感觉 听告白也只是敬意 毕竟我是一名好演员 无狐 蒋老六看好戏不嫌是大 是吗 那么接下来就开启正式告白吧 闻言 李久交金抬起下巴 原本以为就简单走个流程 没想到还有规则 两位嘉宾面对面 各自上前贴近 李久不能怂 于是挺直腰板上前 自信的模样明艳而耀眼 至于裴十四早早就知道规则 他缓缓迈着步子凑近 脚尖几乎相触碰 李久紧抵后仰 你离我这么近做什么 我听力挺好的 你站那说就好 裴十四并没有回应李久 下一秒蒋老六补充道 接下来 请男嘉宾低头 女嘉宾抬头 本就傲娇的小波斯猫头抬得高高的 眼眸里泛着璀璨的光 裴十四低眸直勾勾看向他 两人视线碰撞 暧昧的火花四溅 此时心率检测屏幕显示 李久的心率已经跳到120 李久被裴十四看得脸红心跳 魂都快丢了 正当他想让裴十四离他原点之际 便换来了蒋老六的手动教学 请两位嘉宾鼻尖相抵 在纯具不超过一毫米的情况 完成接下来的不轻轻挑战 李久瞬间诧异转眸看向蒋老六 你刚才说什么挑战 信不信我今晚暗杀你 没等到蒋老六回答 便一股触电般的苏麻冲了上来 裴十四的指尖轻轻挑起他的下巴 李久的脸被迫转了回来 紧接着 灼热的呼吸猝不及防落下 裴十四已经攻身 鼻尖抵在他的鼻尖上 此刻唇半的距离已经很近很近 李久根本没时间反应 低词性感的嗓音随之响起 讲导要求不超过一毫米 抱歉啊 李老师可能要冒犯了 小姐 我以为我的暗恋亏不见天光了 心动挑战刚开始 李久的心跳持续高涨 抱歉啊 李老师可能要冒犯了 话音刚落 裴十四忽然凑得更紧了 李久不禁心底一颤 浑身肃麻过电 此时两人的呼吸暧昧交缠 李久的心率直接毫不留情到达130 哇去 李久这心跳 说没有心动 鬼才相信 救命 裴十四将所有的柔情都倾注在这一刻 李久整个人都是猛的 我是谁 我在哪 小九儿 裴十四性感蛊惑的声音 缠绕着李久的耳朵 面对暗恋了6600个日夜的女儿 裴十四终于也蹦不住 心率一下子暴涨到140 卧槽 哥哥心跳比李久还要高啊 他真的爱惨了他 李久更是已经被鼓疯了 根本不敢直视裴十四的眼睛 许久才敢小心翼翼问道 还要测试多久啊 李久颤抖的声音明显跟刚开始的傲娇嘴硬截然不同 只听到裴十四懒笑了一声 可能要等哥哥告白结束 文言李久心脏都跟着苏麻了起来 裴十四深情抓起李久的手腕 眼里暗恋和积攒多年的情愫快要倾斜出来了 李久这回更像上了一艘遇上急浪的船 晕呼呼的 他他他要告白了 李久的心跳指数不断升高 下一秒直接爆表 李久腿软到快支撑不住了 不然后腰被温热的大手揉住 裴十四唇角微勾 准备好了吗 哥哥要开始了 几乎平时裴十四的测试手环也炸了 直播间的大可爱们发出了吐蕃鼠尖叫 看来我们磕的CP要成真了 李久 裴十四语气认真起来 在知道星星情书这件事以前 我还以为我的暗恋亏不见天光 李久的心欲发激动 怎么会呢 分明你平时的表现也不像了 裴十四忽然散漫倾笑 那是因为哥哥隐藏的好 裴十四攻身凑近 李久微微抬起眼眸 寂静的氛围里 他的心跳声直击他的耳膜 穿透他的身体 小九儿可能没猜到 但是我的每一支笔都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有时候我还在想 如果被发现 该怎么解释曹导纸上都是你的名字 曹导纸都是我的名字 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暗恋我 小九儿 哥哥喜欢你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 裴十四从初中开始就喜欢李久 他毫无保留交付所有 从少年刚开始懂什么叫悸动的时候 从我发现 别人换你的名字 我却比你抬头更快的时候 李久有点小委屈 那你总是故意跟我对着干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 裴十四心疼又无奈笑了笑 你这只小波斯猫那么爱炸猫 动不动就跟人绝交 哥哥敢说吗 毕竟哥哥怎么舍得跟小九儿绝交 裴十四太会了 太甜了 给镇上一只胰岛素 李久又不行了 花孔却告白就好好告白 突然开什么瓶 裴十四 刚才还在自我感动的李久忽然炸了毛 正准备逃避的他 忽然被裴十四揽进了怀里 鼻尖重新被压了下来 李久 暧昧的气息再次萦绕在他的鼻尖 李久真的好害怕被他换全名 他的认真 他就紧张 不管你相不相信 哥哥真的好喜欢你 李久的心跳又忽然犹如泪股 苏得他依靠裴十四的手臂才能站稳 偏偏这样还不够 裴十四凑近他的唇半 恢复到刚才一毫米的距离 好喜欢 真的 好喜欢 好喜欢 为什么裴十四告白 我比他更紧张 此时此刻只想小九儿赶紧答应 裴十四一次又一次在李久耳边说 我喜欢你 好喜欢 好喜欢 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停止 只剩下李久凌乱的呼吸和疯狂跳动的心跳 这是什么 送给我家小波斯猫的 只见裴十四已经为他送上 事先准备好的厄瓜多尔的北极光剑变玫瑰 李久下意识伸手捧住 旁人试图我 但我不想误了花旗 裴十四桃花眸里闪烁着让人心悸的光 李久 我不想再等风告知爱意 我想亲笔写给你听 下一秒裴十四将星空许愿屏递给李久 一下子那些年青春的记忆浮现眼前 暗恋私藏在星星纸的那个炙热的夏天 我那个许愿品每颗星星都写字的 裴十四薄唇微钩 我也有 一百零一颗都有 面对死对头的深情告白 女孩明明心动却炸毛逃跑 裴十四送李久一百零一颗星星 弥补八年来缺失的心理 李久呼吸凌乱 小鹿乱撞 隔着屏幕都能够看出傲娇的小九儿紧张了 他心动了 却又不知道如何回应 便见裴十四伸手抚上小九的脸 一声懒卷的笑音响起 不急 我家小波斯猫等了八年 那花孔雀等等又何妨 不过小波斯猫得答应哥哥 至少每天拆一颗星星出来看 因为哥哥写得好认真好辛苦 低词性感的嗓音在他耳中回旋 每颗星星都在说好喜欢好喜欢你 面对裴十四强烈的攻势 李久差点晕倒当场 直播间更是发出了土拨鼠尖叫 让二人就地举行婚礼的呼声高涨 李久好不容易按捺住活蹦乱跳的小心脏 又呼听裴十四清晓 还有 他主动戴上这枚戒指 哥哥每天都会来检查 要是让哥哥等久了 哥哥可是会催的 文言李久瞪大猫谋逆向裴十四 你不是说好不急的吗 哈哈哈哈 他急 怎么不急呢 好不容易聊到 小九儿也上钩了 他可要抓紧点 裴十四每个字都说不催 但是每个意思都在催 哥哥就是想早点跟小九儿谈恋爱 我 李久瞬间炸了毛 下一秒落荒而逃 他需要好好冷静冷静 因为眼前的男人太蛊惑了 他怕自己招架不住 裴十四无奈笑了笑 同时发现丝绒戒指盒还在手上 可很快 小波斯猫迈着六斤不认的步伐 朝裴十四走来 戒指给我 说着直接就夺过裴十四手中的丝绒戒指盒 傲娇的小波斯猫觉得有必要补充一点 我还没答应你啊 我送你的戒指你收了 没有回礼那我岂不是亏大法 阴落 小九儿头也不会潇洒离去 看着小九儿可爱的背影 裴十四留下了宠溺一笑 毕竟小波斯猫已经心甘情愿咬上他的耳朵 完了完了 波斯猫彻底沦陷了 他直呼好想跟裴十四谈恋爱 随着裴十四甜甜的告白 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搜 直播间的大可爱们也彻底炸了 救命 刻的CP成真了 好想看看裴十四的星星情书都写了什么 回到心动别墅后 李九直接就冲进了没有镜头的浴室 他捞在浴室门后 试图平复悸动不已的内心 看了看怀里的星空许愿品 随即小心翼翼打开几颗星星 每一次招惹都是为你开的瓶 好多喜欢都藏在欲言幼稚里 假装看不见 却用你余光看了千万遍 总抓你逃课不是故意针对 而是为了多看你一眼 常常翻遍了整个校园 李九眼洁微颤 眼眸泛红 万万没想到此前的互掐互对 针锋相对竟不是冤家路窄 而是陪十四续谋已久的瞬间 李九又拆开了两颗星星 每一个字都是甜蜜暴击直戳李九的星星 根本不需要你攒满一瓶子星星 哥哥早就栽在你手里了 李九 我好像亏得见天光了 李九整个人都不好了 小心脏都比平时活跃几百倍 很明显傲娇的小波斯猫动心了 李九内心 好想跟陪十四谈恋爱 好想立马扑进他的怀里 片刻后李九终于走出浴室 他发现房间里的镜头已经被撤走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需要躲起来发泄情绪 他放下手中的花束和星星瓶 整个人轻松于快扑倒床上 终于节目结束了 此时他突然想到什么事的 只见拿出那没叫月亮女神的戒指 戴在左手中指又摘掉 反反复复 下一秒李小九忽然乍毛式的 在床上疯狂乱灯 然而过了一回 他又强行劝自己冷静 随后从床上诈呼起来 此时此刻他急需一瓶82年的饮料 灌醉自己 想着反正节目收官 也不怕出球 可他忽略了蒋老六是真的口误 李九压根没看到床头柜上的任务卡 恭喜嘉宾完成心动告白 十里红装CP心动指数达标 可以进入下一站浪漫第二集 模拟夫妻综艺 还有还有 本季录制还未彻底收官 今晚将有摄影师随机拍摄花絮 哈哈哈哈 蒋老六虽然狗 但不知道为啥我老喜欢了 女孩醉酒撩惹死对头 卤的是心跳 李九独自一人咕嘟咕嘟 几杯果酒下肚整个人醉得七婚八素 脸颊早早泛起了少女粉 果酒果然好好喝呀 喝醉好呀 耶 酒壮怂人胆 李九扬起脸蛋笑成了小傻 小九儿冲压 醉得更彻底一些 就可以跟十四哥哥告白白 随后小九儿直接拎起酒瓶吹了起来 另一边裴十四回到心动别墅 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到二楼房间 他懒散坐在客厅独自一人品了红酒 今天的告白不止李九安纳不住小鹿乱撞 其实裴十四更是心境难耐 裴十四尝试深呼吸了888便 终于稍微平复了躁动的内心 但他不知道傲娇的小九儿 什么时候才接受他 裴十四正准备将杯中的最后一口酒干了 却忽然被人握住了手腕 李九不知道何时来到了裴十四身边 兴奋扑进了他怀里 接着温柔的嗓音响起 嘿嘿 十四哥哥 裴十四一脸差一看着小九儿 便见他像是小猫咪一样窝在他身边 他仰起小脸蛋看着裴十四 眼眸里泛着勾人的桃色 声线更是诱人 十四哥哥 裴十四呼吸一致 随后凑近李九嗅了嗅 喝酒了 李九像急了做错事被抓包的小朋友 支支吾吾的 下意识想否认 可下一秒像是发现什么事的 肩膀轻轻耸动了下 九九 随后伸出猫爪子搭了裴十四的衣领 下一秒奶兄奶兄的盯着裴十四 嘘 别说话 让我检查检查 紧接着李九肆无忌惮嗅着裴十四身上的味道 面对醉酒小波斯猫的疗惹 裴十四按捺不住咽了咽口水 就在裴十四还在愣神之际 李九纤细的指尖碰了碰裴十四的宝唇 紧接舔了舔指尖尝了一下味道 李九太兴奋身体前倾 差点摔进裴十四怀里 裴十四为了保护小波斯猫一把 搂住了他纤细的腰 小心 李九伸手堵住裴十四的嘴 你你 也在背着我偷偷喝酒酒 所以你不能批评我 因为你也喝了 饼流隐蔽在财阀大小姐眼里 居然是那种很贵很贵的男模 小丑猫李九抓住裴十四喝醉突然理直气壮 看着小九儿醉酒的小样 裴十四散万轻笑 哥哥喝酒 跟你这只小醉猫一样吗 李九有点茫然 随之低里蛊惑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 小九儿这点破酒量 还敢跟哥哥叫板 傲娇的小醉猫不服反驳 我就是酒酒 当然能喝酒 但你也喝酒酒 你就 就是暗恋我 哈哈哈哈 李九这神逻辑 我看了也是指点头 文言裴十四深情看着李九 哥哥暗恋了小九儿好久好久 小九儿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醉醺醺的小九儿 眨把这大猫谋盯着裴十四 下一秒像是恍然大悟点头 是哦是哦 十四哥哥今天跟我告白了 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大钻截 嘿嘿 李九笑得有点可爱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 李九声音突然软下来 敲咪咪爬到裴十四耳边 我刚刚偷偷戴上了戒指了 文言裴十四顿着 随后得意看着李九 你说什么 我才不说第二遍 醉酒的小波斯猫依然傲娇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整个脸颊都放红至耳根 漂亮又诱人 好丢人 李九小声嘟囔 他只是告了个白 我就答应 岂不是显得我很好追 说着说着忽然炸毛 我才不好追 我人气嘎嘎好 我才不会再给那只花公雀 裴十四薄唇微狗懒笑了一声 那小九儿来教教哥哥怎么追 李九认真想了想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 我好想好想跟他谈恋爱 李九太可爱 裴十四快要招架不住 他那双看狗都深情地掩直勾勾看着李九 像是在辨别他说这番话的真伪 现在就想跟哥哥谈恋爱 低词性感的嗓音勾的李九耳膜都怀孕了 他好好 小九儿好想跟他谈恋爱 得到小九儿肯定的答案 裴十四心里乐开花 他试探李九道 一只花孔雀有什么好 李九大声为花孔雀变果 才不是 他好帅 锁骨和猴杰也超性感 我最喜欢他的锁骨和猴杰了 就像 小九儿欲言又止 裴十四好奇死了 像什么 李九凑近裴十四打量了一番笑了笑 像好贵好贵那种男模 哈哈哈哈 所有的浪漫暧昧在此刻碎了一地 可怜的裴十四被无情嘲笑了一番 发孔雀终于忍不住抢吻了小波斯猫 裴十四被李九当成那种很贵很贵的男模 他瞬间无语 原本深情的谋色里多了几分危险 逆向小波斯猫 李九 你什么时候背着哥哥叫过男模 醋了醋了 裴十四酸成了柠檬精 李九一脸可惜 我还没有叫过呢 下一秒 小九儿忽然兴奋握紧小白全喊道 今天多一份拼搏 明天十八个男模 小九儿你这话有点危险哦 裴十四再次猝骂了 他咬牙切齿喊出李九的名字 然而醉醺醺的小波斯猫开启了蹦迪模式 光脚踩在沙发上大喊口号 啊耶耶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不如男模乖 下个还更帅 裴十四无奈看着小醉猫表演 两九李九终于累怕了 靠在裴十四身旁 等我叫很多很多个男模 可以考虑分你一个 哈哈哈哈 裴十四 我谢谢你哦 话音未落 李九便感受到后腰一股温热 紧接着被人摁倒在沙发上 李九 低词音哑的嗓音在他耳机响起 哥哥的喉结不够性感 还是锁骨不香 你还打算叫几个男模 李九被问得突然他缓缓抬眸 就撞见了裴十四的桃花模 确认了眼神 这个男人比平时还要性感迷人 是心动的感觉 酒壮耸人胆 李九大胆伸手俯上裴十四的唇半 哎 是十四哥哥 听到李九温软诱人的嗓音 裴十四不禁浑身酥麻过电 压根生不起气来 可偏偏李九疯狂在危险边缘游走 那男模咱们不叫了 十四哥哥 你能给我摸摸你的喉结和锁骨吗 严重警报 小九儿你这是在亡火 裴十四漫不经心轻笑了一声 原来小九儿喜欢哥哥的喉结和锁骨 只见小九儿乖巧点了点头 裴十四懒卷的笑音随之响起 好啊 你说一声喜欢哥哥 哥哥就给你摸 李九几乎没有犹豫抬眸直勾勾看着裴十四 小九儿喜欢十四哥哥 文言 裴十四小腹一紧 整个人都滚烫起来 估计又要洗冷水澡了 偏偏此时李九伸手搂住裴十四的脖子 凑到他耳边 最喜欢十四哥哥 小时候就在喜欢十四哥哥 好想跟十四哥哥谈恋爱啊 小九儿一口气把心里想的都抱了出来 文言裴十四心跳疯狂跳动 靠 他的最后一道防线破了 于是他直接将李九推倒在沙发 两人呼吸交缠 暧昧升级 终于他做了男人该做的事情 裴十四毫不犹豫吻上了李九 花孔雀给波斯猫戴上戒指 十里红装锁死 裴十四抵挡不住李九的诱惑 终于吻上了他的红唇 出于对李九的疼惜 裴十四没继续更过分的事 反倒是李九 他迎白的指尖在他的猴结和锁骨来回游走 嘶哈嘶哈 这确定不付费能看吗 李九眨巴着泛着水雾的眼眸 嘿嘿 摸到了 纯情的影帝大大当即羞红了脸 李九 你这是要我的命 但是小醉猫并不打算放过花孔雀 十四哥哥 我能在 亲亲你的猴结吗 只见裴十四滚动了一下猴结 眸光中泛起了隐忍和欲望 嗯 听到裴十四同意 李九毫不犹豫搂上裴十四的脖子 此时的他在酒精的作用下更显娇俏迷人 下一秒他抬起身体吻了上去 柔软温甜的唇拌在他的猴结上吻过 甚至还清爽了下 那一刻裴十四的所有防线彻底崩塌 绝绝子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裴十四的火气 李九 你就仗着还没有给我名分 让哥哥忍着不敢现在亲死你 傲娇的小九儿点了火却不给灭火 还满脸甜笑 不给亲 九九好贵好贵 那是另外的价钱 哈哈哈哈 小醉猫还挺清醒的 裴十四忍耐到了极限 他立马凑到李九耳边低词阴雅的嗓音随之响起 哥哥全部身家都给你 上亿的家产未来都是你的 说着裴十四直接将李九公主抱起 剑不留心的上楼回房间 李九窝在裴十四怀里软萌可爱的小脸蛋一直蹭啊蹭 十四哥哥 你能帮我戴上戒指吗 裴十四瞳孔地震 还没反应过来 便见李九醉眼泥里养着小脸蛋 你帮我戴上的话 好像没那么丢人了 裴十四的心底一颤 靠 做人没劲 今晚不做了 什么不着急 可以等 此刻他只想把小九儿拐到怀里 于是毫不犹豫给李九戴上戒指 明正局在哪 快来呀 李九戴上戒指兴奋的 那我现在就是十四哥哥的人了 你你不准跑 等小九儿睡醒 再来跟十四哥哥谈恋爱 此时此刻只希望李九九醒别反护 只见裴十四温柔而深情在他的眉梢处留下浅浅一吻 更深地吻他想等他九醒承认了他这个男朋友在所 妖精 裴十四性感的嗓音蹭过李九的耳机 这次就先放过你 女孩一觉醒来便多了个十八块腹肌的男朋友 一日中午明媚的阳光透过粉色的木帘 浪漫而梦幻地散落在柔软的被窝上 李九缓缓撩起眼皮 满目妖艳的粉色撞进他的眼帘 但他没反应过来 又迷蒙闭上眼 本想裹住头继续在睡会 结果一个翻身身下的水床荡漾了起来 李九的小心脏不禁一颤 吓死的宝宝了 什么鬼玩意儿 李九瞪大猫猫 我怎么在这呢 他这回彻底醒了 昨晚的那一幕幕渐渐浮现脑海 小九儿喜欢十四哥哥 好想跟十四哥哥谈恋爱 我能再亲一下你的猴结吗 天啊 地球估计容不下我了 我要买票回快乐星球了 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最终决定还是找裴十四谈谈 说实实那十块小波斯猫 已经潜到裴十四门前 他忐忑敲门喊了一声裴十四 可是许久都没有人回应 于是李九干脆推开门 一颗小脑袋探进去 裴十四 没人理他 确认了裴十四不在房间 李九正要将脑袋缩回 就在他正要离开之际 他的手腕忽然被一只温热的大手抓住 李九只觉得重心意歪 猝顾机房跌进了裴十四的怀里 李九诧异望去 映入眼帘是白花花的肌肤 是腹肌 李九瞬间羞红了脸 裴十四这家伙 穿衣服犯罪吗 但是这十八块腹肌 实在太蛊惑了 中午好啊 女朋友 啊 影币大大太会了 太甜了 李九被裴十四的一声 女朋友吓得后退了0.08米 紧张贴着墙壁 你你你 你乱喊什么 谁是你女朋友 下一秒裴十四直接将李九壁咚在墙 不是吗 灼热的气息萦绕他鼻尖 随后他漫步精心拉起李九的白皙的手腕 昨晚不是小九儿撒娇缠着哥哥帮你戴上戒指的吗 李九只觉耳朵忽然酥了 怎么 小九儿 酒醒不认账了 李小九秒变小怂猫 我我昨晚只是喝醉了 所以才 话没说完就听到裴十四一阵轻笑 但哥哥没醉 只见裴十四公身低手凑近李九 属于他魅惑的荷尔蒙气息笼罩了下来 所以小九儿昨晚说的每一个字 哥哥都听得很清楚很清楚 喜大骨奔 十里红妆终于开始甜甜的恋爱了 而且是小波斯猫主动的 李九呼吸顿住 根本不敢直视裴十四 裴十四缓缓挑起李九的下巴 轻蹭着他的鼻尖 小九儿是想耍赖吗 李九实在招架不住 闪烁着大猫眸却毫无防备落进了裴十四那双深情的桃花眸 李九唇断微章没来得及开口 裴十四乘胜追击 看过哥哥写的情书了吗 小波斯猫不擅长撒谎 迟疑了半嗓便乖软嗡了一声 导致自己的心跳疯狂加速 那小九儿是不是应该知道了 哥哥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 既然这样 怎么舍得跟哥哥耍赖 面对裴十四毫无保留的告白 李九再次紧张到发疯 救命 人都快要没了 裴十四察觉李九情绪变化 便进一步催问 要不要试一下跟哥哥谈恋爱 李九最后一道防线彻底被裴十四聊到攻他 心跳和呼吸都不受控制 他心甘情愿掉进孔雀窝里 下一秒他闭上眼 点起脚尖倾上了男人性感的薄唇 幸福来得太突然 裴十四身体一僵 像是有一股电流 从唇瓣传至四肢百骸 让他神经都肃骂 李九触碰到裴十四微凉的唇瓣忽然醒神 他慌忙张开眼 我到底在做什么 小波斯猫害羞了 在他想逃跑之际 细腰被一只温热的大手搂住了 李九无措抬眸 感受到些许的压迫感 紧接着唇瓣被两天微凉附上 寂静的房间里只剩下暧昧的呼吸 勇猛的花孔却冲压 只见他单手握住李九的两个手腕 将其摁置他的头顶 继续深入交流 许久他意犹未尽放开了他 你让我等了好久好久 你俩也让观众们等了好久好久 不是所有暗恋都可以窥见天光 但我闻到我的月亮了 当裴十四的唇腹上的时候 李九浑身酥软 头皮发麻 脸颊发烫 所有一切都乱了 李九这只小菜猫 被亲得快要喘不过气 老狐狸裴十四却主导一切 乖 换气 看着帅气又迷人的男人 李小九脑子嗡嗡的 许久许久 两人终于分开 李九 我闻到我的月亮了 李九内心狂乎救命 花孔却太撩人了 裴十四的手温柔轻抚着李九的发间 凑到他耳边低此性感的嗓音响起 好软 好好轻 李九瞬间瞳孔地震 脸颊发烫 羞死的宝宝 下一秒直接推开了裴十四 别让我再看到你 随后李九落荒而逃 裴十四看着小波斯猫逃跑的背影 他桃花眸里的欲念和笑意仍未消散 他的指腹轻抚着唇半 回味着刚才的触感 李九冲回房间 砰 咔哒 李九把卧室的门反锁了 小鹿撞得晕乎乎的李九紧紧贴在门后 好要命啊 原来跟裴十四接吻是这种感觉 太上头了 那种酥到心间的感觉挥之不去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逃不掉了 李九用手在脸颊旁扇风 试图驱散他肌肤上的灼热 偏偏这时候手机震动了下 李九迫切需要转移注意力 于是立马打开手机看信息 万万没想到是裴十四 记得自己乖乖戴上戒指 女朋友 李九瞬间尖叫炸毛 并把手机扔到一边 紧接着他拿出iPad 坐在书桌前 打开了绘图软件Procreate 花孔雀 让你那么会聊 李九小声嘟闹 看我怎么把你画到人设灯塔 他吻到他的月亮 他也吻到他的银河 双向奔赴的爱情 就是甜就是好客 李九一脸满意 看着画好的画 屁板的短腿小裴十四 穿着飞系装 臭屁叼着玫瑰花 墨镜一戴臭屁又骚包 还不要脸像超萌的小姑娘 发出求爱 裴十四追 小姑娘跑 两人身边还有只花孔雀 开着屁 追着炸毛的波斯猫 肆意狂奔 太形象了 李九有个专门黑裴十四的 微博小号多放香菜 此前就发了裴十四的 各种黑历史 例如 就在裴十四和李九练情 要曝光没曝光的 结果眼上重出僵谷 会圈和饭圈同时炸裂 李九发完微博后 就开始蹲评论 看到好玩的留言 心情就舒畅 突然李九眼前一亮 似乎发现了什么事的 原来有乱入的CP粉直呼 确定是黑粉吗 我怎么感觉好甜啊 然而更多人开始带节奏 香菜节肯定就在现场 不然细节糖 怎么会直接拉满 李九差点炸毛 简直胡说八道 哪里甜啊 分明是为了抹黑花孔雀的 救命 花孔雀太阴魂不散了 丢人丢到太平洋了 李九脸颊发烫 心跳加速 男护离京 虽然没脸见他 但李九内心是欣喜 毕竟他也吻到他的银河了 隔天李九偷偷从巴黎溜回国 回家后他就在房间摆烂 于美人疯狂八卦 亲了吧亲了吧 裴十四稳记到底怎么样 猴结 嘴唇和屁股哪个触感更好 哈哈哈哈 于美人你问了我们都想知道的 于美人疯狂摇晃着被窝里的小波斯猫 李九终于不耐烦了 他乍毛坐起身死死瞪着于美人 送你去跟裴十四当姐妹好了 于美人神情复杂腻着李九 他又不是弯的 怎么当姐妹 于美人这脑回路直接让李九无语 下一秒他无情拆穿 肯定亲过 我都看到了 你回来的时候嘴巴都被他亲成了嘟嘟嘴了 被拆穿的李九瞬间乍毛 心想这姐妹我不要了 你们谁爱谁要 于小迟你闭上你的大嘴巴 但于美人却露出了欣慰的乙母笑 他意味深长盯着李九手上的戒指 所以你们是在谈恋爱了 傲娇的小波斯猫居然要主动撩拨花孔雀 李九心里的小九九早早被于美人看穿 你现在是太害羞 所以躲在家里不敢见陪十四 该不会确认关系那天 是你主动亲他的吧 Bingo 于美人知道太多 小波斯猫绝对要将他灭口 于是他把被子摁在于美人脑袋上 呜呜 本来就是一段难以七尺的羞涩 现在又被提起 救命 李九真的害羞到无地自容 但同时难掩内心的悸动 怎么办怎么办 于小迟 裴十四太会轻了 于美人欣喜若狂 所以是稳机太好了 你动心了 你不敢见他 李九这次没有炸毛 只是一副需要救命的样子看着于美人 于美人见到平时傲娇的李九居然成了小红猫 他立马鼓励他主动出击 拿回主动权 主动点 攻略他 亲他 上他 哈哈 这姐妹能处 只见李九羞愤怒喊道 谁要上上上他 于美人连忙解释 我只是举个例子 又没让你真的做 但是小九宝 你可是人间有物 金圈富贵花 平时随便勾勾手 就有成群结队的金圈贵少甘愿败在你十六群下 你怎么在裴十四只就这么被动 闻言李九眼眸亮了亮 于美人又神秘兮兮凑近 反正你俩已经是男女朋友 你也已经逃不了 不如主动聊他 毕竟我们家九宝超会聊 好家伙 你会教多焦点 在于美人的苦口婆心教导下 捏了巴基的李九重新傲娇立了起来 我可是金圈小聊经李九 怎么可能会有男人不上我吧 快快快 帮我跳聊人的战袍 我要洗澡化妆 小九儿冲压 神助攻与美人必须安排婚礼主桌 李九立下伏爱 他今天势必要让裴十四对他欲罢不能 另一边裴十四告知经纪人 语出聊人的综艺通告他接了 只因对手细事李九 他没理由不接 他心情舒畅喝起了101度的蒸馏水 就在此时忽然后被一双纤细的手搂住了他的细腰 天啊 难道进贼了 原来是他日思夜响的小贼猫 裴十四没来得及反应 李九已经紧紧从后面抱住了他 中午好啊 男朋友 小准 哥哥是有合法身份的人 所以亲力不算耍流氓 李九赤果果的勾引 裴十四背部一僵 便听到惑人的嗓音响起 中午好 男朋友 裴十四回眸便对上李九魅惑的笑颜 本就天生有物 加上精致妆容加持 裴十四想不沦陷都难 我好看吗 调皮小波斯猫故意逗裴十四 裴十四不禁猴杰滚动 大掌不禁一语李九食指向口 他懒卷轻笑了声 不是主动亲了哥哥后害羞到没脸见人吗 话音刚落他一把将李九公主抱起 一个转身把李九放在出台上 怎么 我们家小波斯猫想通了 所以主动跑来找哥哥谈恋爱了 小九儿的主动出击呢 怎么只看到裴十四的反客为主啊 低此蛊惑的嗓音不断充斥着李九的耳膜 他快要不行了 他拼命压抑住内心的忌怒 毕竟今天是来夺回主动权的 绝对不能怂 于是李九尝试重新找回李治 李九故意用一米八的小长腿 踢了踢裴十四两米的大长腿 裴十四瞬间压麻僵住 难掩内心的羞涩 下一秒李九乘胜追击 伸手勾住裴十四的脖梗 情深四海看向裴十四 是啊 哥哥给谈吗 裴十四求之不得 却被聊得神经一紧 他神情复杂逆向李九 很快就洞悉了李九的小心思 他躬身凑近 唇半只有0.01毫米的距离 撩我 李九心间又被鼓得酥了一瞬 虽然表面云淡风轻 其实内心早已焦躁不已 即便是人间小聊经 也是第一次干这种聊人的事 就在此时裴十四又将距离拉得更紧了 我们家女朋友这是跟谁借的胆子 敢主动来招惹哥哥 李九顿时呼吸凌乱 防线快要崩塌 灼热的气息又逼近 小九儿要想清楚啊 哥哥现在亲你可不算耍流氓 就完事了 李九心想被于美人坑惨了 玩脱了 闪烁的大猫魔多少带了点心虚 呜我 裴裴十四 小九儿要说什么呢 李九快要被撩到哭了 好后悔主动跑来找他 而就在李九心脏快要贪他至极 裴十四轻声询问 那哥哥轻了 李九嘟起小嘴打算爱上去 大不了白点了 小九儿太可爱了 裴十四再次被逗笑 下一秒触不及防灼热的唇瓣 直接朝他腹上 李九很快就缴械投降 沦陷在裴十四的深情里 呜呜 我就不该做这个面 裴十四这只花孔雀太会撩了 我根本就不是他对手 乖 张嘴 哥哥教你 说 裴十四 你到底跟段嘉雪什么关系 李九被亲得快要窒息 裴十四看着心疼又好笑 说好的撩人 又反被撩 李九的防线破碎一地 呜呜 裴十四太会亲了 随后低迷的嗓音传入他耳朵 李九 你听 说着裴十四拉起李九的手 放在他的左胸位置 这次换我的心跳失控了 李九只觉只见一股电流穿过 他感受到裴十四心脏剧烈的跳动 强有力地撞击在他的肠心 偏偏他又凑到他耳朵 所以 能不能让哥哥再亲话 李九彻底沦陷 他搂着裴十四的脖梗 软声抱怨 上次你就把我的嘴亲成了嘟嘟嘴 等会又被与美人笑话了 裴十四散半轻笑了声 指负在他的红唇上轻轻划过 那这次 哥哥轻点 话音刚落 唇半再次被裴十四的呼吸附住 一遍又一遍 李九大脑一片空白 甚至忘了自己怎么逃回家的 他回去后将发烫的脸蛋 埋进柔软的枕头里 懊恼瞪着小脚压 他太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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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美人一脸嫌弃看着李九 嘖嘖 李小九 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李九怨念聊起眼 凭你像他 你还好意思说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这只花孔雀 怕是千年前就成了金的 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断位的 健壮于美人只好用激将法 大不了你就投降 彻底沦陷在他孔雀屏下 从此以后你李小九再无家庭地位 文言李九毫无防备炸猫仙被子 沦陷是不可能沦陷的 李九浑身嘴最硬 我可是甜又小辽经李九 就算裴十四也别想轻易拿捏我 今天肯定冲得太猛了 所以才被他看出破绽 不过 明聊一躲 暗又难防 明着不行就暗着来 哈哈 看来小九儿很有挑战精神啊 加油 小九儿冲压 我们也想看裴十四洗冷水澡 小波斯猫再次强势进攻 花孔雀到底会不会缴械投降 李小九为了攻下花孔雀这座城 回家后开始认真研习着聊男友攻略 于美人眼神复杂逆向李九 看了那么多攻略学明白了吗 李九傲娇抬起小脸蛋 当然 我现在就是一本行走的聊人小宝典 拿下裴十四分分钟的事 随后于美人将配音剧本扔到李九面前 语出聊人 下周六晚上直播配这种 李九接过剧本低谋翻看 仙侠题材 居然还是女尊的设定 还是年下小狼宝蝶 哦 李九迫不及待看向于美人 我的男搭档是谁啊 他闪烁着大猫谋随意猜测 随灵 初心 结果却对上于美人像看大傻瓜的目光 李九的二具网络 居然啥都不知道 裴十四 李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谁 你再响亮的说一遍 要咬你耳朵 用小奶鹰叫你姐姐的那位男演员老试试 裴十四 李九瞬间炸了毛跳起来 并掐住于美人的脖子 你说什么 怎么会是他 下午李九悠然品尝着咖啡 并认真研读剧本 到底是怎么样的剧本 看得李九面红耳饰 天啊 根本就扛不住 就在此时一个低迷蛊惑的嗓音 钻进他耳朵 下午好 女朋友 李九心弦猛地颤了一下 男人一张帅气的脸 在李九的面前无限放大 想哥哥没有 说时时内是快 裴十四双臂已经从后面还住李九 灼热的呼吸 在他鸣板的搏梗上来回游走 已经五十六分钟没见到女朋友了 哥哥好想好想啊 小波四猫当即炸毛推开了花孔雀 你你揍开 你怎么又乱开屏呢 李九还没平复内心的悸动 裴十四蛊惑的嗓音再次响起 要不要考虑搬过来跟哥哥一起入 什么鬼 我才不要 李九努力压抑住逐渐失控的心跳 谁知道你这只老狐狸想对我做什么 裴十四散漫轻笑 原来小九儿担心这个 怎么办 那哥哥还想要轻轻 李九顿时慌了 他睁大圆溜溜的猫眸 忽然又想起撩人宝典 机会来了 他立马娇惊之愣起来 他慵懒五妹抬眸 翘起那双勾魂的眸子 仰其脸凑近裴十四 暧昧地抵住了他的鼻尖 裴十四闭上眼便想要吻上去 但李九却将纤细的手指抵在自己唇上 嘘 暧昧分为拉玛 别动 嗯 裴十四有些许意外 下一秒李九单手勾住他脖梗 哥哥 娇软的嗓音忽然响起 却欲言又止 勾得裴老狗喉结上下滚动 裴十四低手抵着他的额头 小九儿 你想说什么 完了完了 李九反聊失败 第888次掉进裴十四的温柔陷阱 裴十四直勾勾看着李九 眼眸里玉色难掩 就在他想一亲方则之际 李九机智往后一倒 哎 你亲不到 李九随后松开了他的脖梗 坏坏一笑 哥哥忍不住了吗 哈哈 小九儿 你这是在玩火 小心撩过头了 裴十四瞬间就明白 小波斯猫憋的什么坏主意 原来我们家小九儿是不服气 跟哥哥较量上了 就算被看穿心思李九 还是一如既往傲娇 哥哥忍不住可以求我呀 小九儿嘚瑟 哦耶耶 离胜利不远了 要么求我 要么去洗冷水澡 此时只见裴十四赤笑了一声 意味不明明向李九 小九儿以为这样就能让哥哥缴械投降了 李九不禁心底一颤 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觉得摇喝一股温热 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 李九懵了刚刚发生什么事 自己是怎么从椅子上起来的 裴十四低迷阴雅的嗓音随之响起 跟谁学的 就这么想看哥哥沦陷的样子 救命 花孔却有毒 完了完了 李九宣告反聊失败 李九交经低声嘟闹 凭什么每次都只有我被聊到 裴十四散漫轻笑 他把他的手握住放在自己的左胸口 哥哥没被聊到吗 李九立马感受到他强有力的心跳 李九你非要哥哥忍不 半 才算有被你聊到是吗 小九儿瞬间吓傻了 裴十四赶紧解释 当然还是要尊重小九儿的意见 所以现在能亲了吗 说着裴十四公身凑近 十里红庄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一时间 居然是找朴欣男秀恩爱 那哥哥现在可以亲领吗 裴十四的身世让李九顿胆羞涩 随后他仰起小脸蛋调侃道 裴十四 你该不会接吻上瘾了吧 嗯 有点 没想到裴十四回答的还挺诚实的 不过那不是接吻上瘾 那是对小九儿浑身上下都上瘾 糟了糟了 李九又沦陷了 他闪烁着大猫谋逆向裴十四 但是现在大听广众的 万一像上次被狗仔拍了 热搜恐怕花钱也撤不下来 不怕 哥哥已经加强了安保系统 好好保护我的小女朋友 裴十四苏麻的嗓音让李九彻底破防 随后雪松香扑鼻而来 清洗进他的唇齿间 席卷他的所有感官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个世界 两人终于缓缓分开 裴十四抵着他的额头 散漫倾笑 今天晚上有空吗 李九错愕抬眸 脑子里想的是裴十四刚才说过的虎狼之词 他吞吞吐吐的 没没没空 想什么呢 只是想晚上带你去个地方 他反应了半晌 才晕乎乎点头印象 晚上打扮漂亮点 穿上男朋友送的裙子 晚上微醺酒吧 更饮迷离的包厢 四道金贵的身影随心而坐 盛号面对着四位大佬已经开始瑟瑟发抖 李氏才罚大少爷李少白一脸严肃调背 待会见到我们家李小九 知道怎么道歉了吗 另一边李九和裴十四已经来到了酒吧 李九满脸狐疑 怎么带我到这来 裴十四缓缓攻身凑近 不是有个狗东西说 相亲时对我们家小九儿没意思吗 不过 现在他应该追回莫及了 说着裴十四牵起李九的手 表示要去秀一波恩爱 让狗粮撑死他 文言李九点起脚尖闭上眼睛 在裴十四的唇角轻轻吻了上去 那我也要跟他好好炫耀下 我有个超级棒的男朋友 就在此时 包厢内忽然一声巨响 李九猛然回眸 只见盛浩一脸狼狈从里面摔了出来 当同时拥有三个宠妹狂膜 是什么样的体验 微醺酒吧某包厢 四位金圈顶级财阀 正盯着金圈渣男盛浩 此时此刻盛浩还傻到不知道得罪了谁 李少白聊起言为语气冰冷 等会儿见到我们家李小九 知道该怎么道歉了吧 奈何盛浩却听不懂人话 所以能用脚解决的 绝对不用手 李少轩抬脚就把盛浩摁在地上摩擦 要不是为了我们家李小九 我还真的懒得跟你这种臭鱼烂虾争长短 李少燕唇角微微勾起轻笑了一声 没错 没什么比暴揍一顿更有效 李九刚到场就被精彩的一幕震惊到 二哥 三哥 我们家小波斯猫来了 看看这份礼物可还满意啊 只见李少白漫不经心上前道 收连点 别把咱家的小猫咪下炸毛了 随后顺手将未燃尽的香烟掐灭 毕竟我们家的猫纹不得烟味 大哥默默的宠妹行为真的帅炸了 给十个棒棒糖也不换 忽然他的视线落在 裴十四和李九十指相扣的双手上 嘖嘖 我们家的小白菜还是被猪拱了 眼看盛浩的狼狈样 裴十四四一轻笑了一声 太没劲都快废了 应该等小九儿来了再动手 小东西听不懂人话 没把他的舌头已经够收敛了 二哥好霸气 用最帅的脸说最狠的话 爱了爱了 今天有哥哥撑腰的李小九气场全开 好久不见了 盛大少爷 盛浩见到李九脸上写满了愤怒与不爽 李九你 爸没说出口 又被李少轩一脚摁在地上摩擦 李小九的名字你也配叫 看来刚才是没打够 三哥帅气又霸道 慕了慕了 盛浩垂死挣扎 是你们说话不算话 只想逼我给李九认怂道歉 压根没想放过我们盛家 一旁的记车终于忍不住撕破盛大少的幻想 你这小逼仔只恐怕想太多了吧 得罪了我们金圈小公主 你觉得你和盛家有好果子吃吗 说着记车一脸 剑嗖嗖地抬起盛浩的脸 你最好识相就给李九跪下叫爸爸 至少还能放过你妹妹 闻言盛浩怒斥李九 李九 我们俩的恩怨 你找那么多人为你出气不够 还吓作的拿女孩子开刀 呵呵呵 盛大少这是搞笑的吗 当初你想用排球砸死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怜香惜玉啊 李九两米的气场直逼盛浩那怂货 你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道歉 不是说了吗 先跪下管我们家李小九叫生爸爸 那可不够啊 裴十四勾起桃花眼尾 散漫轻笑 我们家小九儿可好委屈呢 要不胜大少爷委屈下 拿个酒瓶 效仿当初怎么砸小九儿那样 给自己也砸一砸 我还能考虑放过你 看来最狠的还是你 裴十四 差点漏了你这个宠妻狂魔 被一群霸道又帅气的哥哥团宠 是什么神仙体验 我们的金圈小公主 是不可能被渣男欺负的 微醺酒吧在阳上 一阵凄厉惨叫 盛浩被摁在地上摩擦 我们李大小姐根本不需要动手 自然有人收拾盛浩 计较好意提醒盛浩 乖乖道歉叫李九大了 否则盛家做的脏事就要被抖出来 到时候劳饭都不够你们一家四口吃 文言盛浩一脸错愕 不可能 他们怎么知道这些 现在开始后悔得罪李九都已经晚了 于是赶紧装孙子跪地求饶 只要我按你们说的做 你们就肯放过我们吗 裴十四清辽眼尾意味不明笑了笑 那就先看盛大哨的诚意了 为了抖命盛浩立马跪在李九面前喊爸爸 李九红唇威勾不屑倾笑 我什么时候有你这么不笑的儿子 哈哈哈哈 很好 就喜欢小九儿骂人不带脏字的样 就在此时黎少白脸起略带寒意的眼眸 语气冰冷刺骨 带进来 妥妥的霸总大哥 疯狂为他打扣 计车收到信号 立马动手将飞了一半的盛浩拖进包厢 计车开始摩拳擦掌 看来接下来有一番恶战 盛大哨看起来有点不舒服 平时傲慢惯了的盛浩不服反驳 你们仗是欺人 盛浩这话说的我们裴大大有不一样的看法 盛大哨对自己还挺有认知的 既然这么正直 那么就先来看看这个 话音刚落盛浩手机短信音响起 他看到信息那一颗脸色像吃了大翔一样好看 是妹妹酒驾撞死人的记录 当初盛家平权是摆平了 他们是从哪里翻出来的旧账 盛浩怒了 你们查我 你们喊我来之前就早有准备 能想到这盛大哨也不是完全蠢吗 那懂得该怎么用人话道歉了吗 见盛浩反应迟钝 儒雅贵公子黎绍燕缓缓上前 看来盛大哨也是没有体会过生不如死啊 说着他用红酒瓶抵着盛浩的下落 四大财法 有无数种让你从天之骄子变成人下人的手段 破产了可以东山再起 老魏也终有出来的一日 那如果终身被见他 或者是疯了吧 盛浩满脸狐疑 这话是什么意思 黎绍燕不经意轻笑了一声 像一条狗 关进精神病院里被所有人见他 甚至把你送回曾经住过的狗窝里 手机里那些曾经被盛浩遗忘的惨痛 回忆瞬间涌现眼前 父亲为了讨好有变态癖好的生意伙伴 把他送过去工人玩乐 想到这些肮脏的过去要被揭开 盛浩是死都不愿意 于是他立马狗到李九面前 姐姐 影帝大大低迷蛊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是不付费能听的吗 为了狗命 盛浩连滚带爬归到李九面前 李小姐 求你放过我 就当被我这个疯狗咬了一口 话音刚落盛浩抄起酒瓶 往自己的大西瓜狠狠搭去 瞬间西瓜之四见 感动的口水也从眼角躺下 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放过 只见李九交经撩起眼尾 行了 赶紧擦干净脸上的西瓜之滚蛋嘛 文言盛浩立马笑成傻子 是是是 小的这就滚 下一秒只听到喷一声 盛浩消失了 眼看盛浩腿脚灵活跑了 继撤觉得太可惜了 毕竟坏人受到这点惩罚是不够的 李少轩淡淡道 放心 裴哥早就把盛家的罪证交上去 他们盛家一个也跑不掉 文言记车回眸看向裴十四 那盛浩被狗的视频呢 没必要再拿这种事做简人 毕竟当年被关进狗窝 盛浩也是受害者 杂事告一段落 裴十四暧昧地微笑着逆向一旁的李九 小九儿 该准备准备咱们的正事 文言李九修得差点当场炸锚 不就个配音节目吗 说的要结婚似的 被塞的一嘴狗粮的帅哥哥们瞬间无语 赶紧散了吧 今晚有点撑 很快就到了配音的首次排练日 白天各大营销号将相关小道消息发布至微博 就掀起了舆论热潮 不少CP粉已经摩拳擦掌等着收割十里红装的糖 当然也有不少黑粉和微粉不屑嘲讽 八部的十里红装线下毕业 可就在此时语出惊人官方栏V账号却忽然空降微博 官宣节目艾特裴十四和李九 这一波打脸绝对是做火箭来的 几乎同时裴十四也转发了这条微博 荣幸受邀 期待与李老师的合作 还有那个骚里骚气的言文字 小爱心 今晚就要去录音棚排演了 李九兴奋又期待严读着剧本 裴十四滴里蛊惑的嗓音在耳机响起 姐姐 嘶哈嘶哈 今晚就能听到了爷 光靠脑补李九就按捺不住小鹿乱撞 随后他给裴十四发了短信 分开行动 今晚录音棚会合 一条语音信息很快弹了回来 李九立即点开 但语音条里起初没有传来人声 只隐约听到暧昧稀疏的流水声 李九眼眸里样子疑惑的光 他用耳朵贴着听筒牡丽听的声音 结果这时流水声渐停 猝不及防的一道低迷性感的笑音 勾着李九的耳膜 紧接着 李九终于成功聊到裴十四狂起冷水走 只可惜他没看见 就这么不想跟哥哥曝光练琴了 裴十四或人的嗓音瞬间让李九的耳朵怀孕 哎呀呀 花孔却绝对故意疼 这心机老狗 李九使劲对着红透的小脸干扇风 他深呼吸试图平复被撩得狂跳的心脏 随后他不服气抓起手机 按住语音条 红唇微起 另一边裴十四刚刚洗完澡 朦胧的雾气缭绕在周身 水珠顺着发丝滚落 随着诱人的锁骨滑落到性感的十八块附近 信息音响起 他骨节分明的手轻轻划开屏幕 便见李九发来的语音信息 他肆意勾了勾唇脚 随即点开了语音条贴在耳畔 也是悄然无声的两秒 裴十四以为自己没点开 准备拿下来查看至极 却忽然听到极为暧昧的呼吸声 裴十四不经瞳孔地震 一道甜逆娇软的嗓音传来 没有不想曝光练情 但跟我家男朋友这种顶流哥哥谈 当然要地下情才刺激 李九的声线有种让人上头的微醺 格外聊人 我家男朋友 顶流哥哥 地下情 每个关键词都聊得 裴十四刚洗完 早得清爽 大然无存 浑身血液又重新沸腾起来 靠 最终他按捺不住又冲进了浴室 此处大家可以尽情脑补 这边的小九儿还沉醉 在自己聊汉小技巧 满分钟不能自拔 虽然不知道裴十四有没有上钩 但是李九已经傲娇地翘起了尾巴 择日录音棚 导演老师明蒙亲自迎接李九 李老师好 以前接触过配音吗 接触过一点点 看李九那相当从容的表情 恐怕不是一点点而是一点点 高一的时候 曾经和裴十四参加过英文配音大赛 当时合作的泰坦尼克号就秒杀了全场 拿了九点九九的高分 真的吗 节目组那边还担心你没经验 特意嘱咐我帮你好好调整 看来是多虑了 李九礼貌笑了笑 当然有专业老师指导最好 毕竟裴老师是大前辈 我只是有点业余经验而已 听到李九特替的喊裴十四老师 柠檬内心哭成狗 不为别的 就以为十里红装现下避意了 见状李九有点不知所托 他怎么突然伤感起来了 柠檬老师 柠檬为过神继续营业 他推开录音棚的门 示意李九先进去录音棚准备 等裴十四来了就可以开始 不久了 裴十四来了 刚进门他就撩起眼皮扫尸了四周 友谊无意问道 李老师到了吗 到了到了 他已经在录音棚里准备了 刚才还在自闭的柠檬瞬间乐开花 裴十四主动问起李九 所以我的十里红装还有机会 那我是不是可以现场课堂 哦 录音棚隔音极好 在认真研读剧本的李九 并未察觉外面的动静 他还戴着耳机 念着台词 就在此时陪十四推门而进 过于投入的李九 根本没有发现 他只觉得耳朵忽然一凉 耳机被猝不及防撩开 凉薄的唇半紧接着贴在他耳机 看剧本看得这么认真吗 低词性感的嗓音伴随着轻笑 怎么入戏到连我来了都没发现 洛琪姐姐 怎么会有这样的难顶流 谈恋爱谈得毫不遮掩 搭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李九正在看着吻戏片段 万分撩人的台词 看得李九面红耳饰 就在他脸颊开始发烫之时 耳机忽然被人掀开 一股羞耻感席卷而来 再加上裴十四的一句洛琪姐姐 李九当场架了毛 从凳子上弹了起来 裴十四回应他的 却是懒散的轻笑 下一秒裴十四 毫不必会揽上他的戏药 江天兰是不是这样子蹭了呀 李九快要疯了 柠檬更要疯了 现场磕糖简直不要太甜 嗷呜嗷呜 裴裴十四 你矜持点 导演还在呢 裴十四低迷的嗓音接着响起 怕什么 等会儿教我们小九儿吻戏的时候 他不是早晚也知道吗 裴十四抬眸看向柠檬 柠檬老师应该不会介意的 不介意不介意 柠檬兴奋的哈喇子都快留下 你们俩先亲一会 我去外面准备点东西 我十分钟后再回来 两分钟就够了 小九儿我们想看更久哦 明显裴十四也不同意 小九儿故意发语音勾引哥哥 害哥哥洗了冷水澡 两分钟怎么够呢 冷水澡 李九高兴坏了 终于成功了 没等他兴奋完 便感受到裴十四灼热的呼吸 萦绕他耳盘 辛苦柠檬老师给酒一点 我争取十五分钟亲完 话音刚落 他挑起李九的下宝冷上去 速不及防的压迫感 让小九儿一下子没占了 就要在他要往后倒之间 裴十四伸手揽住他的细腰 极致的慌乱与安全感互相拉扯 裴十四根本没理会 柠檬继续做他该做的事 柠檬狂呼救命 现场磕CP不但甜 还刺激 不得了不得了 亲都要亲十五分钟 那么做得做多久啊 随后他识相离开录音棚 并守在门外 防止其他工作人员打扰 天啊天啊 十里红妆真的在谈 柠檬激动的小心脏砰砰跳 此时此刻录音棚里 只剩下暧昧交错的 呼吸声与泪鼓般的心跳声 十五分钟 裴十四把时间卡得刚刚好 唇瓣终于缓缓分离 他轻蹭着他的鼻尖 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下次还敢啊 哇去 借目刺激 一上来就是传戏 绝对要给柠檬老师加鸡腿 裴十四嗓音性感又充满了威胁 我家小波斯猫 下次还敢啊 李九抬起仍然未退去少女粉的脸蛋 红唇微张 不敢了 其实小九儿内心的小傲娇 已经开始暗戳戳想着 怎么拿回自己的地位 此时宁萌也掐表算好了时间进来 看到两人斗智斗勇的场面 露出了欣慰的义母笑 随后李九上前表示了歉意 毕竟占用了工作时间 很明显宁萌也是个小机灵鬼 李老师不用害羞 我懂 我都懂 跳过一些干大的对话 随后宁萌回到控制台 裴十四和李九也在录音室里戴好了耳机 宁萌软萌的嗓音传来 两位老师先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我先听一下 如果有需要调整再说 可以开始了吗 裴十四骨节轻透的手指扶着耳机 看向李九 李老师 李九心间忽然一颤 那先是哪一段呢 他洋装镇定翻阅着剧本 可是死死捏住剧本的手出卖了他 怎料宁萌老师上来就给整个狠了 就传戏吧 李九的沉默震耳欲聋 裴十四则淡定从容 两人齐刷刷看向宁萌 宁萌连忙摆手 不不不 两位老师 我不是那个意思 宁萌老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都懂 我们都懂 传戏这段情感丰富细腻 包含了两个角色设定 更能听出问题 李小九一脸我细腻的鬼 你这狡辩都能玩出花了 就在李九按道离谱时 裴十四懒卷的嗓音从耳机传来 我可以 李老师呢 李九的小心脏忽然像是被揪得死死的 我当然行 傲娇的小波斯猫绝不会认输的 下一秒便见裴十四莫名摘下耳机 直接凑到李九耳边 如果小九儿害羞的话不用逞强 等晚些回家哥哥亲自教你 裴十四你犯规 李九立马往后闪开了0.08公分 才才不用你教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李九戴上耳机胶巾抬起下巴 来 然后信誓旦旦将剧本翻到那一面 但是第一句就差点让他捏了回去 剧本如下 洛琪七分清冷三分昧 阿兰喘西音 别解我一赏 救命 李九内心抓狂 但是胜负欲极强的李小九不允许他折服 他闭上眼心里默念着小九儿冲压 努力调整状态 很快他进入了角色 阿兰 李九勾人的嗓音响起 这回轮到裴十四不淡定了 卧槽 我们的影帝大大慌了 别解我一赏 李九的声音表演十分到位 裴十四瞬间血液沸腾的感觉又上来了 但是好歹也是三斤影帝 他很快就调整好状态 接住了李九的台词 姐姐 洛琪姐姐 李九的神经几乎瞬间崩断 这台词这声线好羞涩呀 然而裴十四妖孽般轻笑了一声 可阿兰好想弄哭你啊 这么丑的男朋友我们都想丢掉 而女孩却甘愿每天被他欺负 姐姐 阿兰好想弄哭你 裴十四滴词性感的嗓音 从耳机传入李九的耳朵 李九浑身触电断苏码 CPU都快要烧坏 甚至都忘记还在录音 弄哭 救命 谁不想被他弄哭 李老师 李老师还能顶得住吗 见李九没有及时接上台词 柠檬传来了真挚的问候 李九这才回过神台眸看向柠檬 尴尬本尬 太丢脸了 随后他立即捂住发烫的脸颊 我当然顶得住 不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果然小波斯猫一如既往嘴硬 他傲娇抬起头 冲鸭 小九儿 继续上班 紧接着叮离蛊惑的嗓音又钻进他耳膜 姐姐 阿兰帮你宽衣 李九瞬间耳根发烫 整个人都不好了 然而此时懒卷的笑音又响起 姐姐 阿兰好喜欢你啊 嘶 李九的浑身骨头几乎被炸得酥脆 姐姐 好想做 欧米加 这男人绝对是个男妖精 所以 姐姐是喜欢轻的还是重的 这回李九彻底破防 配不下去啊 于是他赶紧把耳机摘了下来 以免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见状裴十四得意调侃 我们的小九儿终于要承认顶不住了吗 但哥哥还没有开始表演喘气呢 文言李九差点当场炸了毛 裴十四 你礼貌吗 再这样我们绝交 妖孽断的裴十四拥懒坐在那 看着直跳脚的小九儿宠溺一笑 小九儿这么凶啊 李九挺直腰板乃凶乃凶道 对 就这么凶 你咬我呀 可回应他的却是裴十四一声懒倦轻笑 怎么办 小九儿这样 哥哥更想欺负你了 李九心脏瞬间苏码 下一秒他向柠檬头去求救的目光 只见柠檬双手碰裂 眼里酿起了粉红爱心一般 痴迷看着两人撒糖 呜 好甜啊 这怎么能不所死啊 直接上明镇局吧 李九大写的乌语 柠檬老师你醒醒吧 我们还得努力营业 你磕什么糖啊 终于柠檬清醒过来 然后两眼放光看着他们 接下来就是传戏的喘气录音 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只见李九沉默了 自然是喘不下去的 可骄筋的他不愿意开口 倒是裴十四倾笑了声音向李九 道歉柠檬老师 我家女朋友性格比较内敛 同时李九也抬眸看向裴十四 却猝不及防掉进他深情的桃花眸里 这段今天就先不进行抬眼了 李九一脸服你 你这只花孔雀今天居然这么好心 好心 裴十四眼尾轻疗 躬身贴近李九耳边 等会回家后 哥哥私下教你表演该怎么喘 我们再来路啊 李九刷一下脸爆红 果然花孔雀不安好心 引流隐帝居然也会有被聊到手足无措的时候 裴十四凑到李九耳边 回家后哥哥私下教你啊 李九瞬间炸红了脸 裴十四 这种是谁要你私下教 柠檬全程磕糖脸看着两人 简直不要太过瘾了 柠檬老师 今天就排到这吧 等我们练好了喘音再联系你啊 好好好 说着裴十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逆向李九 今晚我到你房里 我们一起练习啊 李九娇羞低头硬下 晚上别墅客厅内裴十四将李九摁在沙发上 灼热的气息渐渐逼近 地下情玩得够刺激吗 李九不禁浑身僵直 随之而来的是更强势的荷尔蒙气息 此刻李九很明显已经缴械头响 紧张扭头避开裴十四 裴裴十四 不能什么 我这不是来教小九练习吗 救命 李九内心抓狂 根本不敢跟裴十四对视 心想今晚他该不会真枪实弹吧 他开始后悔把狼放进了羊窝里了 想到这李九瞬间呼吸急促 我还没准备好 裴十四鼻子直接抵着李九鼻尖蹭了蹭 准备什么呀 李九脸颊瞬间爆红 就就那个裴十四眼尾一样的笑语 故意让李九再说一点 裴十四太狗了 但是我好爱 就见李九干脆扯了扯裴十四的腰带 小九儿你这把火药烧死裴十四这老狗了 只见他身体默然僵住 你没看错 他慌了 我们的影帝大大慌了 随后他紧紧握住了李九不安分的小手手 下一秒直接强势扣在他头顶 你往哪里乱摸呢 李九无辜眨巴的大猫毛 是你自己非要问的 裴十四竟无言以罪 你就真的不怕我今晚就 妈爷 成年人的恋爱就是好磕 谁看谁上头 裴十四公身凑近 小九儿 你就真的不怕我今晚饭了你 小九儿怕得要死 但是属于波斯猫傲娇属性的他立即反驳 反正你也没有准备那个不是吗 裴十四唇角微钩轻笑了一声 给小九儿发出最后劝告 那我下次准备了 我看你敢不敢说这种话 李九瞬间傻眼 糟糕 玩脱了 随后裴十四挑起李九的下巴 将他傲娇的小脸蛋转至自己 李老师会配那段戏了吗 李九对上裴十四的视线 立马小心脏又开始不听话了 他连忙慌乱回避 你你你 我我会学的 只听到裴十四一声揽笑 那我继续教 李九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裴十四低手将脑袋埋进他的颈部 唇拌在他的颈上青蹭 李九瞬间连呼吸都停滞 浑身不自觉颤抖 两人僵持了很久很久 裴裴十四 你快给我退下 说着李九使劲推开了裴十四 回应他的却是裴十四懒卷的效应 那给小九儿换个姿势 裴十四忽然搂住李九的腰将他提起 纤细的腰靠在沙发边缘 而他的唇则印在了李九的脖梗上 小九儿不是说 没准备作案工具不能真枪实弹 又不是只有那种方法能教 李九瞬间呼吸急促 奇异的酥氧感席卷全身 小九儿慌了 他对裴十四的教学喊停 两人缓缓分开 李九立马表示学会了 他眼尾样着桃色 有点小心奋 裴十四 我会了 我学会了 笑我什么 随后低迷性感的嗓音在李九耳边响起 李九扬起可爱的小脸蛋逆向裴十四 娇羞道 男男朋友 李九凑到裴十四耳边 柔声细语 男朋友 裴十四却说不是这个 李九快要哭了 他终于心肩发颤着脚械投降 十十四哥哥 今天又是公费恋爱的一天 与初聊人直播日 节目刚开播线上直播间都快被挤爆了 有疯狂为十里红装打扣的粉丝 当然也不乏嘲讽了黑粉 热闹得不得了 主持人宣布 本期节目请来了四组嘉宾 将通过抽签随机形成PK赛 以命名的形式完成配音 此时后台李九抵达演播厅 不远处传来嚣张傲慢的声音 我还以为是谁呢 他抬眸望去 是苏宇璇 苏妖精的亲姐姐 原来是某位靠炒作吸粉的十八项狐咖 李九礼貌问好 苏前辈 可回应他的却是苏宇璇的一声冷笑 怎么陆练宗的时候没见你对盈盈这么客气 见我咖位更大怂了 李九慵懒眼尾轻翘 红唇微钩 苏女士年纪大 在圈内的确是我的前辈 一声尊称是我做人的基本礼貌 但如果 说着李九凑上钱 你没打算做好这个前辈的话 我也可以不把你当人看 苏宇璇顿时背对的哑口无言 脸上的妆容都快盖不住他暗沉的脸色 李九弯起眼角 漂亮的酒窝陷进脸颊 那么 苏前辈 眼波听见 说把他推门走进了眼波厅 苏宇璇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 随后他交代助理跟节目组打声招 抽签PK 他要跟李九凑成对手 还有另外准备好宣传通告 具体内容 你懂得 他是直拉财 到时候跟李九同台对抗 各方面碾压李九 吹捧自己的戏感 贬低李九业务能力 这女人太有心机了 录音厅内 裴十四早早到场 见李九进门 他放肆勾起李九的手 紧张吗 李九原本不紧张 却因为男人性感蛊惑的嗓音 浑身骨头都酥软 裴十四 你奏凯 待会配音你离我远点 要是影响我发挥 我回家后肯定要掐死你 哈哈哈哈 小九儿 掐屁股吗 裴十四一声低迷的轻笑随之响起 那要是洛七姐姐配不好喘音怎么办 文言李九心间不禁颤了下 疯了疯了 戏外还喊我姐姐 突然昨晚对戏时的那种血液沸腾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他用胶筋的嘴硬来掩盖他内心的不平静 我能配好的 我肯定可以配好的 裴十四懒卷轻笑 行 那哥哥等着看 要是找不到感觉的话 记得喊哥哥来帮忙 反正后台不开镜头 卧槽 裴十四你这算盘打得我在家都能听到 姐姐 让姐姐看看伤势恢复的如何 裴十四散漫轻笑 记得喊哥哥来帮忙哦 傲娇的小波斯猫瞥了一眼乱开屏的花孔雀 我是绝对不需要你来帮忙的 此时录制正式开始 嘉宾以虚拟形象问好 首先出现在大屏幕的是一只开屏的青鸾鸟和火红小狐狸 大家好 我是被青鸾鸟开屏求取的小红狐 大家好 我是开屏求取小红狐的青鸾鸟 嘉宾声音刚出 旋转木马CP粉狂舞 是苏宇璇和牧泽川夫妇 十里红装CP粉乌云 苏宇璇这是蹭花孔雀和波斯猫CP的热度吗 各路键盘侠也坐不住了 就蹭怎么着 就在此时大屏幕再度亮起 一条溺满了浪漫星辰的银河 如飘带般闪过 还有角角月亮缓缓升起 101颗星星乘着银河的波浪而过 向月亮地区最真挚的哀眼 直播间激起一阵吐蕃鼠尖叫 哇去 十里红装太浪漫了 真服了 这哪里像十里红装啊 某家CP粉也太能将浪漫 往自家争主身上扣 在直播间观众猜测之际 离久被处理过的声音响起 大家好 我是全力在银河的小月亮 紧接着裴14的声音也响起 大家好 我是土 奔誉而来 随后主持人宣布 PK赛马上开始 十里红装PK选转木马 哇去 这也太刺激了 这波果然是姐姐的复仇局 直播间弹幕众说纷纭 率先上场的是旋转木马 两人配的是现代戏 随着两人专业的配音 一大波旋转木马 CP粉无脑吹气彩虹片 苏宇璇业务能力真的太好了 牧泽川老师戏感也不错 然而许多营销号 在苏宇璇的收满下 开始发拉才搞了 配音结束 旋转木马的卖被关闭 苏宇璇已经傲慢勾起红唇 心里乐呵地等着李久出球 与此同时录音棚内 裴十四缆卷转眸逆向李久 准备好了吗 李老师 李久交金抬头 当然 裴老师 可别拖我后腿啊 李久斗志昂扬 小九儿要战斗 冲压 大屏幕出现了一座 仙气缭绕的楼阁 九州神女工的仙境池内 一名白衣少年 放荡不羁鞋躺着 一位子依女子清冷望着池中少年 阿兰 过来 少年抬眸 姐姐 直播间疯狂尖叫 清冷姐姐VS乃狗弟弟 救命 这仙侠女尊的设定 简直太爱了 李久已经完全进入 落漆的角色 空灵悦耳的嗓音再次响起 过来让姐姐看看 伤势恢复得如何 裴十四散漫看向李久 姐姐下水来看 李久原本很清冷自吃 但目光猝不及防 撞上了裴十四深邃的双眸 天啊 他竟然直勾勾看着我 妖念 他不由地捏紧剧本 仙妖感觉一补温热 裴十四忽然用指尖挠了他一下 李久发出了一声暧昧的尖叫 被收录彻底 李久慌张睁大圆溜溜的猫毛 难道我脱离剧本了 女孩狂亲自己的手臂 只为让吻戏更逼真 呼吐一声 洛气被姜婷懒扯进了汤匙里 所以刚才那一声尖叫配得恰到好处 李久回眸看了一眼裴十四 原来他是在帮我走剧情 可是他刚才那样子实在太撩人了 李久试图平复心情 继续回到角色中 本以为裴十四不会有下一步动作 结果那股东西又使劲在他的腰上捏了下 李久再次轻声尖叫 江听兰 他声陷仍旧空灵 添了几分气急败坏 此时洛气已经被江听兰扣在怀里 下一秒洛气推开江听兰 兰卷的笑音随之响起 前几天晚上姐姐不是都陪着阿兰睡觉吗 祸曹 血槽已空 阿兰 别闹 洛气想离开 却又被江听兰扣住 洛气羞涩缩成了一团 江听兰唇半清沟 可是姐姐 阿兰今天好想 姐姐 洛气姐姐 阿兰帮你 你好不好 李久快要疯了 这脸蛋这声音立马闻现 观众听到这再度宣布阵亡 救命 李久戏感也太好了 清闻感和魅感融合的毫不违和 太期待后面的剧情了 紧接着江听兰渐渐凑近洛气 温热的唇半落下 直播间一阵吐蜀尖叫 台前这么刺激 不知道后台的两人如何 此时后台的李久对着自己的手臂一顿猛步 可傲娇的小波斯猫一副我能行的模样 直接劝退了裴十四 江听兰和洛气缓缓分开 姐姐喜欢在这吗 洛气欲言又止 原因是李久快要接不住裴十四的戏了 李久忽然一个机灵 便见裴十四从后面给他一个大大的寻宝 姐姐 顶流男性恋爱后居然成了油腻大叔 我真的会嫌 裴十四蹭着李久的脖梗 性胆低沉的嗓音勾着他的耳膜 姐姐 姐姐好甜 李久整一个蹦不住了 太撩人了 下面这一段是整个剧本的最高潮 江听兰将洛气抵在汤匙的石壁上 渐渐逼近 他像小狗一样蹭着他的肩 灼热的呼吸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上游走 姐姐 直播间激起了一阵吐蕃鼠尖叫 卧槽卧槽 耳机挡一阵亡 由于后台没有尽头 裴十四这狗东西越来越放肆 他压在李久的颈窝处倾笑着 那姐姐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啊 配音结束 李久立马关掉机器 然而他已经被聊到面红耳势 说好的自己配音 结果还被裴十四鼓刀走神 最后要他帮忙 李久缓缓摘下耳机 他双手捂住发烫的脸颊 而凑近他的裴十四还没有离开 他低笑着蹭过李久的耳朵 小女朋友刚才的声音可真好听 李久内心已慌 裴十四意犹未尽 还想趁机跟李久亲亲 李久心间剧烈发颤 他抬眸盯着裴十四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下一秒触不及防的唇半边落下 录音棚的空气瞬间安静 只剩暧昧的呼吸和心跳 许久两人缓缓分开 裴十四温热的大手捧着李久的小脸蛋 李久姐姐也好甜啊 投票结束 下面进入观众投票环节 主持人的声音在演播厅响起 而在隐秘的后台 呼吸交缠 仍然在黑暗中暧昧的浅沉着 李久紧张的不敢闭眼 生怕下一秒被镜头捕捉个彻底 裴十四轻蹭着他的唇淡 李老师怎么接吻接得这么不专心 李久眼神闪烁 有镜头 等会被拍到 裴十四一阵倾笑 拍就拍 还有时间让哥哥在亲话 文言李久睁大了猫毛 紧接着唇断又被覆上 接下来有请两组嘉宾依次登场 给大家打个招呼 李久心弦忽然被拉紧 糟糕 马上到我们了 来不及了 十八线女星和鼎流男星在节目上秀恩爱 直接秒杀了一线大明星夫妇 主持人宣布 两组嘉宾依次登场 大屏幕出现的是青鸿鸟和小红虎 便见苏宇璇轻易挽着穆泽川的手臂 缓缓来到演播厅舞台 大家好 我是穆太太苏宇璇 我是穆太太的老公穆泽川 旋转木马CP粉激动的凹叫 接下来请出下一组嘉宾 月亮银河 许久舞台不见嘉宾出现 此刻紧张与期待充斥整个演播厅 就在此时候台镜头被打开 屏幕里出现了一双黑色皮鞋 紧接着戏高跟踩了过来 伴随浪漫的音乐 裴十四和李久出现在众人视野里 直播间发出了吐蕃鼠尖叫 救命 真的是十里红妆 宝子们 给我狠狠磕 下一秒裴十四毫不避讳的深情谋光逆向李久 并伸出绅士手 李老师 赏个脸 李久顿时心肩一颤 此时小波四猫的心理活动有些许活跃 当才后台那尴尬的一幕幕休一下出现 最终还是不忍心让花孔雀在直播中丢脸 他将柔软的手指搭在他温热的掌心 裴十四随即握紧他的手 裴十四牵着李久走到舞台中央 李久自信大方跟观众打招呼 大家好 李久 裴十四停顿了一下 却深情凝视着李久 大家好 我是还在努力追逐月亮的裴十四 哇哇哇 这是什么神仙CP 太感人了 嫁妆们瞬间磕糖上头 裴十四太会了 就在此时机智的主持人有话说 两位老师刚才在后台配吻戏时 是配音还是真的亲了呀 我的互联网嘴屁 今晚加鸡腿 速不及防的发问让李久大脑空白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做什么 他尴尬逆向裴十四 脚趾都能抠出个不达拉弓 随后从嘴里蹦出俩字 我们不是 健壮裴十四好好解释 配音的时候不是真亲 李老师戏感很好 自己配吻戏轻而易举 我非常欣赏 哈哈哈哈 裴十四还会商业吹捧小女朋友啊 被忽略许久的旋转木马 CP立马急了眼 紧接着秀一波隔夜狗粮 我跟玄玄是真亲的 哇 你们好棒棒哦 但是我们并没有很想知道 主持人直接宣布PK结果 大屏幕的数字滚动起来 李九的心弦随着紧绷起来 看出了小九儿的紧张 裴十四上前安慰 别紧张 毕竟我们家小九儿最棒了 波斯猫和花孔雀的恋情面临危机 原因竟是花孔雀太骚包 裴十四凑到小九儿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我们家小九儿最棒了 李九一个机灵回眸 花孔雀又在胡乱开屏 就连直播间的小可爱也被狂塞了一嘴狗粮 苏宇玄气得脸都绿了 冷哼了一声 真会炒作 看我等会怎么打你们脸 下一秒苏宇玄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 看向大屏幕 原来最终票数已经出来了 主持人宣布 十里红装以绝对优势获胜 全场哗然 卧槽 十里红装牛逼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票数的CP 旋转木马CP惊吓过度 愣在原地直呼不可能 与此同时现场有观众惊叹道 我刷到了某营销号发的拉彩通告 说苏宇玄戏感惊人 完全碾压李九 他们怎么敢啊 这波打脸没想到打的是自己的脸 苏宇玄气的后槽牙都要咬碎 综艺录制结束 演播听后台 李九懊恼的反复照着镜子 肿吗 明显吗 怎么大家都在怀疑呢 想到这小九儿顿感大势不妙 这恋情要瞒不住了 偏偏这个时候一个低迷蛊惑的声音蹭过他耳机 小九儿 李九几乎头皮发麻 回眸就撞上一双深情的桃花眸 胳膊什么都没有做 小九儿的心跳还是那么快 炸毛的小波斯猫几乎瞬间跳了起来 裴十四 你这个罪魁祸首 好事都被你占了 说什么风凉话 下一秒裴十四躬身凑近 要不然呢 说着他像狗子一般轻蹭着他的鼻尖 小九儿还想被谁轻肿了 李九轻哼着 傲娇扭过头去 小九儿生气了 哄不好那种 裴十四忽然将李九还住 躬身低手 两人情深款款对视了1.08秒 裴十四开口 那哥哥给个机会小九儿报仇 好不好 此刻裴十四就像一只狡猾老狐狸 傲娇的小波斯猫怎么能认输呢 既然他故意招惹 那就反撩回去 下一秒李九忽然抬眸 好啊 说着双手还住了裴十四的脖梗 裴十四只想逗逗李九 却没有想到他居然主动 他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便听到李九说起冷兄弟的事 小九儿这波操作666 真的不要命了吗 裴十四薄唇蹭过李九的耳边 这是演播厅可没有什么冷兄弟 李九满满的斗志 更好了 那我只管点火 封压 高贵的波斯猫要勇于战斗 下一秒李九在那性感的喉结上揪咪了一口 裴十四大脑里的神经几乎瞬间就目主 小九儿满心欢喜逆向裴十四 裴十四气得国粹都飙出口 他上前掐住李九的细腰 李九你 话刚要说出口 就被李九温热的指腹堵住了 嘘 十四哥哥先别说话 我还忘了件事 只见李九单手勾住他的脖梗 转眸望向梳妆台 随后拿起那管玫瑰红的口红 裴十四隐隐觉得调皮的小波斯猫要整脖 于是他默然扣住他的腰 抱起他坐在椅子上 还想干什么 小坏蛋 李九眼尾轻疗露出一抹魅惑的笑 哥哥在等一下 他忽然凑近 把他的浅瞳当成镜子 拧开口红在自己的唇上涂抹了起来 很快他好了 两人四目相对没有一秒 李九立马双手搂住他的脖梗 低头将唇弹印在裴十四的喉结上 裴十四大脑立即荡机 此刻他被李九聊到所有理智几乎崩塌 他反击了 一把扣住他的后脑 顿在自己的怀里亲吻了起来 突然李九一把将裴十四推开 裴十四可怜兮兮看着李九 本以为李九是在拒绝自己 结果下一秒 李九轻身凑近 挑起他的下巴 难得霸道反击 裴十四眼瞳瞬间咒缩 傲娇的小波斯猫火力全开 势必要让花孔雀跪下头小 裴十四和李九在后台腻歪的同时 陆幽已经抵达电视台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本期是下一站浪漫和语出撩人节目联动 很明显陆幽借工作来现场磕堂的 他向工作人员询问 九九和裴老师走了没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应该没走 还在录音棚里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陆幽开启磕堂模式 冲压 咱们触发录音棚 此时此刻录音棚内 暧昧仍在升温 极限拉扯 你来我往 好半晌后唇淡才缓缓分开 李九眼眸里让起胶筋的光 还没有 然后磨人地蹭了下李九的鼻尖 要不你再来一次试试 李九脑袋捏紧他的小拳拳 他看得出来 花孔雀就是故意开屏拟误误他的 但是战斗中的小九儿绝不服输 今天一定要让他亲口投降 只见李九一声哼笑并伸手揪住裴十四的礼拜 由于力气还不小 裴十四的衬衣领口瞬间分开 李九低谋心甘情愿将唇印了上去 裴十四顿时瞳孔地震 魂身过电 还没回过神变 便见李九的玫瑰色唇印散落在性感的喉解 裴十四心里慌得一瓶 想着小九儿今天怎么回事 是想把我聊坏 话都没说出口 猝不及防的红唇已经落下 随即裴十四一声冷笑 小九儿 学坏了 就学坏 李九交经轻哼 然后倔强加深了这个吻 却不知道陆幽已经带着练宗的陆制组 来到他们的私人录音棚外 直播间弹幕嗷嗷尖叫了起来 前方高能 科堂大军叙事待发 嗷呜嗷呜 陆幽礼貌敲门 然后里面的人过于沉静 没有回应 于是陆幽只好将手搭在门把手上 咔哒 门居然没有关 震惊了 某鼎流南星和十八线小花的地下链 不到一周就曝光了 鼎流南星却高兴到差点放鞭炮庆祝 陆幽直接推门而进 那瞬间他的眼睛瞪得一个比两个大 只见一对模糊的身影在椅子上 直播间数十万观众几乎同时被吓成了表情包 默默 陆幽惊诧到无嘴不敢继续发声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此时李九似乎也察觉到不寻常的气息 他抬眸看向裴十四 是有声音吗 裴十四松散眯着桃花眸 是有 李九不禁心底一颤 是什么 他正想抬眸去看 便被一只大手扣住了后脑手 裴十四轻蹭着他的鼻尖 一声懒散轻笑 怎么办 小九儿 我们的恋情好像被曝光了 直播间一阵吐蕃鼠尖叫 十里红装这波恋情曝光太绝了 见过狗仔爆料的 却没见过直播自爆的 只见李九终于回过神看过去 对上了无数双盯着他的眼睛 胡胡 太射死了 陆幽看着李九迟疑了0.08秒 然后朝着他尴尬挥手打招呼 李九尖叫声响彻天际 仿佛要震碎所有人的耳膜 他把脸蛋埋进裴十四的怀意 完全不想让自己出现在镜头了 裴十四浅同里 让着深情与宠溺低谋逆向李九 出去见人了 终于千呼万唤两人站了出来 裴十四大大方方跟直播间的观众打招呼 而李九却像鸵鸟似的 一直躲在裴十四身后不敢见人 镜头给到特写 裴十四的衬衣领口肆意敞开 猴杰和锁骨上近视吻痕 直播间小可爱们再次磕风 十里红装双向奔赴实锤 李九精神恍惚 他万万没想到难得反辽成功的一次 竟被人给撞见了 他一脸无奈看向陆幽和几名摄影师 都 都拍下来了吗 陆幽朝他无情点了点头 李九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那能不能让这该死的素材烂在摄像机里啊 李九太可爱 陆幽笑不活 九九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们是在直播 今天大瓜 裴十四喊李九陪太太 听到陆幽说正在直播 李九几乎瞬间害羞到变形 下一秒只见一只小丛猫一头栽进裴十四的怀里 救命 太丢人了 散漫的笑音自头顶落下 裴十四毫不避讳将他搂在怀里 像哄孩子般哄着他的女朋友 反正都曝光彻底 陆幽干脆鼓起勇气问道 裴老师 你们是在一起了吗 裴十四毫不犹豫回答了事 他将私有的浪漫公之于众 裴十四追到他的月亮了 李九就是那轮月亮 李九还在裴十四怀里 隔着衣服他都能听到他泪鼓般的心跳声 救命 他说我是他的月亮爷 李九抬眸 恰好撞进了裴十四样子满满是爱的桃花眸 忽然裴十四的大手扣住李九的后脑手 鼻尖抵着他的鼻尖 好喜欢你啊 直接霸榜热搜前十 微博煞时间瘫痪 很多人点都点不进去热搜 刚蹲完直播的小可爱前来解答 十里红装直播官宣恋情了 而且李九还主动吻了裴十四 无数颗堂的小可爱都控制不住蠢蠢欲动的手 救命 食指向扣摁在头顶这是什么神仙画面 青梅竹马的暗恋太好磕 小波斯猫等了花款却八年 等得好苦 你一定要好好对他 等会儿 还有人记得 陆幽是来送下一站浪漫的第二季任务卡的吗 青嗓子开口 九九裴老师 这次讲导让我给你们的东西 李九修的根本不想看 裴十四伸手接过了任务卡 漫不经心聊起眼皮翻看 恭喜十里红装进入下一站浪漫的第二季模拟夫妻阶段 下周即将解锁新的浪漫旅行地点 土耳其 李九不知道任务卡写了什么 但是一听到是蒋老六给的东西 他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听到了裴十四散漫倾笑 忽然搂上了他的先腰 李九的小心脏不禁颤动 一道低迷捕获的嗓音便响起 裴太太 李九忽然睁大圆溜溜的猫猫 神情诧异向裴十四 我的裴太太 裴十四轻蹭着李九的鼻尖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吗 李九立即当场炸毛推开了裴十四 随后一溜腰跑门一 救命 裴太太这种称呼谁受得了 陆幽小可爱一脸尴尬又无奈 说好磕糖呢 女主角怎么跑路了 哈哈哈哈 直播间的大可爱们也笑出了猪叫声 小波斯猫的炸毛虽迟淡倒 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哄最有效 那就是将她紧紧抱住 低头认错 有求必应 直播结束后裴十四追到了李九家门前 结果指纹所提示 您的指纹未露入 裴十四邪魅一笑 明显在憋大招 下一秒他登上了久违的微博 他发微博了告诉全世界李九生气不给他进家门 另一边李九回到家躲在房间里 将脑袋埋进枕头下 开始脑补 他喊我裴太太 这刚确认恋爱关系 就已经考虑结婚的事情 会不会太快了呀 越想越不对劲 李九后知后觉想起了蒋老六 这肯定又是他搞事情 李九气得想杀的蒋老六住行 就在此时 手机却频繁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便见微博无数人在爱特他 他点进去一看 结果见到骚孔却在微博里花枝招展 CP粉的在下面帮着他召唤老婆开门 李九瞬间脸颊发烫 这花孔却胡说八道什么鬼 就在裴十四还在得意自己的杰作之时 李九修奋开门并炸毛喊话 裴十四 谁让你发那种微博 然而未等到他说完 就有一道尽力抵在他纤细的腰间 李九猝不及防被雪松香老了个满怀 紧接着低迷蛊惑的嗓音拂过他耳机 错了 李九狐一抬眸 没等他回过神 耳根又被蹭得酥了一下 哥哥已经知道错了 李九心间忽然颤了下 救命 这男人求生欲就这么强吗 但明显他很吃着疼 刚才炸开的毛利马就被抚平 见状裴十四立马抓住机会 劝说李九恢复他的指纹解锁 李九本来就受不了裴十四的撩拨 这回更是浑身骨头豆腐了 李九傲娇轻横扭过头 你明明有钥匙也知道密码 可以自己重新录回去的 果然我们的小九儿不是冷漠无情的人 还给十四哥哥留了余地 但裴十四却轻笑了一声 勾起李九的下巴 那不一样 女朋友生气了 当然先哄好 才有恢复指纹的权力 天阿露 这个男人太会了 李九内心一下子她软下来 忽然她的视线 露在了她性感的锁骨和喉结上 李九长洁微颤 琥珀色的眸光闪过一丝脚匣的光 她胶筋抬起下巴 帮你恢复指纹解锁也可以 但我还有个条件 悉听尊便 李九轻舔唇半 目光扫过她的喉结和锁骨 指尖滑落在她的腹肌上 裴十四神情忽然一顿 便见李九撩起眼尾 我今晚能摸摸哥哥的腹肌吗 文言裴十四神情明显致主 有一个腹肌中毒的女朋友是什么体验 裴十四万万没想到 她苦练了十八年的一百零八块腹肌 有这么个用途 裴十四迟疑了半晌 才深吸着一口气压得更紧 你说什么 李九的指尖轻轻划过 她肌里分明的腹肌 我说 我想摸十四哥哥的腹肌 小九儿分明已经先斩后奏了 却还故意轻蹭着她的耳盘 十四哥哥 可不可以 裴十四猴结上下滚动 下一秒她答应的没有半肆犹豫 自己的女朋友当然要自己宠 得到了应允后 小波斯猫放肆地将人摁倒在沙发上 她静静欣赏着线条分明的一百零八块腹肌 比起以前的指门远观 这次能上手简直不要太开心了 裴十四只觉得浑身酥麻过电 很快蔓延至四肢百骸 李九身体前倾 十四哥哥不会只是这样就受不住了吧 裴十四唇角微钩掠过一抹邪魅的笑 伸手扣住李九的后脑勺 所以小九儿这是基于哥哥的腹肌多久了 很久了 文言裴十四神情微致 便见李九眼眸里样的光 超久超久了 写情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 要怎么才能把十四哥哥全部收归己有 忽然李九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强势地吻落下 傲娇的小九儿被反撩了不服气 最终他鼓足勇气回应他的吻 两九低迷蛊惑的笑音响起 小九儿 什么时候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引流引地谈恋爱就是大方 随时随地都在秀恩爱 李九差一台谋逆向裴十四 裴十四懒卷蹭了蹭他的鼻尖 或者 我搬到你这里来啊 同居 那岂不是意味着 小九儿脑补着各种画面顿时满脸痛狂 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心中的小恶魔还是战胜了小天使 毕竟那是自己全网官宣光明正大的男朋友 有点什么也很正常 于是小博撕猫娇精扬起脸蛋 练宗第二季收官后考虑一下 裴十四散漫轻笑 那录节目的时候戴上我送你的戒指 正当李九要开口之际 裴十四一个触不及防的靠近 瞬间让李九窒息 又是漫长的吻 快要迎来下一站浪漫第二季的直播 嘉宾们陆续前往土耳其 云京机场 李九和裴十四毫不避讳手牵手出现 粉丝也早早在机场蹲点 现场就像是土拨鼠养殖场 嗷嗷尖叫中 愣有李九的男粉丝大喊道 裴孔雀 你这个狗贼放开我老婆的手 裴十四慰懒聊起眼皮撇过去 怎么 还跟我抢人了 下一秒他唇角微多逆向李九 高高举起食指向扣的双手 好不容易追到的小月亮 得使劲炫耀 抱歉 放不开了 他大声回应刚才那位男粉丝 恋爱中的男人好像都是幼稚骨 小九儿眼尾轻翘 你这种公然徒狗行为 会被挂墙头鞭尸的 裴十四低谋凑到李九耳边 那么多人要跟我抢老婆 我自己都没有取到手呢 音乐裴十四趁李九不注意 在他的额角轻拙了一下 不把主权宣示的彻底一点怎么行 下一秒机场内掀起了一片尖叫 救命 现场唐太甜了 终于嘉宾们都抵达土耳其 入住心动别墅前 一如既往的钱财环节 李老师呢 已经到了 在摄影棚等你 偷偷说 超漂亮的 裴十四已经迫不及待 要去见漂亮的小九了 当走进摄影棚 见到李九那一刻 他瞬间羞红了脸 救命 老婆太好看 心脏又被狙击了 只见李九一身乌绿色的素雅气袍 加上清淡的妆容 仿佛是江南美人走出了画中 下一秒男人性感蛊惑的嗓音 在他耳畔响起 我家女朋友今天怎么格外漂亮 刚官宣布到八小时的娱乐圈CP 竟在恋宗上爆料自己的初吻 裴十四低迷蛊惑的嗓音 在李九耳边响起 我家女朋友今天怎么格外漂亮 李九大方看向裴十四 男朋友好像也有点帅 裴十四特意压低声线 蹭过李九的耳边 怎么办 女朋友漂亮到让我想似气袍 李小九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松猫 面对花孔雀的开屏 他已经做好反聊的准备 只见他双手搭上裴十四的肩 怎么会 那是十四哥哥对自己的魅力没有认知 说着李九凑到裴十四耳边 明明一把扯开哥哥趁衣扭扣的感觉更爽 裴十四瞬间压麻将住 该死的 女朋友好像跟着我学坏了 看来以后这个家地位不保 主持人出现 虽不忍心打断两人的甜蜜 但工作还是要进行 请问两位老师准备好回答 今日份超劲爆情感问答了吗 两人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也准备好吃狗粮了 首先 请问二位下一站浪漫收官后 有继续线下发展节目中的恋爱关系吗 李九诧异看向主持人 我该怎么回答好了 节目上是假的 现在可是真的呀 没等到李九开口 裴十四先开口表示没有 并毫不避讳牵起了李九的手 我们现在是正式恋人 两人四目相对 情深款款 连空气都是甜的 李九也大方承认了裴老师就是我男朋友 而且还是正式的 主持人这口狗粮吃的那么出不及防 五 见状主持人趁热打铁抛出更劲爆的问题 两位老师确认关系后出吻还在吗 直播间观众秒遍土拨鼠 讲导果然是课堂达人 没有他不会问的问题 大家在期待的同时 已经猜出了108个版本答案 裴十四眼尾轻疗笑了笑 喊 这无聊的问题也值得单独问一点 土拨鼠们听了都不淡定了 这是多么劲爆的问题啊 狗男人赶紧回答 好在我们影帝大大非常大方 直接爆料出吻不在的同时 还不忘聊了一波小女朋友 李久立马羞涩无脸 救命 花孔却怎能当大家的面夸我呢 主持人接着追问 那次接吻是裴老师主动的吗 文言裴十四眼眸里 让起了诡异的光 他扭头逆向李久 李老师觉得呢 这里面好像有故事 李久想到了那次 脸蛋瞬间比我家餐盘上的 大红苹果还要红 当李久还在回味的时候 粉丝们已经纷纷猜测是李久主动 在主持人的推波助栏下 李小九也大方承认是自己主动的 不过紧接着就到打一耙 是花孔却乱开瓶故意勾引我的 救他 不守难得 用十八块腹肌勾引我的 直播间瞬间炸开了波 笑不活了 小波斯猫要把花孔却拉下水啊 救命 腹肌勾引 这真的我能听的吗 只见裴十四凑到李久面前 这是要抱大瓜的表情 那让哥哥好好帮小九儿回忆回忆 某只小波斯猫是九行凶强吻物 然而事后还断片了 至今都不认账 十里红装CP练宗高能半嘴 真的谁看谁后悔 裴十四直勾勾盯着李久 小九儿仗着断片还不认账 闻言李久慌得一批 嘴硬的小波斯猫肯定不会承认 抢吻了裴十四的 裴十四憋着坏笑 马上给李久回忆起真心话 大冒险那晚上的事 小九儿喝多了缠着我喊十四哥哥 还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说着他回头面对着镜头表示 全网观众都是证人 李久一脸狐疑 花孔却在胡说八道什么 但是又细想了之前裴十四练宗上 爆料过自己初吻不在 原来是指那个晚上 就在此时裴十四懒卷轻笑了声 并勾起李久的下巴 哥哥担心小醉猫丢脸 刻意把证据删除了 小九儿该不会真的要卸磨杀驴 不认账吧 裴十四一脸委屈 哥哥的心又要碎了 李久当即就炸了毛 很明显他没有打算认账 还理直气壮表示 就是裴十四用腹肌勾引的 下一秒还威胁他在乱说 就直播当众念他的新型情书 直播间观众笑不活了 小情侣吵架吵得这么甜的 也就这一对 但是小九儿是不是忘记了 自己的情书也在裴十四手里 你在操场上回眸吵我笑的时候 像极了照进我心坎的太阳 遇见你以后不想再做可爱的人了 因为可爱不是长久之计 可爱你是长久之计 看似斗嘴的两人 实则又给大伙秀了一波狗粮 李久差点被自己的年少轻狂射死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 不不不 还有 意识到喜欢你后 春风乍起 上帝在我耳边说了四个字 在劫难逃 想把你和占了甜酱的黄昏一起吃掉 救命 这两人的情书太肉麻了 李久长子都悔清 当年从网上抄的非主流情话 裴十四 小博斯猫发现打不赢 炸毛炸到斧都斧不平那种 但裴十四立马握住他的手 别生气 哥哥给你吃就是了 李久已经第N次爆炸了 要死了要死了 同时网友也疯了 路过的小可爱都被狗粮暴击了 然而唐并未到此为止 接下来的情感问答更劲爆 请问二位老师出问 有伸舌头吗 裴十四眼尾聊起轻笑头 没敢 毕竟李老师没学会唤起 请问二位老师确认恋爱关系后 最刺激的一次接吻发生在哪里 指南电视台演播厅后台 完成配音后 我没忍住 主持人一脸难以置信看向两人 所以配音的时候真的没有亲 李久终于忍不住开口 我很敬业的好发 怎么会在演出做那种事呢 对对对 不想敬业的是我 情感问答就到这 李久以为到此为止 他松了口气 扇着团扇试图给脸颊降降温 却没有想到身后一声响动 他猛然回头 便见身后忽然凭空掉落一块 印着大红喜字的幕布 两位老师请坐近一点 我们拍张结婚证件照 你俩就给我原地结婚 史上醉牛恋宗 恋爱还包售后服务 接下来 请两位新人入洞房 就在刚才李久被编导小姐姐的话 下出了表情包 什么照 亲亲 没听错 是二位的结婚证件照 直播间的小可爱早就笑成了呃呃呃呃 这位小姐姐能处 进度条快拉起来 李久看着大红喜字幕布心跳失控 偏偏裴十四性感蛊惑的嗓音 蹭过他的耳边 要拍吗 李久转眸逆向裴十四 裴十四已经紧紧握住他的手 小九儿把我的初吻夺走了 这回该不会不愿意吧 裴十四看狗都深情的眼神 几乎把小九儿的魂都勾走 于是他一口就答应了拍照 反正光明正大谈恋爱 没什么可怕的 编导小姐姐立马嗨狗是拍手叫好 就是就是 反正早晚都要拍 今天就当是演习了 哈哈哈哈 小姐姐 我们的互联网嘴屁 小九儿顿时羞红了脸 只想赶紧堵住小姐姐能说会到的小嘴 裴十四习惯性上前伸出绅士手 李久不假思索把手搭上去 李久指尖发烫 也是将手搭到裴十四温热的掌心的瞬间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动作有多自然 他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 哪怕之前还当他是死对头的时候 他抬眸望着裴十四 漂亮的眼眸里样着歇许光 走吧 直播间一阵吐蕃鼠尖叫 这两人也太自然了 不愧是青梅竹马 不愧是双向奔赴 两位小夫妻靠近点 裴十四搂过李久的细腰 叉叉 快门声音落下 记忆被定格 而现场冲洗的照片 很快就贴到模拟结婚证上 颠倒小姐姐迫不及待给二位新人送上结婚证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李久伸手接过那本沉甸甸的红本文 他低眸翻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裴十四那双深情至极的桃花眸 简直诱人深陷 裴十四也脸眸看了看结婚证上的李久 在偏眸看向李久露出了宠意的笑 裴太太好漂亮 裴先生也很帅 两人深情对视 现场吹起了一股甜丝丝的风 接下来请新郎亲吻新娘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被填到熬叫 这是什么大型土狗现场 不入洞房都对不住观众了 下一季必须准备起来 膝带娃踪 随着直播的热度上升 关于十里红装的词条迅速登上了热搜前三 就在此时蒋老六诡异的声音响起 恭喜十里红装领正结婚 李久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蒋老六宣布 请两位老师做好准备 进入下一个环节 入洞房 蒋老六果然是懂观众的 震惊了 顶流影帝居然还有隐藏马甲 李久神情复杂看着编导 入什么 你让他给我大声说一遍 编导小姐姐仍然礼貌微笑 轻轻这次仍然没有听错 挣扎也没有用 两位的婚车已经恭候多时 请陪老师抱起你的新婚妻子 坐上婚车前往洞房 直播间小可爱们乐成狗 讲导这波操作666 救命 太期待了 但是真的不付费能看吗 李久的小心脏快要跳麻了 他满脸紧张看向裴十四 私下都没有单独同居过 居然在节目上入洞房 脑不过后 李久的脸颊已经发烫冒烟 此时裴十四勾起他的手工身凑紧 放心 我们家小九儿没有准备好的话 哥哥会尽量克制 不会把小波斯猫吃干抹尽 闻言李久瞬间呼吸节奏凌乱起来 他抬眸便撞进裴十四样子光的浅童里 所以现在能抱裴太太了吗 李久心弦顿时紧绷 救命 要抱就抱 话有点多 随后他只觉后腰被炙热的大掌腹肿 一个腾空 已经被雪松香扑个满怀 由于距离太近 他还能隐约感受到裴十四肌里分明的线条 这也太有性张力了吧 下一秒却传来裴十四的一阵懒卷轻笑 李久瞬间满脸通红 他已经被裴十四性感的嗓音迷得神魂颠倒 没忍住坦白他的心声 你别笑 等会我要站不稳了 但回应他的依然是性感的笑语 站不稳就乖乖躺在哥哥怀里 怎么 难道小九儿担心哥哥抱不动吗 闻言李久害羞到藏在裴十四怀里 赶紧走 直播间炸开了 真CP果然好客 另一边满街的豪车正在等着一对新人 哇去 这婚车也太顶佩了 卧槽 头车居然是全球仅此一辆 售价过亿的不加迪黑夜之声 李久和裴十四到底是什么顶级采法 与此同时云京 神秘顶奢别树内 裴母正悠然欣赏炼宗直播 裴父则兢兢业业在一旁为他捏腿 老婆 你看这婚车准备的还满意吗 勉强凑合 不过十六辆实在太少 你让我儿媳妇多没面子 裴父顿时哑口无言 心想从云京开十六辆豪车去土耳其 已经是件很离谱的事了 但仍然眼角含笑 老婆教训的是 要他俩真正结婚那天 我肯定得咱儿媳准备个一千六百六十六辆 没想到却换来了裴母的一通嫌弃 你傻呀 一千六百六十六辆到时候 自家的车堵住自家的车 捕了及时怎么办 说吧裴母继续优雅吃起葡萄 没情趣的臭男人 活在他儿子二十四岁才追到老婆 老导演又又又又搞事情了 居然真的是洞房花烛 裴十四公主抱着李九 大步走到不加迪黑夜之声前 李九视线落在婚车上 样起无一的光 不加迪黑夜之声 你的车怎么在这 裴十四用余光瞟了一眼 很快便认出了 这里十六辆车全都是他家车库里的车 于是他忍不住凑到小九儿耳边低声逗他 也许他们知道我今天要娶陪太太 自己长了腿 特意跑过来给我撑场面的 李九耳根顿时酥软 我信你的鬼哦 裴十四轻笑了一声 应该是我爸妈捣乱弄过来的 李九眨巴着漂亮的大猫魔表示理解 毕竟平时两家人凑在一起吃饭 就没少撮合两人 更过分的是已经开始谈论生载话题了 虽然李九已经立下豪言壮志 全世界男人死光光也不嫁陪十四 但父母们似乎没把李九当回事 继续讨论两人的婚事 甚至连婴儿别墅都想好 李九当场能干大到抠出一栋宝宝别墅 救命 等恋宗结束 回去面对四位长辈 想到这都可以射死 十六辆婚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废口西 行拍镜头奢华五米 直播间小可爱们感动的泪水 纷纷从嘴角流下 目了目了 看看这车牌号 被0914 好一辆充满了狗粮味的车 网友们借助强大的互联网力量 想要申巴一下裴十四的身份 但是金圈财阀保密工作太好 真的不露半点蛛丝马迹 继车看了直播也只是平静四一条梅 是 早晚有一天他俩身份曝光 吓死你们这群小趴才 很快婚客抵达新洞别墅 裴十四身世牵着李九下车 恭候多时的编导小姐姐递上新的任务卡 恭喜两位老师抵达婚房 二位的婚房仍在二楼 李九接过任务卡 嘴里低声嘟闹 蒋老六估计又没憋什么好题 只见裴十四唇角微钩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显然这一切他都喜闻乐见 两人乘坐电梯抵达二楼 电梯门被自动打开 当李九刚踏出电梯瞬间 漫天玫瑰花瓣从天而降 李九被吓得差点没涨的 裴十四立马上前扶住他的腰 小心 浪漫的花瓣羽将他们包围 李九只觉浑身酥麻过电 什么东西 他抬眼望去 满眼的喜庆红 天啊 洞房花烛 李九震住了 他迟疑了半晌开口 别告诉我蒋老六就打算让我们今晚住城 裴十四眼尾轻疗难掩内心心细 他迫不及待要跟小九儿独处 他懒散攻身凑到李九面前并牵起他的手 裴太太 要一起进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吗 现在的恋宗都这么刺激的吗 真CP都不敢这么玩啊 狗导演果然666 李九紧张抬眸逆向裴十四 里面该不会真的只有一张床吧 回应他的却是性感懒笑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李九怀着忐忑的心缓缓前行 一边在担心自己的清白 另一边又开始缠男人的身子 毕竟那性感诱人的腹肌并不是谁都能hold住 小九儿完全陷进自己的小世界里 脸颊也渐渐泛起了少女粉 裴十四放了放手 试图将小九儿带回现实来 随后性感低词的笑音响起 裴太太怎么又脸红啊 别怕呀 裴太太 就算真的只有一张床 我也尽量克制 李九心跳加速 但是慌乱与紧张 随着他的一番话莫名消散 裴十四这个男妖精 尊明将话讲得那么绅士 却将人勾引了个彻底 两人手牵手走进婚房 呼面而来的更是喜庆的气息 李九刻意上前摁了下床 庆幸道 还好不是水床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也是兴奋得很 个个坐等好戏上演 此时李九忽然发现了床边 有个蒋老六的任务卡 裴十四拿起任务卡翻看了一眼 神情瞬间僵住 李九探头看着 就想知道蒋老六这回又憋着什么坏皮 裴十四却把卡片合上 他肆意倾笑 浅同里样起了祸人的光 小九儿确定你想看 李九交金举起小拳拳 俨然一副又菜又爱玩 又怂又不认输的模样 当然要看 小九儿又要战斗了 于是裴十四将任务卡递到李九面前 喜糖挑战 为了考验新婚夫妻的默契度 节目组特意为十里红妆准备了喜糖口味六种 请新娘蒙住眼睛 李九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游戏规则 便见编导小姐姐立马上前为她蒙住眼睛 随后又为裴十四端来了六种口味喜糖 请新郎随意选择一种口味 咬住或者含在口中 闻言裴十四都迟疑了半秒 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款草莓口味的糖 她拨开糖纸将糖咬在尺尖 接着小姐姐宣布 请新娘靠近新郎猜中糖果的味道 默契直加一分 听到这李九整一个正主 什么鬼玩意儿 这不就是要我主动亲亲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已经迫不及待 为蒋老六送上鲜花与掌声 蒋导 你是懂我们的 看出李九迟疑 编导小姐姐礼貌提个醒 李老师猜对有机会解锁第二张床 下一秒她忽然一脸黏坏的笑 不过不猜也没有关系 蒋导说了 直播十里红装同床共枕 她更喜闻乐见 哈哈哈哈 蒋老六果然把小九儿的小心思 拿捏得死死的 文言李九已经捏紧她的小拳拳 气得想杀得蒋老六住住心 谁 我听到有人在夸我 藏她嘴里的糖 十里红装后甜 李九捏紧小拳拳 气得想翻白眼 她早早就看透蒋老六的老尖巨华质问道 有机会是多大的机会 蒋老六见李九识破自己的文字游戏 也只好亲身上阵给的说法 普尔其蜜月旅行为期六夜 那么你猜中几颗糖 第二张床就解锁几天 当然也没那么简单 蒋老六得意补充道 一颗糖一次机会 文言李九顿时想当场炸锚 就在此时一道低词的嗓音响起 蒋老六准备的喜糖还挺甜的 裴十四已经将糖含在嘴里 认真吃了起来 说着她躬身凑到李九面前 四一轻笑了声 小九儿 要不要来尝尝 李九呼吸忽然顿肿 太近了 清晰感受到对方的呼吸 她心脏胡乱跳动 但小九儿立马回过神傲娇表示 长就长 她闭上眼平复紧张 首先伸出试探性摸了一通 手指忽然抓到冰冷的金属扣 裴十四眼瞳一锁 下一秒立马握住李九的手 小九儿这是要先帮我脱个裤子 李九当今扭头躲开裴十四炙热的眼神 她极力否认 裴十四忍不住继续逗她 那你想找什么 腰 手 还是 李九的手腕被抓住 裴十四握着她的手缓缓下意 李九生怕摸到什么不该摸的东西 她头皮发麻 赶紧随便回答 衣服 就想抓衣服 毕竟蒙住了眼睛 不抓点什么东西没有安全感 紧接着裴十四将她的手搭在她的腰上 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 下一步就是清上去 你嘴巴里的糖还没化吧 快了 裴十四散漫清笑 凑得离她更近 小九儿再不来尝的话 可能就真的要化掉了 文言李九欲哭无泪 她深呼吸做好准备 趁着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她点起脚尖火速拨了上去 可是拨得太快了 根本没尝出味道 就在此时裴十四低声问道 尝出来了吗 李九捶着脑袋压根没有回答 只是指尖在她的衣服上抠了抠 裴十四瞄懂并宠蜜看了李九0.08秒 她的大掌扣住李九的后脑手 她的吻强势的落下 李九下意识往后仰了下 她心肩忽颤 走神之际 唇齿被顺利撬开 晴天的草莓香瞬间在舌尖弥漫开来 裴太太 蒋老六为我们准备这个汤 真的好刺激 裴十四主动吻了起来 草莓味的吻像是燎原的烈火 瞬间烧红了李九的脸颊 李九心脏塌陷 双腿发软 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裴十四缓缓松开她的唇 便又听到裴十四性感蛊惑的嗓音 现在 尝出来了吗 李九呼吸短促 草 草莓味 恭喜十里红妆答对第一道题 紧接着紧张与暧昧的挑战继续 李九容易害羞 裴十四舍不得为难她 于是她咬住了糖 让李九自己慢慢靠近品尝 即便李九每次的靠近都能让她心跳加速 浑身电流传至四肢百骸 她也努力克制着 葡萄味道 这颗是奶糖 好像是苹果 然后小九儿越战越勇 尝不出来味道的 她索性直接把糖叼走 慢慢细品 这个是可乐味的QQ糖 恭喜十里红妆莲猜中五皮 李九倒是越来越兴奋 但被她的唇断蹭来蹭去的裴十四却逐渐欲火焚身 还有什么糖没尝呢 快来 蒋老六跳的这些没有一个能打的 在监视器观看全过程的蒋老六气炸 抓起对讲机狂队 给她上终极武器 编导小姐姐苗董 于是递给裴十四一包跳跳糖 还叮嘱她不许透露糖的准备 只见裴十四神情复杂拿着糖 再看到跳跳糖三个字时 眼眸里掠过一抹邪魅的光 狗导演确实挺狗的 此时被蒙在鼓里的小九儿一脸好奇 什么东西啊 裴十四卵卷掀起眼皮并攻身凑到李九耳边 怎么办 裴太太 想老六为我们准备这个糖 真的好刺激 李九错愕抬头 不就一包糖吗 能有多刺激 就在此时灼热的呼吸落在她耳朵 要是吗 当然是 李九回答得毫不犹豫 反正都亲了那么多次了 话音刚落 裴十四撕开包装 将糖倒进嘴里 下一秒扣住李九的后脑便稳了下来 强势地稳来的有些猝不及防 一场半小时的恋爱综艺直播 十里红妆居然亲吻了八百多次 单身狗受到的暴击何止一点点 跳跳糖吻太刺激 以至李九都忘记了任务 只品尝到裴十四嘴巴的甜 就在此时裴十四提醒 专心点 等会儿糖都化了 然后没等到李九反应 裴十四的吻再次落下 更深的吻 唇齿娇缠 李九心间一颤 等他回过神要品尝糖的味道 一种强烈的酥麻感 却吸卷了他所有的感官 他的双腿瞬间软了下来 一时间没有站稳 向后一亮枪 就忽然跌坐在身后的床上 裴十四公身搂住他的细腰 将李九往上一提 强势地蹭了蹭他的鼻尖 长出来了吗 然而在李九抬起脸带时 蒙住眼睛的丝带忽然滑落 恰好撞上裴十四那双 充满了绿色的桃花膜 他呼吸急促表示没有长出来 阴落 A十四单膝跪在床上 直接扯掉丝带 紧接着他的吻落下 猝不及防地吻让李九 只觉浑身酥软 直接摊在床上 小九儿 你给我出来 让我言两话 赫尔蒙和姓张力格 这镜头都爆发出来 许久裴十四松开了 带着性感阴雅的嗓音问道 现在 小九儿总该尝出来了吧 小九儿一脸猛逼 糟糕 又忘记了任务 裴十四果然是男妖精 裴十四见他那副模样 大概都猜到 他家小波斯猫 肯定是被吻上头了 一声揽笑后 裴十四想直接告诉小九儿答案 蒋风的声音 却突然从对讲机里杀了出来 禁止作弊 李九被气得揪着裴十四的衣领坐了起来 炸毛的他更想掐死蒋老六 眼在监视器前的蒋老六气定神闲 甚至还兴奋催促李九赶紧作答 李九可怜巴巴看向裴十四 回应他的却是裴十四一声揽笑 他不让男朋友救你呢 李九实在没招了 只能任命瞎猜 橘子卫 对讲机立马响起了蒋老六的声音 恭喜你 李九开心到飞起 这就猜对了 李承 新郎新娘入洞房 李九以为自己蒙对了 正在开心的时候 刚才那题的答案 石井 李九整一个大写的无语 蒋老六绝对是故意的 气得李九当场炸了毛 蒋老六最终宣布 十里红装完成挑战 第二张床将会为两位解锁五天 编导小姐姐看热闹不闲是大补冲道 两位可任意选择一天同床共枕 如果不自觉选择的话 第六天工作人员也会为你们将刺卧上锁 就在此时咔大一声 李九转眸望去 便见墙面的挂画被弹开 里面竟然还有一道隐蔽的门 这就是所谓的次我 蒋老六还真够阴的 李九懊恼捏紧小拳拳 便又听到蒋老六凡人的声音响起 接下来洞房花烛时间 话因为落边倒小姐姐就端上了两杯酒 请两位老师喝浇杯酒 裴十四滴谋瞅了一眼酒瓶沉默了 四十三度 他开始担心他家的小波斯猫 那点可怜的酒量 恐怕一滴就到 说时时内十块李九已经端起酒杯 好奇地嗅着酒的味道 明显这芬芳扑鼻的味道 让李九有点难受 但是傲娇的他绝对不忍妨 只见他用肘子戳了戳裴十四的手臂 催促他快点完成任务 李九正将手臂缠过来 裴十四低声关心问道 能喝 李九眼眸里略过一抹心虚 但也没打算让裴十四帮忙 毕竟蒋老六太狗了 肯定又会说禁止作弊 他小声嘟闹 反正喝完就睡觉 大不了当助眠了 随后两人同时作假 双手交缠 距离被一下子拉近 暧昧充斥着整个直播间 李九正准备迎着头皮喝下知己 一只大掌将酒杯盖住 李九的唇醋不及防 触碰到了一股温热 他的心底不惊一颤 便见裴十四把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紧接着夺过李九手中的酒 想什么呢 低迷性感的笑音忽然落入耳中 还真的准备自己喝呀 李九差一抬眸看向裴十四 你得相信你家男朋友还算是个人 说着他又将夺过来的酒一饮而尽 直播间都炸开锅了 CP粉 微粉 都来了 这是什么神仙男朋友啊 有分寸感的男人我太爱了 同时蒋老六宣布 恭喜十里红装完成浇杯酒缓解 接下来 新郎新娘入洞房 洞房花竹夜女还想丢下老公就跑 只因两人是模拟夫妻 直播间所有小可爱都期待洞房花竹缓解 可就在此时突然黑屏了 以下内容不宜观看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 裤衩子满天飞 你就给我们看这个 蒋老六你太狗了 同时编导小姐姐发出温馨提示 直播已关闭 接下来两位老师尽情发挥吧 李九干大本大 我们能做什么 另外讲导细心为两位准备了道具 请尽情享用 文言李九当场炸锚 蒋老六给我死 谁要用这些东西 只见裴十四懒卷笑音响起 用不上吗 紧接着他随意摆弄着小方盒子 小九儿该不会让我直接提枪上阵吧 裴十四这虎狼之词再次吓退了纯情小波斯猫 裴裴十四 李九急了连忙解释 你分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回应他的却是第一次性感的笑音 小九儿放心 虽然你想 但男朋友舍不得 李九再次炸锚推开裴十四 你走开 我才不想 就在李九想要逃离现场时 一只大掌默然捉住他的手腕 李九只觉重心不稳 速不及防跌进了裴十四的怀里 灼热的呼吸营绕在他的耳机 女朋友这是要去哪 见状编导小姐姐拾去带着拍摄组火速离开现场 李九心跳加速 呼吸短促 我我要去睡觉 裴十四公身凑到李九耳边轻声道 洞房花竹叶怎么连老公都不记得带上 李九浑身过电 脸颊红上加红 救命 老公这种称呼 很折磨人啊 裴十四 你爹不要脸 我们只是模拟夫妻 又不是真的跟你领证嫁给你 小九儿说到重点了 明证局不来 那哥哥亲自搬来 裴十四语气里有着极强的战友欲 李九脸颊更烫 连忙摇头 他不是那个意思 李九扛不住裴十四的极致撩波已经瘫软在他怀里 我没准备好 你得给我点时间 裴十四浅童里的神情威致 听到李九这番话 他先是愣了片刻 然后才慢悠悠撩起眼皮看着李九 我们家小九儿真单纯 该不会真的以为男朋友今晚就要扮你 他捧着他的小脸蛋轻轻妈撒了两下 我就这么流氓啊 是的 李九你家的这位男朋友呢 很在意第一次的环境 氛围和体验 裴十四灼热的呼吸荡漾在李九的脸颊旁 更在意女 猛男居然喜欢吃粉色猪猪棒棒糖 没想到影帝大大还有这种反差萌 今晚的洞房花竹也全靠李九的脑 见李九紧张兮兮那样 裴十四忍不住逗他 小脑袋瓜里别装黄色废料 再怎么着 还能找冷水兄弟 如果小九儿想 男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听着裴十四说那番话 小九儿的脑瓜子浮想连篇 顿时只觉脸颊发疼 浑身酥麻 快快驱散那邪恶的想法 傲娇的小波斯猫绝对不认错 我也是很在意气氛 环境和场合的 小九儿太可爱 裴十四忍不住抬起李九的下巴 在他额角留下轻轻地吻 裴十四 什么鬼 这种事情顺气自然 水到渠成的事 怎么能提前剧透呢 下一秒一右腰往四叶方向跑 但跑到一半又觉得不对劲 于是停下脚步嫌弃回眸 裴十四 你是想让本小姐睡次卧吗 回应她的是裴十四慵懒 又漫不经心的笑音 哪敢 说着她便开始拖上衣 那我先去洗澡 李九连忙耳根发红推开裴十四 你赶紧去 裴十四进去浴室后 李九坐在洗床上 看着喜气冲天的昏房 听着哗啦啦的水声 莫名有种等新婚老公出狱的感觉 然后下一步就是洞房花主 越想李九就止不住的脸红心跳 他慌乱捂住发烫的脸蛋 救命 得找点别的事情做做分散注意力 视线忽然落在他的小包上 于是他火速起身 掏出里面的平板 黑粉头子重出江湖 李九边画画边小声哼几道 粉丝应该想不到 他们家高领之花的影帝哥哥 从小就是个喜欢吃糖的臭屁海 九头身的言情漫画风 五官精致 腰线极致 堪称完美的男人 嘶哈嘶哈 李九看着自己笔下的裴十四感动的泪水 从嘴角流下 但是他想表达的并不是他的帅气 神癌之笔也不过如此 被万人追捧的顶流叼上棒棒糖 就在此时浴室门被打开了 李九心间忽然一颤 他立即保存文件关掉平板 一副做了坏事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你这么快啊 刚洗完澡的裴十四没有穿上衣直勾勾盯着他 李九差点被看出心脏病 国粹都不由自主从嘴里蹦出 靠 顶流影帝的隐秘品号尽数被曝光 只因女朋友是潜伏在他身边多年的高级私生犯 裴十四慵懒散漫靠近李九 就想知道小九儿防着男朋友在看什么好东西 男人令人上头的气息让李九脸红心跳止不住 在面对十八块腹肌的时候还有些不自在 没想到裴十四人还怪好的嘞 想看就看 怎么看男朋友还像做贼一样 傲娇的小波斯猫娇精抬谋反驳 你才像做贼 为了证明他的勇 他直接伸手底上那线条分明的腹肌 完全无视男人内心的躁动 结果每块腹肌都没逃过他的猫爪 可他脑子里想的全然是他之前画的裴十四的色度 不禁感叹自己把他的身材线条把控得很精准 下一秒裴十四一把抓住李九不安分的小手手 在想什么 在想你的色 李九几乎差点就下意识回答 好在及时反应过来收住了 眼眸里掠过一抹心虚的光 连忙赶裴十四回他房间 别耽误自己搞事业 裴十四神情复杂凝视着李九 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此时此刻李九迫不及待要完稿 二话不说就把裴十四推回次五 然后重新打开平板继续绘图 最后补满细节和背景 出图 李九登上他的微博小号 多放香菜 把图直接发了上去 妖孽金贵的男人 第一眼看去妥妥的美男图 可令人意外的是 美男居然咬着粉色棒棒糖 手上还捏着一包萌萌搭小猪配齐棉花糖 评论区直接杀疯了 微粉捍卫哥哥的形象 香菜姐黑粉实锤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香菜姐是老婆粉呢 甚至有小可爱大胆猜测香菜姐就是李九本人 与此同时赐我礼 裴十四漫不经心擦拭着湿发 这时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裴十四散漫将毛巾搭在肩膀上 接起电话 怎么 电话那头的情怀语火急火燎 让裴十四看微博消息 裴十四走到窗前拉上窗帘轻吃到 微博上的消息成千上万 你要我挨个看啊 有事直说 情怀语立马严肃起来 你最近小心点 我怀疑你可能被高级私生盯上了 文言裴十四眼瞳微颤重视了起来 毕竟平时吊耳郎当的情怀语都冷肃起来 应该有大事发生 我说了你心态别崩 裴十四静静听着 你知道吗 什么 情怀语深吸了一口气 你喜欢吃草莓微棒棒糖的隐秘癖好被曝光了 文言裴十四顿了一下无所谓的 就这 情怀语音调突然提高 还有还有 你喜欢吃小猪配其棉花糖 也被那个私生给扒得一干二净 小卷的马甲又又又掉了 微博小号被发现 裴十四得知隐私被曝光后异常淡定 情怀语则认为这事情得警惕 毕竟自己多年好兄弟 也是意外发现他偷吃草莓棒棒糖 怎么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情怀语这是极度私生饭之道的比自己多吗 裴十四你被盯上了 情怀语一声更比一声高 试图唤醒裴十四的警觉 但裴十四只是慢条丝里坐下并问道 哪个账号 多放香菜 文言裴十四眼底掠过一抹邪魅的光 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故意拖长尾音回答了一个欧字 裴十四懒卷轻笑了声 行 我待会去信 去看一下 花孔雀这是要去欣赏老婆的剧作呀 情怀语一脸狐疑 似乎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 总感觉孔雀马上要开瓶 紧接着裴十四无情挂断了电话 他打开微博输入多放香菜后 便进去他的主页 裴某人两岁还在喝奶 裴三岁公园裸奔 裴十四四岁尿床 花孔雀臭屁开瓶 顶流影帝玩毛绒玩具 裴幼稚救辫子 裴十四耍帅爬树 还有今晚的妖孽裴甜甜 裴十四低眸翻看着充满回忆的会图 思绪一下子被牵回了年少时期 裴十四你三岁啊 干嘛抢我玩具 裴十四你救辫子的行为真的好幼稚 裴十四 你快点从树上下来 所有的美好 好像都在这一瞬间涌现脑海 私生啊 裴十四轻笑了一声 确实 裴十四毫不犹豫打开自己的微博大号 给都放香菜点了个关注 不出十秒微博热搜又炸了 裴十四关注黑粉头子 此时的李九一无所知 沐浴结束敷着面膜的他从浴室里慢悠悠走出来 刚躺下床的瞬间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慵懒摸过手机 刚看一眼眼珠子都差点掉了 随后连忙从床上坐了起身 他有理由怀疑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对 误草 看来李九吓得不轻 活脆都飙了出来 裴十四居然关注了他的小号 他平时不是不管饭圈的事吗 难道他发现我了 这么明显能不发现吗 咔哒 这时清脆的门锁声忽然响起 李九像只受惊的小猫看了过去 只见裴十四随性穿着睡衣 从刺卧走了出来 若无其事道 还没睡啊 男人发现了老婆是自己的黑粉头子 居然开心到睡不着 裴十四从刺卧缓缓走了出来 便见李九的面膜搭了下来 还怪可爱的嘞 下一秒李九慌忙将面膜重新贴了回去 你你不也还没睡吗 见李九神色慌张 裴十四忍不住上前逗他 女朋友这么晚不睡 难道在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李九心虚闪躲着眸光并极力否认 还怪起裴十四忽然出来骚扰 只见裴十四薄唇微勾 肆意倾笑 是吗 我还以为 深更半夜 女朋友是嘴馋想吃Percy Pig的糖 婚言李九瞳孔微颤 心想花孔却该不会识破我的身份了吧 但是傲娇的小波斯猫还硬着头皮脚垫 什么糖 什么猪 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而且喜欢吃棉花糖的应该是某人吧 裴十四轻了眼皮凑到李九眼前 直勾勾盯着他 小九儿 暧昧祸人的血松香渐渐逼近 可是 你男朋友刚才好像没提示棉花糖 李九心间都跟着究竟 他居然在炸我 就在他以为所有的秘密 就在这一刻无处遁形时 裴十四宠一般伸手 帮他抚平鼻尖上翘起的面膜 紧接着将唇盼印在他耳机 早点睡 很轻也很温柔 晚安 小月亮 他到底有没有发现 于是李九随手扔掉面膜 并火速爬到床上 打开了微博小号 反复检查自己的伪装 不应该啊 毕竟还特意隐藏了画风 被正主发现自己是黑粉头子的 十万种射死画面 瞬间涌现脑海 不不不 再好好看看 不到零点零八秒 他就被自己说服了 隐藏的可好了 裴十四说的肯定是巧合 想到这胶筋的小波斯猫又只愣起来 抱起平板再度开单 很快新鲜的周边涂出炉 继陪甜甜后 再给你们一只陪猪猪 吃瓜群众集体登场 香菜姐果然懂反差萌的 在欣赏酒头深美男徒的同时 更有小可爱好奇香菜姐的真实属性 而此刻正主正在被窝里偷笑 自己磕自己的萌萌搭美男徒 李九一身普通白色睡衣 给裴十四直接整不会了 梦境里李九趴在橱窗外 两眼放光看着满屏的粉色猪猪 裴十四一眼看穿 进去看看 那当然 李九娇惊抬起脸蛋 下一秒他迫不及待拉上 裴十四往里冲 冲到货架前就直接抱起 他最喜欢的粉红猪猪王偶 他立马询问裴十四 猪猪可爱不可爱 许久都无人回应 他才发现本在身旁的裴十四 已经在糖果货架前 饶友兴致看着 李九嫌亲一向他 裴甜甜 你该不会又想买糖吧 不行吗 裴十四眼尾轻疗 李九小声轻哼道 真幼稚 这种棉花糖有什么好吃的 裴十四懒散倾笑没有应声 只是从货架上拿下一盒猪猪棉花糖 随后来到收银台 其实 少女不知道的是 少年并不是喜欢粉红猪猪棉花糖 而是少女喜欢粉色猪猪 而他 喜欢棉花糖 更喜欢他 一夜美梦香甜 清晨已至 设置组蠢蠢欲动后 在十里红装房门前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 早早从睡梦中爬起 迫不及待要磕糖 要舔平 就在此时咔哒一声 房门被悄然推开 便见刚晨起的裴十四 穿着妖孽感极强的黑色T恤 睡眼惺忽地揉着蓬松的头发 就意外撞进了镜头里 看到房间多出了这么多人 他先是愣了一下 才聊起眼皮轻笑了声 顺便夸奖了一下 蒋老六的业务能力 简直不要太好 这么早就让人营业 编导小姐姐尴尬又不失礼貌微笑 突击事后清晨吗 姐姐 敢说多说 裴十四毫不意外 扯了扯衣领 及其手难得 把性感的锁骨藏好 紧接着走到 还在熟睡的李九床前 贴心为他带好被子 随后提醒工作人员别吵他 他昨晚睡得晚 信息量爆满 直播间激起一阵土拨鼠尖叫 大家都在各自脑补昨夜盛况 更有细心小可爱 在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得出的结论是 裴十四还不如我们的石总 十分钟后 李九也慢悠悠揉着 心松睡眼醒来 刚睁开眼的瞬间 就对上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不由自主薄翠狂飙 洗漱过后的裴十四纹身赶来 刚来没多久 乖 起床了小月亮 下一秒裴十四像是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忽然瞳孔地震 一袭白色睡衣的李九性感勾人 直播间小可爱们没来得及 多看老婆的盛世美颜 便见裴十四拿过自己的外套 盖在李九头顶 紧接着转头一个眼神纱 你们是打算留在这 看我女朋友换衣服啊 李九一身普通白色睡衣 给裴十四直接整不会了 梦境里李九趴在橱窗外 两眼放光看着满屏的粉色猪猪 裴十四一眼看穿 进去看看 那当然 李九交金抬起脸蛋 下一秒他迫不及待拉上裴十四往里冲 冲到货架前就直接抱起他最喜欢的粉红猪猪王偶 他立马询问裴十四 猪猪可爱不可爱 许久都无人回应 他才发现本在身旁的裴十四已经在糖果货架前 饶友兴致看着 李九嫌亲意向他 裴甜甜 你该不会又想买糖吧 不行吗 裴十四眼尾轻疗 李九小声轻哼道 真幼稚 这种棉花糖有什么好吃的 A14懒散倾笑没有应声 只是从货架上拿下一盒猪猪棉花糖 随后来到收银台 其实 少女不知道的是少年并不是喜欢粉红猪猪棉花糖 而是少女喜欢粉色猪猪 而他 喜欢棉花糖 更喜欢他 一夜美梦香甜 清晨已至 设置组蠢蠢欲动后在十里红装房门前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早早从睡梦中爬起 迫不及待要磕糖 要舔平 就在此时咔哒一声 房门被悄然推开 便见刚晨起的裴十四 穿着妖孽感极强的黑色T恤 睡眼惺忽地揉着蓬松的头发 就意外撞进了镜头里 看到房间多出了这么多人 他先是愣了一下 才撩起眼皮轻笑了声 顺便夸奖了一下 蒋老六的业务能力简直不要太好 这么早就让人营业 编导小姐姐尴尬又不失礼貌微笑 突击事后清晨吗 姐姐 敢说多说 还在熟睡的李九床前 贴心为他带好被子 随后提醒工作人员别吵他 他昨晚睡得晚 信息量爆满 直播间激起一阵土拨鼠尖叫 大家都在各自脑补昨夜盛况 更有细心小可爱 在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得出的结论是 裴十四还不如我们的失踪 十分钟后 李九也慢悠悠揉着心松睡眼醒来 刚睁开眼的瞬间 就对上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不由自主薄翠狂飙 吾草 你们这群老六什么时候进来的 李九眼眸里扶着雾起 明显是还没睡醒的模样 洗漱过后的裴十四纹身赶来 刚来没多久 乖 起床了小月亮 下一秒裴十四像是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忽然瞳孔地震 一袭白色睡衣的李九性感勾人 直播间小可爱们没来得及 多看老婆的盛世美颜 便见裴十四拿过自己的外套 盖在李九头顶 紧接着转头一个眼神纱 你们是打算留在这 看我女朋友换衣服啊 向来傲娇的小波斯猫 居然害羞到不敢起床 仅仅因为穿了一件白色针丝睡裙 裴十四撩起眼皮看向摄影组 你们还不走 是打算留下来看我女朋友换衣服吗 不 编导小姐姐怪不好意思无嘴 不不不 这就撤 两位老师请自便 十点前客厅集合 知道了 裴十四直接用眼神吓退了重人 再不走恐怕被刀死 哐一声 房门关上 所有人撤退完毕 只见李九这只小懒猫 裹着裴十四那件外套又赖回床上 背对着他假装睡个回笼觉 裴十四宠蜜笑了笑 我的大小姐 还不准备起床啊 李九神情里样着些许吃衣 银白的手指紧紧攥着裴十四那件外套 那你又不走 反常的小九儿让裴十四瞄懂 他躬身凑到李九身后 原来我家女朋友害羞了 李九瞬间脸颊发烫 心跳加速 他立马回头想反驳 恰巧撞上裴十四或人的桃花萌 欲言又止 明显裴十四丝毫没打算放过他 他暧昧倾抵着他的鼻尖 我怎么记得 某只小波斯猫经常穿着睡衣跑来我家 肆无忌惮在我面前乱晃 李九心间忽然一颤 却感到灼热的呼吸拂过脸颊 那时候怎么不知道害羞 电流瞬间窜过他的四肢百骸 紧接着他立马反驳 你扯淡 我哪有 话音刚落 他便想起绯闻和情书曝光那个清晨 他确实硬闯过裴十四家门 嗨 此时裴十四一声懒卷轻笑 轻蹭着李九鼻尖 当时女朋友可肆意妄为的很 跳上我的床 还敢起我的腰 李九的脸颊烧得快炸了 那时候都不怕我耍流氓 怎么现在脸这么红 闻言李九心想我不要脸了吗 于是连忙推开裴十四并撇过脸 让他别再说 李九炸毛边缘 裴十四见好就收 好了不逗你了 说着伸手将他犯着逃色的小脸蛋转着 下一秒低谋一个早安稳 起床 放心 我不看 随后他便转身走向刺我 救命 他总能把他聊得恰到好处 而且将分寸感也拿捏得死死的 忽然裴十四回头询问李九 要不要穿情侣装 李九想都不想就拒绝 本小姐是走高端路线的 这又村又土的风格我不配 裴十四邪魅一笑 仿佛在说 嘴硬的小波斯猫有点可爱哟 吃力红装甜裤情侣服登场 直接亮下某CP的太和金狗眼 将近十点 悠悠路明边等着陆志开始边 欣赏着香菜解化的裴甜甜裴猪猪 就在此时第二季额外邀请的特殊CP 也带着行李抵达心动别墅 苏宇璇 他的先生 穆泽川 两人一出场就开始秀起了恩爱 老公 你领一路行李 辛苦了 伺候老婆大人哪里辛苦 随着两人的演出直播间瞬间炸开锅 直呼真夫妻就是好客 连打招呼都满平时堂 甚至有机智的小可爱 立马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妥妥的姐姐复仇局 蒋老六太会玩了 见到前辈 悠悠路明向来谦卑恭敬 立马乖巧站起来打招呼 并帮穆泽川把行李箱拖到一边 随后招待两人坐在沙发上休息 刚坐下的苏宇璇就开始搞事情 都快十点了 没想到他俩居然比我们机场赶来的还晚 直播间观众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苏宇璇的茶里茶气 真心为李久捏把汗 希望他能撑肿 当然除了观众之外 陆幽敏锐地嗅到不寻常的气息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池佑 这尴尬的气氛怎么破 怎料池佑却漫不惊心表示 蒋岛通知十点集合 是两位前辈来找吗 文言苏宇璇脸色顿时一尘 这小子绝对故意的 陆幽偷偷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还凑到他耳边巧声问 池哥贼顶 从哪学来的阴阳怪气 两人距离太近 池佑瞬间不自在 下一秒不发一语往后靠回去 陆幽轻撇唇半 冷漠 无趣 闷葫芦 哈哈哈哈 池葫芦 你这样怎么追到老婆呢 电梯声音忽然响起 众人眼光不约而同朝电梯头去 电梯门打开 陪十四和李九一身 机车情侣服出场 两人配得一脸 直播间淡定的小可爱门 立马不淡定 陪十四我也好爱 不过还是先来了吧 老婆快轻轻 哎呀呀 老婆穿机车服好帅 救命 哭辣哥儿简直太戳我了 李九的人气真的越来越高 好久没有上线的 妮媚陆幽也开始营业 九九好酷啊 当大家都被迷得 七婚八素之际 耿直播持幼来了一句 土耳其现在盛夏 两位老师不热吗 持幼 你是对浪漫过敏吗 陆幽轻敲持幼的脑袋刮 人家热恋情侣要穿情侣装 这是情调 持幼小委屈低谋 得嘞 是我不懂 此时苏宇玄笑得有点不怀好命 语气里除了嘲讽就是嘲讽 怕不是李九选的衣服 委屈裴老师跟着受罪了 这么明显的察言察语 还想挑事 李九没想到冤家路窄 虚然在这遇上了 那接下来就好好伺候伺候这位大前辈 十里红装混合双打 首次心机前辈夫妇 面对苏宇玄的冷嘲热讽 李九毫不留情对他 这不是苏前辈吗 谁家马桶的风把你给吹来了 苏宇玄立马装起大前辈架势 指责李九没礼貌 让他讲话尊重前辈 李九唇角勾起浅浅的笑 的确是前辈 但如果活得久就能解决问题 侯都能统治事件了 毒蛇酒一出 谁与争风 苏宇玄无力反驳 李九乘胜追击 前辈什么德行 后辈就什么德行 我不懂礼貌 可是苏前辈教的 三连杀 李九完胜 逼得苏宇玄直接放狠话 这一记恋踪 我们走着瞧 直播间观众已经嗅到浓浓的硝烟味 苏宇玄这针对都快一出屏幕 李九对得好 某些微粉还带节奏怪李九 给裴十四选的衣服太热 短暂争吵暂时过去 李九跟好姐妹陆幽亲密贴贴 说起了悄悄话 促经裴十四上线 他立马摟过小九儿的肩膀 嘖嘖了两声 我亲自买的情侣装果然好看 不知道哪只小波斯猫还说不穿呢 李九娇羞低谋嘀咕 那确实挺好看 心动别墅的气氛瞬间尬住了 尤其是刚才吐槽李九的苏宇玄 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快狠准 裴老师 你是说 这套情侣装是你选的 裴十四眼尾轻聊似笑非笑 看向苏宇玄 苏前辈觉得我眼光如何 苏宇玄直接被问蒙 虽然自己出道走 但是论在圈内的履历和地位 他哪敢跟裴影帝硬刚 最后还是乖乖认怂 笑嘻嘻表示 裴老师眼光自然是不错的 直播间的吐蕃鼠尖叫瓷器笔伏 我们的影帝大大是懂户七的 莫名又被喂了一嘴狗粮 又香又甜 此时此刻的苏宇玄心里超级不爽 他其实不懂裴十四 为什么找李九这种不咔谈恋爱 难道他有什么后台 强迫着裴十四跟他捆绑 要想把他硬捧起来 苏宇玄彻底陷入自己的想象中 坚信李九早晚翻车 就在此时穆泽川搂住他的腰 轻声安慰 老婆别生气 吃水果 苏宇玄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而后立马又跟穆泽川扮演起NF7 这时 蒋老六也抵达心动别墅 欢迎六位嘉宾来到浪漫的土耳其 随后他便宣布嘉宾们将会体验一项特殊运动 蒋老六又要整活了 大家准备好的话 我们即刻出发 布泽川忽然阴阳怪气开口 李老师和裴老师确定要穿这么多吗 裴十四直接把夹克外套脱掉搭在鼻弯上 确定 见裴十四的笃定 李九大带猜到他肯定掌握了什么信息 于是李九红唇微钩笑了笑 当然 男朋友亲自挑的情侣装 哪有不穿的道理 不帅包冷的男朋友又又又吃醋 只因女朋友的穿着太突出 而且还是他给他选的 看着裴十四和李九秀恩爱 苏宇璇一阵腰子疼 八步的两人在烈日下狼狈脱妆出球 李九看傻子一般逆向他 外套热了难道不能脱吗 于是他脱下夹克外套 里面的运动风性感吊带便赫然露出 妥妥的小妖精一枚 美丽动人得让人挪不开眼睛 直播间已经杀疯了 嘶哈嘶哈 老婆漂亮 也不知道裴十四有没有吃醋 他不醋 我就替他醋了 裴十四眼眸微锤凝视着李九的仙腰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 给老婆选这一身衣服 正当李九想把外套搭在自己的B弯时 裴十四伸手一把夺过 李九抬眸逆向他 眼瞳亮着狐一的光 下一秒红唇微钩 裴十四 你该不会后悔让我穿得这么性感 打算让我穿一整天外套吧 裴十四漫不经心撩起眼皮揽笑着反问李九 你就这么想我的 那不然你抢我弯 女朋友 李九话没说完就被打乱 紧接着灼热的呼吸渐渐逼近他脸颊 我觉得你很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 你家男朋友的使用说明书 文言李九脸颊顿时通货 极力脑补着裴十四口中的说明书 只见裴十四将两件外套都搭在自己的B弯上 原来他是怕女朋友累着 帮忙拿着 随后躬身凑到李九面前 宠一般捏了捏他的鼻子 只要男朋友在身边就不允许你拎包 或者其他东西 李九心脏顿时塌险 被迷得七昏八素 直播间早早就磕疯了 家人们 谁懂啊 影帝大大还是顶级好男友 看到我恋爱脑都出来了 陆幽也在一旁按戳戳磕糖 疯狂地摇晃着持佑 真CP就是好磕 有严重洁癖的持佑 斜谋逆向陆幽的手 他没有抗拒 反而好像有点习惯了 哎呦呦 这一对也好好磕 此时苏雨璇不怀好意笑了起来 习惯性冷嘲热讽 没想到裴老师这么大方 要是我老公肯定要猝死 文言穆泽川配合演戏 簇卫十足警告道 你敢穿试试 我就说说而已 说着苏雨璇轻易碗上 穆泽川的手臂 我知道老公在乎 所以才占有欲强 直播间的某些无脑粉 明显被苏雨璇的话洗脑 开始攻击失利红装CP的真实性 但就在此时 一道懒散的笑音却忽然响起 请问两位在兵马俑的第几排 没想到21世纪 还有普希南占有欲作祟 限制独立女性的穿衣自由 随后她伸手搂过李久的肩膀 我是吃醋 但是 露妖也好 不露妖也罢 她的美丽 从来都只来源于她自己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无权干涉她绽放美丽的权利 李久缓缓抬眸看向裴十四 眼里心里除了感动就是感动 眼前的男人爱她 护她尊重她 况且 小九儿就算披个麻袋 也足够我再一辈子 裴十四是真的爱惨李久 她更愿意让她打扮 漂漂亮亮上节目 就是 也不知道爱谁演了吗 李久说着并缓缓 靠在裴十四怀里 狠狠打脸那些爱调事的人 这是我跟我家小九儿的私事 我靠 这发言我就好爱 三观正 五观在线的男人很难不爱 而且大方承认吃醋 同时给族女朋友尊重 裴十四简直爱惨李久了好吗 抵制爱情POA 希望所有女孩子都能清醒爱自己 苏雨璇顿时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 本想给李久难堪 没想到小丑居然是自己 顺带还坑了一波队友 木则川尴尬等大微笑着解释 我没有限制女性穿衣自由 只是太爱玄玄了 所以控制不住占有余而已 这话听起来就是纯纯POA那位 裴十四散漫轻笑 轻抚着李久的小脑袋瓜 腻味深长道 占有欲啊 紧接着他搂过李久的细腰 唇盼在他的额角青蹭 占有欲这种事 是我跟我家小九儿之间的私事 文言李久心间忽然一颤 果然裴十四的嘴是最能勾起人 浮想连天的鬼 下一秒低词性感的笑音响起 至于细节应该不需要我跟各位交代吧 直播间里瞬间吐波鼠尖叫响彻天际 救命 裴大大卡文是不对的 细节我们也要知道 李久几乎全身骨头都酥麻 就在此时裴十四伸手轻蹭着李久的鼻尖 语气里竟是温柔的宠蜜 那我家小九儿喜欢哥哥选的这身衣服吗 李久抬起明亮的毛子盯着镜头 洛洛大方承认 超喜欢 裴十四宠蜜应声 只要女朋友喜欢就好 尽管此时此刻裴十四的内心已经猝成狗 科堂达人陆幽在旁边恐怕已经磕昏头了 他拽着池佑的胳膊疯狂摇晃他 你看 你听 你快学 臭直男 池佑快被摇晕 伸手轻柔着太阳雪 苏宇玄脸都被气绿了 于是阴阳怪气笑道 裴老师还真是能说会道 尾粉和CP粉都坐不住了 首次联手四人 这位姐妹连续打脸不痛吗 十里红装混合双打歪歪DF 这段插曲过去 六位嘉宾相继坐上节目组的车 就在李久正要上车之际 手臂被忽然捉住 猝不及防的他跌进了男人炙热的怀抱 紧接着吸腰被圈住 原来裴十四担心车内空调太凉 想给李久系上外套 上车后李久果然察觉空调的凉意 但心里却暖暖了 另一台车上苏宇玄已经冷得瑟瑟发抖 但牧泽川却有些手足无措 抱歉宝宝 我觉得天太热了就没带外套 苏宇玄内心想骂人 但镜头前他得装温柔体贴 没关系呢 老公 此时直播间的小可爱们顿武 裴十四难道早有预谋 才给李久准备的外套 这也太贴心了 就在大家还在猜测的时候 节目组的车逐渐逼近目的地 最终停在了海边 下车瞬间苏宇玄又傻眼 想到自己穿的高开叉长裙 要下海那真的是难堪 李久伸手解开妖际的外套 裴十四极为自然接了过去 还牵起了李久的手 这时蒋老六的声音响起 请各位嘉宾集合 欢迎大家来到费特西野海滩 参与体验今天的度假项目 海棋 就是海上骑马 听到这苏宇玄的脸 瞬间就垮了下来 蒋岛不会是在故意开玩笑吧 为了拍好看的婚纱照 傲娇的小波斯猫 居然当众聊不花孔雀 没有开玩笑 海上骑马是费特西野著名的旅游项目 蒋老六忍不住脑补画面 身骑白马 落日踏浪 唯美的逆光剪影 闻言陆幽漂亮的陆某里 让起了星光 直呼太浪漫 但下一秒他开始担心起来 毕竟不会骑马 他转身望向李久 久久 你会骑马吗 李久正想回答 却听到苏宇玄冷笑了声 他嘲笑李久没拍过戏 李索当然没学过马术 然而自己曾经因为拍戏学过马术 即使着装不合适 也比李久根本不会骑马 被摔进海里狼狈的好 苏宇玄正在想当然脑补 但就在此时一道懒卷的轻吃音响起 我没想到 苏前辈还真是自信 裴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宇玄有些不高兴 钻了钻手反问道 只见裴十四散漫脸着眼皮 字面上的意思 裴十四大气护七对的苏宇玄 哑口无言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 再次发出吐蕃鼠尖叫 裴十四会云多云 挖去 陆幽在旁边小声嘟囔着 裴老师护着九九的样子 也太帅了吧 所以裴老师该不会以前 就跟九九一起骑过马吧 当然 裴十四眼尾轻翘 眼瞳里样起愉悦的光 仿佛一起了什么似的 下一秒他忽然攻身 凑到李久面前并低声道 女朋友养的那匹小白马 用的好像还是我的名 文言李久心底不经一颤 闪烁的大猫魔多少有点心虚 李久十八岁成人礼上 三哥黎绍轩送了他一匹幼年小马鞠 当时他就当着裴十四面 就给小马鞠赐名甜甜 像是为了故意招惹他似的 听到他喊甜甜 裴十四以为他喊他就看过去 两人视线不经意撞上 李久很快心虚收回了视线 继续扶着他的小马鞠 那以后你的名字就叫甜甜了 时至今日李久依然心虚 他嘴硬狡辩 你少自作多情 心想我才不是因为暗恋你 那是因为你给我脸上抹太多蛋糕了 我那是报复你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简直好奇死了 都想知道那匹马叫什么名字 更有人好奇两人是不是有什么豪门背景 此时苏雨璇的脸色更难看 上赶着就想跟李久PK一场 好爷 蒋老六突兀的激动打散了硝烟 上任务卡 陆幽接过任务卡 好奇低谋翻看 海棋竞技 婚纱摄影争夺战 哇去 蒋老六真的直戳粉丝心巴 想看什么来什么 粉丝们的期待瞬间一出屏幕 可李久怎么又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凑近过去看了看任务卡的内容 节目组准备了三种级别的婚纱摄影 然而拍摄级别将作为海棋竞技的奖励 果然蒋老六没别什么好提 不过超浪漫的土耳其婚纱摄影烟 想到这李久转眸看了看身边帅气的男人 他一脸我愿意 男朋友 娇软甜又的嗓音忽然响起 裴十四心肩一酥 便见李久伸手勾住他的脖子 我想 跟男朋友拍最好看的那款婚纱照 李久轻蹭着他的鼻尖 漂亮的眼睛直勾勾看着他 我知道男朋友最棒了 所以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对吧 记我是吧 那你今晚就别想跑 傲娇的小波斯猫主动开口要求拍婚纱照 连裴十四都招架不住脸红 半嗓才回过神来 懒笑躬身凑近李久 就这么想跟哥哥拍婚纱照啊 想啊 李久大方承认 随后他勾住裴十四的脖梗 漂亮的双眸紧紧盯着他 毕竟从小就寄予的人 现在有机会拍婚纱照 便宜不占白不占 裴十四极为宠意回应李久 给你占 陆幽在旁边几乎磕昏头 甜甜甜 救命 石又表示我的沉默震耳欲龙 他斜眸腻着陆幽 小迷路 你是不是忘了 这照片 我们也得拍 陆幽不在意摆了白手 哎呦那不重要 我要磕的CP派才是最重要 只见石又轻叹一口气并合上眼 轻柔着发疼的鼻梁鼓 此处心疼持有0.07秒 老婆真的带不动 黄昏已至 马术教练将马牵来了 教练贼懂小情侣的心思 特意准备了情侣马 李久轻抚着白马 忽然来了一句 都没有我们家甜甜好 一语双关 裴十四只觉心底一颤 不由自主看向小九 他紧张了害羞了 我家这只傲娇的小波斯猫 在镜头面前表现得越来越主动 下一秒裴十四无视镜头 大大方方在李久脸颊留下炙热的吻 你家甜甜最好 然后又蹭着他的耳机 灼热的气息瞬间席卷他的所有感官 紧接着性感低迷的嗓音响起 裴甜甜的甜 本以为李久会锁 结果他故意伸手 在裴十四的腰间挠了下 吓得裴十四立马抓住小九不安分的小手手 女朋友 别忘了 我们总得同床共枕 再撩下去 你家男朋友可就不打算忍了 在土耳其办了你 说着裴十四在李久的耳垂位置 惩罚式的重重咬了下 李久脸颊泛起了一片少女粉 小声嘟囔着 反正你每次都只是说说而已 小九儿这激将法深深刺激到了裴十四 他立马摟过李久的西腰 那你今晚就别想跑 李久呼吸一致后退了一小步 但嘴硬又傲娇得他绝对不认输 谁跑谁是小狗 闻言裴十四迫不及待牵起李久的手 并大声催促蒋老六开始游戏 众人一脸狐一看向十里红装 影帝大大怎么了 受什么刺激了 李久海上骑马咽压全场 裴十四忍不住挽起偷拍 蒋老六宣布规则 夫妻同乘一匹马 进行接力比赛 一人主棋一人陪同 在抵达海中终点线后更换主棋人 率先回到沙滩起点的夫妻获得胜利 听完规则陆幽股无泪 毕竟这规则对小趴菜不太友好 恐怕要拖后腿了 身旁的持有散漫轻笑 不怕 小短腿跑得慢 但别掉进海里就行 看来持有也浪漫过敏了 陆幽气得差点跳起来用膝盖踢他 随后持有捧起陆幽的小脸蛋 毕竟我没有外套脱给你踢 不过我这T恤也不是不能脱 但是 你让我跟裴老师学习的 学手难得 陆幽不服输双手插腰 我才不会掉进海里呢 幽幽露鸣的CP粉狂喜 终于磕到两位的糖 两人暧昧拉扯进入了白热化 李久看在眼里 他揪着裴十四的衣角 男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他俩不对劲 是吗 这两人在第一季的时候就不是自怨俩 可今天对话自然 争吵暧昧 第一季收官后 两人私下应该有见面 李久好奇地想找与美人打听详细情况 就在此时 蒋老六举起大喇的提醒到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小时 请各位嘉宾抓紧时间练习 裴十四肆意揽笑看向李久 我的大小姐 需要骑士牵你上马吗 李久交金抬谋 本小姐马术抄群 骑士还是在旁边瞧好了 话音刚落 便见李久动作熟练翻身上马 镜头聚焦在李久身上 夕阳下黑长卷发随风飘扬 英姿飒爽 女中豪杰也不过如此 裴十四勾纯浅笑 小九儿太美丽 她忍不住开个瓶 要是骑士败倒在了十六群下的话 大小姐要不要负责 傲娇的小九儿回眸表示 要看骑士的表现 文言裴十四也利落上马 女气宠命 骑士随时为大小姐待命 驾 煞时间 海水被马蹄溅起浪花 李久拎着缰绳向海中驰骑 跟马儿似乎融为一体 迎着光 踏着浪 犹如一幅美丽的画作 裴十四看着李久的身影 懒洋洋的翘起颜尾散笑 视线里好像只容下她一人 下一秒她拿出了手机 咔嚓 几张绝美的照片瞬间定格 听到快门声 李久紧张回头 裴十四 你又偷拍我 裴十四大方承认 是啊 女朋友好看当然要偷拍了 胶筋的小波斯猫那么暧昧 自然也特别喜欢拍照记录美好瞬间 李久无需多言 裴十四自觉拍下小九儿每个美丽瞬间 然而她按捺不住炫耀的心 最终将照片发到微博上 向海风许愿 海风悄悄告诉我 她也会奔赴而来 三组CP海棋竞技 其余两组都是男士打头阵 只有裴十四让李久先行出战 因为只有这样 骑士才有机会守护她的大小姐 李久探着脑袋看向裴十四的手机 有出片吗 裴十四偏谋轻笑 每一张生图都是女娲的闭设作品 被花孔雀当中夸 傲娇的小波斯猫多少还是有点害羞 可裴十四眼尾轻翘 凑到李久耳边 我就是说实话随便夸两句 女朋友怎么还脸红啊 李久顿时浑身速马 心跳加速 就在此时忽然感觉到麻儿一阵 原来裴十四搂过李久的喜悠 月身来到了她的马背上 裴十四低眸贴着她的耳 懒散轻笑了一声 吓到了 傲娇的小波斯猫轻铁唇蛋 才没有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早习惯了 闻言裴十四撒娇式的用下巴抵在李久的肩上倾蹭的 随后低迷雌性的嗓音钻进李久耳朵 那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女朋友对男朋友没有新鲜感啊 说着裴十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要不今晚回去发展点刺激的 闻言李久头皮瞬间发麻 这个男人怎么满脑子黄色废掉 一小时练习时间结束 紧接着蒋老六宣布竞技正式开始 请各位嘉宾自行决定首发主旗 谁接力 穆泽川立马表示舍不得老婆劳累 所以由他首发主旗 而陆幽由于旗术太财 自然也将首发位置让给石佑 现在视线聚焦到十里红庄这儿 李久偏谋看向裴十四 谁先起 裴十四漫不经心回答 你先 李久顿时愣住 只因裴十四给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 见李久沉默 裴十四凑到他耳边解释道 大小姐要看歧视表现 那就先请大小姐出站 别有压力 无论首发结果如何 骑士都会帮大小姐追回来 不经意的撒糖令人上头 苏宇璇羡慕极度恨 自己编的剧本居然不如裴十四一番情话票的 李久忽然看向苏宇璇 娇精抬起小脸蛋 苏前辈 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较高下吗 还算数吗 苏宇璇当然不想算数 看了李久的练习 自己那三脚猫功夫都不值一提了 但被李久公然点名 他哪能认识 于是他说李久会胜之步 李久笑死 果然这位前辈读的书少 胜之步 可不是这么用的 我凭本是赢的 只能叫稳操胜权 众望所归 但如果苏前辈 用不正当手段赢了才该叫 胜之步 苏宇璇被对得火冒三丈 他不由得攥紧双全 李久 你还真是够牙尖嘴利 李久毫不客气 谢谢苏宇璇的赞赏 紧接着他拎起缰绳 准备前往七点 却被一声低迷的嗓音喊住 李久勇懒回眸没来得及 看到身后的男人 便觉披肩长发被人挽起 裴十四伸手握住他的袖发 干嘛呀 挽个发 裴十四拿出了一根 大红蝴蝶结头绳 帮他简单扎了个高马尾 而他弓身贴在他的耳机 刚刚 海峰跟我说了第二个秘密 想听吗 他说 扎高马尾的大小姐 起码实惠更自已 李久心肩不禁一颤 裴十四这波撩人绝绝子 海森竞技第一回合 女孩轻松赢了 其余两组男嘉宾 获得第一名 李久的高马尾被砸好 他转眸便撞上裴十四 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眸 下一秒他忍不住凑上钱 轻拙了一下裴十四的唇绊 紧接着一击歪头杀 并朝裴十四抛去媚眼 知道了 谢谢男朋友 殷落 李久抬手挽着自己的长发 将当才裴十四为他砸的高马尾 又砸成俏皮的丸子头 裴十四心情愉悦笑了笑 随后扶着李久的先腰 任由他御马前往七点 苏宇璇看着两人腻歪已经气炸 转头就开始POA穆泽川 老公作为男人输给李久 可是很丢人哦 李久拥懒回眸 其实也不丢人 谁不知道我的马术精湛 闻言穆泽川默然钻紧手中的僵手 三组嘉宾在七点处集合 海棋竞技 正式开始 驾 清脆嘹亮的嗓音在海滩回荡 伴随蒋老六的一声令响 李久一马当仙 如疾风般向海浪冲去 挽起长发的李久更加英姿洒爽 御马时的模样更是娇精明艳 穆泽川不能容忍自己输给一个女人 于是他更粗暴鞭吃马儿前行 不顾一切就为追上李久 在马儿提速的瞬间 苏宇璇惊慌失措尖叫了一声 老公 你慢点 慢点 痛 好痛 但穆泽川压根没有在意 毕竟协议妻子 哪有男人的尊严来得重要 于是他伸手摁住挡住视线的某人脑袋瓜 下 继续不管不顾快马加鞭冲向终点 直播间实在看不过去 纷纷讨伐木泽川 曾明是结婚几年的夫妻 居然比不上悠悠陆明这对临时CP 镜头来到悠悠陆明这边 此时陆悠像急了一只受惊的小鹿 马儿加速的瞬间 他已经缩进石佑的怀里 石佑立马察觉到异样 便拉着缰绳放缓速度 行了小迷路 那待会输了的话 可别怪我 不怪不怪 陆悠疯狂点头 于是悠悠陆明开始摆烂 石佑像大爷六万似的 走得慢吞吞 而李久已经率先抵达了终点线 他交金转眸看向身后的旋转木马 目前辈还是认输比较好 不然你老婆等会要发疯了呢 闻言 穆泽川脸都被气绿了 胜负玉也同时被激起 甚至扬言下一回合一定要打败李久 恭喜石里红庄海棋竞技第一名 获得顶级婚纱拍摄资源 穆泽川在李久的刺激下 发疯式的加速冲到终点线 随后强行调转马头 准备将将绳接力给苏玉玄并怒吼道 接着快点冲 被颠的已经疯掉的苏玉玄 完全顾不上比赛 只想让马儿停下来 慌张之下他伸手朝前一抓 结果一把攥住了马的踪毛 下一秒只听到马儿的一声嘶吼 被抓的马儿受惊了 抬起前提奋力挣扎 穆泽川想都不想就冲苏玉玄发火 苏玉玄则表示他现在立刻马上要下马 然后受惊的马儿根本不给时间两人挣扎 不通一声 旋转木马双双被甩进海里 冰凉的海水湿透全身 此时此刻直播间眼尖的小可爱们 目光一下子聚焦在穆泽川腰间的一大片龙腾纹身 他亲冷静于人设瞬间翻车 李久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连接力的事都快忘了 哇塞 说认输真的就认输了呀 裴十四懒卷翘起眼尾靠近提醒他比赛还在进行中 李久这才从看戏中回过神 并把江绳交给裴十四 裴十四没有接过江绳反而向李久撒娇道 开心 裴十四结果江绳低笑了一声 那小九儿喜欢刺激的还是 李久瞬间脸颊发烫 耳根发酥 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刺刺激的 裴十四钻紧江绳调转马头 随后低沉性感的嗓音响起 驾 李久的小心脏瞬间被抛上云霄 身下的白马重新鸡翅起来 踏着海浪 从大海深处 逆光向岸边金沙潘而去 十里红装赢得毫无悬念 比赛告一段落 蒋老六宣布 十里红装获胜 获得顶级婚纱摄影资源 悠悠露鸣第二名 旋转木马因意外退赛电影 明天早晨七点 婚纱摄影团队将上门为各位化妆 请各位嘉宾早点休息 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明天的婚纱摄影 回到心动别墅 李久已经沐浴完毕 裹着浴袍走出浴室 便见一道奇长的身影 已在墙上并露出了邪魅的笑 洗完了 李久神情胡一逆向男人 你怎么在这里站着 裴十四慵懒聊起眼尾 慢条四里走向李久 我们小九儿该不会忘了 男朋友今晚打算做什么吧 函说中八个机位的吻来了 试问谁看了不上头 面对裴十四毫无防备提问 李久的心弦立马被拨动 随手就将玉袍裹紧 当李久正想解释些什么的时候 瞬间强势的荷尔蒙气息默然压下 裴十四直接将李久壁冬在墙上 紧接着低谋附上他的唇 直播间瞬间激起一阵吐蜀尖叫 卧槽 真CP上练宗就是大胆 这是不花钱能看的吗 李久被裴十四的初步急防下的 真大漂亮的猫毛 便听到裴十四低调道 闭眼 此时无数的摄像机对准了两人 李久脸颊瞬间烧红了起来 走神的根本没法入行 而裴十四也意识到这件事 伸手捏住李久的下巴将脸扭正并轻笑道 怎么回事啊 女朋友 李久收回视线 便撞进裴十四看狗多深情的桃花毛 眼尾的泪至今天格外妖娆 她的指腹轻轻抹扎着她的唇绊 不是说好今晚打赌 谁先找冷水兄弟 谁是小狗吗 李久慌了 救命 花孔却居然还记得这事 那仅仅是她嘴硬实的激将法 然而没等到李久回过神 强势的吻再次落下 直播间吐蜂鼠四七笔 连蒋老六也兴奋凑起热闹 快来人 给我安排八个机位拍 我要全方位的那种吻 镜头很实实物的给了特写 此时陆幽也在房内吃瓜 挖去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她把手机递到池佑面前 裴影帝好顶啊 池佑不经意凑到陆幽眼前 你也想试试 果然冰山王子也会吃醋 陆幽几乎瞬间头皮发麻 连忙摆手又摇头挽去 最后害羞到直接起身离场 而此时李久被聊到CPU都快要烧坏 裴十四却得意笑出声 女朋友不会这就准备认输了吧 文言 傲娇的小波斯猫立马直愣起来 认输是不可能的 下一秒她指尖游走在裴十四线条 分明的十八块腹肌 裴十四顿时浑身过电 苏玛敢蔓延至四肢百骸 又见李久勾着眼眸看向她 十四哥哥最好不要比我早认输 十四哥哥 是要认输了吗 李久的掌心不经意顺着裴十四的腹肌爬上了锁骨 紧接着她双手勾住她的脖梗 不然借力跳了起来 直接挂在裴十四身上 下一秒低眸便附上她的锁骨 直播间嗷嗷尖叫中 卧槽卧槽 此情此景出了国粹我竟哑口无言 李久太会了 裴十四瞳孔皱缩 那瞬间她只觉浑身酥麻过电 小九儿是跟我玩真的是吧 李久红唇微钩倾笑了声 不是十四哥哥先玩的吗 难道这么快就认输了 随后裴十四抬眸看了眼身后的摄影师 建议大伙赶紧收工 不然直播间被封 她可不负责 阴落 裴十四一把公主抱起李久转身 她见不留心走到浴室门口 抬腿便用膝盖打开了浴室的门 见情况不妙 摄影师请示蒋老六是不是该撤了 磕堂上头的直播间 小可爱强烈要求继续 虽然不舍 但蒋老六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她必须守住最后一道底线 于是她让所有工作人员立马撤 直播间熟悉的大字亮出 小可爱恨得咬牙切齿 纷纷想暗杀蒋老六 而此时浴室里白雾阴晕 裴十四将李久抵在冰凉的墙壁上 李久心弦不经意紧 偏偏热水从头顶浇灌下来 裴裴十四 你等等 你开花洒干嘛 不是得办事吗 裴十四懒卷轻笑了声 摸着玉袍的领子 我可还没洗澡呢 紧接着她大手一挥 玉袍被扔到一旁 她躬身凑到李久面前 一声蛊惑道 来真的 那帮我把皮带解了 闻言李久大脑几乎当机 她红唇微张 便绝被她握住了手腕 只见触碰到皮带扣的微凉 李久心底狂呼救命 却传来一阵散漫轻笑 认输了吗 傲娇的小波斯猫嘴硬否认 手在前面跑 脑子在后面追 她冲动之下 忽然就摁下了皮带口 哦 no 空气一下子安静了 傲娇小波斯猫居然会认输 还承认自己是小狗 只因花孔却太让人上头 裴十四拉起李久的手 放在她的腹肌上 继续啊 女朋友 李久心间剧烈颤抖 整个人都酥软了下来 紧接着裴十四公身来到眼前 她彻底认怂了 我错了 我是小狗 裴十四轻蹭着她的耳机 女朋友认输倒是挺快的 可是哥哥该怎么办呢 李久紧紧钻紧小拳拳 憋了半嗓 还支支吾吾道 我明天给你买棉花糖吃 裴十四脸谋逆向李久 视宠儿娇谈起了条件 我要两包 哈哈哈哈 笑死 我说影帝大大能不能按套路出牌 李久大方答应 两包就两包 下一秒裴十四忽然松开小九儿的手 结果腿软的她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所幸裴十四及时扣紧她的腰 才没让她一屁股坐地上 偏偏灼热的呼吸又逼近 既然衣服都脱了 那就一起洗 李久心弦瞬间绷紧 随后差一台谋逆向男人 慌乱之中玉袍彻底散开了 救命 要被裴十四看光光了 李久瞬间脸蛋通红 连忙慌乱将领口收紧 你没看到吧 其实绅士的影帝大大当然没看到 但是她还是忍不住逗逗女朋友 如果看到又怎么样 各种乱七八糟的答案在李久的脑海里盘旋 她想说什么的时候 裴十四又打断了她 女朋友 不如礼尚往来 我给你看回去 所以要不要一起洗 李久紧张钻井玉袍 明显她还没做好准备 这份极致的暧昧来得有点太过突然 她慌乱躲开裴十四的视线 并表示已经洗过了 裴十四好心提醒 衣服淋湿了可以再洗一次 李久长洁微颤难掩心虚 那我也已经答应给你买棉花糖了 见女朋友紧张得快要哭 裴十四理智选择做个人 行 不逗你了 你先洗 我在外面等你 李久的小心脏扑通乱跳 她脸眸偷瞄了一眼裴十四 仿佛有所期待 却见裴十四毫不犹豫转身离开 鬼使神差的小九儿居然叫住了她 等等 手还不经意扯住了她的腰带 要要不然我 裴十四不是忍者神龟 她只是想给李久足够的尊重 李久的手试探性摸了过去 那瞬间裴十四只觉电流横穿她全身 甚至大脑变得一片空白 经过了一番暧昧拉扯后 最终李久红着脸跑出了浴室 裴十四看着逃跑的小九儿满心满眼都是宠衣 随后她打开了冷水 仰手合谋 任由冷水冲着脸 性感的喉结也不断上下滚动 滴滴的嗓音从唇齿间传出 全是国粹精华 而浴室外的李久趴在床上 脑海里的画面始终挥制不去 李久觉得她应该转移一下注意力 于是干脆拿出手机戳起好闺蜜 时刻钉直播的于美人果然啥也没能瞒住她 立马嘲笑裴十四不行 小九儿可不同意这么说她男朋友 当时就播过去一通视频 炸毛式的差点跳起来 于美人 别瞎说 她狠心 我的手兜 话刚出口李久便绝不对劲 紧接着于美人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 这么能忍 她忍者神归啊 文言李久继续狡辩 她才不是 她只是嫌弃浴室环境不够好 浴室哪里不好了 于美人脱口而出 很多男人不是都喜欢 咔哒 这时浴室的门被推开 懒卷的嗓音随即响起 喜欢什么 李久被吓得一个机灵挂断了于美人的视频电话 随后慌忙解释 没没没 没什么 于美人在胡说 裴十四忽然凑到李久眼前 眼尾轻挑问道 喜欢浴室 李久的心跳骤然加速 笑得相当甘大 于美人满脑子黄色废料 她就是言情小说看多了 裴十四懒卷低笑了声 她说的对 浴室这种 我也喜欢 李久的心跳瞬间都漏了一排 紧接着灼热的呼吸渐渐逼近 但是第一次不行 以后试试 阴落 她低手附上她的唇绊 睡梦中小波斯猫被直播的射死现场 还好有花孔却霸气护妻 李久紧紧攥紧背脚 尴尬地想找个洞钻进去 裴十四也不忍心继续逗她 于是到了深晚安便转身离开 而此时此刻李久又想起刚才的画面 她开始后悔自己的胆大妄为 救命 再也没脸见人了 她闭上眼尝试着不去想 不知不觉她进入了梦乡 梦里 裴十四将她扣在怀里 柔软的昏床上 两人交叠线进去 轻柔地吻暧昧缠绵地落下 睡衣的裙脚甚至被撩起 李久的脸颊逐渐泛红 在梦里被撩得晕乎乎 浑身都彻底软了下来 然而 清晨阳光已洒进昏房 李久还在熟睡中 此时直播已经悄悄开始了 看着李久的睡颜 观众们开始浮想连天 忽然咔哒一声 次卧的门被推开 西装鼻挺的裴十四 缓缓走了出来 看到满屋机位却见怪不怪 下一秒便听到李久一声娇媚的音音 裴 裴十四 所有人齐刷刷看了过去 只见小九儿缩在被窝里 樱桃小嘴微微张开 清 清点 裴十四神情忽然变得复杂 连屋内的工作人员都愣住了 仿佛听了什么不该听的事 裴十四凑到床边 看到李久眼尾泛红 他瞄懂 他轻笑了声逆向工作人员 劳烦各位回避一下 等我把他红醒了再过来拍 摄影师早就领教过十里红妆的威胁 当然时去撤退 卧室恢复平静 但是小九儿不知道又梦到什么 撒娇式的用脸颊蹭了蹭枕头 睡得更香甜 裴十四凑近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小九儿 李久慵懒回应着 但明显还没有睡醒 就在此时忽然觉得唇淡软了下来 而后低迷性感的嗓音响起 乖 别做梦了 起床 谁做梦了 李久嫌弃地推开他帅气的脸 小王八独子胡说八道 裴十四干大笑了笑 说我是小王八独子 生人都没梦里那个重要事吗 想着他凑到李久耳边 没做梦 没做的话 我可就来真的了 女孩一袭雨伪婚纱惊艳全场 淡定的影帝再也不淡定了 温柔地稳落下 李久还在睡梦中 然而一切又那么真实 李久被苏养得逐渐清醒 他睁开眼眸便对上裴十四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眸 他以为自己还在美梦中 醒了 低词性感的嗓音银绕耳盼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李久愣着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李久 见到裴十四俯身凑近 便立即炸毛大喊飞铃 裴十四压着他的耳朵轻笑 不是我们小九儿先做梦的吗 傲娇小波斯猫顿时满脸通红 抱着被子翻身做起 你胡说 谁做梦了 话音刚落 方才梦里的一幕幕默然闯进脑海里 啊 李久忽然起床撒腿就冲进浴室 淋浴发洒的水声很快变响了起来 门外是裴十四第一次愉悦的效应 好扮傻 李久才慢吞吞从浴室里出来 不经意瞥了两眼裴十四 嘴硬的他还在极力狡辩 反正我才没有做梦 裴十四游览应声 此时编导小姐姐请裴十四一步别的房间 毕竟婚纱造型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裴十四用余光腻了眼小波斯猫 似乎毛还没被抚平 正发着小脾气背对着自己 下一秒裴十四一个摸头沙 我期待着女朋友的婚纱造型 不止裴十四期待 直播间的小可爱也是望穿秋水 曾分开始猜测裴十四看到 美丽的婚纱小脚的反应 李久已经化好妆被带去换婚纱 而裴十四也被带到房间门口 编导小姐姐八卦问道 裴老师 期待李老师换上婚纱后的样子吗 裴十四散漫轻笑 我女朋友 那不是随便呼吸一下都应该值得期待的吗 果然是花孔雀 没见到老婆就开始开评 就在此时咔哒一声 房门被推开 镜头几乎立刻甩了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拖地的鱼尾纱 精致的蕾丝像波纹一般在地上扑开 视线上移 腿长细腰 恶懒窑窑窑的身姿 简直就是魅惑众生的小妖精 李久自信的翘起眼尾 红唇微钩 好看吧 裴十四难掩内心激动 她缓缓向李久走近 我家女朋友穿什么都好看 不过今天 好像格外好看怎么办呢 说着她牵起李久的手 朝她手背轻轻吻了上去 十里红妆夫妇双双掉马 恶毒女配备狠狠打脸 裴十四今天看小九儿的眼神格外深情 那双拉丝的桃花眸仿佛在宣泄爱意 编导小姐姐不时去凑近调侃 裴老师看来对李老师的婚纱造型很满意 眼睛都黏在李老师身上了 李久交金抬眸回应 当然 毕竟她对自己的外貌还是很有信心的 忽然一声性感染卷轻笑勾住她的耳膜 裴十四表示也想早点将小九儿取回家 李久顿时耳根发软 脸颊发烫 磕糖氛围满分 大号电灯泡编导小姐姐虽然不忍心打断 奈何只是个打工人 有必要提醒两位 婚纱造型已经完成 婚车准备就绪 要出发拍摄地 李久的拖地与尾裙让其行动实在不便 于是贴心的裴十四便主动上前护送她的大小店 上车后 新的任务卡被递了过来 李久低谋翻看 十里红装婚纱拍摄主题 美人鱼的浪漫之吻 海下婚纱拍摄 还要完成规定动作 海下接吻 黑十四散漫地撩起眼皮 眼睛闪着流星断的光 难掩内心的期待 编导小姐姐微笑让她放心 不会有生命危险 节目组安排了专业的老师 她没有回答 反而用余光逆向李久 她只想知道小九儿怎么想的 李久交金昂首 仿佛胸有成竹 一口就答应了 片刻后抵达拍摄现场 编导小姐姐又递来任务卡 李久先是狐疑了0.01秒 但立马又猜出了蒋老六的小心子 果然小九儿就是蒋老六的克星啊 盯着监控的蒋老六气不活了 李久翻开任务卡还真如所料 网络票选出人气最高的照片 第一名将拥有两个大冒险使用权 第二名有一个机会 而最后一名只能任人宰割 看到这小机灵鬼李久 立马拆穿蒋老六的记贼用心 之前真心话大冒险游戏里 大家都选了真心话 现在直接就上大冒险 让大伙没法选 裴十四脸眸倾笑 伸手轻轻捏了下李久的鼻尖 放心 我会帮我家女朋友拿逼 猝不及防的亲密接触 李久心肩微颤 下一秒他勾住裴十四的手 凑到他耳边说着悄悄话 那也肯定是本人于泰米 所以才能顺利拿到第一的 裴十四懒散攻身凑近 浅犬着蹭着他的鼻尖 必须的 我家女朋友说什么都对 这时专业的潜水员小哥哥朝两人走来 海下婚纱摄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带着氧气瓶下海 两位有潜水经验吗 文言苏宇璇马上跳出来冷嘲热服 哈哈哈哈 你当什么人都有专业经验 穿顶设婚纱下海真的暴天天物 李久却表示自己是有潜水症的人 裴十四也有 当时他要考 他顺便陪他考的 看看裴十四都说的什么话 顺便陪考的 这双强夫妇根本不给渣渣留活路 显而易见苏宇璇一副吃了一百零八只苍蝇的表情 压根没想到打脸来的如此快狠准 哥哥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考虑给你肚气 监视器前的蒋老六瞬间就傻眼 早早挠不好的海下极限拉着画面瞬间就不香了 万万没想到两人居然会潜水 蒋老六都快要气炸了 倒是苏宇璇就不信邪 非要上前找难堪 调侃道 潜水症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考虑 那玩意儿含金量似乎不高啊 潜水员自然也想到这一层 他迟疑了片刻追问 方便问一下两位的证书等级吗 当然没有冒犯的意思 只是会决定两位需不需要带服前面罩和氧气瓶下海 只见裴十四慵懒翘起眼尾 性感的英文从他的喉结荡出 Master Scuba Diver 此刻刻普一下 Master Scuba Diver PADI9级潜水资格证体系下的名是潜水员 6级 休闲潜水员的最高荣誉 在网上便是专业潜水员的领 闻言潜水员小哥哥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好想立马跑路 不教了 我有什么资格教呢 不用带服前面罩和氧气瓶了 李九自信抬眸 这深度 我们能坚持 此时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走近提醒两人 先拍导演安排的任务 海下接吻 有其他想法晚点拍 裴十四点头回音 李九交经扭头逆向裴十四 看来今天又要被裴老师占个便宜了 裴十四脸眸轻笑 并慢调四里公身 含情默默看向小九儿 怎么我记得 李老师还挺不擅长憋气的 文言李九眸光微闪 长劫微颤 立即傲娇转移视线 那拍照也就最多下前十米 这点深度我还能憋得住的 憋不住也没有关系 男朋友可以帮你肚气 嘴硬小波斯猫哪有那么容易就认输 他挺直腰板反击 我才不需要裴老师帮忙 要是你有需要 你家女朋友也可能考虑帮你肚气的 裴十四笑笑没有回音 摄影师考虑到安全问题 提一两人先提前尝试一下 两人却一口同声说不用 摄影师老师喜欢他们的爽快 那开始吧 两位老师自由发挥 只要拍到海下接吻动作就算完成任务 好 李九红唇威勾应声 随后弯腰拎起裙摆朝岸边走去 但在这时 他的手忽然被裴十四握住 比起刚才两人半嘴时的调侃 裴十四神情认真了很多 怕吗 李九转眸便撞上他深情的桃花某 刚才极力掩盖的情绪 瞬间无处遁形 还好 毕竟之前都戴副前面罩 这次要憋气 说不怕恐怕是假的 只见裴十四将线长的手指滑入他的指缝 跟他食指紧扣 给足他安全感 别紧张 有我在 说吧 两人手牵手来到岸边 裴十四低眸看向他 一起跳 来了来了 万众瞩目的三组绝美婚纱照来了 到底哪组会胜出呢 李九与裴十四深情对视 准备好了吗 嗯 多机位镜头锁定湛蓝大海边上的十里红装 倒数三个数 然后只听到清脆的跳水声 雪白的浪花荡开了层层波纹 十里红装牵着手唯美入水 在不受控制的海水里 李九无意识松开了裴十四的手 他适应了片刻后缓缓睁开了眼 本想寻找裴十四在何处 但没等他反应过来 却绝后腰被一道尽力抵住 裴十四将他扣进了怀里 紧接着他挑起他的脸蛋 直接低眸附上他的唇带 清澈的海水里两道身影别说有多唯美 下一秒闪光灯响起 照片定格 浪漫的白沙恰好朦胧盖在李九的头上 裴十四撩起头杀后又重新吻了上去 水下憋气时常有限 裴十四搂住李九从海下游了上来 两人重新浮出水面 刚出水的李九就像美人鱼 李九眼尾轻翘逆向摄影师 这应该算完成婚纱照任务了吧 摄影师疯狂点头 随即来到两人跟前 两位老师看看效果是否满意 照片里 湛蓝清澈的海水荡漾着零零波纹 一吸顶舌鱼尾婚纱的李九像急了美人鱼 裴十四则像是追逐美人鱼的光 从上方稳住了他的唇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磕疯了 李九就是美人鱼下反 好看得有点过分 两人的适配度太高了 然而照片发出去没多久 就火速冲上了热搜 居高不下 反观旋转木马这边 拍摄似乎不怎么愉快 两人拍的是森戏主题 苏玉璇在森林里被蚊子咬了小腿 气得他当场就摆烂 把我放下来 不拍了不拍了 穆泽川似乎也忍了很久 只见他不耐烦嘖嘖了两声 而悠悠露鸣那边 向来桀骜的池佑 更是破天荒穿了一身白色西服 陆幽手捧鲜花站在白色里堂前 池佑慵懒掀起眼皮看着对面的女孩 阳光洒在头发的瞬间 他心跳忽然乱了 那一刻仿佛懂了什么叫一眼万眠 两人的气氛略显尴尬 摄影师都看不下去了 两位老师你们站那么远 是指望鼻子像皮诺曹一样 变长勾得上对方的鼻尖吗 有些紧张的小麋鹿低眸 拎起裙摆朝池佑慢吞吞磨动 池佑也在小心翼翼靠近 悠悠露鸣也太好磕了吧 月谈冰山王子居然也学会霸气护气 陆幽紧张的低眸朝池佑慢吞吞磨动 池佑瞭起眼屏蔽着他 却看到陆幽小心翼翼试探般 朝他靠近又极为犹豫 他忽然开口 小麋鹿 陆幽受惊视的抬眸望去 只见池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就拍个模拟婚纱照而已 若是他们敢拿这个做你绯闻的文章 那就说是我池佑强迫你的 话音落下 池佑的鼻尖已经不知何时抵住了陆幽的鼻尖 咔嚓 还没等到陆幽反应过来 两人的婚纱照定格 那一瞬间陆幽心跳忽然加速 藏在心间的那只小麋鹿也真的迷了路 池佑很有分寸的 见任务完成迅速挺直腰本 李茂绅士的向陆幽说了声抱歉 刚才冒犯了 陆幽紧张捏着裙脚 但又生怕被人发现端倪 立马故作轻松抬谋表示 完成综艺任务而已 没关系 幽幽露名的CP粉原地心碎 都以为柯的CP真的要比 但一部分李志粉早就读懂石佑刚才那番话 毕竟身为泡菜国女团成员的陆幽 恋爱绯闻都是她演艺路上的致命伤 她这么做肯定是为了避嫌 午饭过后 十里红装正牵着手在散步 却恰好偶遇一家小超市 裴十四忽然停下了脚步 慵懒抬眸瞥向超市 有超市 李九偏然回眸 有超市又怎么了 此刻她脑海里默然闪现昨晚的画面 顿时脸颊烧得通红 便听到低词的嗓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女朋友 该不会忘了昨晚一起洗澡时 你答应过我什么吧 李九瞬间头皮发麻 当即炸毛斑睁大毛毛盯着她 我昨晚不是帮你了吗 惩罚怎么可以还作数 李九几乎脱口而出 但话音刚落下的瞬间 她的视线便对上了镜头 太设死了 直播间观众早就学会了孔雀精髓 也刷起了满屏的 都在好奇李九帮了裴十四什么 十里红妆好刺激 这是不付费能听的吗 直播爆料 实锤了 高棱影帝居然是个爱吃棉花糖的小胶包 裴十四饶有兴致脸谋逆向李九 故意拖长尾音嗷了一声 李九心虚避开她的视线 救命 本来就两包棉花糖的事 结果还说漏嘴 下一秒她牵起裴十四的手镜子 往小超市迈进 随后两人来到糖果货架前 李九让裴十四自己选 直播间弹幕静默了好一会 这个命题分明超出了键盘侠的想象 压根就没想到影帝大大真的喜欢棉花糖 却见裴十四轻了眼皮散漫轻笑道 你挑啊 说着忽然攻身凑近李九 女朋友不是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棉花糖吗 直播间瞬间炸锅了 卧槽 裴十四喜欢棉花糖 香菜姐预言成真 所以结论是香菜姐不是黑粉 有可能是铁粉 更有小可爱直接就猜李九就是香菜姐 毕竟她爱吃香菜啊 就在此时李九已经选了两包草莓味的棉花糖来到柜台结账 突然从天而降两根草莓味棒棒糖 裴十四撒娇道 小九儿 棒棒糖也想吃 李九琥珀式的眼眸里让起了嫌弃 她不由得小声嘟闹 裴十四不愧是裴甜甜 吃棒棒糖 幼稚鬼 直播间听到这个称呼 一下子又联想到香菜姐就是李九 但这件事并没有得到实锤 裴十四如愿以偿 得到了女朋友买的两包棉花糖 还附赠了两根棒棒糖 在回心动别墅的路上 她将棉花糖一颗颗往嘴里丢 甚至神情懒卷捏着李九 捏着一颗朝她递过去 吃吗 炸毛波斯猫当即嫌弃表示 谁要吃这种幼稚鬼吃的玩意儿 裴十四轻挑眼尾 然后懒散收回视线 随即将那颗棉花糖丢进自己嘴里 女朋友好不懂童年乐趣啊 裴十四不顾自己的顶流形象 叼着草莓为的棒棒糖 推开了心动别墅的门 陆幽台谋看到的时候 整个人都吓傻了 那个裴老师 你该不会大冒险输了吧 裴十四不明所以看向众人 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恶 看着他的棒棒糖 裴十四恍然挑了下眉 他抬手将棒棒糖取了出来 你们说这个呀 我女朋友送的 口吻里竟是骄傲和炫耀之意 众人一阵无语 裴老师你人设崩了 你知道吗 六位嘉宾集合完毕 蒋老六宣布结果 在这前必须先说明 三组嘉宾中 排名前二军获得大冒险发起权 冠军两次 亚军一次 陆幽补充理解 也就是说被喊话参与大冒险的嘉宾 无论名次如何都不能拒绝 正解 蒋老六赞赏的点头 陆幽小声嘟囔道 九九说的没错 这个导演果然好老六 此时苏宇轩傲娇 抬起脸蛋要求 蒋老六直接宣布结果 毕竟截至投票结束前 他特意看了一下结果 旋转木马稳居第二 李九慵懒邪谋 瞥了眼苏宇轩 看来前辈已经想好大冒险了 苏宇轩不怀好意倾笑了声 小黎 前辈今晚可能就要教你做人了 亲爱的女孩惨遭心惊与报复 男人却束手无策 只赢狗导演定的该死游戏规则 蒋老六宣布最终结果 第一名十里红装 第二名旋转木马 第三名悠悠露鸣 这一结果似乎毫无悬念 可苏宇轩却在暗自窃喜 而蒋老六也在幸灾乐火 十里红装和旋转木马 分别拥有大冒险发起权 实用实现截至到炼宗收官 听到这苏宇轩不怀好意笑了笑 他那点坏心思昭然若揭 直播间一片唏嘘 恶毒女人退退退 随着苏宇轩在直播中不断作妖 微博粉丝都快掉脱了 就在此时路悠转谋望向李九 他好奇李九会不会今晚使用大冒险发起权 李九神情慵懒表示不着急 他压根没兴趣报复苏宇轩 他打算将机会用在右路鸣身上 所以在等待一个时机 但苏宇轩已经不安好心盯上李九 他向他发起大冒险 悉听尊便 说着李九抢走了裴十四的棉花糖吃了钱 还顺便给裴十四也塞了磕 看着两人无视自己居然在狂撒狗粮 苏宇轩气得脸都绿了 你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大冒险吗 要是你喊我生前辈道的歉 我可以考虑换一个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需要跟你道歉 李九眨巴着大猫毛 指尖捏着一颗棉花糖 多了几分吊人意味 下一秒李九将棉花糖丢进嘴里 调侃道 倒是苏女是你 录这档综艺好像不怎么开心 而且还跟你家老公掉了不少粉吧 小九儿好一招吓人诛心 对得苏宇轩顿时哑口无言 李九眼眸里样着明媚的笑 不过 做人呢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别人开心 看到苏女是不开心 我就开心 真的太喜欢小九儿这张对人的小嘴 苏宇轩当场气炸 有些恼羞成怒紧紧攥着双拳 好 那你别后悔 阴落 苏宇轩默然起身 只见他抓起遥控器 他打开电视 调整到投影模式 随后向木泽川撒娇道 老公 去帮我关个灯 木泽川配合他演出 走到墙边 啪 煞时间客厅漆黑一片 只有投屏荧幕处那道诡异的白影 和几个血红色的大字 鬼修女 伴随着诡异的光 鬼哭狼嚎声也同影响传出 李九动作几乎瞬间僵住 头皮发麻的感觉传遍全身 便听到苏宇轩一道不屑冷笑 这次大冒险就是你一人独自看完这部鬼片 黑十四忽然脸色沉下来 浅瞳也变得有几分凉薄 苏女士 刻意拿别人的弱点来做大冒险内容 手段未免有些卑劣 但苏宇轩全然不在意 他挑了挑眉表示 这是导演定的规则 怎么就我卑劣呢 大不了他可以报复回来 影片已经开始播放 鬼觉得声音悠悠荡在耳畔 李九攥紧手里的棉花糖 他手指骨节有些泛白 就在此时他的手背却忽然被人附住 裴十四察觉到李九的情绪 几乎毫不犹豫握住了他的手 别怕 我陪你 苏宇轩得意勾唇 看到李九这反应 他就知道自己选择的大冒险没错 可听到裴十四说要陪他 他忽然冷笑 裴老师 我刚刚说的是让他独自看 可没同意让你留下来陪他 两位该不会玩不起吧 裴十四抬眸看向苏宇轩 语气冷得可怕 苏宇轩 你别太过分了 只见苏宇轩耸了耸肩 我哪里过分 我这不是正常行驶大冒险权吗 说到底苏宇轩就想看李九认输道歉 傲娇的小波斯猫哪能让他得逞 于是李九硬着头皮迎战 就这一步是吗 对 看完这一步就算大冒险成功 如果中途离场算失败 需要喝二两白的作为惩罚 敢挑战吗 傲娇小波斯猫不按套路出牌 狗导演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李九的弱点完全被苏宇轩拿捏了 裴十四转楼看向小九 他尊重他的决定 并且他会保护好他 哪怕将蒋老六拎过来暴揍一顿 可是李九不是一个甘愿退缩的人 也许是裴十四给予他的安全感 他的状态看上去放松了许多 只见他往沙发慵懒依靠 露出明媚的笑容 规则是吧 陆幽猛然看过去 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李九漫不经心逆向蒋老六 第一名也要接受来自第二名的惩罚这颇规矩 听说是你蒋老六定的事吧 突然被Q的蒋老六下的后退了0.08秒 一时之间都接不住李九的话 总觉得后背凉嗖嗖 没想到李九却笑着认了这法 毕竟他没必要为莫须有的罪名道歉 苏宇轩差一条眉 他以为李九会认错 没想到还挺有骨气的 随后他就想挽着穆泽川的手臂离开 却忽然一道悦耳却凉薄的嗓音落下 李九撩起眼皮等等 他忽然站了起身并决定也要使用一个大冒险权限 闻言苏宇轩回头 双眉紧促起来 李九 你这是打算报复我 他居然还有点期待李九报复自己 这样子李九就被大众认定为小路机场 同时蒋老六也在暗自窃喜 明显他觉得自己的设计真的太妙 却没想到李九脸谋懒笑了声 并表示报复回去多没意思 所有人都猛了 李九这话什么意思 下一秒他伸手指向某位等着吃大瓜的狗导演 我要向蒋老六发起大冒险 在场所有人再次目瞪口呆 蒋老六也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只见隐忍了许久的小波斯猫忽然炸猫 你给我进小黑屋独自看两部鬼片 Right now 此季和安娜贝尔直播间笑导了一片 哈哈哈哈 李九果然是懂大冒险的 蒋老六你也有惊天 蒋老六除了傻眼还学李九炸猫喊道 李九 你你你 你不要连脸 李九双手捧脸 不会吧 蒋老该不会也怕鬼吧 裴十四忍不住偏谋逆向小九轻笑的声 我女朋友果然可爱 随后李九懒散挥了挥手催促蒋老六赶紧去看鬼片 中途逃了就要喝四两白的 苏宇璇怎么玩他 他双倍还给蒋老六 蒋老六临走前咬牙切齿看着他 李九 你是懂大冒险的 你给我等着 李九红唇微钩 我谢谢你的肯定哦 然后继续吃起了手里的棉花糖 坦然抬眸看向投影幕 结果 画面漠然一闪 掉在绳子上的尸体从修道院坠下 煞事恐怖万分 李九手里的棉花糖顿时都不像了 哦 救命 报复了蒋老六又怎样 还是要一个人在这看鬼片 不 他才不会轻易认输 他盘腿而坐 死死抱住抱枕使劲给自己打气 小九儿冲压 小九儿要战斗 裴诗斯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他担心女朋友能行步 我久见了 原来棉花糖还能驱鬼啊 又被可爱的小波斯猫刷了一波认知 李九死死抱住枕头 紧紧捏住那包棉花糖 说话都结巴起来 有有有 有什么不行 假的 我不不不 不怕 直播间的大可爱们瞬间被李九逗笑出了18块腹肌 果然是战斗民族波斯猫 一声要强 死到临头还嘴硬 裴诗斯神情凝重逼向李九 他看出了他的恐惧与紧张 但也有一丝娇惊和倔强 明显他是不会认输的 嗯 裴诗斯嗓音微低应声 其他人早早就离开客厅 而裴诗斯拿起李九的手机 当着李九的面给自己拨通了电话 随后递给他 害怕的时候跟我说话 要是实在不行 就跑上来 酒我替你喝 我一直都在 李九接过手机点了点头 苏宇璇说不能让人在客厅陪 可没说不能让人献上陪 裴诗斯在客厅磨蹭了许久才舍得离开 临走前还帮李九打开客厅的灯 客厅里彻底只剩下李九一人 此时鬼片在投影幕里悠悠播放 时不时就突然弹出一颗鬼头 李九内心飙泪喊救命 可表面又是一副我傲娇我坚强的疯狂安慰自己 这都是导演的拍摄手法 能猜出他下一步怎么走 就不会被吓到 此时李九手机里 也传来裴诗斯斯低迷的效应 女朋友说的对 得到男朋友的宽慰 李九颤抖的小心脏忽然安定了些许 甚至咬着棉花糖开始做起了影评 其实这部电影也不可怕 只是故弄玄虚 不幸就 话因为落一道恐怖身影从屏幕窜出 李九顿时吓得发戎失色 连棉花糖都不甜了 弹幕呃呃呃呃成了一片 就喜欢看李九一边要强 一边被吓得哭唧唧的样子 变化那头的裴诗斯立马安慰 还没等到他回音 却听到他一声挖曲 这十字架好牛蛙 主角每次遇险就掏出十字架对上去 嘎嘎好使 李九像是得到什么启发式的 开始捏起棉花糖 很快棉花糖被捏成了十字架的形状 紧接着被李九丢进了嘴巴 我十字架附挺了 然而凑巧的是投影屏上的恐怖画面瞬间消失 这让李九更加坚信着棉花糖十字架 玩歪远 直播间观众一阵傻眼 他好像在玩一种狠心的东西 更有人怀疑之前怕鬼的李九是假的 对十字架的信念让李九相安无事 看完了整部电影 影片结束小波斯猫连忙冲上二楼 呜呜 回房间了 再见 此时裴诗斯正站在房门前等他 看到裴诗斯的瞬间 他几乎毫不犹豫往他身上一跳 像考拉般挂在他身上 裴诗斯伸手扣住他的腰 浅犬般在他的额脚轻蹭了两下 乖 回来了 男朋友在吗 一生要强的小波斯猫居然害怕到不敢洗脸 只因他怕鬼从镜子里跑出来 李九见到裴诗斯伸心肩已然平静了些许 但是他仍撒娇般挂在裴诗斯伸身上 还扬言一定要报复回来 裴诗斯伸低声应响 小九儿不服气表示 时早收拾苏玉璇 裴诗斯伸依然纵容应响 我的女朋友的仇集是我的 可李九却交经台谋表示谁都不能帮忙 不然金圈公主岂不是很丢人 裴诗斯伸意的笑音在耳畔响起 好 他的棉花糖被他捏成十字架吃光光了 裴诗斯脸谋宠溺一笑 再买 男朋友给你买 李九不服气轻吼了一声 那是我给裴甜甜买的棉花糖 我才不喜欢吃呢 裴诗斯伸散漫轻笑着没有硬声 许久小波斯猫终于肯从十四哥哥身上下来 神情极为认真表示他要睡觉 裴诗斯伸攻身凑到他眼前 那要不要男朋友陪你 李九心肩微颤 并连忙扭过头 才不要 我不是胆小鬼 我可以自己睡 你也快去睡吧 许多便晚安和小月亮 李九还是忍不住耳根发酥 裴诗斯进入次卧后 李九独自平复着微乱的呼吸 然后下意识起身去浴室洗漱 可刚进浴室的瞬间 他犹豫地顿住了脚步 焦躯忽然一颤 镜子 鬼 救救救命 刚才的鬼片后进太阻 李九心有余悸 仿佛身后飘过什么东西 他不经回眸 忽然火速迈着小碎度退了出去 反复犹豫好久之后 本所默然咔哒一声 他忽然抬眸望去 便对上裴诗斯深情的双眸 你你怎么出来了 怎么 找我有事 傲娇的小波斯猫的内心在反复横跳 毕竟一声要强又嘴硬的他 怎么可能主动承认自己害怕呢 迟一也不过零点零一秒 下一秒小卷揪住裴诗斯斯的一角 那个 他仍然保持傲娇的姿态 抬眸看向裴诗斯斯 男朋友 你有没有时间 能不能陪我洗个脸 小卷有点渣 居然撩完就跑 傲娇小波斯猫秒变小虫猫 想让裴诗斯斯陪他洗脸 他指着浴室方向 是一裴诗斯斯站门口就可以 裴诗斯斯懒散轻笑了声 真巧 哥哥也正想洗澡 一起 李九的脸煞时爆红 没来得及反应 李九已经迷里糊糊被带进浴室 这该死的熟悉和尴尬 李九抬眸死死盯着裴诗斯斯帅气的脸 生怕看到不该看的 裴诗斯斯桃花眸淡眠 眼尾被热气熏出了一抹桃红 这位女朋友赢个夜了 李九茫然抬眸 什么鬼 然而他话音未落 纤细的手腕被捉住 只觉默然一股触电 李九紧张闪着眸光并极力反驳 这不能怪我 是你自己要拉我进来的 裴诗斯斯轻笑了声低手蹭着他的鼻尖 是我拉你进来 但男朋友可没教你这些 李九脸颊跟着烧红 小声嘟囔 那还不是不好意思 贴在一起感觉安全 相互都看不到 超公平 最后李九还是认怂 火速跟裴诗斯斯分开 绕到他后面 裴诗斯斯都快被他气笑 也快憋出内伤 李九以最快的恶速度洗完了澡 他就向着扎女 撩完就跑 连走前还点起脚 在他的喉结轻拙了一下 然后转身头也不会跑了 裴诗斯斯看着小九儿潇洒的背影 无奈低叹了一声 随后抬手将水调成冷水 而李九从浴室逃之夭夭后 便很快钻进被窝里 只看出半个脑袋瓜 两九裴诗斯斯终于从浴室出来 一出来便对上李九美丽又魅惑的双眸 只见他怼意笑了笑 还调侃裴诗斯斯洗澡了半个多小时 裴诗斯斯邪眸看了一眼李九 被他气得轻吃一声 怪谁 李九笑得更放肆 怪本小姐魅力无边怒 紧接着慵懒的笑音响起 真的不需要男朋友陪 傲娇小波斯猫立马拒绝 裴诗斯斯意味不明沟唇 行 说着他继续擦拭她的头发 那怕就来找我 李九交经嘴硬 我才不 我怎么可能害怕呢 半夜敲响你房门的有可能不是 而是你那被鬼吓哭的小女朋友 李九尝试闭上眼 可是刚才鬼片里修女的鬼脸 漠然出现脑海 吓得李九猛然睁开了眼 呜呜 李九根本睡不着 一闭眼脑子里全是鬼 这回他又尝试闭上眼 而且还将被子盖过脑袋 可是鬼依然在他脑海里反复横跳 小波斯猫彻底炸了毛 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拍打被子的声音 气死个宝宝了 压根不敢睡 于是他坐了起来双手抱息 看向刺窝的门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男朋友可以拍上用场了 下一秒他毫不犹豫掀开被子起身 走到刺窝前敲了敲门 那扇门很快就被打开 裴十四扬装睡眼 庸岸打了个哈欠 怎么了 只见傲娇的大小姐垂着脑袋 伸手揪住他的睡衣 男朋友 我睡不着 我自己带了枕头 今晚能不能跟你一起睡啊 裴十四神情威致了一瞬 好伴赏他才脸眸看向李九 浅筒里多了几分迟疑 他万万没想到 小九儿居然提这么过分的要求 李九死死抱住枕头 委屈又不情愿小声嘟闹 那我满脑子都是鬼了 而且鬼秀女丑不拉击的吓死人了 话音刚落 一道意味不明的低吃在他耳盼荡了起来 裴十四忽然攻身凑近 眼神里潜绝着几分欲色 小九儿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李九只觉脸颊发烫 心脏酥软 但也不忘为自己狡辩 语气里竟是傲娇不满的意味 话音未落小九儿转身打算离开 可立马就被裴十四拉住揽进怀里 他答应了他 许是没想到亲密接触来的这么猝不及防 两人几乎都僵了一瞬 倒是李九先抬起明艳的小脸蛋 十四哥哥这么快就急了 裴十四低眸看着李九 能从他五昧勾魂的眼眸里 看出几分狡辖的算计 裴十四挑眉轻笑了声 握住他的手 嗯 急了 他又重复应了声 今晚跟你睡 砰一声 刺卧的门忽然被关上 有一个又菜又爱玩的小女朋友 是什么体验 睡觉吗 十四哥哥 小九儿绝对是故意的 裴十四哪能这么轻易被拿捏 他顺势俯身将李九圈住 女朋友 这是要跟哥哥同床共枕了吗 闻言 李九心间互颤 糟糕 玩脱了 面对撩人的花孔雀他又怂了 可是向来傲娇又嘴硬的小波斯猫 绝对不可能认输 他故作从容转眸看向裴十四 并拍了拍枕头 那来呀 只见裴十四内勾外翘的桃花 模样着惑人的光 不好 他又要开屏了 李九像是受到惊吓 连忙从床上坐了起来 借口要去捡外面的枕头 李九说着便想逃跑 怎料裴十四立马为他送上一个枕头 李九忽然僵住了 回眸看着裴十四手中的枕头 神情极其复杂 糟糕 似乎逃不掉了 原本想着过来找点安全感 怎么变成羊入虎口的感觉 裴十四身姿慵懒半握在床上 仿佛早就看穿李九的小星子 女朋友该不会怂了吧 我猜没有 李九忽然炸毛 我只是认床认枕头 裴十四眼尾轻疗 哦那我屈尊一下 换个床 陪我家女朋友去主卧睡啊 李九内心哭唧唧 没想到自己把路给堵死了 看来今晚难逃一劫了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合法身份调美男 还能趁机随便摸腹肌喉结锁骨 也不吃亏啊 下一秒他娇惊抬起脸但表示 可以勉为其难委屈一下 懒散的笑音在耳畔响起 裴十四漫不经心钻进被窝 重新躺平 然后用余光捏了眼身侧 那女朋友怎么还不上来 被拿捏了的小波斯猫捏紧拳头 硬着头皮掀开被子爬了上去 也许力道有点过了 原本盖住裴十四上半身的被子 也跟着被掀开 她的睡衣也被无情撩了起来 李九的眼神不自觉地下飘 咕咚 咽口水声忽然响起 整个空气都弥漫起尴尬的气氛 裴十四人还怪好的 此时不忘提醒李九明天还要营业 快上来睡觉 营业 两个字漠然戳在李九的心上 她的耳根几乎瞬间烧得通风 尽管此营业非比营业 虽然李九心脏快要跳出来 但是已至此 绝对不能退缩 于是她深呼吸 一鼓作气往床上一爬 随后连忙用被子将自己裹得 严严实实紧入出发底 关关关 关灯巴 性胆荡漾的笑音在她头顶响起 啪 裴十四慢条斯理伸手关掉灯 卧室灯一面 李九紧张攥紧被子 仿佛鬼修女还阴魂不散 感受到小九儿瑟瑟发抖的 裴十四直接摟过她 给予她最大的安全感 李九也顺势翻了个身 扑进裴十四的胸膛 李九的恐惧逐渐消除 开始得寸进尸 那能摸腹肌吗 半夜不睡觉的小波斯猫 又开始搞事情 李小九开始放肆提要求 能摸腹肌吗 裴十四脸眸瞥了她一眼 似乎后悔让她上来 偏偏小波斯猫还嘴硬狡辩 并不是占你便宜 我就是觉得腹肌上 有好多十字架 摸摸的话我就不害怕 小九儿好乱的借口 干脆拿我的腹肌做棋盘 顺便下盘棋算了 但是自己女朋友 当然给自己宠 裴十四答应得有点爽快 下一秒李九丝毫不犹豫 聊起裴十四的一脚 手就钻了进去 真好摸 我家男朋友身材真好 转了 于是李九厚着脸提问道 那锁骨也能摸吗 裴十四肆意倾笑盯了她半场反问 锁骨上也有十字架 那不是 李九回答得很快 但跟脖子夹起来 可以勉强凑一下 裴十四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都能猜到小九儿 接下来要说什么 所以侯杰也给你摸对吧 李九不知廉耻点了点头 真的礼不知气也撞 裴十四轻挑了眼尾 屏住呼吸停顿了片刻 行 摸 李九随即雀跃起来 银白的指尖顺着锁骨 渐渐俯上侯杰 而裴十四侯杰还滚动了几下 李九抬起漂亮的双眸看着她 忍不住聊她 结果裴十四默然一个翻身 将人压在身下 李九 我总算看明白了 你今晚是要来要我命的 李九一脸真诚看着她 随后伸手攥住她的衣领 忽然轻柔稳住了她的唇 此刻裴十四只觉浑身酥麻过电 随后一声薄翠 从她滚动的喉结档出 偏偏芳心纵火犯李小九 又把脑袋探上来 要不然裴十四浅同微颤 女朋友 你是想让我今晚死在这儿 便听到李九娇惊低声嘟囔 我又没拒绝你 说好了要有仪式板 裴十四说着大掌扣住她的后脑手 李九轻咬着唇绊表示 水到渠成 心甘情愿就是她的仪式板 阴落小九儿又主动迎了上去 裴十四瞬间僵住 桃花眸的预设彻底遮盖不住 你确定 李九抬起眼眸与她对视了片刻 然后点了下头 裴十四默然便低手压了下来 恭喜十里红妆 愿两人勇于爱河 早生贵子 李九很快被亲得晕乎乎 大脑一片空白 混乱间低词性感的嗓音传来 裴十四允许她有喊停的权利 亦或是不舒服也要告诉她 李九交金台谋逆向裴十四 她绝对不认错 裴十四公主抱起李九王主握走去 小九儿被丢进大红洗床上 她微抬娇颜 对上裴十四那双凝了玉色的双眸 不受控制陷入她的深情 小九儿 我再问一遍 你确定吗 李九搂住裴十四的脖梗 轻蹭着她的鼻尖 确定 在她话音刚落的瞬间 爆发的荷尔蒙气息变向她扑落 月光朦胧 树影摇晃 雨打花窗 锒铛作响 一日清晨 李九醒得格外早 准确来说就没怎么睡 她从被窝里探出了小脑袋 看着一旁男人的盛世美颜 她难以置信两人居然真的 想到这她脸颊忽然烧红 一整个晕血 然后紧张攥着小背景 低声劝说裴十四回到刺卧去 毕竟这画面被摄影组撞见 还不得做一篇八千字的作物 裴十四慵懒掀开眼皮轻笑了声 小九儿 这是用完就丢 李九耳间又染上一抹飞红 吓得立马缩进被窝 等会要是节目组来突击拍摄 拍到我俩这样 你你你 你负责 低笑声在她耳畔响起 裴十四凑近蹭了下她的鼻尖 然后又惩罚式地咬了咬她的唇 小渣猫 裴十四语气里竟是宠意 李九轻哼了一声 伸手推了推她 催促她赶紧离开 怎料裴十四一把扣住她的腰 嗓音低词性感又哄着 那再轻会再走 有个时刻都喜欢撒狗粮的男朋友 是什么体验 李九的身体瞬间又软了下来 她长劫微颤 只觉得裴十四的身体里 好像住了一只男狐狸精斑 又走了她的人 还将她的魂给勾了个彻底 差点要被迷得晕头转向之际 她身上好闻的血松香默然离开 裴十四掀开被子下了床 那我就先回去了 李小九看着裴十四离开的背影 扎了毛 臭孔雀扎孔雀 你才是用完就跑 下一秒 李九干脆起了床直奔浴室 然后开始精心地打扮起来 但她好像遇到了难题 只见她站在衣橱前瞅瞅了许久 这衣服多到不知道穿哪套 血松香忽然从她身后扑来 裴十四一手轻轻握住她纤细的腰 另一只手一身便取出两套衣服 在李九眼前晃晃 穿情侣装 李九高高扬起脸蛋 与裴十四对视 说说理由 裴十四低手 顺势在她的唇斑上印了下 费特西耶大多是海上项目 今天应该还要下海 李九转身扑进裴十四怀疑 这恕不及防的拥抱 让裴十四这只老狗脸颊瞬间爆哭 便听到小九儿交进的嗓音 你怎么准备那么多情侣装 是不是想对我涂谋不轨 嗯 裴十四揽笑应声 并低手前犬蹭着李九的鼻尖 不是已经不轨薄 你先涂的 李九顿时不自在低谋 说的她就跟个老流氓似的 不过关于这件事 她倒是乐意承认 这套喜欢吗 裴十四撩起眼皮 将情侣装递给李九 还表示不喜欢也没关系 还有很多 李九立马抢过裴十四手中的衣服 并交金轻横道 你选的衣服我什么时候不喜欢过 感谢宝子们长久以来的支持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KK降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到找不到嘴角 李九不装了 她家就是华国金圈四大财阀之一的 离世财阀 所有嘉宾都在客厅集合 陆幽和池幽保持着安全距离 坐在沙发上 陆幽眼眸似乎泛着泪光 池幽的视线不经意间落在她身上 李九上前轻声问道 哭过 谁有我们陆幽小仙女 陆幽垂眸摇了摇头 并没有道出事情 不过我们聪明的小九儿 大概猜到了 昨天那张暧昧的婚纱照 估计投票的时候就遭到不少谩骂 尤其泡菜国那边 许多人让她退圈 根本没有人关心她为什么上的恋纵 连粉丝都不在意她是否被逼的 没事 李九轻抚着她的被病安慰道 大不了以后就回华国发展 是金子总会发光 听到这话陆幽便知道李九猜出来了 她抬起眼眸 轻轻摇头表示 事情并非想得那么简单 欧罗罗被靠泡菜国财阀背景复杂 签的又是终身制合约 违约金根本支付不起 所以即便彻底糊了 也只能回去雪藏 就算真的回华国 也不会有经纪公司要我 根本就不值得 李九紧紧促起双眉 她从来不觉得陆幽的存在没有价值 于是她握起陆幽的手 让她振作起来 不要被某些人POA了 她一定会救她出来 此时一旁的苏玉璇吃笑了一声 她嘲笑李九不自量力 真当自己是财阀千金大小姐 文言李九撩起眼皮看向苏玉璇 并漫不经心倾勾了下嘴角 说不准 万一还真就是呢 苏玉璇瞬间背对的忍不住朝天花板翻了个白眼 脸皮可真厚 此刻李九不准备装了 尤其在陆幽和池幽面前 她得让他们先相信她 才能救他们 相信我 离世财阀的人不怕泡菜国资本 等我把你救出来 你可得以身相许啊 安抚好陆幽 李九转身表示先去打个电话 可是陆幽似乎并没有太相信李九说的话 都以为她昨晚被鬼吓傻了 而此时律师事务所里 一身黑西服的男人 燃着一抹星红夹在补节分明的长纸间 蜜术抱着文件走路 他躬身看着主位上的男人 李绿 大小姐发话了 要救人 李少白脸眸看了眼秘书 示意她准备资料 随时等她起诉 秘书放下文件 转身正准备出去知己 便又听到一道凉薄的嗓音响起 等等 秘书回眸看向她家老板 只见李少白习惯性轻敲着桌面表示 将所有对她人身攻击的账号资料收集 心缺到人 还有苏宇璇和穆泽的事 挨个查清楚 说把她将烟头在烟灰缸里面 她现在不出手 是因为李小九说过要自己报仇 等她撒完气 剩下的 不管是加码还是烂摊子都是她来收尾 敢欺负她妹妹的一个也不放过 女朋友 你的要离家出走了吗 花孔雀你有点飘了 蒋老六举着大喇叭宣布今天的活动 费特西耶著名度假项目 跳岛游 好家伙 这又是什么新型的玩意儿 听都没听过 穆泽川好奇问道 就是字面意思 跳海 上岛 游泳 游客乘坐特色海盗船出海 站在海盗船最高点享受跳水乐趣 眼瞳默然缩了一下 毕竟不久前才被马甩进海里 又要下海 游泳技术扎得她害怕自己会被淹死 蒋老六继续兴奋解释游戏规则 为了船上热闹 节目组并没有单独为大家包船 所以嘉宾们将登上人气最高的Dragon浩海盗船 跟今天的游客一起享受跳岛游 还有节目组跟船长组联合 为大家安排了非常热闹的party 也就意味着迎来各位的才艺展示时间 李九神情复杂逆向蒋老六 怪他没有早点提醒 直播间黑粉立刻活跃起来 纷纷猜想李九怂了 该不会没有才艺拿出手吧 甚至想看他丢脸的也不计其数 此时苏宇璇傲娇挺直了腰板 下巴都快翘上天花板表示 才艺展示他擅长 怎么比 想老六依然是你们的老六 他要求保留神秘 只告知了输者惩罚就是跳海 不擅长游泳的苏宇璇听到这双眉紧锁 这种惩罚未免太危险了吧 李小九一眼看穿他并调侃道 苏女士该不会空水吧 苏宇璇被拆穿后恨得咬牙切齿 扬言势必在才艺比拼银李九 李九漂亮的眼瞳里仰着光 红唇轻翘了下 那就拭目以待好了 嘉宾们出发前往跳岛游 海盗船停在欧鲁的那次海滩上 这就是拽根号海盗船 讲老六向急了旅游团导 各位嘉宾小心些排队上船吧 裴十四李九两人一身情侣装配的衣裂 连登船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所有游客登船完毕 登船天空全体都收起了 船也默然晃动了一下 李九跟着一晃 裴十四立即用手扣住李九的腰 扶稳他以免摔倒 小心 李九扬起脸蛋看向裴十四 本想调戏下他家男朋友 低词性感的嗓音却钻进他耳朵 站得那么不稳 女朋友的腰该不会离家出走了 李九耳间瞬间烧红发烫 慌忙伸手将裴十四推开 下一秒手腕却被裴十四捉住 女朋友跑什么 裴十四又将身段压得更低 蹭着他的鼻尖轻笑 急着去找妖啊 来了来了 狗导演精心设计的老六party正式开始 李九嫌弃邪谋逆向裴十四 让他别胡说八道 要是直播出去了 他今晚就跪在榴莲上睡 裴十四漫不经心撩起眼皮 扫了眼李九的锁骨 遮瑕膏不错 李九立即警惕地捂住了锁骨 乃兄乃兄威胁裴十四别碰 毕竟早晨他好不容易给遮住的 裴十四眼尾轻轻翘了下 近距离看着那遮瑕膏 只觉得手痒 恨不得把昨晚的战绩展示给所有人看 但即便李九有强烈的避嫌音乐 观众们还是发现了些端倪 更期待李九跳海 脱装 暴露秘密 所有嘉宾都在二楼集合 蒋老六宣布游戏规则 我们将会触发六次才艺比拼 至于时间地点都是随机的 可以向任意嘉宾发起PK挑战 输者靠岸后跳海惩罚 所以Dragon号跳岛游正式开始 话音刚落 动胆的音乐也在船上响了起来 动刺打刺 无呼 耳边传来雀跃的尖叫声 班上其他游客也踩着音乐节奏加入了party 陆幽扬起脸蛋努力往三楼望去 久久 这次PK估计出发在三楼 就在此时一位小女孩跑到李九面前 忽然拉起她的手 示意她跟她走 李九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被牵着往三楼的楼梯走去 赔14秒变小粗精 怎么回事 光明正大抢我老婆 随后她也跟着一同来到了三楼 苏宇璇也迫不及待跟了过去 她急着要向李九发起PK挑战 此时海盗船三楼热闹非常 蹦迪区域内 绚烂的灯光肆意闪烁 炮炮也折射出浪漫的色彩 哇 陆幽忽然惊喜到 这里居然还有泡泡机 下一秒陆幽雀跃扎进泡泡里偏偏起舞 泡泡沾到鼻子上还不由打了个喷嚏 呆萌又可爱 石油静静看着 嘴角忍不住上扬并逼笑出声 陆幽抬眸便与她对视 暧昧氛围拉满 糟糕 这是心动的感觉 陆幽连忙收回视线转身躲进泡泡里 就在此时苏宇璇自信走到李九面前 向她发起批评 你随便选一个乐器 我唱歌你伴奏 文言李九沉默了 毕竟这么多乐器基本都会一点 她纠结要选哪一个 十八线女星架子鼓首秀燃爆全场 出道十年的实力女演员秒被打脸 苏宇璇迫不及待展示歌喉 而此时的直播间也发出了各种尖叫 姐姐简直百零秒下反 反观李九迟迟未迎战 所有人都猜测她是不是怂了 倒是裴十四瞥了一眼李九 她太了解她了 知道这小波斯猫选择困难正发作 李九傲娇微抬眺颜看向裴十四 确实难以抉择 于是裴十四二话不说走到了架子鼓面前 她用极速极聊的英文跟架子鼓首沟通 打扰 借用一下 只见架子鼓首寸头小哥的抬眸看向裴十四 她唇角微勾 起哄般指向李九 Your girl 裴十四回眸看向李九 眼神里尽是宠溺 嗯 下一秒一声鼓声默然响起 伴随着鼓声落下 鼓棒随即向裴十四飞去 裴十四抬起手 稳稳接住了鼓棒 紧接着转眸望向李九 依慈性感的嗓音响起 接住 话音刚落 李九不负众望漂亮接下了鼓棒 现场顿时沸腾起来 尖叫声和口哨声瓷起鼻子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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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九拿到属于她的武器 她转眸看向苏宇玄 眼尾像是藏了钩子般 余光里炼焰起火人的光 这时鼓棒在她纤细的指尖一转 动作帅气利落地要命 直播间的粉丝再度雀跃 为九而疯 为九而狂 为九而筐框撞大墙 只见李九走到架子鼓前 寸头小哥拾去起身让左 接受PK 李九慵懒邪谋逆向苏宇玄 苏宇玄根本不相信李九会架子鼓 却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快狠准 激昂并有节奏的鼓声默然响起 心脏在那瞬间仿佛受到一点抱紧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李九捉住 只见架子鼓前的李九肆意张扬 她轻松自如地转着手中的鼓棒 眉眼间竟是璀璨盛放的光 九九好棒啊 现场小迷妹陆幽间叫了起来 李九翘起眼尾看向陆幽 鼓棒在她手里再一旋 打在铜色的调查上 清脆入耳的高音响彻天际 吴胡 全场游客也跟着鼓点的起伏高呼了起来 挖去 甚至蒋老六都被李九摔倒 连忙安排摄影师给她特写 而刚才还光彩夺目的苏玉璇早就暗淡无光 完全被李九秒了 天天李九略带挑衅的美眸又朝她看了过来 苏玉璇此时此刻的心情简直糟糕透顶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跳下海等同于自杀 可狗导演坚持让嘉宾跳下去 李九忽然潇洒扬起手 只见两根鼓棒在空中旋转 被划出两道漂亮的抛物线 左右交换重新回到李九手里 咚 新的鼓点被紧密跟上 旋律和节奏更加激骚 直播间一阵阵吐波鼠尖叫 误草误草 老婆帅爆了 此时特写镜头给到李九的腰 伴随着打架子鼓的力量 纤细的腰肌收缩 浅淡漂亮的马甲线露了出来 果然老婆的腰不是腰 是杀我的温柔刀 苏玉璇的脸色彻底惨白了下来 陆幽嗨得有点放肆 他俏皮歪了下脑袋 苏前辈还唱吗 很快蒋老六宣布第一轮才艺比拼 李九胜出 苏玉璇将在蝴蝶岛接受跳海惩罚 苏玉璇更是差点吐血 丢脸就算了 等会恐怕连命都要丢 牧泽川连忙在旁边伪装恩爱安慰 玄玄别难过 老公等会帮你赢 苏玉璇配合演戏 笑盈盈对上牧泽川 拜托了老公 其实心想赢个屁 还比不上裴十四 李九偏然起身 肩长的手指捋着发丝甩到肩后 撩起眼皮看向苏玉璇 承让了 苏前辈 苏玉璇气得咬牙切齿 等着李九出球那天 但李九只是红唇轻勾 不懈地看了一眼苏玉璇就走开了 陆幽一由未尽兴奋的小眼睛全是星星 姐姐好帅 我好爱 姐姐跟我白菜 石油掀起眼皮 逆他一眼似乎有点酸 陆幽恰好与他对视 瞬间有些心虚闪躲了眸光 你你瞅我干嘛 石油神情自意看着他 但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漫不经心勾了勾唇便转身离开 留下一脸茫然的陆幽 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很快海盗船抵达蝴蝶岛 苏玉璇不情不愿站上了甲板 他不经意往下一看 整个人处得瑟瑟发抖 他强烈要求蒋老六允许他穿上救生衣 他还不想死呢 但蒋老六直接驳回请求 放心吧 相信科学 相信小四海的福利 李九雍兰已在旁边的栏杆 等着看苏玉璇的好戏 一直恩爱无比的夫妻在遇到危险时 老婆只想拉着老公垫背 老公毫不犹豫把老婆推下海 裴十四眼神宠溺 看着傲娇的小九儿懒笑了一声 他就知道小波斯猫有仇必报 谁让苏玉璇用鬼片吓他 酒窝们也为他酷酷举气呐喊 老婆就是撒 报复都是光明正大的 李九眼角眉梢尽是明媚 苏前辈 敢输要敢当 说不定下次是我跳呢 这句话立马戳到苏玉璇的心窝子里 让他连恐惧的心思都不敢 毕竟他如果不跳 下次李九输了也不会跳 就在此时 穆泽川这个户气人士忽然上线 老婆别怕 一会我给你扔救生圈 然而裴十四一副 坐等吃瓜的表情看了过去 怎么 木影帝不陪着一起跳 文言穆泽川的背脊默然僵住 他当然不想跳 万万没想到被裴十四直接点名了 那张斯文的脸上表情明显均烈 璇璇 你想让我跟你一起跳吗 他将希望寄托于苏玉璇 偏偏他心情不美丽 正好缺个垫背的 那自然不会放过木泽川 于是他挽上木泽川的手臂 老公 人家怕怕 木泽川听了心里一阵恶寒 他的表情彻底僵在脸上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 一下子就看出木泽川是不情愿的 更多人已经开始猜测 两人是假夫妻 就是为了蹭流量的 干热闹的小九儿 干脆已经找了阮她躺下 以最舒适的姿态 欣赏苏玉璇跳海 陪十四手里端着饮料 为她的小公主送上 芒果汁还是西瓜汁 小九儿接过芒果汁 焦精抬眸看向苏玉璇 苏玉璇看过去正好对上她的视线 脸顿时都被弃略了 她再也不想看那秀恩爱的两人了 可转头看向大海时又开始发晕 偏偏那些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老外纷纷起祸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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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离酒红唇威起 催促苏玉璇别浪费时间快跳 不跳别站点 后面排队的老外们等的也都不耐烦了 Come on Jump 穆泽川实在忍不了那么多一样的目光 实在丢人 硬着头皮催促苏玉璇跳 苏玉璇被催的心情更加烦躁 催什么催 就算李久站在这不也会犹豫吗 李久交金撩起眼皮轻笑了声 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学过潜水 不怕这些 此时蒋老六帮他们将救生圈扔了下去 两位老师尽快吧 停靠有现实的 知道了 苏玉璇紧锁眉头 低头看着大海 强烈的恐惧感在心中愈发加深 双腿和背脊都变得发软 他尝试向前迈出一只脚 恐惧感被推到极点 他连忙将腿收了回来 结果后腰忽然一道尽力 穆泽川伸手推了下他的背 伴随一声响亮的尖叫 苏玉璇触不及防被穆泽川推下了海 而穆泽川也跟着他一起跳了下去 不推 两道落水声前后脚响起 苏玉璇一头栽进海里 向了几口咸得发荒的海水 但小四海的福利很快就将他拖起 李九漫不经心收回视线看向裴十四 感叹穆泽川真狠 居然为了面子亲手将老婆推下海 裴十四唇角威勾 桃花牟里样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语 如果不是真夫妻呢 大厅广众下 十里红装肆无忌惮撒糖 把纯情小迷路下出了大号表情包 裴十四特地让人查证过 旋转木马CP是协议夫妻 得知今天大瓜后李九也牟里样着惊喜 要是被爆出估计就他惨了 又好奇裴十四喝的是什么 他焦精抬眸望去 舔了舔唇 你喝的是什么味道呢 下一秒他忽然凑到裴十四面前 像一只撒娇讨要零食的小猫 回应他的却是裴十四一贯的散烂清笑 想尝啊 李九眼神里充满期待 并乖巧点点头 就一点点 万万没想到裴十四拒绝得很干脆 毕竟醉酒容易晕传 会不舒服的 李九眼眸里的光安栏 讨要酒水失败 他扫兴铁铁铁头 怎料纤细的手腕被一把捉住 裴十四公身抵住他的鼻尖 不过 用别的办法尝尝也不是不可以 李九漂亮的眼眸里样着茫然 没反应过来 便忽然觉得唇上一软 裴十四趁他不被识 直接低眸吻了下来 那个瞬间 李九的心房几乎他软了个彻底 大脑一片空白 救命 大庭广众之下的吻 要不要这么大胆 只见摄像机俯拍凑近过来 直播间马上激起一阵吐蕃鼠尖叫 这小两口完全不怕摄像头 甜度简直爆表了 不行 我得看不鬼片压压惊 李九看到镜头的瞬间慌忙推开裴十四 偏偏裴十四修长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的红唇 低迷蛊惑的嗓音随之响起 张嘴 李九还没来得及反应 清淡的酒香就在唇齿间弥漫开 陆幽和池幽刚好路过 没想到看到了这样一幕 穿着情侣装的两道身影 暧昧交叠在那里 看得纯情小迷鹿不由脸红心跳 他扶着烧红发烫的脸颊 跺脚 他们他们他们 太羞耻了 说罢便转身逃离现场 而李九已经彻底跌坐在软塌上 双腿发软 偏偏陪是四性感的嗓音又落下 尝出来了吗 李九完全被他带着节奏 心间一颤一颤 没碰酒却胜似醉酒 他小声嘀咕着 橙子味的 所有人听到跳海都瑟瑟发抖 而这对夫妻却兴奋到跃跃欲试 陆幽看了刚才那刺激又羞耻的一幕后撒腿就跑 池幽却在身后默默看着他逃跑的可爱身影 眼神里开始有故事了 陆幽慌慌张张回到了二楼 立马喝下一杯82年的饮料押金 可下一秒却被池幽告知 你喝的是我的那杯 还没平复的小心脏又疯狂乱窜了起来 脸颊也瞬间烧红发烫 片刻后陪是四和李九也抵达现场 只见两人气氛微妙安静坐着 机智的小九儿立马看出了端倪 问两人是怎么回事 视线随即就落在了酒杯边缘那个鲜红的唇印上 李九眼眸里让起了兴奋的光 他凑到陆幽耳边轻声道 原来是间接接吻啊 被识破的陆幽脸颊更红了 九九 你别乱说 李九露出磕道堂的笑容 没忍住斗起了纯情小麋鹿 间接接吻脸就烧得那么红 小麋鹿 你该不会喜欢上池幽了吧 陆幽紧张地闪烁着眸光 回答得有点心虚 没有 恋爱自由对于他是不可能 文言李九怒了 什么泡菜国 我看就该烟成咸菜 小九儿的大胆发言吓得陆幽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但是李九才不怕泡菜国财法 就在此时苏宇璇已经从海里爬了上岸 八卦的他好奇李九和陆幽的交谈内容 李九掀起漂亮的双眸望去 苏前辈 怎么样 跳海开心吗 苏宇璇咬牙切齿捏紧双拳 看到李九散万自艺的模样就来起 你自己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没想到李九完全不把挑衅当回事 随后拉上陪十四一起试试跳海 陪十四宠溺般蹭了蹭李九的鼻尖 好 我陪你 两人一来一回腻歪着 片刻后李九一身灰蓝色泳衣登场 王维师里的妖精又来了 陆幽小明媚感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下 哇 好想体验陪老师的快乐 好想摸摸久久的腿啊 看着陆幽的魂被勾走 时又错了错了 快擦擦口水吧 老婆又被别人盯上 这边又来了一位促精 只见陪十四一身休闲T恤登场 神情复杂盯着幽幽露鸣 随后走到李九身边 意味深长逆向他 嘖嘖了两声 下一秒将他揽入怀里 忽然后悔带他一起跳海了 同样是跳海 十里红妆和旋转木马之间的画风差距也太大 李九肆意勾住裴十四的驳梗撒娇 他喊他阿四 面对小波斯猫的撒娇 花孔雀心一下子就软了 立马答应跳海请求 海风格外清新 两人四目相对 含情默默 不出意外的话出意外了 触不及防的温热让李九震了一下 低词性感的嗓音随着响起 你就是吃准了我这辈子在你手里栽的彻底 李九轻蹭着裴十四的鼻尖 那你要不要给我吃 裴十四宠秘轻抚着他的脑袋瓜 只要我们小九儿要的 要什么都给 那快点走了 再不跳的话 就该往下一个倒开了 果然有求必应 裴十四牵着李九的手来到了海盗船顶层 李九自一靠在栏杆上看着裴十四 说好了 你先跳 你可得在下面接住我 裴十四轻声笑了笑 遵命 我的大小姐 下一秒毫不犹豫越过栏杆 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露水那一瞬间仿佛蓝金入海 溅起了雪白的浪花 很快 蓝色的海水里便浮出人影 尸身美男裴十四撞入镜头里 李九趴在栏杆往下望去 心脏受到了一点点暴击 疯狂乱跳 漂亮的雪白浪花在被溅起 李九犹如美人鱼入水 水与光彼此交织交错 航拍镜头立刻聚焦过去 便见美人鱼很快就浮出水面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裴十四接近他怀里 画面绝美 喜糖直接扔我嘴里算了 还好吗 李九转眸看向裴十四表示 超级爽 还想再跳一次 就在此时导播小姐姐前来提醒 两位老师 快回来吧 下一个环节快要开始了 两人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一口同声应下 工作人员立即递上浴巾 裴十四贴心为李九披上 然后才抬手擦拭自己的头发 编导小姐姐顺便提醒 两位老师不着急换衣服 三楼等会有泡泡party 可以顺便去那边冲洗 两人抬脚向三楼走去 李九正有此意 毕竟小四海的炎浓度太高 可当他刚抵达三楼 一道身影忽然朝他撞来 情慌尖叫声响起 裴十四也明手快立即伸手 将李九护在怀里 小心 绿茶姐给女孩泼卸妆水 想让他当众出仇 结果却被塞了一嘴巴狗粮 即便裴十四护下了李九 也防不胜防被苏玉璇 泼了一身自带卸妆效果的泡泡雨 事后还装作无辜表示 以为是穆泽川 本想逗逗他来着 其实他心里那点小酒酒 人静皆知 无非想让李九人前出球 见状裴十四眼神冰冷盯着苏玉璇 但他还是先转眸看向李九 便见到一枚被堆在白色泡泡中的 软萌小波斯猫 镜口敏锐地捕捉住了李九的呆萌可爱 只见泡沫顺着他漂亮的天鹅 紧落在了锁骨上 渐渐地一层粉质脱露 白皙的圆皮露了出来 赫然露出了斑博斯梅花斑绽放的痕迹 在场的所有人直接表演了一个目瞪口袋 而此刻李九早就完孩 根本忘了锁骨上的一片草莓园 他猫似的眼眸里酿着懵 伸手抹了下脸上的泡沫 下一秒裴十四立即扯下脖子上的浴巾 便把李九裹得岩石 紧着将李九护在怀里一个转身 躲避镜头的视线 煞世间 观众们只能从画面里 看到裴十四尸身的背影 但刚才的草莓园还是被观众记忆了下来 直播间瞬间炸了锅 李九至今有些不明所以 直到裴十四公身凑到他耳边 怎么办啊 小九儿 没藏好 我们昨晚的事好像被曝光了 说着裴十四在他的肩上像狗子般蹭了蹭 李九推开裴十四低谋望去 那绽放在雪地里的梅花 几乎瞬间撞进他的视线里 啊 波斯猫炸毛尖叫响彻天际 他尴尬到脸颊烧得发热发红 下一秒像只小鸵鸟似的钻进裴十四的怀里 用小拳拳捶着他的胸胸 都怪你 坏我名声 裴十四无奈叹息了一声 便语气温柔红起李九 那怎么办了 他轻蹭着李九的发底 要不然 我给你咬回来 好不好啊 文言李九差点原地爆炸 羞耻心更是涌上心头 我不管 你跟他们解释清楚 话音刚落 李九连忙扎进泡泡机下 雪白的泡沫将他掩藏起来 他偏谋看向镜头 抱歉 这是我干的 让各位观众和粉丝见笑了 十里红妆果然是真的 磕疯了 而李九这边早就已经射死 亲上了亲上了 悠悠露鸣发糖了 继心动俯卧撑后 蒋老六又解锁了新的暧昧小游戏 李九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蒋老六悠悠又开始搞事情了 果不出其然 蒋老六一脸贼兮兮等着看好戏 大家还记得心动俯卧撑吧 这次我们就让女嘉宾努努力 文言陆幽头皮顿时发麻 难道这次要我们做俯卧撑 虽然这个题也不错 但是并不是 女孩子当然是要做仰卧起座 暧昧轻轻仰卧起座 听完全场鸭雀无声 听这游戏名就知道是个不怀好意的游戏 嘶哈嘶哈 大家所熟知的蒋老六又回来了 紧接着蒋老六继续介绍游戏规则 由男嘉宾帮忙摁住女嘉宾的脚 女嘉宾每做一个仰卧起座 以轻到或者碰到男嘉宾鼻尖 算成功一个 吴胡 这题对于纯情小麋鹿来说超刚了 他的脸煞时间烧红发烫 那我们呢 蒋老六这回起码做个人 你们就碰一下鼻尖就好 但是其余两组CP要轻到才做数 李九就知道蒋老六没变好屁 裴十四看着李九懒笑了一声 显然他挺喜欢蒋老六这安排 身是难持又看出陆幽的不自在安慰道 没事的 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输了也没关系 陆幽化身阳光美少女摇了摇头表示 他不想消极比赛 这是对对手的不尊重 忽然直播间展开了一场黑粉的骂战 身为女团不好好营业 跑来练宗炒CP 持有也好不到哪 刚拿完金奖就飘了 三位女嘉宾请罢 蒋老六主动后退 给他们让地盘 同样的套路 又是来自水床床垫的制裁 陆幽的小心脏更慌了 而苏宇璇已经率先躺下了 他冷嘲热讽道 还好我们是真夫妻 不过悠悠陆明可能就辛苦些了 文言李九可不惯着他直接就开队 苏前辈是家住敦煌吗 壁话那么多 苏宇璇又被他对得哑口无言 随后李九转眸看向陆幽 给他加油打气 持有轻轻抿了下唇淡 脸眸看向陆幽 准备好了吗 陆幽的心跳步由加速的更快 非常心虚的小声扔了一下 恋爱曝光后的李九就坦然很多 胜负玉一下子也上来了 你不许偷懒哦 好好给我压 裴十四懒笑了声 浅褐色的双眸样着宠溺的光 遵命 我的李大小姐 此时穆泽川也学着 裴十四撒起工业糖精 苏大小姐放心 你家骑士也不会犹如使命的 月月月飘了满屏 在蒋老六的一声令下 游戏开始 李九做起了仰卧起坐 虽然水床有些摇晃 可他已经似乎渐渐习惯了 李九收着腰间的尽力 朝裴十四凑近 下一秒主动附上裴十四的唇 就这样周而复始 直播间小可爱磕唐磕风了 救命 我一个大学生在屏幕前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而悠悠露鸣这边情况并不乐观 持有低眸看着陆悠 紧张到不敢出声 两人对视 陆悠心口也烧得发烫 尤其在鼻尖相处的每个瞬间 仿佛有烟花在脑海中绽放 尽管是他掌控着局面 但是每一次的凑劲都会破防 身下的水床也跟着晃动 譬如这次 他的重心忽然一歪 在水床波动荡漾的作用下 触不及防灼上了持有的唇 持有身体不经意僵 只觉唇角位置软了下 而陆悠也跟着僵住 此刻仿佛空气都静止了 直播间弹幕也跟着静止 但只是暴风雨前夕的安静 很快就如深水炸弹般爆裂 卧槽 亲上了 偶像谈恋爱 要凉凉了 明明是恋爱综艺 而这对CP却因意外碰了一下唇角 就被骂上了微博热搜 李大小姐终于也坐不住 要为悠悠陆明讨回公道了 时间到蒋老六宣布 李九第一名 苏宇玄第二 陆悠最后 李九交金抬眸看向裴十四 怎么样 我体力不错吧 裴十四躬身凑近 轻蹭着她的鼻尖揽笑了声 早就领教过了不是吗 裴十四的嗓音愈发蛊惑 不过现在看来 小九儿的腰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那怎么可以轻易放过呢 糟糕 小九儿心间不惊一颤 这是拿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边陆悠却因为刚才 那个不小心的稳心不在焉 持有低眸看着她 洋装冷静安慰她一句 别紧张 没让你负责 陆悠耳根红得更甚 对不起啊 又要害你被骂了 没事 持有唇半清明 本想继续安慰 但是想到现在是直播 为了保护陆悠她扭转画风 如果要骂 就骂我一个人就好 此时持有已经对陆悠暗生情愫 于是她决定就算为了陆悠 也不能继续做公司的提线模 但持有的女友粉彻底失望 直呼实锤她房 游戏告一段落 李九也选到了心仪的房间 洗漱后她迫不及待 扑向真思手工床路上 雀跃翻了几个滚 直呼太舒服了 裴十四脸眸看着她一脸丑 行 知道了 以后婚房装修的时候给你买这种 文言李九忽然从床上蹦起来 傲娇挺直腰板 谁说要嫁给你 裴十四散笑了一声 明显习惯了这小波斯猫的口不对心 她慢条四里解开领口的扣子 下一秒俯身逼近 那就想想办法复平子柜 李九背景瞬间酥了一下 触不及防的柔软紧接着落在她的唇半 就在两人甜蜜的时候 网上早就乱成了一团 持佑陆幽接吻等词条高居微博热搜榜首 欧罗尔官方账号 经纪人疑似取关陆幽 泡菜国那边也已经骂翻天 都说陆幽恋爱脑 让她滚出娱乐圈 持佑这边的情况也不太好 唱片公司发了声明 虽然承认了决策失误 但明显就是把责任推给了持佑 好一招惊铲脱鞘 同时又将持佑推上了风口浪尖 粉丝们彻底失望 迎面砸来的全是她房 第二天早上 摄像机已经准备就绪 便见李久看着微博评论战毛开队 太过分了 这些人小时候抓周拿到的是键盘吗 我算是明白了 在乌鸦的世界里 长得漂亮也有罪 裴十四掀起眼皮腻了她一眼 贴心为她送上一杯温水 来润个嗓 润完了才好接着骂 李久二话不说便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她一声放下水杯后表示要去找陆幽 毕竟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裴十四嘖嘖了两声 拿出手机拨通了某人电话 看眼微博 你妹那张小嘴比你这个狗头 律师的溜 变化那头的黎少白一脸懵圈 这人礼貌吗 没头没尾 根本不把她这个大舅子放在眼里 随后她打开了微博 便看到她妹那小嘴嗶嗶嗶 打着机关枪 狭长冷笑的眉毛忽然一沉 按下办公室的座机 带着陆幽和持幽的相关资料进来 十八线女星对抗强大的资本毫不怯场 还扬言要拯救迷途的迷路少女 有的绿茶姐一顿嘲讽 结果下一秒啪啪打脸茶姐 李九本想去二楼找人 就恰好看到哭得梨花带雨的陆幽 正拖着行李箱下楼 李九追上去抢过她手上的行李箱 泡菜国经纪公司那边联系你们 陆幽看着李九没敢多说 沉默也是某种意义上认同李九的话 就在此时持幽也走了出来 她也正准备下楼离开 李九拦下了两人 你们不打算解释一下就走吗 石又冷笑了声 当初上恋宗不是她本意 现在公司那边选择明哲保身 她成了弃子 不走留着干嘛 陆幽赞同点了点头 你们甘心吗 李九琥珀式的双眸惋惜看着两人 就这样灰头土脸的离开 背上莫须有的骂名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翻身 以后别人提及陆幽 就是华国文化输出的叛徒 是盗走泡菜国文化的小偷 最后事态败露被人踢团 驱逐出镜 而你石又 再也没有人在意你的词曲天赋 记住的只有是甩也甩不掉的她防标签 李九越说越激动 她不希望清白的人被泼一身脏水 而某些人就躲在资本后面当起键盘侠 逍遥法外 道理陆幽当然都懂 可是她和持有只有两张嘴 根本斗不过强大的资本 和来自全世界的恶意 人们从来都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 根本没人在意他们的前途 陆幽 李九握紧她的手 你相信我 你要做的就是辟谣 勇敢对抗所有恶意 其他事交给我 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 这时苏宇璇的冷吃声忽然响起 口气挺大 违约金上百亿抛菜币 你也要替她赔吗 赔得起 李九交金回眸瞥了她一眼 就区区华币五千多万而已 有什么给不起 直播间观众炸锅了 李九的口吻太狂了 李九难道真的打算帮陆幽赔违约金 苏宇璇也有同样的质疑 你给 你凭什么来得这么多钱 就算她给不起 一个慵懒的嗓音响起 裴十四不知何时已经来到李九身边 不是还有我替她兜底吗 她似笑非笑勾了下唇半 况且区区五千多万 她给得起 直播间观众再次炸了波 纷纷猜测两人一直扑朔迷离的身份 究竟跟金圈四大财阀裴家和李家什么关系 就在此时李少白律师事务所发微博了 消息发出不到一分钟就直接冲上热搜榜首 律师含的内容硬得很 直接点名KY娱乐和一声唱片两家公司恶意造谣诽谤 陆幽诧意看着手机 他们明明没有请李少白来代理自己的纠纷 更不可能认识这种角色 可是忽然脑内有电流窗骨 李 都姓李 他想起了李九曾经跟他开的玩笑话 李氏财阀的人不怕泡菜国财阀 等我把你就出 你可得以身相许 陆幽瞳孔微缩 他猜到了李九真的是李氏财阀的千金 另一边旋转木马同款震惊表情包 他们万万没想到李九是李家千金 这回两人都慌了 毕竟得罪了李九 恐怕只有退圈的份了 李九忽然转谋看向镜头 表示他要使用大冒险发起权 文言蒋老六莫名有种不祥预感 提醒李九正在直播不要乱来 但李九并未理会他的阻止 只是言尾轻聊了下 就算你不允许也没用 我要向幽幼路铭发起大冒险 我要你们勇敢面对流言蜚语 澄清所有谣言 对抗所有诽谤 说出全部真相 娱乐圈到底有多肮脏 连男明星都难逃魔爪 李九把大冒险机会 送到幽幼路铭面前 并不是逼他们做选择 只是不愿他们再受资本控制 是时候说出真相 让作恶之人无所遁形 现在黎少白律师事务所 就是你们的后盾 希望你们明白 这是你们翻身的机会 李九字字句句 都敲在陆幽和池幽的心上 就连直播间的小可爱们 也沸腾起来了 纷纷赞同李九说的话 舆论风向有扭转的趋向 陆幽捏紧小拳头 他垂眸思索 但池幽却静默掀起眼皮 乌黑的眸色里透着坚定 他表示愿意履行这场大冒险 就算不为自己变白 也要将恶徒绳之以法 陆幽只觉心口发热 看到池幽这般坚决 他的池衣瞬间灰飞烟灭 我也愿意履行这场大冒险 好 李九红唇轻钩 所以 真相是什么 我没有主动想来练踪 是一声唱片的秦总想嫖我 我拒绝了 他才故意送我来练踪的 说着池幽将手机拿出 一段语音聊天被公然放了出来 小悠悠 黑姐姐一晚 只要姐姐高兴了 什么都因你 语音消息放出后 直播间炸开了 月月月 这位秦总得有五十多岁了吧 原来娱乐圈前规则都是真的 陆幽也深吸一口气解释道 我也没有想主动来练踪 是K1娱乐背后的财阀 对我在泡菜国传播华国文化 早就不满 所以急着清理门户 因为泡菜国娱乐圈的规则里 爱斗恋爱就是他房 就该被雪藏风杀 他们只是想逼走我 得知真相后 直播间的小可爱们 开始同情起小迷路 但是空口白话当然没用 陆幽也知道自己没证据 只见李久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别怕 小迷路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心 李少白律师事务所早前 就联系过Aurora其他团员 有人帮忙调取了办公室监控录像 K1娱乐老总和Aurora经纪员 正在商量团队发展问题 首先就是想办法弄走陆幽 明着肯定不行 但是怎么才能够让一人塌房顺势雪藏 你这位经纪人肯定比谁都懂 直播间观众觉得心下骇然 有人虽然猜到陆幽和池幽来综艺有难言之意 却没想到 隐藏在背后的真相竟然会肮脏成这般模样 谣言彻底被澄清 陆幽悬着的心忽然放下 竟觉得这笔想象中轻松很多 池幽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大不了以后就街头卖场 可就在此时 李久懒散聊起眼皮看向两人 邀请两人加入他开的公司 文言陆幽睁大了圆溜溜的双眸 伸手摸了摸李久的额头 久久 你没发烧吧 李久轻铁唇淡 琥珀式的眼眸里样着几分无奈 你看我像是不清醒的样子吗 池幽虽然也是难以置信 但尽力稳定情绪问道 哪家公司 九余文化 直播间观众火速打开浏览器 开始搜索九余文化的相关信息 苏玉璇站在旁边脸色惨白 他攥紧手机 看着网友吹捧李久的言论 极度到五官都变形 陆幽虽然没看手机 但是他选择相信李久 从此加入酒鱼 持有也表示愿意做个不要钱的打工人 包吃住 一餐一个馒头也可以 直至还清公司帮忙赔付的违约金 陆幽也在旁边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我也是我也是 不过我嘴馋 可能要加点菜 李久好笑又好气戳了戳陆幽的小脑袋瓜 你们俩有点出现好不 有我哥黎律师在 K1娱乐和一生唱片绝不可能得逞 说不定还要赔你们钱 所以通告费和时速一样不会少给你们 你们只管唱好歌跳好舞 陪识四满心满眼的欣赏凑近李久 我们李老板这么厉害 李久交金台谋逆向他 当然 我还有更多厉害的点你不知道了 那我可得慢慢发现 用我的余生 女孩只是台谋看了一眼星空 男人就忍不住偷拍了999张照片 想老六孝的贼灿烂宣布 下一站浪漫第二季正式收官 为了庆祝收官 晚上将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篝火晚会 格雷美小镇的夜景很美 万家灯火 灯影绰绰 冉冉而起的篝火伴随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格外浪漫温馨 大家今晚尽情享受晚宴 好 谢谢导演款待 现场一阵欢呼雀跃 土耳其的盛夏很热 即便晚风拂面 也察觉不到冷意 但陪识四还是给李久披上外套 掐着日子马上就到他生理期 说什么都不能让他着凉 傲娇的小波斯猫立马拿下了外套 表示穿着外套太热了 陪识四打去道 等会冷了别把我衣服 小气鬼 被你扒光衣服直播陆腹肌就不小气了是吧 此时陆诱歪着小脑袋刮在磕堂 不由地露出了一母笑 他正磕堂磕的静心 却忽然觉得肩上中了一下 一股暖意裹住了他的后背 陆诱顺势回眸 便对上那双狭长冷翘的眸 持有的神情总是散漫不羁 两久他开口 不冷啊 陆诱先震了一下 随后呆懵又紧张点了点头 有 有点 持有害羞回避视线轻咳了声 冷那就劈着 终于纯情小男孩持有股足勇气 牵起了陆诱的手 我带你去烤火 就会暖和很多 陆诱微笑着硬下 漆黑的夜晚 微凉的晚风 明艳的火光 喜欢的人在身边 一切都那么美好 李九抬眸欣赏着土耳其浪漫的星空 星空下的少女明艳动人 咔嚓 照片被定格 裴十四又没忍住偷拍了起来 听到快门声的小九儿转眸逆向裴十四 拍得怎么样啊 洛神看了都甘拜下风 花孔雀 这嘴巴是抹了蜜的 这么会说 只见裴十四轻抚着李九的脸颊 看狗都深情的眼神盯着李九 我真的好喜欢你 说着便凑到李九耳边表示 回国后有大惊喜 李九眼眸里样起焦金的光 好 那我就期待一下 大家也猜猜有什么惊喜 忙猜求婚 压抑车也猜 来了来了 花孔雀向他的小波斯猫求婚了 飞机翱翔着越过山海 离开土耳其浪漫的南天后 回到了云京 山顶别墅露台 阳光明媚 裴十四和李九正开心玩着 坐好 起飞了 裴十四轻轻推着鞦韆 鞦韆荡起 李九如瀑布的秀发随风飞扬 犹如一幅美丽的画作 李九太喜欢这种感觉 太喜欢这里了 下一秒他扑进裴十四温热的怀疑 裴十四搂着他的仙妖低谋寒情 默默看向他 玩开心了 嗯 李九温柔应声 李九提 趁着没通告一起去旅游 女朋友既然开口 裴十四必须答应 但明天的行程他已经安排好了 他凑到李九耳边轻声道 想看日出吗 次日清晨天还没亮 一袭脱围礼服的小九儿 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裴十四 可周围鬼影都没一个 正当他四下观望之景 忽然他眼前一亮 便见走廊前的拱门 装点了鲜花和气球 上面金灿灿的英文字母 赫然撞进他眼眸 Marry me 李九的心间不惊一颤 裴十四这是要求婚 就在他心脏快要蹦出来的时候 有个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李小姐你往前走 裴先生在双廊那边等你呢 说着帝国一束美丽的鲜花 并帮他戴上洁白的头纱 此时此刻李九紧张到 脸颊烧红发烫在原地一动不动 最后傲娇的小波斯猫 还是勇敢迈出了第一步 他就是要看看裴十四 到底怎么求的婚 数百发烟花齐发 刷一下整个天空被照亮 在壮阔的天空中 热气球像是最渺小的存在 却点缀着最炙热 又让人心动的浪漫 很快李九抵达目的地 便见裴十四一身黑色条纹西装 格外俊网 单手插都站在热气球的篮筐里 裴十四深情的桃花某里 让着宠溺的光 朝李九伸出手 上来吗 李九微笑回应 那当然 两人一微而立 深情对视 仿佛时间都停止 月亮渐渐落下 一轮红日从海平面冉冉升起 看 太阳升起来了 热烈和浪漫静在不言中 大自然的恩赐让李九直呼太美了 等等 还有更美的 只见远处飘来了无数的热气球 李九睁大了圆溜溜的猫某 惊喜万分 猜猜李九到底看到了什么 男朋友精心准备了盛大的求婚仪式 而女朋友却看都不看他一眼 甜甜 日出真的好美啊 因若李九收回视线继续欣赏美景 然而就在这时 他惊鸿一瞥 却呼见海平面上 有越来越多的热气球缓缓生气 李九的心脏怦然跳动了下 他忽有种预感 并惊看去 果然发现每个热气球上都印了字的 所有的表白词与求婚词 都被深空的热气球披着初晨的日光 非奔而来试地赠你他 李九原本就是以为做个热气球 中途裴十四简单求个婚 万万没想到这求婚场面如此盛大 此刻的李九除了感动就是感动 泪水不受控制想要离家出走 于是他努力将眼泪憋回去 所以迟迟没转身 反复深呼吸着试图平复心情 裴十四站在他身后牵着他的手 紧张得连嗓音有点抖 我曾后悔在大悟四起时没有点亮一盏灯 让星星在那天迷了路 使自己错失月亮九年前唯一赠予的一场漫天星辰 也曾后悔默默遥望人间 分明月亮已经下凡来与我邂逅 我却也没抓住机会 让银河的星光向他抖落三分 救命 李九心脏快要蹦出来了 他努力平复情绪 毕竟今天化了美美的妆 不能花 不能花 就这样默默想着的时候 泪水早就模糊了他琥珀式的双眸 见李九依然背对着自己 裴十四缓缓向李九靠近 心情忐忑着 但庆幸月亮同样也在眺望着我 可李九压根没在听裴十四的真情告白 还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一边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边担心化妆 李九 裴十四认真换着他的名字 啊 李九忍着哭腔硬了声 生怕身后的男人发现自己现在有多丢人 你能不能 裴十四喉结轻滚 莫名卑微 转过来看我一眼 那你等等 李九伸手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 片刻后李九终于转身面向裴十四 裴十四攻身低眸看向他 是我准备的求婚 让小九儿不满意吗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脸颊 只见蹭过他眼周的那圈红石 李九才察觉到他的手温 他伸手握住裴十四的手 甜甜 你手怎么这么凉 裴十四洋装轻松笑了声 紧张 原本以为高冷的影帝大大做什么事都运筹帷幄 没想到也会紧张 瞬间要哭的情绪烟消云散 那怎么办 裴十四懒笑道 我在认真求婚 结果我女朋友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要拒绝我 说什么 裴十四连忙把话堵住 就算拒绝 也让我把话说完 李九心里没打算拒绝 但是他家甜甜今天怎么这么没安全感 于是他抬起眼眸看向他 不再躲避他的眼神 那你继续吧 也许我会答应的 裴十四无奈脸眸轻笑了声 好 大结局 李九答应了裴十四的求婚 裴十四酝酿已久的表白情绪被打断 他现在意识有些业主了 李九嫌弃掀起眼皮看他一眼 你求婚都不打草稿的吗 裴十四冤死了 他明明准备了那么多 还偷偷熬夜背的稿子 可看到美丽动人的小九儿后居然紧张到忘了 李九抬起漂亮的脸但无奈看着他 甜甜 你这个大呆鹅 李九想到裴十四在求婚这件事上比自己还丢人 那么刚才偷偷掉泪也不算什么 裴十四傻笑道 那怎么才能娶到女朋友啊 李九傲娇抬眸示意他再试试 行 裴十四答应得很爽快 下一秒便见裴十四单膝跪在他面前 手中还捧着戒指盒 裴十四猝不及防地下跪 让李九心间不经一颤 肉眼可见的慌乱 小九儿说让我试试 那我得试试 说着裴十四缓缓打开丝绒戒指盒 一枚闪耀至极的求婚戒指赫然躺在里面 李九 裴十四微微抬头 虽然这场求婚好像不太完美 但我还是想借苍杉的日出 请月亮收下银河迟了九年的回行 银河看过宇宙 下过凡间 但往后余生 纵在有千颗星辰万盏灯 他也只想拥有那一轮叫李九的月亮 裴十四你这个文化人 把李九感动得一塌糊涂 李九 裴十四很正式换他的名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文言李九眼泪像是被揉碎的星星 根本不受控制滚落下来 他沉默着哽咽了好久 但啥 他伸手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低声嘻喃 你烦死了 好不容易把眼泪憋回去 你又给我弄出来 裴十四的眼洁微颤 真相啊 原来小九儿刚才背对自己不是不想嫁 而是在憋眼泪 稀里哗啦 瞬间裴十四紧张的心情得以平复 他露出招牌散烂倾笑 所以 我在这跪了这么久 小九儿要不要嫁给我啊 李九含着泪光扬起小脸蛋 你把戒指戴上我看看 好看的话 我就考虑答应你一下 阴落小九儿伸出手 裴十四没有半分犹豫 立马将戒指套在李九左手无名指上 然后才牵着他的手站起身 戒指戴上就不能退火了 裴十四再次正式问一遍 李九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李九伸手搂住裴十四的脖狗 缓缓靠近 裴十四 我愿意 裴十四浅褐色的眼瞳震了一下 这一刻他的梦想成真了 他最爱的小波斯猫答应嫁给他了 今天苍山而海的日出里 藏着一轮只属于他的 且永悬不落的月亮 感谢追更甜宠夫妇的宝子们 有你们的一路陪伴 KK将才有动力每日更新 漫画就到此完结 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自从影帝大大求婚成功后 已经被报领证99次 这次终于来真火了 各大营销号嗅觉堪逼狗子 李九和裴十四领证时间定在9月14日 两人已向剧组请假飞往云津 CP粉对于营销号的各种臂力 早就习以为常 裴十四落地云津的时间更早 继扯开着他的兵力来接人 时不时东张希望鬼祟得很 原来他生怕给狗仔盯上 造谣裴十四和李九领证 只见裴十四清了眼皮笑了笑 他表示就算狗仔不拍 他也会自报 将红本本发到微博上 普天同庆 你们9月14日领证已经上了热搜了 好家伙 猜得还挺准的 闻言裴十四脸眸拿出手机看了看 却忽然收到来自李九可爱的问候 抬头 裴十四一眼就看到李九 他拖着行李箱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出机场 裴十四张开双臂迎上去 见到裴十四的叉码 李九抛弃了手里的行李箱 直接朝他飞奔而去 下一秒扑进了他怀 裴十四紧紧抱住他的未婚妻 宠溺般蹭了蹭他的发笔 嗓音低迷性感 想我没有 李九蹭着他的胸膛 点了点头 撒娇道 那你想我了吗 裴十四抱着他的手臂收紧 低叹了一声 快想死啊 许久未见的异地小情侣紧紧相拥 随后裴十四轻轻抬起李九的下巴 李九琥珀式的双眸逆想他 干什么 话音未落 裴十四低手附上他的唇淡 久别重逢的难舍难分 许久两人缓缓分开 裴十四意犹未尽 李九脸颊泛着淡淡的少女粉 低谋回避男人的视线 回回去再说 回应他的却是低迷阴雅的笑声 行 可是回去我想要的可不仅仅吻了 文言李九星间呼唱慌忙 推开裴十四 甜甜闭嘴 揍开 然而此刻对方才一无所知的 记车啥乐呵抖 你们晚上是不是要开单身趴 毕竟明天就是已婚妇男妇女 裴十四淡漠看他一眼心想才三天假期 开什么单身趴 没兴趣 紧接着目光回到小九儿身上 我还是对我的未婚妻兴趣更大 起大骨奔 十里红妆合法了 他终于名正言顺喊他陪太太了 可他却不肯叫他老公还想逃跑 山顶别墅婚房门被粗暴推开 一道身影将另一道身影抵在墙上 久违的炙热温存 空气中弥漫着暧昧与浪漫 李九缩了缩身体 娇羞尼喃着 关关门 裴十四低声应响 紧紧扣着他的后腰将他带了过去 抬脚将门带上 哎呀 怎么那么难解开 漫长的夜 心灵的碰撞 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美好 一日清晨 清风和煦 阳光温暖 一袭黑色西装的裴十四 牵着一袭白沙长裙的李九 走进了名正局 领证流程很快 签字 拍照 等应 盖章 两人就拿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红本本 李九和裴十四 在9月14日这天终于成为了合法夫妻 两人开心牵着手走出名正局 而裴十四终于有识感 自己娶到喜欢了九年的女孩 他将李九紧紧抱在怀里 并希望李九换个称呼 李九却一时反应不过来身份的转换 抬眸一脸狐一看向裴十四 裴十四公身凑到他耳边提醒 既然都领证了 那是不是该叫老公 李九这才反应过来 但是想到这两个字 他不由得脸颊爆红 怪难为情的 可裴十四却不轻易放过他 接着做起摩人的男妖精 扛不住花孔雀的撒娇 李九眼神闪躲 直直无无道 你你先叫 裴十四倒没有一丝犹豫 立马凑到他耳边 老婆 裴太太 夫人 裴十四怀里淘汰 却又被裴十四一把抓了回来 还没改口就想逃 乖九儿 叫声老公听听 李九鼓起勇气 老老 李九的改口还未进行道理 就被一阵吐蕃鼠尖叫打断 十里红妆 真的是十里红妆 我的九九老婆和花孔雀来领证了 我失恋了 见状裴十四牵起李九的手 并高举两本红本本 大方承认两人已领证 当晚回到婚房 裴十四依然不依不饶 他势必要听到李九喊他老公 裴十四滴里蛊惑的嗓音 让李九心脏不停乱跳 随后他勾着裴十四的肩凑到他面前 终于一声老公从他的小嘴蹦出 裴十四十分满意看着他低笑了声 紧接弓身凑到他耳边 我娶到你了 我的裴太太 女孩新婚洞房叶 清歌居然亲手准备小孩搁屁带 宠媚狂魔歪歪第S 十里红妆的世纪婚礼准备开始 巴黎古堡前 婚礼进行曲响起 李九一袭洁白婚纱手捧鲜花沐浴 在巴黎的阳光下 他朝着眼前帅气的男人缓缓走去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波斯猫公主 说着裴十四伸出手 李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便将手递给裴十四 我愿意 两人交换婚戒 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两人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 恭喜一对新人 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今天这场婚礼空前盛大 金圈妻子首次同框 婚礼结束后 回到酒店 李九正在庆幸三位哥哥帮忙挡酒了 所以他清醒得很 裴十四却眼尾泛起了浓浓的桃色 他忽然猛地将李九抵在墙上 李九担心服了服他 甜甜 你是不是喝太多了 嗯 裴十四嗓音很低音了声 随后他抱住李九 下巴在他颈间蹭了蹭 一声勾人的笑声响起 有点 不够不影响洞房花主 话音落下 李九背后的蝴蝶结默然被扯掉 没等他回过神 李福已经顺着脚踝滑落 李九有些慌乱 没等他开口 他便附上他的唇 随后就被推进洗床 一日清晨 李九一脸委屈地捶着裴十四的胸 低声抱怨着疼 裴十四低叹了声 将李九搂进怀里 吻了吻他的额头 抱歉 昨晚喝多了 我去给你买点药 片刻后裴十四拎着药回来 碰巧遇到了继撤像见鬼似的看向他 裴哥 你鸡窝头挺帅的呀 裴十四懒散掀起眼皮 白了他一眼 没打理他就回了房间 记车现在那小样 特么像私生 转头就把所见所闻 分享到备婚群里 大家一顿叽叽喳喳的 在与美人带起的节奏里 大家似乎不大关心裴十四的鸡窝头 纷纷讨论起他到底出门买什么 结果李少白一句话封神 老子他喵得在房间里 给他们备了小孩个屁带了 别的孕妇产检 只有老公陪同 而这个女孩第一次产检 却有六个男人争相陪同 愉快蜜月旅行的某一天 李久却一脸忐忑翻看手机里的日历 该来的没来 难道怀孕了 他不安地将事情告知了裴十四 裴十四神情漠然症着 仔细回忆着新婚当晚 压根没想过会一夜中奖 他连忙捉住李久的手腕 表示先去医院 李久却是一先买个棒棒回来咽一下 毕竟没经验 李久独自在卫生间研究了好久 片刻后 棒棒上出现了两条鲜红的杠杠 一道还是两道 李久将棒棒藏在身后 洋装没什么情绪 别了别小嘴 没有立刻回答 见状裴十四上前 轻抚他的脑袋瓜安慰 没事 等咱们准备好了 会有的 然而裴十四的话音刚落 李久将棒棒送到裴十四眼前 恭喜裴先生 你好像真的要当爸爸了 裴十四瞬间瞳孔地震 他消化好一会才回过神 接过李久手中的棒棒 所以是两条杠 他开心地将李久紧紧抱在怀里 天啊 我要做爸爸了 两人马上结束了蜜月行程 胎儿不能健康成长 裴家和李家所有人都出动 陪着李久产检 如果不是男士止步 估计都冲了进去 此时李绍轩懊恼得 筐筐撞大墙 明明被好小孩给屁带 他是非得我亲自给他戴上吗 一旁的记车神情复杂地看着他 轩哥 没想到 你爱好挺广泛啊 你看喵的 别老子滚 说着李绍轩一米八的大长腿 毫不犹豫送给记车一脚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精密检查 医生终于推门出来 看到这大型阵长 傻眼的他再次傻眼 裴十四紧张冲上前 怎么样怎么样 都挺好的 放心 李久也在李母和裴母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挺好的 裴先生的小蝌蚪质量嘎嘎好 他只希望下次不要来这么多人 有点丢脸 时光如梭 李久的预产期在五月份 他提前入院等候了三天 开指的时候疼得李久熬叫 眼泪狂飙 甜甜 你替我生好不好 裴十四俯身轻抚着他的脸庞安慰 乖 我跟医生说过打无痛了 要不然我进去陪你 李久立马拒绝 毕竟这生仔就像拉爸爸 他高贵波斯猫的人设不能谈 裴十四只好在他额头轻轻吻了吻 给他加油打气 李久被推进了产房 裴十四在外交集等候 幸而生产的时候还算顺利 护士姐姐将仔带抱出来给大家看 光听护士说是男孩 裴十四就直接截胡 抢过了仔带 护士一脸蒙圈 这位爸爸 新生儿是要先送暖箱的 只见裴十四挥别重人 大步往李久的病房走去 晚点送 我夫人还没看过儿子呢 病房里 李久看着墙包里皱巴巴的仔仔 长得还行啊 嗯 凑合吧 不过眼睛漂亮 随你 裴十四懒散笑着 就是吵了点 小嘴巴巴的应该也是随了李久 他小时候才不爱哭 说我和我妈坏话 仔仔抗议哭得更凶 别人带娃都是把孩子宠上天 而男人却吃醋吃到癫 并恨不得把他丢到一边 裴哭哭在线验证 父母是真爱 孩子是意外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恋爱脑的裴十四 特意给孩子取了个相当好听的名字 裴思黎 自从仔仔出生以来 多少个夜晚都在坏他爹的好事 连亲爱的老母亲都想把他重新塞回去 这天李久正在浴室洗澡 裴思黎哭得奶兄奶兄要找妈妈 新手奶爸裴十四一顿手忙脚乱 被炒的头都要炸开的 他脸眸腻了仔仔一眼 裴思黎 你什么意思 你还想看你妈洗澡 仔仔抬着泪眼汪汪的大眼睛 果然随了李久 看起来无辜又惹人怜惜 仿佛在问 这是我妈 仔仔不能看吗 父子俩大眼瞪小眼 父子子笑的模样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 下一秒只见裴思四单手 拎起裴思黎转身回房间 随手把他扔在婴儿床上 老子都看不到你妈洗澡 你还想看 小子 看你不爽很久了 自生自灭吧 变一个屁孩志气不至于 裴思四紧接着决定对仔仔小之一情 动之以理 裴思黎小朋友 你喜欢你妈妈吗 嗯 裴思黎似懂非懂晃动小脑袋挂 那你喜不喜欢爸爸 裴思黎颇为无辜眨了眨大眼睛 我只是个奶娃娃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裴思四瞬间无语自我安慰 轻生的 离久的 深呼吸了下接着道 你看 你妈妈每天照顾你是不是很累 怀你的时候就没少折腾了 出来了还给我继续 老子都舍不得折腾的女人 全给你欺负尽了 裴思黎一脸认真看着他跌嘴巴巴巴的 终于他忍不住要哭唧唧了 呜 裴思四立刻低声嚇嘱 不准哭 说着伸手掐了掐他的小脸蛋 呜 委屈 憋憋 把鼻汹汹 裴思黎后来就不再哭了 但是他学会了新招 那就是使唤他老子 在李九怀里不吵着尿 换到裴思四怀里刺他一声 李九睡觉的时候他很安分 裴思四脑袋一挨枕头 他就哭得稀里哗啦 裴思四这个奶爸 已经在短短树月里崩溃了一万零八次 就连于美人一一都看出 这个宝贝长大后肯定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李九认同 毕竟有个花孔雀的爸爸 这青出于兰胜于兰 说着于美人开始担心 未来哪个小姑娘会被他祸活 不过现在看来 小桃花倒是对这位弟弟很感兴趣 他拉着裴思黎的小手手 妈妈 她好飘飘 李九幸在乐祸看向于美人 以后遭殃的该不会是你闺女吧 我不同意啊 于美人拒绝得很干脆利落 并放下狠话 我绝不允许你们家裴枯库 把我们家小桃花拐跑 李九无嘴笑了笑 以后的事情 谁知道啊 三岁男孩第一次上幼儿园 就捕获万千小少女的丧心 可某位清醒的小少女 却嫌弃她是个渣男 淡定的男孩再也不淡定 裴思黎既随了李九的傲娇 又随了裴十四的孔雀开辟 吸引万千少女的同时 又洁身自好是的谁也不爱大力 就连小桃花跑来找她是好事 裴思黎也拽着一张酷脸 乃生乃气表示 我才不喜欢姐弟恋 她拒绝了小桃花 但小桃花并没有半点挫败感 她眨巴着漂亮水灵的大眼睛 我也没打算跟小屁孩谈恋爱啊 话不中 但是对裴思黎的打击不止一点点 她差一看着眼前可爱的小少女话都说不出口 小桃花继续重创她脆弱的心灵 我漂亮妈咪说了 你是渣男 渣男 裴思黎被创的第一次怀疑娃生 小桃花却非常坦荡 而且像她这么人见人爱是不需要舔狗的 我来看你 只因你长得飘飘 绝对没有半点别的意思 说完小桃花扭头走了 裴思黎若有所思扁了下小嘴 居然有女孩子不上我宫 她决定要回家找把鼻取取经 放学后 裴思黎回家后立刻趴到裴十四的大腿上 把鼻 你以前是怎么掉到妈咪的 裴十四没好气脸眸看着她 怎么 你小子想掉水 裴思黎别嘴沉默 毕竟她也要面子 不能被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女孩子嫌弃她 裴十四漫不经心挑着眼尾表示 那是你妈咪主动掉的我 裴思黎充满怀疑看向裴十四 舅舅一一之前明明说过 爸爸是只花孔雀 变着花跟妈妈开屏 他在动物园见过花孔雀 孔雀开屏的时候花枝招展 妈妈说过那还是求偶信号 想到这 果然爸爸也不靠谱 裴思黎立马从裴十四身上下去 刚走一步就被他老子带住了 好不容易抓到的炫耀机会 你小子怎么还逃跑啊 赶紧听听把鼻给你说说 你妈咪当初主动给我写情书的事 裴思黎也是服了这个臭美的把鼻 清醒点吧 把鼻 裴思黎顿了下开口 老爸 你这样明天是会长出很丑很丑的长鼻子的 然后你便丑丑 妈妈就再也不喜欢你了 说着小屁还给老父亲送去一个大大的博弈 裴十四的无限魅力第一次惨遭质疑 而且对方还是他那个可爱的亲儿子 轻生的轻生的 我不气我不气 来了来了 来客又又露名CP了 甜度绝对不输十里红装 陆又意外发现了持佑的秘密 他听到了他跟老板的通话 持佑身姿懒散以着墙壁 神情嚣张又淡漠 随您 反正您觉得合适就继续 但想拿嫖我这事来讲条件就不必了 陆又震惊到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他完全没想到持佑被送来综艺的原因居然是这样 偏偏此时持佑发现了陆又的存在 他来到了陆又面前 这也太射死了 但偷听被抓包 陆又也只能乖乖认错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持佑视线扫过去 便见面前的小姑娘像是做错事的小学生似的 被偷听的是我 你在这射死个什么劲 陆又脆弱的小心灵被创了 这个人太恶劣了 谁射死 谁尴尬 我只是对于听到别人的秘密感到抱歉 陆又不想再跟他说什么 扭头就走 但却被持佑默然捉住了手腕 为小迷路 陆又抬眸便对上他那双蓝散的眸 干嘛呀 持佑漫不经心挑了挑眸 少看网上那些弱智评论 咱们大人有大量 不跟那些人一般见识 陆又不经心底一颤 他没想到持佑无条件相信他 劝慰他 心里顿时一股暖流 与此同时 他视线落在被持佑捉住的手上 想尝试收回 持佑也意识到 立刻松开了他的手 抬手做投降撞 抱歉 下一秒陆又转身飞速跑回自己的房间 背挤天门时 还感觉心脏在剧烈震动 原来他的秘密 他都知道 并且毫不犹豫站在他这边 下一站浪漫第一季接近尾声 终于到了收官告白日 男嘉宾要向女嘉宾告白 普罗望思勋衣草花田 持佑姿态懒散站着 为了告白 他也学陪十四准备了一束花 陆幽缓缓朝他走了过来 俏皮眨了眨眼 没想到有朝一日 要听到好兄弟跟我告白 持佑挑眉轻笑了声附和着 对啊 先送我大兄弟一捧花 别说我这个做哥们的做得不称职 陆幽表面娇俏洒洞 但看到那捧花的时候 他的心脏狂跳 因为向日葵和月见草的花语 是沉默的矮 就在此时 蒋老六拿出他的大喇叭 宣布游戏规则 各位嘉宾戴上心动测试手环 告白期间 各位心跳指数会显示在大屏幕上 第一次听到 还有这种骚操作的陆幽莫名慌了 根本没给他足够时间消化 工作人员已经细心为他戴上手环 现在显示心跳120 陆幽闭上眼 凭借超强的意念 心跳降到了100 小迷路冲压 你可以的 陆幽深呼吸一下 事宜持佑开始 只见持佑意味不明 懒散轻笑了声 蒋老六的声音又响起 请走近对方 鼻尖相抵 纯具不超过一毫米的情况下 完成告白 陆幽再次震惊睁睁圆了双眸 不敢置信看着持佑 没关系 如果你不想 我们就跑了 反正最后一期 陆幽犹豫着挽起自己的脚尖 不料被自己的脚扮倒了 持佑连忙上前抱住了他 小心 相互克制爱意的两个人 因为一场乌龙而相拥着 心跳指数迅速飙升 陆幽只觉得耳机有点发热 听到持佑低词的嗓音 陆幽我喜欢你 嗯 我也是 陆幽微笑回应 做我女朋友吧 好 音乐持佑便附上她的唇 夏日微风中的普罗旺 思讯依草田里 弥漫着一股浪漫气息 来了来了 花孔雀的情敌来了 居然还是女的 云京机场 许多粉丝带着应援物来接机 H4和李久刚出来 就听到粉丝们兴奋的尖叫声 李久 我老婆 李久刚进娱乐圈不久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狂热的粉丝街机 李久寻声望去 热情打起了招呼 察觉到李久炙热的眼神 迷妹更是瞬间羞涩无脸 救命救命 老婆看我了 一旁的CP粉高举着花孔雀和波斯猫的首幅朝裴14喊道 花孔雀只愣起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波斯猫求婚 文言裴14攻身凑到李久身旁 并毫不避讳搂过她的戏腰 那不是要看她选谁当老公吗 毕竟 说着她掀起眼皮逆向街机的老婆粉们 我的情敌有点多 花孔雀醋了醋了 机场里响起一片哄笑声 很快就有人打句道 那老婆一定要好好考虑 不要轻易答应这个狗男人 你值得更好的 李久意味深长看了一眼裴14 随后转眸看回粉丝 那要是有更好的 老婆记得给我介绍呀 说罢魅眼卢丝的问题下 她的老婆粉被迷晕一大片 李小九 这时 一道清亮的嗓音忽然响起 与美人一抹风式的直接冲进李久的怀里 你终于回来了 我都要想死你了 李久紧握着她的手安抚道 能不能注意下你作为经纪人的预解形象 与美人哪管那么多 当场就表演了个哭唧唧 去哪儿 回家 与美人完全无视掉旁边的裴14 轻易挽着李久的胳膊往外走 并表示这段时间快被邱女士念叨死了 听到这李久瞬间没了回家的勇气 毕竟以邱女士的性子 指不定给她们下任务 明天一胎四宝 与美人疯狂点头赞同 不过也不用担心 她探过口风了 李爸爸说想办法让裴14生 裴14神情复杂看了过去 要不我买张机票去烫替博 李久和与美人默契对视 然后不约而同点头表示赞成 姐妹俩完全无视裴14本人的意愿 哇去 李天王居然也今天回国 机场又掀起了一波热浪 粉丝纷纷寻着指的方向看去 就连李久也跟着回眸 那在熟悉不过的人果然映入她眼 那是一道奇长优越的身影 哥 李久轻眨了下眼眸 李清许快步上前碰了下裴14肩膀寒暄了起来 回来了 裴14条眉 李清许嘖嘖了两声 再不回来 我妹都成我嫂子了 李久无奈叹气 大可不必 你可以当她是妹夫 李清许散漫轻笑 便伸手揉了揉李久的头发 李小九深藏不露啊 暗恋裴哥那么久 嫂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叫他哥 远处的粉丝听不到他们的交谈 但是看到他们亲密的行为 瞬间尖叫了起来 还在猜测 李天王该不会是花孔雀的情敌 李久嫌弃扔开李清许的手 并警告道 堂哥 注意形象 我可不想被你的女友粉丝 李清许一脸尴尬 妹妹有了男朋友 连哥哥都不要了 一个人回来的 不是还有 李清许话没说完 又想起了一阵吐蕃鼠尖叫 老婆老婆 得不到波四猫 于美人老婆能考虑一下我吗 于美人没想到自己也会有粉丝 差一回眸看了过去 于美人茫然不过一秒 很快就回过神潮 那个热情的粉丝抛去飞吻 爱你爱你 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 于美人话音未落 一道低沉的嗓音忽然响起 于美人背脊几乎瞬间将注 他缓缓扭头望过去 便撞进一双漆黑冷翘的毛子里 西装革履的男人稳不走来 好闺蜜和发小隐婚半年 所有人都知道 唯独李久一人被蒙在鼓里 这人是傅文理 金圈四大财阀之一的傅家公子 也算是于美人的半个监护人 李久眨巴着猫眸看向裴十四 不明白此刻应该在国外出访的副教授 怎么突然回来了 只见裴十四掀起眼皮散漫轻笑道 这个你得问你的好姐妹了 李久转眸看向于美人 便见他看到傅文理就像老鼠见了猫 拔腿就想跑 然而他被傅文理轻松捞了过去 想去哪 于美人心虚到心肩发颤 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傅文理便躬身凑到他耳畔 用只有两人听到的音量说道 傅太太 于美人只觉心脏受到一点暴击 紧接着他睁圆眼眸 警惕盯着傅文理 生怕被人发现两人隐婚的事实 傅文理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没等于美人说完 傅文理便牵起他的手 抬了抬下巴跟裴十四示意了下 你们聊 我先带我家小孩走了 裴十四也点头回应 这两人奇怪又微妙的氛围怎么回事 其中肯定有猫腻 想着李久无嘴笑了笑 懒得深究他俩复杂的关系 但还是乐于吃瓜 并且坐等婚礼吃喜 你们婚礼我要做主桌 李小九 别乱讲 于美人恼羞成怒 但傅文理的嗓音紧接着响起 嗯 会安排的 于美人红唇微章正想要解释 却被傅文理强行揽入怀中直接带走 李久看着两人般配的背影感叹道 小白兔被大灰狼叼走了 随后转眸看向身旁的裴十四 他们俩背着我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吗 裴十四漫不经心掀了下眼皮 这种事还是让于美人自己跟你说吧 听到这李久更加肯定两人之间肯定有事瞒着他 而且大家好像都知道 李久转瞬就反应过来 睁大眼眸看向裴十四 所以你知道 虽然敢不告诉我 文言裴十四的神情忽然质主 李清许在旁边幸灾乐火 结果李久用余光腻了过去 该不会你也知道吧 李久漫不经心抬起手 用指尖倾底下巴思索1.08秒 我哥他们和记车肯定也知道 所以你们七个人加上于美人都知道这个命 就我一个外人 被你们八个合着火蒙在鼓影 我懂啊 原来在哥哥们心中妹妹分量还是不够 若是还怨怪哥哥们 就是妹妹无理取冒啊 李久的这番待遇发言实在让裴十四哭笑不得 随后他握住他的手腕拢到身边 无奈摇头散笑 没想故意瞒你 但这种事你从我们俩这里知道不合适 李久也没打算怪任何人 他也清楚谁没个小秘密 就像他十四岁偷偷给裴十四写情书的事 不也连清歌都不知道 很快离心许的经纪人也派车来接 他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李久记得回家安抚邱女士 李久无奈应响 裴哥 这时一道洪亮的嗓音响起 秦怀语早就在机场外等着 见到裴十四和李久出来便迎了上去 你们都跟我走吗 但就在此时 一辆黑色顶级豪车朝他们驶了过来 紧接着后座门被打开 西装革履的李少白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明明是合情合理的小情侣 却想大晚上背着父母哥哥偷偷见面 宠妹狂摸李少白生怕裴十四拐跑 李小九连忙赶来接机 跟大哥回家 小九儿有些许尴尬 但很快就乖巧硬下 毕竟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随后李少白掀起眼皮坏坏 逆向裴十四 一起 正好这个狗男人可以代替我被家里面两位念叨 裴十四机制拒绝 下次我正式点灯文拜访 好吧 那我们先回去 上车后 李九眼波流转看裴十四几眼 眼神里近视依依不舍 裴十四宠密送上摸头沙 明早来接你 矜持的波斯猫秒边恋爱脑疯狂点头 嗯 等你哦 两人撒狗粮的一系列骚操作被李少白尽收眼底 他嘖嘖了两声 暗骂裴十四是狗子 不知给自家妹妹下了什么迷魂汤 裴十四目送离家车队离开 秦怀宇虽然不是第一次见这阵仗 但现在看着心情尤为复杂 不禁为裴十四担忧起来 裴哥想要娶这位小青梅 恐怕要走很长的路 裴十四用余光逆他一眼 没说话 便又听到他巴巴巴的不停 晚饭过后 李九将枕头抱在怀里 以趴着的姿势跟裴十四打着视频电话 视频电话那头的男人 似乎刚洗完澡 宽松的T恤显得随性 他单手擦拭着滴水的乌发 吃过饭了 嗯 有个十二句冲浪的爷爷是什么体验 你知道吗 他居然连草莓圆 这下高的梗都知道 一顿饭下来我耳朵要长剪子了 裴十四懒散轻笑了声 凑近镜头 低迷的嗓音传来 想我了吗 李九交尽双手捧脸 翘起的小脚丫 跟随着他愉悦的心情晃呀晃的 随后缓缓腾出一只手比划着 也就只有一丢丢 傲娇的小九儿有点小可爱 裴十四都纯笑了笑 明显不满意这个答案 真的就那么一丢丢 那再多一丢 李九将指尖的位置分得开了些 好了 不能再多了 裴十四酝酿了0.08秒开口 那你想不想见我 听到这番话 李九脸颊瞬间发烫 警惕抬眸看向门外 现在 不想我来 裴十四神情肆意 李九饶有兴致弯了下唇弯 你就不怕被我哥哥发现 怕什么 和亲和李男女朋友关系 不能见吗 李九有一丝丝犹豫 他担心被抓包 现场射死 不过同时 他又产生了一种 真的想要破戒去跟裴十四偷情的刺激感 于是他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搭带多久过来 你先收拾 我很快 苗东女孩李小九上线 笑的是那么邪魅 哪方面快 裴老狗又被聊得沉默了好半场 而后无奈叹息道 小九儿 你说这种话 是想让我失眠吗 李九的眼眸又弯了弯 五破色的眼瞳里 竟是没心没肺 那带上身份证 更刺激的安排